第一章 决裂 盗祖轮回 这是一片灰蒙蒙的混沌空间 没有天 没有地 也没有时间的流动 更没有任何物质 这是一个虚无的空间 无始无终的影像 只有让人充满恐惧的寂静 以及到处乱串的恐怖气流 在这个压抑的世界 只见一丝丝紫黑色的气流四处积大 仿佛要摧毁这片空间 但是很奇怪的是 每当空间破碎又有另一个空间弥补生成 生生灭灭在这片混沌之中是如此的奥妙不凡 在这片混沌之中 没有纪念 一瞬 也许是一眨眼的时间 也许是永恒 在这个了无生计的时空中 死气沉沉 存在就是毁灭 毁灭便是存在 一瞬便是永恒 无生无死 时空不存 大道不限 一切归于原始 但那一道刀若隐若现 紫黑色的气流 却是有按着某种轨迹运行 在看似斑驳杂乱间 又无不暗含天地之理 看似暴虐无常的混沌气流 无不彰显到的影像 突然 随着一阵空间波动 一座古色古香 玄奥尖色的楼阁 无中生有地显现出来 无生息地出现在这个空间 静静地随着混沌气流四处飘荡 一朵巨大的紫色连状物体 散发出妖艳的色彩 它的花瓣一张一盒 流淌着心神可见得到的规则 随着一阵阵无比的威势 连心处吞吐着一股股生机 楼阁中 一道飘渺寂寥的身形象 是附着在气流身上流动 一切是如此的和谐 又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这座庙堂的到来 改变了整个混沌空间的 某些运行轨迹 它为这个了无生机的空间 注入了一丝 前所未有的些微的变化 是变数 又或是艺术 无人可知 无人可晓 又一会儿 一道紫雷随着气流滑破时空 来到了这个空间 它又是如此的与众不同 浑身光芒四射 遮盖住整个混沌空间 笼罩着这座庙堂 一摇一挡 便散发出强大的大道气息 随即就射入那庙堂之中 那道飘渺寂寥的紫色身影之上 这就是九十九重天 位于茫茫无稽混沌中的紫雕宫 天道红君的居所 也是昔日天道红君 秉承天道旨意 在此传下道统的地方 紫雕宫内 一道博大无匹的天道法轮 在这个紫色衣着的 儒雅中年人头顶徘徊 欲要和他合二为一 而坐在蒲团上的中年人 也就是天道红君 全力抗拒着 一时间 天道法轮和红君老祖的抗衡 陷入僵尸之中 天道法轮 一时竟然无法再寸颈一步 一便坚决地抵抗着 天道法轮的压迫和侵蚀 红君老祖的心神 却是回到了自盘古 开天辟地至今的 亿万年时空 全身心感悟着 这无数年自己所追寻的道 对自己合身天道以来的得失 做出全面的总结和检讨 在红君的神识陷入久远时空之际 原本流落在红君顶上的 天道法轮一下子发力 没入了红君道体之内半截 红君被这剧痛给震醒过来 却又发现自己已经是束手无策 再也无法对抗天道的手段 虽然对之前的得失有所感悟 了结他心中的一点迷惑 但是 也让他坚定不移的道心 开了一道口子 现在的他再也无从前 纵横无敌的大圆满境界了 天道 你不能控制我 红君痴疼地说道 似乎是在反击 又是在哀求 天道毫不理睬 反而是得寸进食 疏忽间天道法轮没入红君体内 朝着红君原神而去 道是无穷 道是万物 道是无情却有情 红君一边吃力却又无力地反抗 一边默默地挣扎着 念叨着自己亿万年修为的感悟 这句寄语不只是红君老祖自己这些年的感悟 更是他很久以前从盘古身上 和盘古临死前获取的记忆 这是对道进一步明晰的阐释 我明白了 红君浑身一松 原本涣散死寂的眼神 静一下有了生气 道是无情却有情 哈哈 红君大笑 最后更是加了一句 有情至简 无情至凡 说完 不理会天道的逼迫 竟放弃了对天道侵蚀的反抗 还将原神也让给了天道 原本竟为分明的两股力量互为相容 逐渐地不分你我 就在天道快要彻底控制红君的原神之际 红君输了口气 大显神威 一道虚影自身体表面浮现而出 浑身波光荡漾 似有若无 红君竟然大变模样 再也无任何迷惑 疯狂的神色 他给人的模样就是冷静 冷静得可怕 就像是一尊没有生命迹象的物质体 甚至连灵魂原神的波动都无法捕捉得到 紫霄宫被他变成一个绝对压抑的空间 随着天道跟红君本尊不分你我 这虚影也凝结成一个阴暗的尸体 他从红君身上走了下来 转身回头看了一眼 已经被控制的红君本尊 复杂的眼光流露而出 发出一声难以言喻的轻叹 接着决然离去 无影无踪 天道也在影子走后 才彻底地占领了红君的肉身原神 侵占红君的肉身 天道法力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 对于红君原神的出走无可奈何 但有了一个可以摆布的傀儡 又有了一个可以容身之所 一直以来无法完全发挥的实力 终于可以借助这幅躯窍进行施展 嘎嘎 随着尖色刺耳的机械声 天道大笑树声 不只是三界 混沌 连整个宇宙都在天道的笑声中风起云涌 紧接着 紫霄宫一臂 一切都又失去 一切又回复先前那波澜不惊 死气沉沉的模样 只是 自此以后 仙界 再无天道红君 有的只是窝居紫霄宫的天道也 自此 仙界 天道至此才算是真正掌控着 仙界宇宙众生的命运 整个宇宙的运行轨迹或道 自此 才真正受天道一人掌控 自此以后的仙界 才真正落入天道一人的掌控中 当忙完一切的天道 这才探查起红君元神的去向时 却发现无可查探 哼 天道一声闷哼 又是惹起仙界风起云涌 天地失色 不过 对于红君元神的出走 天道倒是不太在意 洪荒尽在我手 区区一个红君的元神 又能搅起多大的风浪 红君元神的出走 虽然也带走了很大一部分气韵 使天道的实力有所削弱 但天道很是自信 这些 都会慢慢回来的 只是 天道不知道的是 红君元神的出走 正是红君秉承昔日盘古大神的意愿 为天地万物生灵 留下了一线生机 红君元神的出走 在千年后 在仙界再次强势回归 再次入主仙界 重新以强势的手段 重新规划和制定新的规则和天地法则 这是后话 以后慢慢到来 第二章 红君入世道祖入红尘 无独有偶 在红君元神出走的同时 天外天各处圣人道场 三清 广得天尊老子 原始天尊和灵宝天尊通天教主 蛙皇宫女蛙 西藩极乐世界的西方佛门创始人 准提圣人和接引圣人 地府掌控者后土 诱惑平心娘娘 以及火运动三皇 天皇福西 帝皇神农和轩辕皇帝 都同时收到一道若有若无 晦涩但又清晰的信息 看了看混沌深处 发给各自的信息后 天外天圣人们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各自继续打坐修行 继续神有宇宙 参悟那无上大道 在会员大阵的掩盖下 两道气息 化作两道流星 直奔地府而去 地府 后土娘娘 亲自迎接 亲自将这两道气息 亲手送入尘世轮回 由于天机晦涩不明 后土娘娘 即使是以他堪比圣人的修为 也无法看清这两道气息的来头 只是自然是紫霄宫道祖亲自观照 后土只能是兢兢业业地完成 后土乃至仙界所有大神通者 做梦都不会想到 此次进入六道轮回的 正是紫霄宫天道红军的元神 和他的贴身士童昊月 他们自是也无法预料 在千年后的仙界 将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红军元神红尘轮回 在仙界没有激起半肆连衣 仙界依旧按照某种既定的轨迹 和规则运转 仙界的生灵 依旧是生活在如常的生活中 一如既往的是那样 那样的一场不变 不过 红军元神在轮回之前 却是做了一件事情 仙界人间界 神农架 这个昔日神农长百草的地方 苍茫辉弘的原始森林 意望无边 作为神农大帝 昔日曾经到访的圣地 自是不凡 这里灵气浓郁 万物生长的星星向荣 这天 一道紫色的流星来到此地 待显现出那若有若无的儒雅身形时 这个紫色的身影 打亮了一番这片天地 满意地点点头 是了 就是这里了 这道紫色的身形 正是红军那出走的元神 他要在轮回之前 好生谋划一番 为自己将来的重生 埋下伏笔 红军的元神 在茫茫原始森林里到处转转 仔细寻找自己的隐身之所 待他来到一处显现于地表的垂直洞穴时 嘴里喃喃道 也罢 就这里吧 随手一挥 周围景致一变 洞穴周围 出现方圆百丈的空旷地带 红军元神直接飞入洞穴之中 将一朵残破不堪的紫色莲花 和一个灰蒙蒙 毫无光泽的大珠子放置在洞中 又是吐出一口清淡素雅的清气 一个和红军元神一模一样的虚影出现 红军元神叹叹气道 本尊有劳道友 再次为我守候这洞府了 那道虚影道 你我本自一体 道友莫要客气 如此我再次等候那有缘人到来 便是红军元神点点头 再次叹叹气 没有再言语 只是环视一番这新开辟的天地后 依旧是化作一道紫色的气息 飞出洞外 出的洞外的红军元神 这才拿出一个树状的东西 随手一抛 这树状之物顿时见风而长 化作一株没有一片叶子的参天大树 正好立在洞口 将这片洞府 遮掩地严严实实 此时的红军元神 虽只是以元神的形式存在 但一身滔天法力 并不比在紫霄宫被天道法轮侵占的 本尊肉身合身天道之前 若多少 刚刚做完这些 红军元神豁然警觉 在察觉异状之际 蒙蒂回头 却见两只狐狸 窃窃地盯着自己看 红军在此地所做 乃是绝对不能泄露半点风生的 不然 做出了那么多的刻意安排 心血就全白费了 如果被天道察觉自己的行踪 不说将来是否能完成轮回大计 就是眼下 在天道的强势之下 小命儿都不保 红军顿时心生杀鸡 一道森森寒意 是向那两只白梨 哪曾想 那两只狐狸 不但没有转头逃跑 反而是矫健 轻快地跑到红军元神面前 轻溺地在红军元神的腿上蹭啊蹭 那架势 就好似久别逢故人一般 其实 这两只白狐 是神农驾修行了几百年的狐妖 已经初步具备了灵性 刚刚亲眼目睹了这人的大神通 哪敢逃跑 不如反其道而行之 说不定还一线生机 红军元神一见 心下杀鸡顿销 又是探探气暗道 既然这两只狐妖已经有了灵志 又再次偶遇 还真是缘分一场 红军元神吐出两口亲戚 那两只狐妖随即化作一男一女 对着跪拜在自己面前的新画型的狐妖 红军元神指着雄性白狐道 你就叫逍遥吧 又指着雌性白狐道 你就叫姚娘 又是对着这两只狐妖道 你二人再次结为夫妇 再次为我守护这一片天地 等待将来的有缘人到来 记住 无关而等将生一女儿 那有缘人便是你们的女婿 就这样吧 无去了 在两只狐妖的千恩万谢之下 红军元神又是大显神威 用盘古大神遗留的混元大阵 将这片天地和外界隔绝起来 将这方天地 隔绝于外界不同的空间 最后看了看一眼 自己本尊为止奋斗拼搏 为止欢悦和哀伤的仙界 这才直奔地府轮回去了 红军元神轮回了 进入了茫茫红尘俗世去了 红军元神 从此在时事的轮回中 苦苦寻觅属于自己的道 只是 谁也不曾想到 异常史无前例的变动 让红军苦心经营的这方天地 随着天道将人界和仙界封印隔绝 被遗留在了地球之上 原来 在紫霄宫的天道 对天外天道场的圣人们 私自干涉人界事物 致使人界灾祸不断 乱象分成 特别是 在女娲娘娘庇护下的妖族 屡屡肆虐祸害人界生灵 在人界大唐盛世之后 妖族出生的安禄山 使四名之流 制造出臭名昭著的安史之乱 将原本强盛富饶的 礼堂天下肆虐的体无完肤 更有甚者 在后来的五代世国 北方的妖族余孽轮番登场 搞得人界恶嫖千里 惨不忍睹 天道大怒 在严惩女娲等圣人后 便将人界和仙界封印隔绝起来 在仙界 天道只是留下了曾经 那开源圣世水花静月的幻象 因为那个时代 是天道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那个已经消失的时代 是仙界曾经最鼎盛和风光的时代 天道此举 导致了被封印的地球和仙界 完全失去了联络的通道 也使地球的子民 在后世的千年的时间 再也没有神仙 仙界以及那许许多多关于神仙的事迹 便成为了子民血脉中残存的记忆 流传千古的传说 在后世的地球上 斗转心仪 仙灭已千年 天道此举还有的后果是 由于没有了仙界神仙的庇护 地球子民 在千年的时光 屡屡遭受妖族后裔 及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柔虐 特别是在近代以来 更是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 在后来 子民更是遭受了 扶桑国自上的世纪以来 百余年的凌辱 天道封印地球 使地球子民 遭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 红军元神所开辟的空间 也随着天道封印地球 被遗留在了地球上 通天之徒已经关闭 红军元神在完成轮回之后 能否再回归仙界 这是后话 世目以待 第三章 异象分成 沧海桑田 斗转星仪 时间已是公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地球之上 世人心中 已经是先灭千年 如今的世界 是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的世界 曾经的天国 曾经的仙界 只是子民血脉身处残余的记忆 还有的是传承千年不朽 的传说 曾经仙界发生的那一幕幕 或是荡气回肠 又或是哀怨凄美的故事 如今只成为历史长河里 经久不衰的传奇和神话故事 地球上的子民 无论是圣世复杀的泱泱天朝 还是饱受凌辱的雷若时代 地球上的子民 在没有仙界神仙的庇护下 用自己民族柔弱 但又坚韧不拔的坚 和民族性格担负起自己的命运 如今通天国 已经在遭受了诸多耻辱后 进入了新的圣世 此时的通天国人民 国富民强 丰衣足使和先前的雷若 如与泥之别 通天国 在经历百余年的耻辱后 再次以崭新的形象 傲立在世界强国之列 虽然 如今通天国依旧受到敌对的猎强 虎视眈眈 但此时的通天国 没有哪个国家突发失心风 再次端着刺刀 再次踏上通天国的土地 通天国 如今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自信 面对着如今的各种机遇和挑战 通天国西南 川北某地 地处深山 这里风光巍峨雄伟 大气恢弘 昔日的三国古战场 贯穿剑门古道 这里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 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人 来此游玩平当那曾经的风火连天 战马斯腾的年代 曾经名扬天下的大周五皇帝泽天 也是出生在剑门雄关外 不远的川北重镇广源 古立州府 古家门关 古剑门蜀道 在曾经的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如今 在这人杰地灵之地 一个个突如其来的异象 再次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 一农户墙角 两位老妇人 在晒太阳聊天 二黑他娘 你说 这几年的年长真好 这老天爷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 该下雨时就下雨 该出太阳就出太阳 真身风调雨顺啊 另一个串门的农夫则说道 是啊 真是好奇怪啊 你说说 那个李家妹子 得胃癌已经大半年了 医生都不下药了 已经下了病危通知单 通知家人准备后事 谁知昨天突然就像个没事的人一样 一下子龙惊胡蒙起来 太奇怪 还有呢 消失多少年的麻雀 喜鹊 还有山鸡野猪的 这两年 全都出现了 张姐 你说 这是不是预示着某种吉祥之兆啊 先前的那位农夫又是说道 很显然 对于这两年的反常现象很是不解 不要说哦 要不然 你那位又要说你封建迷信了 在这两位老夫人聊天之际 一个早已失明的小女孩 独自在院坝里玩 这个小女孩 叫鸦鸦 三年前 在他两岁时 换眼疾 就此失明 是个可怜的小家伙 原本依照他父母的意愿 是将他遗弃 是奶奶要死要活的 才留下了他 正当两位老夫人聊天 失明小女孩 独自玩耍之际 从天际突兀地滚来一团乌漆漆的黑云 刹那间 轮照整个天空 顿时狂风大作 电声雷鸣 巨大的惊雷声 直阵的房屋瓦片叮当作响 炫目的闪电 将原本昏暗的大地 照得通明瓦亮 将女孩拉到屋檐之下 两大一小 均是战战微微地看着天空 小女孩虽然看不见 但震耳欲聋的雷声 也是使她惊恐不已 两个老夫人 惊慌地想着 莫不是刚刚的话 得罪老天爷了 可刚才的话 好像都是好话 没有半点对老天爷的不敬仰 为啥 这说翻脸就翻脸 串门的老夫人 这才猛的审物 自家的衣服还晾在外面的呢 忙风风火火地就要回家去 却是被女主人拉住 你看 这么大的雷声闪电和大风 你敢回家 老夫人向天空一看 不由缩了缩脖子到 湿了就湿了吧 出太阳再晾干 谁知 狂风惊雷一半天 却是没有掉下一滴雨 这风云雷电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一会 黑云散尽 天空恢复蓝天白云 两个老夫人 拍拍胸口道 好吓人 这么猛烈的风 这么吓人的闪电 从来没有见过 话音刚落 就见一道色彩无比妖艳绚丽的彩虹 很快东西天际 是那样的清晰 能真真切切地看清 不同颜色的边界的 又是那样的朦胧诗意 令人遐想连连 在许多人的目瞪口呆中 世人就见在那彩虹之上 走下几个衣饰光鲜 衣昧飘飘的仙女 正是传说中的仙女散花 随着一阵异乡扑鼻 一阵阵如天籁般的音乐声 一辆由石匹天马 拉着通体金色的华丽马车 顺着七彩彩虹而来 突然 一道玄黄之气 像闪电一般 直向小河对面一家农户而去 九条九爪金龙 九只七彩凤凰在那家农户屋顶 久久徘徊飞舞 亲眼见证着离奇一目的众人 心下均是一个念头 莫非 那户张姓人家 正是有个孕妇 莫非 此乃贵人降生 随着一声洪亮的啼哭 驶传来 那屋顶 隐约漂浮着一朵 硕大的紫色莲花 按着某种轨迹缓缓转动 屋顶的九龙九凤舞动得更加欢快 天上的仙女 更是将无数的花瓣散落大地 一时间仙月阵阵 花瓣似雨 在好一阵之后 天上彩虹才慢慢消失 一切 才慢慢恢复如常 奶奶 奶奶 好美呀 那个小女孩 看着满天的七彩霞光和满天的花瓣 嘴里呢喃道 小脸儿痴迷不已 小小的脸儿 一彩连连 你又看不见 美什么美 奶奶眼睛看着眼前这不可思议的景象 嘴里训斥着小孙女 不是的 不是的 奶奶 我能看见 奶奶 我能看见了 好美啊 小女孩欣喜地大叫着 两个老妇女 这才注意到这个小家伙 原本黯淡无光的眼睛 如今是一声灰 灵动一场 老奶奶欣喜若狂地 抱着小孙女哭道 你真的能看见了 老天睁眼了 鸦鸦能看见东西了 老奶奶 随即动的一声跪在地上 捣手不已道 谢谢老天爷 谢谢老天爷 如今的时代 虽然是无神论者和唯物论者的时代 但刚刚亲眼目睹了这奇幻的一切后 人们更是确定 这户张信人家 生下了贵人 难怪 这两年来的不一般的吉祥之兆 来到如此蹊跷 原来 这一切的一切 全身拜这个刚刚出生的贵人所赐 只是 他们很少好奇 如果真是贵人临世 那么 要什么样的贵人 才能有如此大的排场 龙凤绕梁 天女散花 难道是玉皇大帝转世吗 这是亲历这次事件的人们 心中同一个疑问 而与此同时 在相隔百余里的灵县 紫童县三清关 一位须发皆白 穿着文有太极八卦图道袍的道者 眼含热泪 看着东北方向那一项 嘴里宁难道 师尊 你终于降临人设吗 第四章 天赐 乃上天所赐也 这个老迈的道人 正是那伴随红军原神入世的道童 浩月 想当初 在紫霄宫的道祖红军 又三个贴身道童 浩天和西遥 是红军紫霄宫传下道统之时 负责打开和关闭宫门 并且主持日常事务 后来 妖皇帝郡 妖帝东皇太一所主持的天庭 在妖族和巫族的战争中轰然坍塌 在那次惨烈的战争中 天庭之首帝郡和太一战死 于是天庭无主 红军便将浩天送上了御帝之位 而童女西遥 则做起了天庭王母娘娘 只是这个浩月 至始至终一直跟着红军身边 一直到红军分出原神进入尘世 也是由这个浩月伴随 并暗中保护轮回转世中的红军原神 一直到现在 浩月 如今的道号叫清须子 已经在这里等待他将士 已经等了数百年 清须子 一次次语化又一次次再生 如今总算是迎来师尊将士 如今 曾经的子孝公天到红军的原神 终于将士 清须子 此时心里怎能不激动 现在是红军原神轮回转世最后一世 也就是说 意味着红军原神历经时事轮回 就要大圆满了 也就意味着 天道红军 将以全新的姿态和强势 返回仙界 和天道角力 为仙界众生 在天道之下获取一线生机 清须子明白 紫霄公那位天道红军 早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红军老祖了 而是天道的傀儡 天道驾驭仙界众生的工具 如今在世的红军 才是仙界众生新的希望 可以想象 随着新的红军回归仙界 仙界将激起终于的惊涛骇浪 要爆发怎样的碰撞 红军元神轮回时事 也就意味着 浩月 诱惑清须子 陪伴和保护红军元神的转世 经历了时事 这一世 随着红军元神的入世 红军元神在历经时事后 将功德圆满 随着红军元神 新的肉身大圆满 新的红军将诞生 在不久后的宇宙中 红军将以新的姿态 强势回归仙界 仙界即将迎来规则重新洗牌 一旁失利的小道童 看着老麦的师祖师态到眼含热泪 小心思里很势不解 为何老祖宗亘古不变的脸上 今日表情如此丰富 伴上 秦须子回头对小道童慈祥的道 阿松 咱们回去吧 秦须子再次回头 看了看天边渐渐消失的霞光 便在小道童的陪伴下 回到三清宫 既然红军元神已经将士 自己就要为今后的规划早做安排了 回头再说那张家 此时张家屋里人头猝动 人声鼎沸 无补被刚刚将士的小家伙那粉嘟嘟 胖乎乎的脸蛋吸引 只见这个小家伙 小小眼睛 胸肿有神 深邃空灵 不同一般的婴儿 这个小家伙一出生就显现出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 因应有一种莫名的威势 众人心下不由感叹 果然 在如此排畅下出生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这个小家伙 将来一定是大有所为 小家伙出生后 时间在慢慢流逝 小家伙果然是天赋一柄 聪慧过人 三天就会认人 十天就会一压血雨 在二十来天后 就会叫爸爸妈妈 小家伙的不同常人的表现 惹起周围惊叹连连 这个时候 再是不信风水鬼神的人 也无法解释 在这个小家伙身上的神奇诡异 小家伙的异状 引起一个在当地 小有名气相似的 极大兴趣和好奇 便专程来到张家 准准备看看 这个小孩到底有什么 与众不同 然而 还未走到张家 就见张家屋顶 缭绕着一团滚滚玄黄之气 当然 这玄黄之气 一般人是看不见的 但作为橡树 和风水一类的专业人士 还是能看见的 玄黄之气 像是大金 他是明白的 只有真命天子 才有九爪金龙相伴 玄黄之气绕身的 莫非 这个小家伙将来 还是帝王之命 在说明来意后 当像是见到小家伙时 却见小家伙天庭饱满 地格方圆 目落朗星 隐隐看见 九条九爪金龙缠绕其身 一般的真命天子 只有一条九爪金龙相随 而这个小家伙 竟然有九条 九九乃是吉树 所谓树极而久 就是这个道理 九九归原 乃是最高虫的存在 九条金龙 难道他比皇帝还要高贵 当像是伸手握住 小家伙的小手 想给他摸骨 却感觉到小家伙体内 一股磅礴的能量 迸发而出 平的一声 打开了像是的手 实像是差点一个跟头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 像是狠狠地挽了挽袖子 要来小家伙的生辰八字 才一掐算 又是待在了当场 这个小孩 属相非金非木 非土 非火 非水 却是不入五行 乃是吉阳之体 活乃吉阳之命数 这个小家伙 偏偏不输火命 奇灾怪也 奇灾怪也 像是连连惊呼 像是的渣呼 惹其小家伙父母的不安 忙问道 老师 怎样啊 像是 半天才回过神 不可思议 地摇摇头道 这个孩子 不入先天 不入五行 生辰八字 无法按常理推算 他乃九阳吉阳之体 喝了一口早已凉透的茶 像是幼道 这么说吧 这个孩子 将来不是大中大义的大英雄 便是大奸大恶的爵士肖雄 至于他最终是哪一类人 这和他受到怎样的教育有关 张老弟 你们好自为之吧 令郎时间始终 全看他的造化了 像是的话 使这对夫妇心下忐忑不安 也不由地为儿子的以后操心起来 不过 这不是最急迫的 最紧要的是 儿子出生都小两月了 还没有名字 想了多少个名字 都不如意 今天像是来此 说不定顺便就将这事解决了 当像是听明白后 略以沉吟道 既然这个小孩应天而生 就叫天赐吧 天将大任于私人 这个小孩 将会背负常人难以企及的责任 在张氏夫妇千恩万谢地送出门 像是犹豫了一下道 张老弟 天赐是九阳之体 是吉阳之身 需要吉阴的心法调和 否则 绝难活过二十岁 不过 在天赐十岁以前 倒是无恙 还有 我听说紫童三亲公 清须子大师 极为擅长养生之道 不妨去试试 严禁于此 我这就走了 走出老远 像是回头看了看 那屋子缭绕在那屋顶的玄黄之气 九爪金龙 玄黄之气 难道 此子是玉皇大帝转世吗 像是 无法消除心中的疑惑 哎 像是叹了叹气 便转身而去 第五章 天赐入道门 在写传奇 时间悠然而过 三年后 小天赐三岁了 天赐是一如既往 极度聪慧 这时的他 已经会堂诗三百首 会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了 学习能力和对事物的感知力 挥发到了极致 天赐小小年纪如今掌握的知识 足以跟中学生媲美 小神童的神话 在乡里传送 引起各方 高度的关注和注意 许多学校 对天赐抛来的橄榄枝 都以学杂费生活费全面为条件 极力邀请 拉拢天赐去他们学校读书 然而 小天赐才三岁 自然不便远离父母 如今只是在村里幼儿园 和同龄小伙伴读书 但是 随着一个人的来访 小天赐的人生轨迹 就此发生了改变 天赐 刚刚过完自己三岁的生日 一个礼拜天 天赐的父母在屋子里做家务 屋外传来天赐脆声声的声音 你好啊 老爷爷 随即又传来苍老但慈祥的声音 你也好 小嘴儿真甜 你就是天赐吧 天赐的父母纹身快不出屋 却见一个须发戒白的道人模样的老者 正笑容可居地和天赐说着话 乍一见 这老道人 天赐父母陡然想起像是曾经说的话 二人脑子灵光一闪 莫非 这老道人就是子童三亲公的那位大师 虽不能确定 但天赐父母 还是上前行了一礼道 见过大师 这老道人 正是子童三亲公道长 秦虚子 如今正式收徒来了 秦虚子点点头 对天赐笑着说道 小家伙 你在外面玩 我和你爸爸妈妈有话说 好吧 天赐乖巧地道 好的 秦虚子这才对天赐的父母道 屋里说话 再喝了一口清茶 秦虚子道 平道乃子童三亲公道长秦虚子 天赐天赐一饼 是千年难得的人才 平道这是来收徒来了 不知二位 可否能舍爱 不过你们放心 一个月 天赐可以回家四天 以便你们亲人团聚 说完 秦虚子便看着这夫妻二人 等待他们的答复 这对夫妻相互对视一眼 义父果然如此之色 看来 那像是说得不错 这清虚子 不是一般人 世间有传说 说清虚子乃神仙下凡 不管传言可不可信 至少 清虚子身怀某种神秘功法 像是所说 天赐九阳之体所需的 极因治疗法 说不得人家 还真有办法 天赐的母亲说道 我们还准备过段时间 来三亲公叨扰一番 就天赐的身体 向道长请教一二 不想 大师亲自登门 清虚子笑了笑道 那像是说得没错 天赐的九阳之体 的确要极因之物调和 虽然 平道也没有 很好的方法根治 但暂时压制 是没有问题的 让他学习道门选法 对于他九阳之节 还是有好处的 清虚子和曾经相识的话 同处一彻 天赐父母便身性不移 为了天赐的身体和未来 尽管不舍 但他们没有多少 选择的余地 为了天赐 他们只能是让他 跟着道祖去三清宫修道 而且 紫童县离家 也不远 想孩子了 可以随时去看他 在群山间 一辆黑色的丰田汽车 在大山间蜿蜒穿行 后座上 天赐眨巴着 灵动深邃的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车窗外 一瞬而失的景致 这是小天赐 第一次出远门 第一次坐小汽车 副驾驶位子上 是清虚子 开车的是一个 中年光景的道士 如今的年代 即使是方外 不入城市的道门 也体会着 现代生活中的 高科技手段 手机 汽车和网络通讯 也是深入方外之地 丰田汽车 来到一个叫 长岭的地方 这是一个港口小镇 在这个叫 西河的河面上 大小船只来往穿梭 各式人物 匆匆来 又匆匆而去 小小天赐 看着轮渡码头上 来来往往的 车流和人群 眨巴着大眼睛 也不知道在寻思着什么 看着天赐那 若有所思的 小大人模样 清须子吕吕胡须笑道 天赐在想什么 看着车窗外 那些云云众声 忙忙碌碌 天赐道 这些人 是不是早就注定了 在他们各自 在世间的位置 各自为这个世间运作 而各司其职 驾驶座上的中年道人 亚然回头 这句话 哪里是三岁孩童说的 这样极富哲理的话 一般的成年人 也说不出吧 难怪会引起 道长如此重视 原来 这小孩还真不是一般人 清须子慈爱地 摸了摸天赐的小脑袋 是啊 众生皆是注定的 不过 有顺天应试者 也有逆天被盗者 顺天应道者 顺天应试 逆天被盗者 则是在天道大石之下 谋取一线生机 对于清须子深奥的话 天赐也不知道 听不听得懂 只是我了一声 依旧是看着外面的忙碌 不再说话 而清须子 则看着身边的天赐 心里却是发酸 眼睛潮湿 老师啊 轮回时事 就为那位众生 在天道大石之下 谋取一线生机 难为你了 下午 清须子带着小天赐 来到了子童三清宫 在当众介绍天赐后 天赐就此正式深入道门 小天赐 以三岁的年纪离开父母 学习学门黄老之说 当然 对于天赐 在世俗界的学业 清须子没有忽视 在三清宫不远的镇上小学 天赐在这里读书 如今的时代 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 天赐 自然是要接受现代教育的 而天赐的父母 基本上在两个礼拜都会来子童看看儿子 看着自己的儿子 在这里生活得很好 身体壮壮的 天赐父母 在高兴欣慰之际 更多的是对清须子的感激 感恩 时间在一天天 一年年过去 天赐慢慢长大了 也在继续着自己今世骇俗的传奇 十二岁 已经学完高中的课程 就连一般大学课程 天赐都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一时间 川北小神童 响彻全国 乃至在全世界 天赐的名头 同样是大名鼎鼎 在天赐十三岁那年 在经过各部门的一路绿灯 不到法定年龄的小天赐 参加了全国高考 高考如约而至 一个个深深学子们 怀着紧张兴奋的神情 迈入考场 迎接这决定命运的两天 小小天赐 则是在高自己许多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堆里 一身轻松地走进考场 又一身轻松地度过了 这对于别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两天 当最后一颗考完 天赐走出考场 低声地嘀咕了一句 看来全部满分完全没问题 居然这么简单 在他后面出来的一个胖子 听见他的小声嘀咕 十分光荣地昏了过去 当然结果也是 如天赐所估计的一样 或许有些遗憾 他的成绩是748分 离750分的满分差了两分 可见天赐的答题都完美 没有让阅卷的老师 找出一丝一毫的问题 毫无疑问地 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全国上下争相报道这件事情 而子童一中也如校长的愿 成为了这件事的焦点 不过天赐在把高考志愿 田野士岛海军舰艇学院之后 就离开了 所有问题麻烦都抛给了一中校长 而校长则是乐此不疲 不过在公布成绩的时候 却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因为天赐的成绩 实在是太恐怖了 数学满分 语文满分 理科综合没有疑问地满分 只有英语因为最后的作文里 有一个老师不认识的单词 这让那个英语老师很受打击 怎么可以写老师不认识的单词呢 简直太不可原谅了 于是大手一挥给减了两分 总成绩748分 这样的成绩 对于高三的学生 无疑是克原子弹 炸的他们是体无完肤 他们整天埋头学习 却只有那可怜的一点点成绩 这个每天很悠闲的人 竟然可以得到这样的成绩 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有的人甚至开始诅咒高云天 748 748 你就像你的成绩一样去死吧 天赐对于这些没有太大的表示 因为他现在正在校长的办公室里 和校长谈判 原因是 以天赐的成绩 报考清华北大都是绰绰有余 却是没有想到 天赐会报考海军舰艇学院 校长就此和天赐沟通商量 看看天赐 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而天赐却令校长失望不已 没有半点挽回的余地 用天赐的话说 金子 不管在哪里都是要发光的 第六章 入学 天赐报道 子童三秦宫山门外 一袭白色下装的天赐 依依不舍地看着对面养育 教导自己长大的老人 鼻子没来由的一阵发酸 十年的朝夕相处 天赐和清虚子的关系 早已不是仕途那样简单 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仕途情谊 更多的是对长辈的眷恋和尊重 清虚子也是不舍 但还是挥挥手道 去吧 你已经长大了 该是你展示高飞的时候了 天赐 你要记住 为时平日里教导你的话 行得正 让自己永远生活在阳光之下 天赐重重地点点头 擦了擦潮湿的眼睛 毅然转身走下山去 天赐明白 自己这一下山 就意味着自己从此不会再被庇护 一切 自己的路 一切就要自己来走 回头再看看 身形略显寄疗萧条的老人 天赐大声道 师父放心 天赐绝不有辱师父的栽培 说完 天赐迈着矫健的步伐 走下山去 在百里之外 天赐的出生地 再次上演着一母亲人离别 好了 别哭了 天赐又不是不回来了 父亲 拍拍哭得很是伤心的母亲 转头对天赐说道 孩子 去吧 鸟终究是要离朝的 这样 才意味着我们的儿子已经长大了 天赐 是乡间不多的大学生 而且还是全国高考状元 天赐去北方求学 自是引来走林幼士的乡宋 天赐看了看这些乡林颤声道 各位大叔沈娘 天赐如今就走了 今后 天赐还得仰仗各位对我父母照顾一二 天赐感激不尽 父母的身体 向来就不怎么好 天赐倒是不担心他们的生活 师父这些年很是帮衬了一番 今后 师父还是会一如既往地帮助父母 只是 天赐有些担心父母的身子 希望他们长命百岁 健康快乐 这是作为子女最真心的祝愿 在建门关 天赐特地下车 特地来领略天下雄观的 磅礴大器和悠久的人文历史 建门关 北出四川咽喉耀岛 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大小建山七十二峰 峰峰相连 宛如一座天然的城池 绵延数百里 群山巍峨磅礴 辉弘大器 俯辟刀销的绝壁间 古百森森 苍松雄伟 自三国属汉 在这里演绎出的一出出 流传千古的佳话 正是将建门关的神韵彰显到极致 诸葛孔明六进中原 将伯约九处齐山 这里正是必经之道 和聚敌于川外的绝佳天险 当年 将伯约以十万之兵 仰仗建门天险 将中会数十万大军 阻挡在家门关十年 不得寸井一步 诸葛孔明和江伯约 不得不说 的确是难得一见的天纵之才 但却是石韵欠佳 殷属后主阿斗的婚庸误国 魏国又是良才辈出 而先后做了末路英雄 诸葛孔明 神机妙算 但无奈的是 魏国却出了个各方面 都毫不逊色的司马懿 致使诸葛孔明 几十年徘徊在巴山天险 毫无建树 最终暴汉在五丈园郁郁而终 而蜀汉大将将博约 姜维的石韵 也好不到哪里 与自己对应的是 魏国出了个邓爱 这个邓爱 在谋略上 还烧胜姜维一筹 正是这个邓爱 不均逆一成一地 反而撇下正面的剑门关 初英平 下榻中 取姜游夏棉竹 冰封直指成都 终结了蜀汉的命运 然而 邓爱父子的独辟蹊径 和天总之才 却是惹起中会的嫉妒 同样引起司马昭的忌惮 在高层的密谋下 一代名将 终结蜀汉统治的名将 冤死在剑门关 而落了个后主以王国 姜维上手成的姜维 似乎看到了一丝翻盘的机会 便勾结中会 试图蛊惑中会 武装割据西川 无奈事情败露 终会被杀 姜维心痛病发作而亡 随着姜维 蜀汉一代名将的陨落 剑门关在千年的岁月中 赶怀和传唱着那刀光剑影 战马斯腾的一幕幕 恢红悲壮的画卷 也正是那许许多多的故事 在剑门关留下了 许许多多的古迹和传说 藏书洞 姜维墓 晒诗石 点将台等等 这些遗迹 像游人 仿佛在诉说 千年前的那一幕 母铁马金沟的悲情岁月 夜已深了 火车发出咔嚓咔嚓 极附节奏的声音 将本是昏昏欲睡的人们 摇晃得沉沉睡去 天赐 此时毫无睡意 像个小大人一般 身姿挺拔的 坐在座位上 天赐 心神还沉浸在不久前 在剑门关对历史上上演的 那一幕幕悲怀壮烈的故事感染 壮之未愁如何 君临天下又如何 还不是一样化作一棚黄土 古往今来 多少风流士 都赴孝坛中 那么 自己呢 自己不平凡的出生 以及师父不经意间 透露出的一丝四端倪 使天赐隐约觉得 自己不是一般的人 在天赐祭祀开始 便立下了造福国家民族的大宏愿 也是时刻铭记着一句话 天将大任于私人 这也是 天赐报考海军 舰艇指挥学院的初衷 强军之路 海军为首 只有强大的海军 主宰着大洋 才能使国家 免遭列强的凌辱 这是通天国百余年以来 用血的代价 换来的教训 而西方列强 征服世界 正是海军开启了 全世界范围的殖民热潮 正式以尖船力炮 敲开了一个又一个 国家民族的大门 也开始了这些 饱受屈辱的地区 长达几个世纪的耻辱 这其中 就包括曾经文明于世 的泱泱天朝帝国 通天国 来到海岛 在海岛游玩了几天的天赐 在入学时 来到海岛海军舰艇 指挥学校报道 通天国海岛海军舰艇学院 是通天国历史最悠久的 海军学院 早在大清国洋务时代 海岛就设立了 全国最早的海军学校 只不过当时叫做 北洋水军学堂 在那个波兰壮阔的 北洋大时代 北洋水军学堂 见证了国家民族的 心酸和耻辱 铭记着民族遭受的 那一幕幕刻骨铭心的仇恨 就是这个北洋水军学堂 在历年来 为通天国培养出 一代代优秀 杰出的海军人才 国家开国元勋中 许多的海军将领 正式从这里走出 而在当今时代 海岛海军舰艇指挥学院 依旧是国家最高等的 海军学院 即使是在国家首都 海军指挥学院 其名头和声望 和海岛海军舰艇学院相比 也要弱上一线 不过 令天赐意外的是 这里并没有多少 前来报到的学子 不过天赐随之势然 盖因为 海岛海军舰艇学院 历年都是在海军 各大舰队和地勤人员里 挑选有潜力的优秀人员 来海岛修造 并没有向全国各地学校征收 今年 则是国家首次变革 在地方学校里 招手优秀的学子 天赐 刚好是赶上了这一茬 要不是两棵树中间挂的那红色横幅的提示 天赐根本就想象不到 面向地方学校的银星点 就设在这么个偏僻的角落 刚才天赐进来的时候 看到 其他面向海军各地部队的银星点 都非常热闹 一溜二的排开十几张桌子 数十人的系学生会干部 和老师组成的银星团队 都忙不过来 而这里只有 稀稀落落的三张桌子 几张椅子 两个雪白海军军服比挺 却无精打采的美女 趴在桌子上打瞌睡 现在这个时代 各行各业都在用美女做招牌 即便是军校也不例外 天赐等了半天 那两个瞌睡连连的美女 丝毫没有起身迎接的意思 天赐摸了摸鼻子 只得走过去拍了桌子后 一个胖乎乎的女孩 才迷迷糊糊地抬起头 找谁 听到这胖女孩如梦翼的问题 天赐差点晕倒 这儿难道不是迎接新生的吗 她竟然问自己找谁 啊 我来报道的 天赐 又是摸了摸鼻子说道 胖女孩 听了天赐的话 又是茫然地扫了扫四周 这才嘀咕着说道 哦 原来这不是寝室啊 天赐差点一个跟头摔死 感情她还以为 自己在寝室睡觉呢 胖女孩 丢过去一支笔 砸在另外一个还在打呼噜 嘴角流着口水 的另一个女孩 地头上 喊道 呀呀 接客了 天赐这次是真的是 服了这个胖女孩了 佩服的简直是五体投地 每一句话 都是无比的经典 而且这还是她 无意间说出来的 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幽默 另一个女孩 也是满脸茫然地 抬起头 脸上有被桌子 压出来的淤红 嘴上沾着口水撕 说道 来了几个 一个 胖女孩回答道 对天赐说道 你是哪里的 来登记吧 第七章 上课初始时 天赐 张天赐 我来自四川 呀 两个女孩同时尖叫一声 你就是那个 从四川来到张天赐 他们可是早就收到 学校领导的嘱咐 说是全国高考状元 要来本校就读 要他们注意一下 张天赐神童的名声 早已响彻全国 张天赐 一抱自己的大号 自然是引发着 两女的极度兴奋 而天赐 却是被他们的尖叫 下了一机灵 也是让他再次 领略了一把 渣渣乎乎的女儿心性 做人难 做名人更难 这是天赐 此时的感叹 他明白 即使是在这北国军校 自己的小日子 也是清静不老 经过昨晚的一顿好睡 天赐的车马劳顿感 消退不少 昨天已经熟悉了 自己所在的班级教室 今天一大早 便准时来到 自己的所在教室 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涯 就此开始了 面容清秀 肤色白皙 身形消瘦的天赐 踏入他人生的 第一次大学课堂 举目一看 教室了三三两两 做了一多半人 四下望望 寻找自己的座位 这时 一个身穿雪白海军军装 捐秀文静的女孩 走了过来浅笑道 你就是张天赐吧 学校领导交代了 让我带你入座 又转头对架势里同学道 大家注意了 这位就是全国高考状元 十三岁的张天赐 大家欢迎 同学们 一起惊呼 他们虽然早就知道 今年的高考状元来此读书 也是知道 通天国文明侠尔的状元 十三岁 只是 当真正见到本人时 还是有着不一样的震慑 十三岁的高考状元 哇塞 太牛了 天赐微笑着点点头 扫尸了一圈众多学长 立即就判断出 这些大一新生中 绝大多数是从部队上 选拔出来的 而真正从地方学校里 走出来的不多 着从他们各自散发出的 本武气息上 可以判断的 军人 天生就有一种 鹦鹉豪迈的气势 而地方学校的学子 欠缺地正是这些 在这位漂亮的学姐带领下 天赐走向自己的座位时 一条长腿横跟在过道中 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 身子半躺着 闭着眼睛吹着口哨 眼睛不时半睁一下 挑衅地看着天赐 那意思是说 小样有本事走走看 原本浅笑兮兮的漂亮学姐 健壮俏脸一寒道 张军 老大不晓得了 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把臭脚拿开 这个叫张军的 脸上顿时向美女学姐 送上献媚的笑容道 美女姐姐要过去 小弟弟当然遵命 这是这个小兔崽子 免谈 除非 他能凭自己的本事走过去 说着 随着嘎巴嘎巴想 张军向天赐 挥了挥波大的拳头 靠 天赐一阵郁闷 自己好像还不认识他吧 怎么跟自己过不去 对正要抱走发飙的 美女姐姐道 没事 我能应付 天赐弯下腰 伸手弹了弹张军 雪白裤脚上的一丝灰尘 又是轻轻拨开 横跟在过道上的腿 这才好整以侠地说道 这位学长 过道 是同学们来往走动的 公共场所 下次 下次我不想再看你的脚 再过道里 张军 典型的军人 俗话说新兵担子 老兵游子 这个张军在参军前 就是高中毕业生 在部队上 在军舰上 五六年的军女生涯 将他打磨成 蒸蒸铁血汉子 只是 出于军人通常的毛病 那就是看不起 文拽拽的文化人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文人多奸诈 虚伪 而且 还酸溜溜的 再加上 今天的新学弟天赐 不但是全国的高考状元 而且还是个十三四岁的 小屁孩 张军 更是看不起天赐 下次 下次我不想再看你的脚 再过道理 天赐平淡 但不容质疑的话 激起张军凶性大发 你压的小屁孩一个 算个什么东东 敢跟老子这么说话 但张军在发飙之际 目光碰到天赐 清澈深邃的眼睛时 心里没来由的一颤 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惧怕 油然而生 不知为什么 张军从眼前的 这个小男孩身上 却是感受到 一股莫名的威压 一种上位者的气势 再以生不出 半丝反抗的心思 还有一种甘愿 向他臣服的念力 张军晃晃大脑袋 很是不明白 自己今天这是怎么了 尽管生不出 和他争斗的心思 但在众多学弟眼前 又不能失去 刚刚建立的大哥风范 张军盯着天赐 狠狠道 下了课 咱俩操场上比划比划 已经在自己座位上 做好的天赐 先是对美女学姐点点头 算是感谢 又是转向张军笑道 好 随时奉陪 说着 将头转过一边 再也不看张军一眼 这美女学姐 却是不干了 插着小蛮腰交赤道 不许你们胡来 张军 你好意思啊 堂堂一个海军士官 欺负一个小孩子 你倒是挺能的 张军被学姐一骚 整张脸顿时成了猪肝色 这个叫周慧 等美女学姐一带头 全班的女学生 顿时一哄而起 是啊 张军 你好意思欺负小孩子 张军 我原本以为 你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原来只会欺凌弱小 太让我失望了 面对全班 所有女生的奚落 张军顿时 傻眼在了当场 这话儿是怎么说的 刚刚还左一个张哥 又一个张哥 转眼就集体改齐一致 集体倒戈了 这小杂毛 还是个孩子呢 就对女生 具备这样的杀伤力 这要是长大了 那还得了 那还不得是老少同吃 张军身后的死党 是为知己者死的气概 在女孩们的同仇敌忑中 消散得干干净净 紧闭着嘴 灰溜溜地坐回各自座位 没办法 形势比人强 包括张军在内 对天赐抱有敌意的男生 明智地选择了休战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天赐来日方长 不是吗 这时 门外走进来一位 中校军衔的男子 一个胖乎乎 戴着眼睛的中年男子 从他温文尔雅的气派上 天赐推断出 这个老师 是没有经过半次军训的 文职教员 是典型的文职军人 典型的学院派精英 推推眼睛 这位老师 本就不大的眼睛 眯成了一条缝 今天是新学期第一节课 同学们 好 随即是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理 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职业军人 但既然是军校 培养国家将来栋梁的场所 军理是必须的 老师好 在同学们洪亮的声音中 同学们的军理 可就标准多了 身形也挺拔俊朗的多 这些学生 绝大多数都是从海军各部队 选拔上来的精英分子 其基本军事素质 当然是顶呱呱 即便是少数 如天赐一样 是从地方学校里走出来的学生 平时也不少做军训日 所进的军理 也是比这位老师标准 硬朗得多 同学们好 我姓何 何子华 是海军舰廷指挥学院主任讲师 下面开始上课 在何子华教授的自我介绍结束后 便开始了新学期第一堂课 第八章 为啥都针对我 就如何子华教授 那古板文酸的架势 讲起课来 和教授同样是木齐千丈 在他厚厚的镜片后面 那双浑浊的小眼睛 紧紧盯着书本 滔滔不绝地 讲授着今天的课程 那没有半丝鲜活的讲课 顿时惹得下面同学们 昏昏欲睡 一堂课过去还没有一半 课堂内 呼噜声此起彼伏 同样是头昏脑胀的天赐 扫视一遍周围 这怪异的一幕 不由叹叹气 但是天赐心中却是明白 自己 自小胸怀的崇高理想 容不得自己 在国家海军著名学府 来混日子 强压下心中的不是 打起精神仔细地听讲 但随着天赐认真听讲 却是发现 这和教授讲课 并不是看似那样平淡 而是极具专业水准 也是 通天国最著名的海军学校 所聘请的授课老师 当然不会是泛泛之辈 这些人 无不是各自行业的精英和佼佼者 正当天赐听得入神 下课铃声响啊 和教授看看万表 有些意犹未尽地道 今天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下课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鱼冠而出 和教授却是来到天赐面前笑道 高考状元 果然是不一样啊 天赐是吧 说着话 在天赐肩头拍拍 又说道 小伙子 不错 你将来一定是最杰出的海军 说完便夹着教案走出课堂 和教授在讲课之际 虽然目不旁视 但课堂内所有学生的姿态 无不看着眼里 几十个各地方来到乔楚中 唯独只有天赐 在专心致志地听讲 课间十分钟后 课堂里走进来一个 留着小碎卷短发 一身雪白海军套裙的 中校军衔年轻女人 一具妙慢玲珑的娇躯 只是一副略带黑边的眼镜 将她清秀妩媚的气质 掩盖了大部分 所留给人的感觉 有些不苟言笑 伶俐的风格 或许是因为 不想有太多的骚扰 这位中校美女老师 才会做出常年如此的打扮 但饶是如此 军校中对她去世的人 恐怕也不在少数 随着美女讲师经验登场 教室里顿时口哨四起 这经验到极致的美女老师 将所有男同学的 雄性荷尔蒙激发到极致 眼睛瞪得跟同龄似的 喉咙里咕咚咕咚 响起吞口水的声音 而在场的女生 则显然没有那样兴奋 反倒是有一丝 说不清道不明的敌意 也许 异性相惜 同性相识 就是这个道理吧 而这位美女老师 对于这高道的欢迎仪式 并没有半点愉悦的意思 反而那原本娇柔无限的魅眼 射出一道道凌冽的寒光 刚才是谁在吹口哨 美女老师神色不善 原本蠢蠢欲动的男生 顿时静若寒蝉 一本正经的微经正作 大家伙都是一副 乖乖好学生的模样 规规矩矩 美女讲课 声音好似林间黄黎 清脆悦耳 和上一堂和教授的课 种然不同 但是 如今教室里的同学们 精神高度集中 生怕漏一个字 生怕少看着老师一眼 不过 很多事情 很多时候总有一些例外 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 却是不合十一地睡着了 人们常说 女人是将男人的 荷尔蒙激发的原动力 而天赐却是例外 就在所有男生 经历高度集中时 她却是睡着了 讲课正讲的 生情并茂的美女老师 当目光触及到 磕睡连连的某人时 原本缓和许多的脸儿上 阴云再次密布 可真生气 老娘讲课竟然睡觉 难道她没有看见吗 太可气了 这让美女老师的 自尊大受打击 想也不想 也没有看看 随手就抓起了个 什么东西 揪的一声 飞向了那打瞌睡的家伙 这美女老师 说不准以前是练过的 这教尺丢得还挺准 静止就飞到了天赐头上 丢是丢出去了 心里好像是也舒坦了一些 可美女老师 却是后悔了 丢出去才看清 自己丢的是教尺 这要是直接丢到她脑袋上 恐怕会打伤人吧 不过 意料之中鲜血直流的场面 并没有出现 天赐稳稳当当地 接住了教尺 慢腾腾地站起身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走上讲台 乱丢东西 可不是好习惯 天赐云淡风轻地说完 将教尺递在 呆愣愣的美女老师手里 又是云淡风轻地 回到自己的座位 你 你 你 几个你字 这位极度自负的美女老师 半天也没有你出格所以然 你 看哪儿啊 就是你 给我站起来 都说这个世上 有两种人的脾气不怎么好 也不怎么喜欢讲道理 一个是美女 二是公职人员 而这个美女老师 却是占了两样 苏敬贤 全海军最著名的军事理论专家 清华大学高材生 曾经有几篇文章 被军委内参刊物刊登 自负 是必然的 没想到自己今天 在某人嘴里 却是成了乱丢东西 的坏女孩 虽然是极度地不情愿 但人家毕竟是老师 这点面子还真的要给 摸摸鼻子 天赐站起身来 等待着美女老师的报复 不过心里却是不甘 不就是上课打打瞌睡吗 至于吗 还有 今天第一天上课 怎么都针对自己 不久前的张军 如今的这位美女老师 自己 长了一副 不受人待见的相貌 想到这里 天赐不由地摸了摸脸 名字 张天赐 天赐有气无力地回道 老师一愣 张天赐 那个今年的高考状元 小嘴儿撇撇道 难怪这样自满 原来是大状元啊 说道 高考状元怎么了 就不用听讲了吗 还是我讲的课你都会 见他这样说 天赐心里一阵不快 还真是没完没了了 我想我已经掌握了 您要教的知识了 不过对于我刚才的行为 我表示抱歉 天赐心一横 淡淡地说道 这么说你的意思是 没必要上我的课了 老师严厉地问道 我想是的 天赐依然用淡淡的语气说道 那好 只要你能解答出 黑板上的题目 我可以允许你 不用来上我的课 原来他为了向同学们 证明自己的知识 特别是这个 不知道尊师重道的家伙 美女老师 把便把清华大学 信息工程博士课程的题目 拿了来 只见天赐不慌不忙地站起身 走到黑板面前 看了下题目 稍微皱了下眉头 就开始演算起来 随着粉笔在黑板上 欢快地咯吱咯吱响 美女老师一开始还很得意 想要看天赐出丑 结果后来去外国来外国吃惊 因为天赐只用高中的知识 就把题目解答出来了 这让他那可爱的小嘴 顿时变成了大大的 我可以离开了吗 走回位置的天赐 淡然向美女老师问道 美女老师还没有恢复过来 茫然地点了点头 天赐也不管他的反应 也不管同学们 堂木结舌的表情 直接走出了教室 这家伙 一定是每颗星球上来的怪物 不管是从那个星球来的吧 这家伙绝对不是地球人 地球人哪有这样的 13岁考上大学 13岁的全国高考状元 本身就是奇迹 今天却是更加震慑了 大家伙一把 连老师都难不住他 这个小家伙 究竟还有多少惊奇的事情 天才啊天才 真是天才 在场的所有同学 无不是各自领域 各自学校的翘楚 而今天被天赐一笔 这才发现 原来自己跟人家相比 肤浅地不值一提 黑边眼镜另一边 一道柔和的一彩一闪而逝 但随即就暗淡下来 这个小家伙 太小了 老师 无不惋惜地暗自轻叹一声 要是 这个小家伙 再大一些该多好 又是看了看天赐消失的门口 老师有些异曲阑珊 地拿起教科书 有些情趣不高地说道 下面 咱们继续上课 谁也不知道的是 在讲课之际 老师眼睛余光 总是若有若无地 飘向门口 至于是什么意味 不得而知 第九章 打出来的兄弟 下午 一天的课程结束后 天赐低着头 思考着某个问题 一边走回自己的寝室 正在行径间 却是感到眼前一暗 当天赐抬头看时 就见张军的大脸 近在眼前 自己身后 已经被张军的小弟 为了个严严实实 还记得课堂里 你有的约定吗 人高马大的张军 眼睛散发出冷冽的光芒 那架势就像是一头猛虎 盯着一只 弱小的羔羊 没有 怎么会忘记呢 那就走吧 操场上见 天赐 说这话 拨开围在自己身边的男孩 率先向操场走去 张军一愣 没想到这个小家伙 竟然这样好说话 想都不想 就答应了 难道他不知道 自己是部队里的格斗冠军 绰号活颜旺吗 他 凭什么这样自信 想到此 张军心里 没来由地顿了一下 今天莫不是遇到了高手吧 可别阴沟里翻船 但战术已经下达 自然是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要不然 在这所学校 自己就无法立足了 今后还怎样号令众多兄弟 另一边 以周慧为首的女生 正积极喳喳地结伴而行 眼见了周慧 却是看见被邪尸的天赐 向操场上走去 周慧猛地想起张军的那一茬 顿时小跑过来 将天赐拽到自己身后 含着脸对张军说道 张军 你还真要欺负他 张军笑嘻嘻道 周慧妹妹这话而说的 张军哪敢欺负你的心上人了 咱哥俩只是沟通商量了一下 这位天赐同学 也同意咱们去操场玩玩 张军在说那句 你的心上人时 一股酸液掩饰不住 你 你 你 周慧顿时落来的大红脸 谁是我的心上人 张军 你再乱说 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嘴上凌链无比 周慧小心思里 却是摸起一道阴阴期盼 他 要真是我的人儿就好了 被无端端扣了这么一大顶帽子 天赐却是摸摸鼻子 这要是让老家的师父听了去 自己用他扣扣巴巴拿的钱 不用来好好读书 而是做其他的 只怕是会把自己扒了皮 周慧 脸白皙间透着晕红 看向天赐说道 你真的和他去 你不知道他想揍你吗 对于这个认识不到一天 就如此关心自己的女孩 天赐心里浮起一阵暖意 无论如何 被关心的感觉 还是很好的 天赐笑了笑道 慧姐姐 没事的 张哥只是想跟我切磋切磋 没事 张军一愣 心里在琢磨 这个小家伙有毛病吧 还在替自己说话 随即点头哈腰地冲着周慧笑道 我说了吗 没事 咱哥俩只是随便玩玩 周慧是何等聪慧 哪里肯就这么相信 那好 走 咱们也去瞧瞧 说完 带领着一大帮女生 向操场走去 操场上 张军脱下外套衬衣和领带 早有旁边小弟接住 而天赐 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副手而立 等待着张军的进攻 咫尺间 二人相对而立 张军忽然笑道 小兄弟 人品还不坏 够意思 我会下手轻点 天赐却是笑了 不必 你尽管全力出手 张哥 说不定这一架过后 咱们还会成为好兄弟 张军点点头 随即一个直拳冲天赐面门砸来 由于对天赐有了一些改观 张军手下发力变小了很多 只用了两三成力道 张军脾气暴躁 但不莽撞 不然 也不会在无数人中脱颖而出 来到这所学院 他只是极度自己暗恋的周慧 应应切切地招呼天赐而已 对于天赐 张军本就没有什么恩怨 只是想在人前给他些难堪而已 张军的某些改变 天赐也是看在眼里 暗自点点头 这个张军 豪爽仗义 倒是个值得相交的人物 不过 张军在冲向天赐的半途中 顿住了 却见天赐摆出了太极拳的起手时 太极 笑死我了 张军按着肚子哈哈大笑 而那些看得不明不白的小弟们 也是跟着哈哈大笑 虽然不知道自家大哥笑的什么 但既然是大哥在笑 怎么也得配合一下气氛 跟着笑才说得过去 笑吧 张军说道 天赐兄弟 小心了 看我怎么打趴下你的太极 说着 又是挥起拳头 冲向天赐 在二人身形相挫之际 张军的拳头 已经快要触碰到天赐的脑袋 张军开始在琢磨 是不是像真性地敲他的头一下 不然 真要把天赐打伤 学校的处罚暂不提 首先周慧那儿 就难以交代 正在张军胡乱想着 却是只觉得自己身子一清 一股绵柔的力道 将自己丢了出去 凭张军重重地摔在草坪上 四仰八叉 摔得很是不雅观 作为千锤百炼的海军士官 这样的摔打 对张军来说当然算不得什么 一个虎跳 张军翻身而起 不可思议地看着天赐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太极要义 已经制动 借力打力 后发先制 天赐淡然道 再来 张军胡得再次像猎豹一样 即如闪电一般 扑向天赐 这次的张军 用上了石程力道 以气打倒天赐 无视张军爆发的力道和速度 天赐深邃得双眼一凝 身形一晃 张军还没看清状况 就觉身子一清 凭 张军再次结结实实地趴在了楼面上 这次 摔得更加彻底 连天赐是如何出手的 都没有看清 不来了 张军晃晃被摔得七晕八速的大脑袋 摆摆手 他可是看出来了 这个小家伙的厉害 再来 张军显然没有授虐的嗜好 这下子 张军服气了 而且是很服气 嘿嘿嘿 张军不顾身上的疼痛 嬉笑着来到天赐身前道 兄弟 不错呀 这是从高中里学的 高中 天赐摇摇头 这是师父传给自己的 天下武功 为快不破 速度是战胜对手的不二法门 但此时的天赐论起速度 多少感到底气不足 论速度 谁又能够比师父快 别看师父老太隆中之相 那只是在向外的假象 天赐可是知道 清须子是如何的生猛 身手是怎样的高深莫测 即使是自己 如果是论速度 也要比师父慢上不少 当然 以天赐的速度 对付像张军这样的身手 那是绰绰有余了 张军一直就看不清天赐 在天赐小露一手后 张军明白 这个天赐绝对不是表面 看上去那样简单 他那如星空一样 深邃的眼睛深处 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豁达奔放 是军人特有的秉性 张军也不例外 既然无法看穿他的来路 最好是成为朋友 甚至是兄弟 张军深深明白 像天赐这样的人 尽管只是个少年 实在是不宜将他 列为敌人的阵脚 和这样深藏不露 可怕的人为敌 这恐怕是所有人的悲哀 张军可不想 成为那悲哀的人 天赐兄弟 不打不相识 咱们就做朋友吧 张军很正式地伸出手 天赐 笑了笑 伸手握住张军的大手道 既然是一个教室的学友 自然是朋友 是兄弟姐妹 张军不傻 天赐那兄弟意思的含义 意味着什么 好 咱们是兄弟 是打出来的兄弟 张军那些小弟笑了 周慧 以及那些女生 也是欣慰地笑了 这样的结局 是最好的结果 第十章 张军的表白 出人意料的是 张军在上次吃鳖 后 没有再和天赐作对 而是 和小自己差不多十岁的天赐 成为了好朋友 作为老兵和久力人士 张军隐约明白 天赐非池中之鱼 总有一天 会议非冲天 成为人中之龙的 跟着他 应该不会错 不过 张军不和天赐作对 并不意味着 还有某个不长眼的人 不和天赐作对 另一个暗恋周慧的男子 亲手导演了一出 针对天赐的行动 这让天赐心生感慨 自己 真的就不招人待见 怎么都和自己作对 好几次 天赐在寝食镜子前 仔细端详自己的脸 还是蛮有亲和力的嘛 为啥都和自己过不去 天赐和张军 还有周慧三人 在一次晚上 看了一场电影后 溜达着返回学校 在几人议论着 今晚电影的剧情间 经过一处 较为偏僻的小巷 刚刚走进小巷深处 却见几个人 高马大的标星大汉 颇为默契地围了上来 为首者 天赐几个一瞧 认识 天赐和周慧 还未及说话 见识不妙的张军 问向为首者 李强 尼压的想干啥 李强 也是海军学院的学生 如今在读大二 比他们高一级 李强爱恋周慧 并不是什么秘密 所以张军自然也是知道的 不过 张军也是知道 就如自己一样 周慧对于李强的 誓爱不孝一顾 而今天这个家伙 上演这一出 翻天了吗 李强 叼着香烟走上前来 笑咪咪道 张哥 说起来咱俩是同志 我们的敌人是这个小子 今晚的事情与你无关 张哥就当是看戏好了 李强之所以 没有找张军的麻烦 那是因为他看到 人家周慧根本就不鸟他 只是随着这个小家伙的出现 周慧明显改变了许多 他明白 能让一个女人发生改变 就只有一种事物 爱情 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 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所以 李强今晚勾结了几个 在社会上混黑的恋家子 来给天赐上一课 要他知道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张军为人粗犷豪放 但心思很是甚密 几个呼吸间就明白了 李强的意思 但既然亲口承诺 和天赐做朋友 做兄弟 那么 今晚的事情 就绝不能袖手旁观 尽管也知道 天赐其实很能打 但要同时对付 好几个大块头 张军也没有把握 即使是自己 能全身而退吗 李强看见张军沉默片刻 还以为张军心有所动 走到张军面前又说道 你我是一个系统里 走出来的兄弟 犯不着为一个外人 伤了咱兄弟的和气 这样 今晚一过咱们公平竞争 我李强再以不视强凌弱 怎么样 是敌是友 张哥你看着办 深呼一口气 张军怜悯地看着李强笑道 李强 我为自己和你是一个系统里 走出来的 感到羞愧 你给咱们海军系统抹黑 李强 视强凌弱 你算个什么东西 还有李强 我告诉你 我和天赐既然是朋友 是兄弟 今晚的事情 我张军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大丈夫行事光明磊落 哪像你这个小人 静坐卑鄙下流之事 李强被张军一顿抢白 脸上一阵红一阵青 咬牙道 张军 平时我很是很敬重你的为人 是你不识抬居 你不要怪我 回头对那些壮汉教导 兄弟们 给我打 张军脱下外套 交与周慧手上 很是凝重地说道 周慧 我张军别的本事没有 但有一种秉性 那就是张军绝对不会让兄弟 和我喜欢的女人 受到半丝伤害 周慧一愣 没想到这个平时 不声不响的家伙 此时来了这一出表白 心里顿时一阵澎湃 一阵异动 再看看张军 此时的他 忽然伟岸高大了许多 那平日里不算英俊的脸庞 此时却散发出 一阵莫名的魅力 是啊 张军在一般人看来 算不得英俊潇洒 但毕竟是个重情重义的真男人 他 跟着他 虽然会平淡 但至少会很有安全感 和真实感吧 张 张哥 他人多 你要小心 周慧 红着脸儿 嘴里泥喃道 张军一听 心下意暖 就如吃了人生果一般 顿时精神位置振奋 摸摸周慧的脑袋 便转身走向李强等人 对于张军的秉性 天赐很是欣赏 为了朋友挺身而出 知难而上 这份操劫 难能可贵 让天赐更加欣慰的是 张军的豪放 终于打动了周慧的芳心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伸手拦住经过身边的张军 天赐笑道 他们今晚是冲我而来 我天赐虽小 但至少还是会履行男人的本能 张哥 你保护好周慧 这边 让我来 将嘴凑到张军耳边 天赐轻声道 看见没 周慧对你动心了 珍惜眼前人吧 张军一听 顿时落了个大红脸 看看天赐 点点头 便转身站在周慧身边 天赐说得对 男人 就得面对一切 在乱局之下 对女性的保护 是重中之重 看着天赐那瘦弱的背影 周慧 问张军 张哥 天赐偷偷对你说什么 啊 张军 一呆 随即就傻笑道 天赐说 以后你欺负我的时候 不准我还嘴 更不准还手 周慧顿时羞得满脸通红 狠狠拎了一把刀 谁 谁要欺负你了 冰雪聪慧的周慧 自是明白那欺负的含义 张军胳膊上疼得开始冒汗 啊 还说不欺负 这就开始了 张军那一副苦脸 在周慧看来 很是受用 小样 我就是欺负你了 怎么样 周慧此时 不时地偷偷打量这个 刚刚令自己怦然心动的男人 又是看看前面那个家伙 这个天赐 年纪小不说 而且隐约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 从他那身上 不经意散发出的某种气息 某种莫名的威势 周慧明白 想做他的女人不太现实 这个男人 应该是小男孩 不是自己的菜 回头看看 紧紧威仪在自己身边的张军 这个男人 虽然并不出彩 但却很真实 哎 周慧又是看看天赐 最后将目光落在张军身上 就是他了 这边的打情骂俏 李强看着眼里 气得脸色发青 先收拾这个家伙再说 张军 你压得先等着 第十一章 紫罗兰酒吧 李强一弩嘴 两个高大的壮汉 便一左一右向天赐围来 一边逼向天赐 两个家伙 还一边炫耀般的洋洋壮实的胳膊 拳头间传来嘎嘣嘎嘣的响声 天赐却是摇摇头 这样的货色 只不过是仗着一身蛮力而已 不说是自己 就是对上张军也不够看 左边的大哥 举起硕大的拳头 直奔天赐脑门 右边的大哥 伸出大手 向天赐脑后拧来 想把天赐拎小机一样拎起来 然而 令他们失望的是 随着他俩眼前一花 天赐消失于原地 待他俩转头瞧时 却见天赐在另一边笑眯眯地看着他俩 这时 天赐动了 龙行虎步 穿插于两人之间 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 两个难兄难弟便乖乖地躺在了地上 他俩是不明白 可旁观者却是清清楚楚 张军不由地叹了口气 这天赐的身手 还真是不简单啊 就在大家心绪各一间 七八个大汉 均衡气数八地躺在了地上 也没有感觉到疼痛 反正是软软地站不起来 而李强还是好好地站着 只不过此时 他的心理也好受不到哪里 随着天赐一点点释放出威压 李强脑门上开始汗如雨下 最重要的是 李强的心神 在天赐那大山般的威压下 早已崩溃 本来 天赐还未成年 没有抽烟的不良嗜好 但在此时 抽烟显然是装逼半裤的绝佳时机 啪 点上一根平日里也没有抽过的香烟 悠闲地吐出一串烟圈 缓缓走到面如死灰 的李强面前道 今晚的事情 就这样算了 我不想有下次 在转身遇行之际 天赐想了想又说道 还有 我说李强 作为军人 希望你不要给自己的职业抹黑 男子汉大丈夫 当以事业为主 严禁于此 好自为之吧 走了两步 天赐看向摊在地上的哥们笑了笑道 我说哥几个 你们就好好躺着吧 过了半个小时 自然就能站起来了 那几个倒霉催地哥几个 身无二两利 也无法说话 只得哀怨地看着天赐 他们却是明白了 自己几个 这次算是遇到了高人 万幸的是 人家手下留情 不然 要是遇到狠角色 哥几个 真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下场 哎 看来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啊 咱今后 还是老老实实低调做人的好 这是这些难兄难弟 此时的心声 天赐 啊 不 大哥 张军眼见天赐 以及张军和周慧快要走远 顿时醒过神来 直听挺跪在地上大声叫道 天赐三人愕然回头 周慧反应很快 很快地小跑到李强面前拽他 李强 你这是干什么 起来 一个大男人 像什么样子 虽然不只今晚李强的所为 但毕竟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学友 看见李强下跪 周慧心里也不是滋味 没有理会周慧的拉拽 李强决然看向天赐道 大哥 我李强知道错了 我李强再次发誓 今后将谈堂正正 顶天立地做人 你说得对 不做出一番事业 对不起对我满怀希望的亲人 对不起这身神圣的军服 顿了顿 李强继续道 大哥 我李强愿追随大哥左右 永不背弃 天赐笑了笑道 起来吧 现在不信这个 我天赐 认下你这个兄弟便是 刚刚满十五岁的天赐 在即张军之后 再次收了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小弟 天赐之所以答应李强 是因为天赐觉得 李强的本质其实并不坏 只是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这个是现今的年轻人 通常爱犯的毛病 如若李强真的是品行不端之辈 哪怕他后台再印 也进不了海军指挥学院 这些海军学院新人 无不是各自单位的翘楚 都是海军新一代的栋梁 新一代的希望 随着时光的流失 通天国海军 未来的舞台 注定是他们的天下 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 该拉一把时 天赐还是会拉一把的 多了一位新兄弟 现在马上回宿舍 显然是不太合时宜 在周慧的提议下 天赐他们便决定 去附近的一个 叫紫罗兰的酒吧做作 在行走间 张军却是好奇 便问周慧 周慧 你经常去酒吧 周慧 小心思里一阵善善 酒吧 在通常意义上来说 是不良小青年 经常光顾的地方 他可不想 被自己刚刚动心的男人 误会自己 但有人在场 周慧却是不得不硬着头皮道 我和几个学姐学妹去过 咋地了 现在就想管我了 张军 你是欠收射是不 看了看凶巴巴的 小母老虎一样的周慧 天赐不由玩耳 还真看不出来 这周慧 还是个小泼妇啊 李强则是转过身 明眼人都知道 李强是忍着笑 张军倒是很是 习惯周慧的态度 反而是嬉笑着 凑到周慧身边说道 好了 不就是随口一问罢了 我张军这辈子 都属于你管理 哪敢管你啊 想得美 谁要管你了啊 嘴上是如此说 但红韵满面的周慧 却是不自觉地 紧紧卫衣着张军 找不到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能找个被自己欺负的伴侣 也是件值得欢悦的事情 周慧 看了看前面英俊的 一塌糊涂的天赐 不由叹了叹气 这样的帅气 这样优秀的男人 恐怕只有天上的仙女 才配得上他吧 三个大男人 哪里又知道周慧的心神 早已飞到了爪哇国 也自是无法理解 女儿心的诡异和变幻无常 谈笑间 来到了周慧所说的 紫罗兰酒吧 老家的清须子 虽然抠门 抠扣巴巴 没有给天赐多少经费 但至少 一两次的场面 天赐还是能撑起来的 将一张百元大钞 递给门童 在门童点头哈腰下 天赐三男一女 便进入了紫罗兰酒吧 在一个漂亮的 女招待的招呼下 李强就想要包箱 却被天赐挡了下来 随便找个 亲近的地方坐坐 一会儿就该回宿舍了 你们三个 你们两个自然叫我大哥 那么今晚的消费 我买单本来 天赐脱口 准备说你们三个 自然叫我大哥 却是想起周慧 没有半思叫自己大哥的意思 便改口说你们两个 果然是小女儿的心思甚密 周慧倾笑一声 随即恶狠狠 瞪着天赐交迟道 你想让我叫你大哥 你一个小孩才多大点 哼 他们怕你 我周慧可不怕你 说着 扬了扬粉嘟嘟的小拳头 三个男人 不好编排一个女人 只得摸着鼻子 在女招待的带领下 在一处偏僻的位置坐了下来 有句治理名言 真是不假 宁愿得罪皇帝 也不得罪女子 张军和李强 不知道天赐的身世家底 但既然是大哥要买单 他们自身无法说什么 酒精人士的他们明白 买单 看似简单 其实是一门大学问 什么时候该你买单 什么时候要任由别人买单 这是一门 高深的社会公关学课程 这个酒吧的环境还不错 是都市小子消遣的场所 浅真蔓隐 欣赏着舞台上女人低唱 倒也很是悠闲 看了看万表 天赐开始在琢磨 已经十点多了 是不是该回宿舍了 然而 就在这时 原本轻松欢愉的酒吧内 随着一个摇摇晃晃的醉汉 走上舞台 气氛顿时变了 第十二章 斗殴 台上那女歌手 正在唱到忘情之处 酒吧内的客人 都被其美妙的歌喉打动 大厦风景的是 一个醉熏熏的肥胖男人 满身酒气 摇摇晃晃地走上台 手中捧着一束鲜花 操作声音的汉话说道 美 美女 如此高雅正式的场合 突然冒出这么个人渣 这歌女顿时将在了当初 不知如何是好 台下众人一阵喧哗 纷纷谴责那个家伙 天赐的脸色顿时阴沉地可怕 她可是听出来了 那个肥胖的家伙 是东洋人 一团莫名的怒火 涌上心头 张军和李强 也是将拳头捏得嘎嘎直响 两眼喷火 脸上的肌肉 不住地抽搐 而周慧 粉嘟嘟的脸蛋 一样阴沉 喷火的眼睛 直直射向那东洋狗 本来准备起身买单的天赐 淡淡说道 走 去看看 一个尖嘴猴腮的眼镜男 一见胖子惹起了公愤 忙嘀嘀咕咕 在那肥胖的男人耳边 叨叨了什么 随即转向台下 不笑地叫道 你们想干什么 这位先生是东洋友人 滚回东洋去 现在的通天国 可不是当年的通天国 小心灭了你东洋鬼子 这个翻译模样的眼镜男 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惹起骂声一片 几个愤青 已经挽起袖口 和东洋男人的保镖 推扇起来 眼镜男一见不妙 他明白 如果事情惹大 可不好收场 便又在那东洋男人耳边叨叨 东洋男人 此时的酒意 已经消散些许 昏昏沉沉的肥大脑袋 清醒了一些 也是见识不妙 就转身向台下而走 却不想 被挡了下来 东洋 胖男人 一看 自己面前出现了 四个身穿白色军中的年轻人 三男一女 正直视着他 这个东洋男人 一看这四个海军装扮的年轻人 却是笑了 通天国海军的 不行 再来一次的话 必定会是第二个的海战 通天国海军的 通通的消灭的 啪 这个东洋人 话音未落 脸上挨了一记清脆的博管 那清脆的声音 在酒吧那隔音效果极佳 的室内 格外刺耳 台下客人们 顿时愕然 没想到 没想到一个年轻的海军学员 竟然当众扇了外国人耳光 打得好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如今的通天国 早就不是那个 任人欺凌的通天国了 而那个女歌手 早已被张军和李强 牢牢护在身后 张军李强警惕的眼睛 盯着东洋人的保镖 一刻也不敢放松 他们从那些保镖身上 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这些保镖 无不是经过 严格训练的高手 不过 这些保镖 却是顾不上他们 主子被揍 他们哪里能坐视不理 七八个标形大汉 默契地配合 将天赐围在中间 又默契地同时向天赐出手 瓶瓶瓶瓶 天赐也是动了 快如闪电 急若旋风 静若厨子 动若脱土 一道耀眼的白影 在中毒保镖间来回穿插 令人眼花缭乱 台上 局势已定 七八个保镖 就如不久前 小巷里那样 这些标形大汉 一个个横起数八 倒在台上动弹不得 只剩下天赐如泰山一般 还有 东洋人和翻译 不住地哆嗦 双腿发软 你 你 你难道不知道 你打的是国际友人 你就不怕引起国际纠纷 翻译半天醒过神来 大声地叫嚣道 啪 又一声清脆的声音 这次是翻译脸上 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身为人 做事东洋狗欺凌自己的姐妹 你不配做人 天赐依然是面肉寒霜 你 你知道你今天打的是谁吗 你要为你今晚 所做的付出代价 眼镜男捂着红肿的脸 恶狠狠地说道 啪 眼镜男刚刚说完 又是一记耳光 打得他原地转了几个圈 眼镜男捂着脸 恨不得钻入地下 他可是看出来了 这个年轻人 根本就不在乎得罪的是谁 好汉不吃眼前亏 眼镜男捂着脸 再也不敢出声 妈的 老子今天真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 呀的 你挺狂 老子记下了 等着 东洋人在翻译和好不容易 爬起来的保镖的簇拥下 灰溜溜而去 酒吧内喧啸一片 男人们四下喂了上来 纷纷举起手中的酒杯 向今晚建议勇为的英雄致敬 而天赐转头对李强说道 向你道上的朋友说一声 请他们关注一下 这位姑娘的人身安全 天赐确实在担心 这些人 恐怕会报复人家 他们虽然不太可能去学校闹事 但这个歌手 他们还是做得出一点什么似的 李强点点头 郑重地说道 大哥放心 我一定交代下去 要他们24小时严密关注 不会打扰他的生活 天赐点点头 他对李强的办事能力 还是放心的 作为在本地人 李强在当地道士 还是有些影响力的 看着李强 亲自护送那位歌女回家 天赐便买了单 向外走去 夜已深了 实在是该回去了 看着前面行走的天赐 新任下的大哥 自己眼中不时闪耀着 莫名的光彩 这个年纪比自己小许多的大哥 外国发是看不清了 伸手不凡 还在大是大非 事关民族气节上毫不妥协 天赐在张军心中 除了神秘外 又多出了令人热血沸腾的魅力 而周慧则是又是一阵感叹 这个人 看不穿 他身上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究竟有怎样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几个月的相处 周慧本来认为 自己外国来外国了解天赐 却是随即发现 随着自己外国发的深入了解天赐 随之却是多出更多的迷茫 天赐那不经意间散发出的气势 那刻意掩藏的不知名的东西 令周慧外国发发觉 自己对天赐更加的不了解 这个天赐身上有多少个迷 一声轻叹 卫一着张军的周慧 再次瞄了瞄前面的那个学弟 紧了紧张军的胳膊 向学校走去第十三章 逛街的那些事 时间过得很快 其中小考来临 当绝大多数学子都在紧张准备 以应付即将到来的中考 张军李强以及周慧都明白自己与天赐的差异 自是不能像某些人那样清闲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这句名言 还倒海军学子们 可时刻牢记着 中考成绩 虽然对以后毕业的大考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 但至少会影响到各班级老师对各自学生的观感 能来通天国最知名学府就读 这些学生们 无不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 他们可不想 在老师们心下 留下个不好的印象 老师的评价 最终会影响到各自毕业时的成绩 不过 和校园里一片紧张繁忙相比 有一个人却是自由懒散 无所事事 整日里不是在校园里池塘里钓钓鱼 便是溜出校园到大街上玩耍 天赐的自由散漫 惹起周慧叨叨不已 他虽然也知道天赐聪明绝顶 但还是当心这个小家伙 万一考不好 也不是好事情 只是随着自己的叨叨 人家根本就不在乎 周慧最后不得不泄气 算了 自己还没把握呢 干啥操别人的心 至于老师们 才懒得过问他 他们经过几个月的了解 明白这个小天才 是不会阴沟翻船的 学校里一派繁忙 此时的天赐正在大街上闲逛 天赐本就英俊帅气 虽然还未成年 但天赐发育的算是有些超前 一米气的个头 鹦鹉帅气 脸上的青色之气 已经消退了很多 取而代之的是男人的阳刚 和成熟男人的厚重 又加之今天出来 并没有换便装 穿着海军学员制服的他 更是鹰气逼人 天赐的出现 惹得大街上 疯姿各异的靓女 眼里直冒猩猩 一些胆大的美女 不时地上前来和天赐搭讪 要个电话号码 吃个饭什么的 美女们的豪爽 却是吓到天赐了 可怜天赐 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只得捏着鼻子落荒而逃 天赐此时不由感叹 师父曾说 山下的女人是老虎 原来真的不假 是一些令人乱了星星的老虎 漂亮的老虎 令人无限遐想的老虎 难道就不知道 顾忌一下 或者是含蓄一些吗 穿白色职业装套裙 波浪卷的女人 对身边穿黑色职业衣裙的 女子勾勾可爱的小指头道 温馨 我和你打个赌 说完 小嘴儿凑到黑衣女子耳边 嘀咕了几句 黑衣女孩 吃笑一声道 菲菲 你又挨 你个色狼 还真壮啊 你眼睛在看什么呢 一个女孩的声音 天赐愕然转头 便看到一个 烫着小波浪的女孩 满脸红润道 很显然 刚才天赐壮的 还很不适地方 她身边一个长发披肩脸上 画着精致淡妆的漂亮女孩 安静地站在一边 眼神窃窃地打亮着叶秋 给人很乖巧的感觉 天赐猛然觉得 这俩女孩很眼熟 好像在哪儿见过 喂 看什么看 不认识我们了 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人君子呢 卷发女孩讥讽地说道 飞飞 不要这样 直发女孩听到同伴说话难听 着急地拉她的手臂 对天赐说道 对不起啊 飞飞就是这样的脾气 她没有恶意的 请原谅 陆小曼表情愤怒地说道 怎么说自己和文心 也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虽然不在同一家公司任职 但却都被评为办公大楼的办公室之花 平时多少男人费尽心机的想方设法来接近他们 都被两人给打发了 上次两人工作结束 便相约一起喝咖啡 在咖啡馆看到了 坐在窗边好像是在想着心事的天赐 脸色虽然平静 但却紧锁着眉头 眼睛一直专注地转向窗外 文心盯着陷入沉思的天赐看了一会儿 男男说道 这个男人有一股气质 飞飞就笑问他是什么气质 文心红着脸笑而不语 于是飞飞就逼迫文心写了张便签 并点了杯天赐一直在喝的拿铁 让试者送过去 这属于白领们惯用的邀请方式 如果对某一人有好感 直接邀请又显得唐突 便会用这种含蓄 却又有些小字情调的传递方式 没想到自己表错了情 那家伙看了一会儿纸条 留了个有缘再见的纸条 竟然落荒而逃 我靠 飞飞愣了半天 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会是这种反应的冤家路窄 两人再次出来喝咖啡 这家伙 飞飞见她入神地盯着街边的商店看 便故意跑到她面前远远地站着 看看她是否会撞上自己 没想到她还真的撞上来了 还顺手推了自己一把 这天底下有这么巧合的是吗 这家伙 绝对是故意来着 飞飞还是第一次被这么赤裸裸地占便宜 可这是自己主动送上来的 有苦也说不出 只好转移攻击方向 第十四章 无聊 天赐这时才也想起来两人是谁 昨天 逛街的天赐实在无聊 便进了一家装潢的典雅豪华的咖啡店 长这么大 还没喝过咖啡呢 师傅给自己的资金虽然不太多 但也不至于让自己在外受苦 一两次的高端消费 还是可以的 嗯 不愧是品牌咖啡 味道清香柔和 回味悠长 两杯喝完 试者却很适时地端来一杯咖啡 放在天赐面前 实际把握得极好 而且咖啡正是天赐刚才连喝两杯的拿铁 自己什么时候点了第三杯咖啡 夜秋疑惑地抬头 身穿黑色套装的女服务员 眼神暧昧地从托盘下面 取了一张便签递给茫然的天赐 上面是一行军秀小字 你喝咖啡的样子落寞而哀伤 不要因为俗事紧锁着眉头 生活中还有许多值得期待的事情 紧锁眉头 天赐情不自禁地摸摸自己的脸 可能是刚才思考自己 以后如何发展的事太入神了吧 扑痴 有人轻声地笑起来 天赐转过脸去 便看到对面有两个女孩正向这边看过来 一个头发烫成波浪型的漂亮女孩儿 正言嘴娇笑 可能是被刚才天赐无意识的表情逗乐 另外一个女孩长发 如清汤挂面般的披散在肩上 和现实流行的一样 发烧也瓢染成酒红色 给人乖巧时尚的感觉 她也正偷眼看向天赐 只是脸上有一抹红韵 不及身边的女孩放得开 两女都穿着职业套装 里面是小饭领的白色衬衣 腿上裹着丝袜 一身办公室欧柔装扮 这一块属于海岛的金融区 外企和大型商业公司也多 可能两人隶属于哪一家公司 闲暇至于出来消遣 他们想 我还没成年呢 确实 天赐一身高英武俊朗的海军学院制服 再配上那轻易的面孔 确实很有杀伤力 而且 她的身上总是所绕着一股若有若无的 令人心悸的莫名气质 这种东西不经意间流露 对女人来说便说毒药 可能是刚才自己坐在窗边眼神专注地盯着窗外 让他们以为自己是个做事很认真的男人吧 有句话不是说吗 认真的男人最帅 既然刚才已经装身沉 那就索性装到底吧 天赐很是努力地去想于果的诗 或者黑格尔的哲学 想找出一句能和此时情景相搭配的话而回复过去 还没有结果的时候 手机却是急促地叫了起来 天赐一看 是那位讲师的电话 叹叹气 逛街都不能得清闲 出于天赐非凡的天赋和成绩 美女讲师 报复性地将一些本属于她职权的课程 强行多个天赐 让她代替自己讲课 这让天赐很是无奈 喂 状元 在哪呢 该你上课了 既然无法推脱 天赐只能是信守承诺 叶秋取过笔 在便签上刷刷地写了有缘再见四个字 然后试一试着送给那两个女人 自己结了自己的和他们那桌的单后 便匆匆离开 喂 她什么意思嘛 本小姐欣赏她是她的福气 竟然跟见到恐龙似的逃跑 我难道表现得很明显吗 身后传来女孩愤怒的声音 只是现在天赐已经没有心情去搭理了 如果自己放了讲师的鸽子 今后的日子恐怕不得安生了 从在昨日记忆中回过神来的天赐 对文心笑笑 说道 没事 她看得出来这女孩脸皮薄 所以并没有难为她 不为难文心 不代表天赐不拿飞飞开刷 转过脸问飞飞 你怎么能说得这么窝呢 我为什么不能说 你能偷看我还不能说了 我也就是看看 可把她穿在身上的却是你们女人啊 天赐笑眯眯地反驳 谁穿了 飞飞一愣 没想到她竟然会从这个角度来反驳自己 气呼呼地说道 你看看 好像在哪儿买衣服的都是女人吧 我可没看到一个男顾客 女人买来还不是穿给你们这些臭男人看的 天赐脸上的笑意更浓烈了 更加地意味深长 笑呵呵地点头 是啊 所以归根结底 那玩意儿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别的人能看 我为什么不能看 难道你想穿在身上让我看 我知道 飞飞彻底地被天赐给打败了 拉着文心的手说道 我们走 不要理会这个坏蛋 看到她露出来的丑恶面目了吧 文心也没想到一个人的气质 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昨天见她坐在玻璃窗边 很是斯文内敛 没想到今天逗其嘴来 竟然将飞飞搏得毫无缓嘴能力 要知道 飞飞那刀子嘴 可是小有名气 文心对天赐名嘴微笑 说道 有缘再见 突然想起来 这不是当初天赐回给他们的纸条吗 脸上布满了红润 也失去了回头看天赐反应的勇气 在飞飞的拉扯下 向前面的咖啡店走去 孔子说 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 此话果然不假 也不知道怎么得罪她了 怎么故意跑来找自己的茶了 天赐将手掌放在鼻前闻一闻 手有余香 却是又叹叹气 这年头 长得帅也是麻烦事 逛个街儿也不落清静 随着肚子咕噜噜叫唤 天赐看看太阳 已经中午了 再不回去 午餐就得自己破费 在外面吃了 看着那两个女孩 疯子绰约背影 天赐心里却是浮起一阵轻松 这两个女孩 除却男女生理关系 其实做做朋友 也不错 自己的九阳之体 师父曾经说过 除了九阴之体的女人 一般的女人是无法承受 天赐那九阳之体的 普通的女人 一旦和天赐的九阳之体结合 立马会暴体而亡 除却天赐还未成年之外 天赐特异的体质 也是很大的原因 只是 和天赐的九阳之体一样 九阴之体的女人 同样是极其罕见 说不得今生都无法碰到 天赐每每想及此事 都在哀叹 难道自己真的要孤独终生吗 第十五章 天赐的承诺 其中小考结束 果然 不出所料的是 天赐又是以满分的成绩 获得全校第一 这恐怖的成绩 令多少学生哀伤欲绝 为啥 自己拼了老命 考了这点可怜的分数 而人家整日游手好闲 却考满分 大家同样是人 这差别为啥这样大脸 水月湖是海军学院 一处靓丽风景 位于校园东部 形状成欧形 中央有湖心岛 游桥与两岸相通 湖心岛的南端 有一个石坊 湖南岸上有中庭 林湖轩 东可观湖光塔影 西可看中庭落霞 南可望湖山陵墓 北可懒层楼壮影 处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 水月湖在整个海岛 乃至通天国北方 都是大大有名 这里曾经是某个王爷的 府邸花园 后来成为通天国水师学堂 这里每天清晨 有无数的海军学院学子 在湖边散步读书 学校的一些老教授 也在湖边跑跑步 打打太极 是休养生息的好地方 学校对水月湖的维护工作 做得很不错 所以一直处于 原生态的自然风貌 这样的风景 在海岛极其少见 也经常会吸引一些影视剧组 或者广告商来这边取景 一方面能收到一笔 可观的费用 另外一方面 也能帮潜水湖打响名气 学校倒也是甘之如带 经过考试 筋疲力尽的学子们 三三两两散落在水月湖周围 看书的看书 在草坪上小睡的小水 唯有天刺 依旧是靠着躺椅钓鱼 确切地说 应该是位于 天刺的鱼线上 从不拴鱼钩 鱼尔直接绑在鱼线上 任由鱼尔争食 没了 再绑 如此周而复始 对于天刺如此怪异之举 周会很是不解 曾经多次问过天刺 天刺是这样解释的 钓鱼的目的 不是真正钓鱼 而是培养一种耐力 一种雅致 这话惹得周会一阵撇嘴 一痛白眼 而此时的天刺 任由水中的鱼尔 争食鱼尔 躺在铐椅上 天刺那清澈深邃的眼睛 却是凝望着头顶的蓝天 久久不动 久久不语 谁也不知道 此时的天刺在想些什么 他的心神飞到了何处 对于周会 张军和李强的到来 仿佛是没有半思察觉 而天刺身后三人 也没有出声打搅天刺 他们明白 此时的天刺 一定在掌望着某些不为人知的愿景 大哥 展翅翱翔吧 你注定是人中龙凤 注定是一飞冲天 金色的朝阳 洒在这三男一女身上 给这些年轻的学子 染上一层庄严 神圣的光彩 大半上 天刺悠悠道 张军 李强 你们当初为啥选择了海军这个职业 张军和李强一愣 却是没想到大哥会突然问这个问题 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倒是李强反应快些 咱们民族的屈辱史 是从海洋开始的 我的祖辈 用生命维护着民族的尊严 我李强 秉承祖辈的意愿 为强我通天海军 为通天复兴尽一份力 所以 我选择了海军 张军也说道 养我国威 是我等毕生的职责和夙愿 天赐赞许的点点头 拍了派李强的肩头 说道 是啊 咱们国家的屈辱史 是从大洋开始的 不过 抢我大帝 复兴通天 前途何其艰辛 何其艰难 但不管怎样 事情还是要做的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天赐渐渐学会了抽烟 点上一颗香烟 透过鸟鸟青烟 天赐转头道 今后 你俩无论在那个岗位 我希望你们记住 今天的誓言 学好本事 做最优秀的海军 这次 周慧张军和李强 在天赐的影响下 这次小考考的还算是如意 虽然无法和天赐 那变态的成绩相比 毕竟算是进步不少了 他们潜意识里明白 要跟随着天赐的步伐 得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做天赐的兄弟 得紧跟着天赐 至少不能落后太多 校长办公室 还导海军学院校长 今天第一次请天赐谈话 看着眼前年纪轻轻 但举止沉稳的天赐 校长不由叹叹气 这样的学生 这样出来拔萃的学子 海军学院从未遇到过 这个小家伙 经过一番雕琢 前途不可限量啊 事务繁多 今天咱俩是第一次单独谈话 有些肥胖的校长 喝了一口茶 接着说道 说吧 为啥宁愿放弃 北大清华那样的名校 而甘院来这里 校长和很多人一样 无法理解 像天赐这样优秀的学生 放弃名校 而选择参军的意图 在如今的商业时代 功力心极强的年代 天赐的选择 着实让人难以理解 捧着茶杯 天赐淡淡地说道 说了你可能不信 但我借用我同学的一句话 咱们国家近代驱如史 是从海洋开始的 那么 我的愿望是 抢我 抢我海军 来到天赐身边的沙发坐下 校长拍拍天赐的肩头 叹了口气道 现在 抱有你这样理想的年轻人 是外国来外国少了 天赐啊 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咱们民族的希望 咱们国家再次辉煌的希望 就让咱们 为自己的理想 尽自己一分力吧 天赐同学 说着 校长眼角请出了一丝泪花 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 通天国多少优秀的儿女 在各自的岗位上 付出了生命 校长 这位参加过抗米援朝 对外国自卫作战的老兵 亲眼目睹着许许多多战友 在自己面前倒下 那一幅幅模糊又清晰的英勇笑貌 至今还在眼前浮现 也就是在历次战争中 如今年事已高的校长 目睹了科技技术落后 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近代史上 极弱贫穷的祖国 因国力淫弱 科技落后 遭受了多少刻骨铭心的凌辱 好在 新的通天国 新的时代 给了校长看到复兴的希望 眼前的这个学生 让校长看到了民族 重新出立在世界之巅的希望 好好学习 给你身边的同学 树立一个好榜样吧 这是校长 语重心长的对天赐的嘱托 也是老一辈 对新一代所寄托的无限希望 他们这一代 已经尽了自己毕生之力 他们老了 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新的一代身上了 天赐站起身来 庄重地向这位 可敬的前辈 行为一个军礼 你放心校长 天赐必当 不令你失望 走出校长办公室的天赐 心情久久 难以平静 老一辈经历了 他们这一代人 难以想象的艰辛 付出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努力 为民族复兴 贡献了最后的力量 他们是自己 这一代人的良师 是楷模 更是新的一代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些先驱者 为民族复兴 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而天赐刚才 在校长办公室 给予校长的 不仅仅是自己一人的 庄严承诺 更多的是 自己这一代人 对民族 对国家的庄严承诺 为民族复兴 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是天赐 报考海军指挥学院的初衷 是天赐 为自己那一久的强国梦 踏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但前路漫漫 何其艰辛 何其艰难 但没有什么能阻碍 和影响到天赐的决心和宏愿 拭目以待吧 十年后 或者是二十年后 自己终将站在 历史舞台的前沿通天国 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 傲立在世界之巅 拭目以待吧 第十六章 毕业各奔东西 时光荏苒 四年的海军学院 生涯悠然而过 天赐他们 眼看就要毕业了 就要到各自岗位 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毕业大考已经临近 此时 天赐和张军李强 还有周慧 在一家茶馆喝茶 众人默默无语 包厢内 弥漫着一丝淡淡的哀伤 意思离别再即的哀愁 是啊 毕业后 大家都要在各自的岗位上 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大家 再也不能朝夕相处了 今后在各自的岗位上 彼此会回忆 留恋这四年的同窗之意 兄弟之情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兄弟间的这份感情 却是永恒不变 无论是今后经历什么 这份兄弟情 都始终会更加的强烈 更加的炙热 喝着茶 看着默不作声的张军李强 还有眼睛里泪花打转的周慧 天次心里也不好受 在今后的天空 注定是自己这一辈人 翱翔的时代 也意味着兄弟之间 注定不能朝夕相处 但地狱的相隔 最终无法隔断 兄弟之间的情谊 笑了笑 天次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又不是见不到面了 大家以后可以相互打电话 机会一到 还是可以见面的吗 这一次 天次四人在茶馆待了很久 直到很晚才回各自宿舍 大家明白 毕业后 这样的相聚 可是不多 大家也格外珍惜 现在相处的每一天 每一分钟 每一秒 因为这经历的一幕幕 将会成为各自记忆中的 那最珍贵的回忆 终于 随着毕业大考的结束 随着天次又一次好成绩的出现 天次结束了自己在 海岛海军指挥学院的 四年大学时光 张军和李强和周慧 也没有让天次失望 在他们各自的努力下 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在参加完毕业典礼后 彼此间分岛扬镳的时刻 终于来临 天次被分到了东海舰队 担任一名护卫舰 舰袭大副 主管枪炮 而张军和周慧 不知是出于怎样的原因 被双双调到燕京海军总部 担任基层职务 是个做办公室的职务 张军对于自己的职业调配 曾经一度不理解 他向往的是在舰艇上担任职务 实陈大洋 才是他向往的 不过 能和自己相爱的人儿 在一个部门朝夕相处 张军还是很高兴 李强则被分到了南海舰队 担任一名导弹快艇艇长 对于自己的分配 李强倒是乐开了花 石城大洋 巡逻祖国海江 守护祖国领海 是李强的梦想 天次拍拍张军的肩头道 不要不满意 做好文职 一样是大有学问 再者 这不过是暂时的调动 说不得不久后 你就会被发配到海军一线部队 到时你可别喊泪 张军身姿挺拔鹦鹉 很正式地对天次说道 大哥放心 张军对组织上对我的任何安排 张军无条件服从 点点头 对于张军的秉性 天次还是非常了解 再者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转头看向李强 天次说道 李强啊 南海是争议最多的海域 也是情况最复杂的海域 在处理一些涉外事件时 万事都要多一个心眼 不要一根直肠子 一通到底 咱们国家 如今还没有同时面对东南亚 所有国家的实力 特别是在美利亚国介入危险下 咱们国家更是面临诸多无奈 李强 咱们国家说白了 缺乏的是令任何对手打寒的实力 李强点点头道 大哥 我记住你的嘱托了 我会注意分寸 在体现尊严的同时 不会让任何对手找茬 对于李强 天次还是很放心 在海岛海军学院四年 李强的性格沉稳冷静了许多 如今的李强 不再是当初那个矛头小子了 已经隐约有了一丝大将的风范 这个兄弟 在经过多年的淬炼打磨后 必定是通天国不可多得的将才 而张军的心思甚密 思维严谨 大局官极度强烈 是个典型的参谋型的人才 只是 天次对于自己作为海军议员的定义 却是无法将自己归于哪一种类型 管他呢 不管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型的海军官兵 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好 看看万表 天次笑了笑道 你们快上飞机吧 不然就得赶下一班了 咱们后会有期 张军和周慧到燕京的飞机 只有十几分钟就要开了 周慧 红红的眼睛 在离别之际 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哥 有空来燕京看我 说完 扑进天次的怀里 阴阴凝凝凝地哭泣起来 天次的鼻子也是有些发酸 在这四年的相处之情 已经是难以分割之情 拍拍周慧的相间道 好好保重 我会抽空来看你们 机场外 天次和李强并肩而立 看着搭载着张军周慧的客机 呼啸着腾空而起 逐渐消失在天际 二人久久不语 四年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 就这样天各一方 天次和李强 此时的心中泛起浓浓的不舍 第二天 李强也坐飞机 离开了海岛 离开了生活四年的学院 奔赴南海 去履行自己的职责 零分别之际 天次从李强坚毅的脸庞上 读出他对自己的依恋 兄弟之间的依恋 抽着烟透过烟雾 天次的眼神冷峻深邃 去吧 都去吧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天空 属于自己的时代 从西燕市出来 天次拎起自己的行李 经过安间站 走向飞机 东海 我来了 万米高空 747客机平稳飞行 闲窗外 记忆下 是通天国广袤富饶的土地 是养活着亿万子民 传承几千年的土地 天次选择的职业 正是保护好这片国土 守护这片国土 将任何敌意的东西 挡在国门之外 普通仓里的天次 不由回想起 自己在毕业之际 校长再次地叙道 回想起校长 那苍老的面容和白发 心情不由沉重几分 自己这一代人 肩上的担子和压力 不轻啊 但尽管前路漫漫 天次明白 自己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 就要尽心尽力 做好自己职责分内之事 不求名垂青史 但求问心无愧 在属于自己这一辈人的时代 绽放出璀璨的色彩 这样 也不枉自己选择这个职业一回 也不辜负校长的期望 不负国家的栽培 通天国目前是没有问顶 全世界的实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一代代国人的进取 再现昔日的天朝之梦 不再遥远了不是吗 至少 可以遇见的几代人之后 至少可以看到 天朝中心的希望 虽然自己在有生之年 可能是看不到这一天 但至少自己为之奋斗过 努力过 不是吗 第十七章 伏笔 东海舰队 唐山号护卫舰上 舰长刘辉在舰上甲板 举行欢迎仪式 欢迎新一任副舰长的到来 当英纪萨爽 年纪仅仅18岁的天赐 站在全体海军官兵面前时 立即惊艳全场 除却天赐的鹦鹉郡朗外 18岁的上尉副舰长 这个头衔恐怕是开了通天国 乃至全世界海军史上的先河 全世界最年轻的大学生 最年轻的高考状元 如今又是最年轻的副舰长 诸多的光环 将天赐映衬得更加神秘 许多人都在问 天赐是如何做到的 名人的烦恼 天赐已经领教的太多了 在战士们的热烈掌声中 在女兵的尖叫声中 天赐腼腆地拿起话筒说道 其实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我只不过是比一般人 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比一般人运气好些而已 我相信 只要大家加强努力 大家都会成为通天国 最优秀的海军 走下讲台的天赐 却是又碰到尴尬的事情 几个漂亮的女兵 拿着小本和笔 欢快地小跑到天赐面前到 大状元 给签个名背 挠着头 天赐扭头看看刘舰长 刘辉却是笑了 这都是你的粉丝 你看我做啥 大家伙听说 咱们国家最年轻的高考状元 最年轻的舰长 要来咱们舰上任职 多少人兴奋地睡不好觉 签吧 签吧 追星族不仅仅是女兵 还有许多男战士 也是拿出各自提前准备的小本 来要签名 一通签名 百十号人 的签名会 只把天赐累得够呛 天赐在海军学院就知道了 通天国海军装备和西方国家之间 是怎样的差距 在后来舰上任职的很长时间 这种认同感 天赐更是触目惊心 在硬件上 通天国海军主战装备 和西方国家的差距并不太明显 差距大的主要是在软件方面 即电子 火控和雷达方面 这是不是细微的差距 而是一两代的代差 而在现代军事冲突中 正是这方面 决定着战争的成败 对于这个 天赐很无奈 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差距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拉近的 这得要经过长时间的技术积累 才能得到改观 不过 好消息是 随着通天国国防预算的大幅度增加 科技实力的增强 这种局面会有所改观 目前通天国对于军队装备的 更新换代采取的策略是 进口和自主研发双管旗下 从九十年代出到如今 通天国从北方的异国 进口了大批最新装备 涵盖陆海空 苏27 苏30战机的入列 652D 以及大批先进装备的入列 通天国军队装备 长期落后的现状 得以稍续好转和改管关 但至真正拥有 令列强真正打寒的武备和技术 通天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任重道远 令天赐欣慰的是 近代史的屈辱 在当今时代 通天国在海上面临的威胁 终于 时国人和当局意识到 增强国防力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尤其是在近代史 吃够了来自大洋的苦头 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是十几亿国人最迫切的心愿 为了这个目标 通天国上下一心 进行着艰苦的努力 稳步提升通天国海军的实力 和天赐那年纪不匹配的是 天赐以严谨 极具专业的作风 还有那极度沉稳的风格 迅速征服了全舰所有官兵 赢得了所有战友的尊敬 和爱戴 在一年后 刘徽舰长升任一艘驱逐舰舰长 而天赐 则以十九岁的年纪 以少校军衔接任 接任唐山舰舰长 天赐 又一次以十九岁的年纪 打破了全世界最年轻的 护卫舰政治舰长的记录 不久后 通天国与东阳国 因东海珍珠岛争端起摩擦 天赐所在的唐山号护卫舰 被编入一支特混舰队 在那次和东阳海军之间的摩擦中 表现出了极具专业和智慧 在避免引发战争危险时 同时给予了东阳国极大的震慑 在那次行动中 天赐荣立特等功 天赐的突出表现 得到了高层的关注 此次事件 为天赐今后的道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也为通天国诞生一位 着外国的海军将领 历史上最耀眼的将星 埋下了伏笔 为不久后 一位传奇将军的诞生 埋下了伏笔 正是这样的伏笔 使通天国在几年后 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 史诗般的强势崛起 两年后 天赐以中校军衔 升任成都号导弹驱逐舰舰长 同年底 作为代制舰长 天赐被通天国燕京海军指挥学院 招收为代制学院 进行为期六年的博士深造 通天国燕京海军指挥学院 是全国最高级别的海军学院 是通天国海军将领的摇篮 是多少海军官兵向往的圣地 能够来此深造的海军官兵 无不是在各自领域最顶尖的人才 天赐被选拔 正是被海军高层重点培育的对象 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天赐的官运是怎样的通场 而通天国海军 将升起一颗璀璨药木的匠心 在奔赴燕京之前 天赐回了一趟老家 看望在家的父母和左邻右舍 还有的是 子童三清宫的师父 自从七年前的一别 天赐还没有回过家 七年了 离家七年的游子 终于回家看看了 七年的时光 父母的脸上 皱纹生了许多 白发多了几缕 但随着游子的回家 父母脸上的皱纹 像花儿一样 绽放出美丽温馨的色彩 天赐这次是休长假 有足够的时间陪陪父母和师父 七年的分别 父母日日望远欲穿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 责任在身的天赐 只能是将长时间对亲人的牵挂 深深藏在心间 将全身心投入到 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中 而清须子则依旧是没有什么变化 依旧是七年前那般模样 天赐很是好奇 师父是怎样的手段 能让自己的容颜历经多年不变 亲人相聚的时间 总是过得很快 天赐所申请的两个月长假 悄然间流逝 天赐再一次在父母的不舍中 在清须子的如常穴道中 踏上了燕金之行 那里 全新的生涯 崭新的机遇和挑战正等待着他 随着天赐的燕金之行 天赐的人生从此 揭开了全新的篇章 天赐 史诗般的传奇 就此徐徐拉开帷幕 通天国国家海军史上 乃至历史上 最年轻 最富传奇色彩的将军 就此护之欲出 而通天国史诗般的崛起 随着天赐的燕金之行 也就此拉开惊艳 整个世界的大幕 也正是随着未来的 天赐将军粉末登场 也开启了某些 国家藏歌的序曲 天赐的燕金之行 同时也为二十年后 全世界翻天覆地变化 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第十八章 清须子来访 据东阳新闻网 4月17日报道 4月16日下午 正在美利亚国访问的 东阳东京都知事 太郎史恒 对于当地的一个研讨会上 发表演讲称 东京政府决定 从私人手中购买珍珠岛 东阳方称畅于猎岛 他表示此计划 已经获得珍珠岛 土地拥有者的同意 正在美利亚访问的 石恒知事称 东京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 使用政府预算 购买珍珠岛的计划 他说 这一计划 已经获得了珍珠岛 土地拥有者的同意 接下来获得都议会批准后 准备在今年内 完成购买合同的签约 石恒知事 在2010年10月的 电视节目出演中 就曾经透露 自己已经与岛屿所有者 进行了购买交涉 目的是防止这些岛屿 落入外国人之手 根据石恒知事的透露 近日 东京都政府与岛屿所有者 已经达成了购买的基本协议 如果珍珠岛成为 东京都政府的土地的话 东京都不仅可以开发 而且可以派驻警察 通天国政府一直主张 珍珠岛是通天国固有领土 近期并加强了 对这一岛屿附近海域的 巡逻和管理 珍珠珠岛位于台湾省东北 距基隆港约190公里 距东洋冲绳岛西南 约420公里 珍珠珠岛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 岛屿周围的海域面积 约17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5个台湾本岛面积 据英国著名学者 李约瑟所著的 《科学技术实际书》 早在1430年完成的 我国明朝顺丰相送一书 首先就提到了珍珠岛 是福建驻琉球图中 航路指标地之一 可见珍珠岛早就为 我国人民发现 利用 靠着床头 吸着香烟 看着电视新闻的天赐 不由地叹叹气 看来 这东洋岛国仗着 美利亚重返亚太战略的 步伐加快 争议当事国 此时也频频向通天国发难 近几年 通天国的强势发展 已经令通天国四周 萧小心骄不已 通天国如今的国际环境 是空前的复杂啊 只是 如今的通天国 虽然国力大幅增强 但毕竟还缺乏 震慑所有当事国的实力 特别是在美利亚介入的危险下 杀出一条血路 何其艰难 燕京的六年博士深造 已经完毕 前几天天赐就到了 海军总部星的调令 天赐不再是成都号导弹驱逐舰的舰长了 新的职务是东海舰队 第一驱逐舰队的第一副司令员 军衔也随之题为海军上校 上校 天赐摸摸鼻子 貌似自己才二十多岁呢 就副师级干部了 这恐怕又开了世界海军史上的先河了 虽然不怎么清晰 但天赐总是感觉到自己背后 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在操控着一切 从自己的海岛海军学院开始 到现在 总是有个神秘的力量 左右着自己前进的步伐 天赐深深明白 如果不是这不知名的推手 自己哪怕是在出色 也绝对不可能二十多岁 就成为副师级军官 那么 这个推手 诱惑这个人 究竟是谁呢 是师父吗 但师父哪方外人士 虽然有一定的能量 但貌似影响力也没有这么大 但除了师父 天赐也想不到还有谁 这样卖力地将自己往上推 不过 如今看来 这样的推手对自己有好处 自己要出人头地 想日后实现自己的报复 这样的推手 来得正是时候 这几年 自己还是很关注张军 李强的近况 都混得不错 就如其张扬的性格一样 李强在最近几年 在海军系统里格外抢眼 不仅仅是他极富专业的水准 更是以其 饥饿如仇的处事原则 赢得上下追捧 更由于他那极度的 民族主义的情怀 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好评 李强 如今已经在一艘导弹 驱逐舰的舰长 中校舰长 是南海舰队 炙手可热的星星 第一办公室副主任 处理日常事务 周慧则要低调一些 到现在还是少校 是张军的副手 张军和周慧 早已与六年前结婚 也就是天赐 到燕京海军指挥学院 深造的时候 天赐参加的他们的婚礼 那次 李强也特意不远万里 从南海 来参加他们的婚礼 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三兄弟虽然责任在身 长时间不在一起 但在海岛节下的兄弟情谊 并没有因地狱和时间而疏远 这份兄弟情谊 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的 身着雪白的夏季海军制服 拉着行李箱 和这几年朝夕相处的校友 打过招呼后 天赐懒洋洋地走出学院大门 现在的天赐 不再是十年前 刚刚出山的矛头小子了 依旧清秀英俊的脸庞上 少了青色 多了阳刚之气 还有的是 更负沉稳 更负张力 在如今的天赐 那深邃的眉宇间 隐约透露出一丝沧桑的气息 而正是这样的天赐 对女生来说 就是毒药 被迷得不分东西南北的毒药 对于这些诱惑 天赐不是不动心 而天赐反而认为 自己在美女面前 其实没什么免疫力 但自己的特质 将自己的念头屡屡打消 无论如何 都不能害了人家 是的 可怜的天赐 虽然也到了先掉 童子军帽子的年纪 至今却依然是 童子大军中的一员 正因为是童子军 天赐的九阳肢体 得不到基因肢体的消异 最近发病 是外国来外国平凡 虽然有师父的悬门功法 但也渐渐压制不住了 可是这九阴之体 就如同天赐的九阳之体 一样的罕见 哪里那么容易找到 恐怕 自己这辈子都碰不到了 眼前诸多美眉 却是只能远观 有点小失落的天赐 稍显颓废地往校门外走 赫然发现 一身堂装的师父 正靠着他那辆 黑色丰田笑眯眯地看着自己 天赐心里没来由的一突 师父献出这样的下容 向来没好事 心中又是一阵阵的不踏实 天赐 来 师父向他一招手 只好慢吞吞地 磨蹭到大半年没见的师父面前 师父还是那笑容 上车 我有话跟你说 带上的车 天赐忐忑不安 都问道 师父啥事 劳宁亲自来北京 自从自来燕京博士深造后 远在四川的师父 总会时不时地大老远来燕京 是为了看望自己特意来燕京 还是有公务 天赐不太确定 但去上次见师父 确实有大半年了 回酒店再说 回 回酒店 我今天可是要回舰队的呢 师父也不废话 轰的一声 加大油门 那黑色的丰田 磨起一道鬼魅的黑影 一顺而逝 天赐一阵猛汉 都说老人家开车 循规蹈矩 可是看看咱师父 家里着火了吗 师父 开慢点 我的心脏受不了了 闭嘴 你飙车的时候受得了 天赐 第十九章 神马 红军转世 一路上 这黑色丰田 轻盈灵动地穿过车流 来到一处酒店 天赐抬头一瞧 立则大酒店大酒楼 这是一座二十来层的酒店 倒也规模不小 在停车场博好车 天赐跟着师父坐电梯 来到十二楼三十二号房 进的屋来 天赐四下看看 凭着自己敏锐的洞察力 和师父那行李的摆置 天赐由此断定 师父来燕京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而来了有一阵子了 问题是 师父既然来了燕京 为啥等到今天 自己正要回舰队时 不理天赐的胡乱猜测 师父招呼天赐坐下 编到一杯水给他说道 不对你不用回去了 天赐吓了一跳 开小差当逃兵最可不祥的 这样的话 师父可不能乱说 再说了 自己好歹是副师级干部 怎能说不去就不去 看着不鸟自己 自顾自倒水的师父 天赐心想是出反燃必有妖 不正常 太不正常了 要知道侦查倒水 以及所有家务杂活 向来是自己的职责 只是今日师父为何外国权 一头汗水 天赐抢过师父手中的水壶茶杯 您老人家请坐 真茶倒水 历来是徒儿的职责 师父您老人家可不能外国权 你坐好 师父说道 这间房子是标准的双人间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的师父 在天赐对面床边坐下来 很是慈祥地看着天赐 然后瞎了口茶说道 天赐啊 你不是一直以来不明白 为何二十多年做同一个梦 和我这么打造你吗 还有你的九阳之体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我可以回答你部分问题 因为我之前对你所说的 你的机缘今日来了 啊 天赐望着这位养大 并教导自己的老人 从今天师父的言行举止 早就猜出有什么事情发生 只不过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 凭着二十多年的朝夕相处 凭着对师父的了解 天赐明白 一定是什么大事要发生 这是天赐的直觉 也是多年以来练就的能耐 可是无论发生什么 对于师父那不用回部队的言论 天赐难以接受 要知道 战舰如今是天赐最爱的地方 是自己理想赖以发挥的平台 这么多年的努力 这么多年以来的担心节律 就是为了这一天 为了强大的海军 尽一分力 多少年了 自天赐从孩童开始 便怀揣着一颗 撞我通天国的雄心 而今 自己的报复 才刚刚开始 今日却被师父告知 不用回部队 天赐虽然也明白 自己的师父那强烈的爱国情怀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 并不比自己来的少 也知道师父做事 想来极其严谨 很有分寸 也明白他这样说 一定有着他的道理 可是不管怎样 要自己离开位置奋斗十年的海军 天赐始终是无法接受 自从天赐济世以来 心中就揣着一个强国之梦 梦想着自己的国家 再次以拥有天朝盛世 傲立在天地之间 接受万国的膜拜 天赐也明白 自己国家如今面临着周边各国的彻轴打压 国家环境相当的艰难 在当前的局势和现实下 通天国要以天朝盛世的姿态 处立于世界 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的一厢 但即使是如此 该努力的依旧要努力 不付出努力 不付出行动 梦想就永远是梦想 作为师父 老人如何不明白天赐此时的心思 师父笑了笑道 你放心 是暂时离开海军 现在有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办 这对你或者对这个国家是天大的好事 因为你在梦中所见和听到的 如今快要实现 因为我所说的机缘 已经来到了 从今过后 你我虽然还是仕途名分 但不同的是师父是你 徒弟是我 不吃 咳 咳 天赐差点给茶水枪死 神 什么 师父你今天怎么了 老人笑了笑摆摆手 告诉你吧 说来你不信 你本是盘古开天以前 就存在于混沌空间的人物 红军老祖 同当时盘古将臣 共同生于混沌 三兄弟一体三生 盘古为长 你 红军为次 将臣老三 盘古为造化御叠化形 红军为二十四品紫莲化形 而江臣则是二十四品 先天血蓝花化形 后来盘古开天地正道 却遭到天道算计 打碎了盘古本命所在的造化御叠 以至于盘古不得不化作 大地万物稳定 刚刚开辟的新天地 说到这里 老人喝了一口茶水道 盘古大神身允后 你和将臣为了守护盘古 以身所滑的天地 江臣在西方开辟出西方神界 而红军则在东方建立先界 红军后来为了规范天地万物的 规则秩序以身合道 却被天道左右 成了天道的傀儡 所以红军为了参透天道法则 最终对抗天道留下一副曲窍 而元神则携带二十四品紫莲 在混元大阵的掩盖下 进入六道轮回转世实施 如今是最后一世 所以 你 盗祖红军是时候回归了 盗祖 红军 在神话中的人物竟然是确有奇人 而且是我 天赐的嘴张的老大 久久不能和尚 太匪一所思了 自己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在无神论为主流的今天 竟然听到这样的说辞 而且这话 却是在一向不苟言笑的 师父嘴里说出来 柔柔下巴 艰难的和尚嘴 师父你老人家说笑的是吧 神仙 老人点点头道 我是你 即红军的徒儿 浩月 今后你不能再叫我师父了 至于详细的情况 在你真正回归的时候 就知道了 明天我们去神农嫁 你就能依你现在的肉身合体 天赐看着面前 这位陪伴教导自己二十多年的老人 现在才发现 这平时古板刻薄的老家伙 如今是这样的慈祥可爱 的确 老人虽然严厉 却对自己如同己出 自己的一切都是他所赐 天赐此时心中满是幸福甜蜜 望着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天赐不由心下一酸 目犯泪光 在老人亚然中跪在师父面前 师父 一日为世终身为师 您老人家的养育驾导大恩终身不忘 无论我是不是红军 无论我是谁 是何身份 师父 您老人家永远是天赐的师父 天赐再次发誓 假如我真的是红军转世 真的是天将大任于私人 我张天赐将以强盛国家民族为己任 让祖国傲立于世界之巅 天赐说完深深地 向师父刻了三个想头 老人欣慰地拍拍天赐的头 好好 清须子又对天赐说道 还有一件事情 我现在告诉你 你所谓的九阳之体 纯粹是那像是一家之言 为时只不过是怕你把持不住 招惹凡间女子 无奈才顺着那像是所言 天赐一听这话 顿时傻眼在了当场 同时脑门上布上了一条条黑线 靠 可怜自己 这么多年的清心寡欲 原来全是白瞎了 师父啊 师父 你老人家早点说 俺不至于第二十章 混沌果树 九月的神龙驾秋高气爽 甚为惬意 在茫茫的原始森林中 行走着一老一少的两个人 老人白发长仓 且颇具先锋道骨 年少的面容清秀 长着一张吸引懵懂少女的脸 不错 这二人正是本文的主人公天赐和师父秦须子 在茫茫密林里艰难而行的天赐 心里不住的叨叨 也不知的师父他老人家拿一根筋答得不对 大老远跑到这原始森林来 这里 除了满目的树木 这压得到处一个样 有啥好看的 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和披荆斩击 这日二人终于来到神龙架中心腹地处的一处开阔地带 在天赐面前呈现出的是一处圆形的开阔空地 看着这圆形的空旷之地 一阵莫名的气息 好似是一种久违了的熟悉气味 引发天赐心神一阵幽动 看着发呆的天赐 清须子说道 到了 进去吧 为时就只能送到这里了 进去 进哪儿去啊 什么都没有 老人笑笑道 你还没回归 当然看不见了 放心吧 没事的 哦天赐乖乖地应了一声 便朝着那空地走去 忽然 随着耳边呼的一声 天赐眼前紧致一变 一道缭绕的白雾 在天赐周围 形成一个方圆石余杖的大圆圈 再朝外变什么也看不见了 那道白雾仿佛将天赐与外界隔绝 和清须子隔绝 天赐定定神 这才观察起这里面的事物来 在雾圈内 只有一棵没有一片叶子的光秃秃的大树 其他再无他物 不知为什么 看着这棵突树 天赐心神却一阵子难以言喻的幽动 而且还有一股久违的亲切感 和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 这棵无叶大树 散发出浓烈的苍茫气息 是来自远古蛮荒的气息 天赐仔细看看这树 这才发现此树没有树叶 却通体留意着轻盈碧绿的滑光 此树无叶却生机蓬勃 更令天赐好奇的是 这光秃秃的树顶 却接着一青一红的两个果子 很显然 对面那棵树 也好像对天赐的到来有了反应 而且反应还很大 只见那树开始摇晃摆动起来 尤其是那两个果子 呼的 那青红二果子脱离大树 发出欢快的丝鸣 迫不及待地朝天赐飞来 化作青红之气 迅速在小秋唐木结蛇中 钻入他的口中 随即融入天赐的全身 事发突然 全无准备的天赐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可怜天赐 在不对算的上顶尖的格斗高手 而今在这突兀的袭击下 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机会 鬼 妖怪 情急之下 绕是天赐久经风浪 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只是今日之事 超出了自然物理定律 天赐顾不上自己所受的唯物世界观 此时只有这个念头 今天的事情太匪夷所思了 根本不能用科学解释 用手指在嘴里一阵猛弯 直弯的眼泪迷离 作呕不已却已是突然 那果子所化的气体 早已融入他的五脏六腑四肢百孩了 哪里还弯得出来 这时天赐忽然赶到体内 有一热一冷的两股气息 相互冲撞缠绕 折腾不已 那热的气息如火一般的炙热 而冷的那股气息 却又如寒冰般的寒冷 时热时冷十分的难受 这时想起师父曾经 教过自己的洗髓经功法 天赐盲盘腿坐下运功调息 可怜天赐不知道的是 这两个果子正是吉阳吉阴之物 是用来炼体的 不时天赐头顶散发出一股白雾 外国来外国多 白萌萌的雾气 迅速将他整个身躯包裹 两久 随着白雾散尽 天赐慢慢睁开眼睛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在打坐调息间 如海巢般的信息 涌入他的大脑 天赐现在知道了 那师父说的是真的 自己的确就是 轮回实施的道祖红军 也知道了刚才 飞进嘴角嘴里的果子 是先天神果 混沌果 比起西游记中 镇原子的人生果还要高级 和耶和华的生命果 和智慧果为同一级别 而这光涂涂的树 更加不得了 乃是开天前混沌灵宝 此树蕴藏 无上天道规则 且自成空间 更主要的是 有无与伦比的气韵的功效 在上古神话中 混沌果树那可是大名鼎鼎 混沌果树还有一个功能是 能镇压气韵 在仙界诸多的先天灵宝中 论镇压气韵的功效 混沌果树可谓老大之中的老大 即使是三清圣人老子的太极图 天地玲珑玄黄塔 原始天尊的盘古藩 和妖皇太一的混沌中 比之这混沌果树 原始差了许多许多 太极图 盘古藩和混沌中 可是昔日盘古大神 开天辟地之计 盘古大神开天府 所化的先天灵宝 乃是当初盘古大神 镇压洪荒气韵的顶级宝贝 各个可定天地 端得厉害无比 再后来 太极图 盘古藩和混沌中 分别为老子 原始天尊和妖皇 东皇太一所得 这几件先天至宝 也在亿万年 洪荒天地间 上演出一段段 佳话和传奇 而天地玲珑玄黄塔 则是和当时 另一件至宝 鸿蒙良天尺 同时在开天之初 诞生的功德至宝 天地玲珑玄黄塔主房 具有无比坚韧的 防御能力 是个打不破的乌龟壳 而鸿蒙良天尺 则是主宫 无间不摧 鸿蒙良天尺一化 毁天灭地 这两件功德至宝 一手一宫 相得一张 天地玲珑玄黄塔 被三倾之首的老子所得 而鸿蒙良天尺 则是不知所踪 在洪荒亿万年的 传奇记忆中 洪荒生灵只知道 道祖红军在正道之前 曾经在和西方神界的 耶和华战斗过 而红军老祖 当初和耶和华交战之时 用的兵器正是那曾经 名震洪荒天地间的 鸿蒙良天尺 只是 在那次战斗之后 鸿蒙良天尺 就失去了踪迹 在后来 洪荒天地亿万年的演化史中 鸿蒙良天尺 也没有再出现过 鸿蒙良天尺的消失 曾经令无数 洪荒天地间大神通者 皆叹不已 回到主人公天赐 天赐在感受到 那混沌果树的亲切 和亿万年的苍凉气息 定定神 来到没了果子的 突树根前 这混沌树像有灵性般的 发出一声欢快的青宁 化作一缕青涩之气 飞入小丘的眉心 灵宝有灵 和主人分别了千多年 如今总算是 人保在团圆 有了自己前世初步记忆的天赐 此没有惊慌 只是对混沌树 消失的地方叹了叹气 那里出现了一个 刚好能容下一人的洞口 黑股隆隆深不见底 一股强大的犀利吸引着他 天赐拨弄着嘴唇 难道真的跳进去吗 伸不伸啊 不会摔死吧 然而那股犀利 好像是迫不及待般地 呼吱一下将天赐拽进洞里 坏了 天赐叫苦不已 随着耳边呼呼风声 天赐知道自己正在 以坠物自由下落式往下掉 惨了 都这么久了 还不着地 恐怕得摔死 第21章 合体 呼呼呼 洞内黑得不见五指 天赐以抛物线姿势下坠 两眼一抹黑 只感觉到耳边呼呼的风声 完蛋了 都这么久 还没有到底 等到底了 恐怕摔成肉泥了 现在天赐倒是有些后悔了 施保了撑的 来这个鸟地方 如果在这里玩完 那就冤死了 可怜自己就这么玩了 一时间 黑洞洞的洞内 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 鬼哭狼嚎声传来 虽然 此时的天赐 有了红军的初步记忆 也初步具备了红军的一些东西 但只是初步 没有掌握道祖红军的全部神通 所以现在天赐不会飞 现在的天赐 正在以物体自由下坠的方式 摔下这不知名的洞底 也不知掉了多少时间 终于到底了 随着巴唧一声 着地了 这一下摔得天赐骨头散架 眼貌惊心 哼哼唧唧半天 才摸索着爬了起来 伸伸腿 弯弯腰 确定一样不少完好无损 这才放下心来 强忍着疼痛四下张望 四下却是黑漆漆一片 什么也看不见 就在这时 只听得扑扑之声 不绝于耳 忽然火光四起 天赐这才发现者 洞底还挺宽广 这洞里恐怕也没有见过天日 一股刺鼻的霉味 充斥着天赐的鼻腔 来了 一个声音 如鬼魅般的突兀 从身后响起 吓得天赐差点气魂出窍 是谁 是人 是鬼 天赐胆战心惊 又不得不撞起胆子 问道 无非人还是那如幽灵一般的声音 道 不是人 那就是鬼了 天啊 老家伙 你骗我到这鬼地方 我跟你没完 天赐此时 虽然具有盗祖红军的初步记忆 却还是自己的心性为主 所以他会害怕 无以非鬼 哦 不是鬼还好 天赐松了口气 你不是人 又不是鬼 那你是个什么东西 啊 是你 天赐一边说着 一边转过身 是你 就是你 一直在我梦里 骚扰我的人 就是你 你化成灰 我也认识你 就是这个人 和自己长得很是神似的 中年虚影 在自己的梦中 叨到了自己二十多年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 无是乳 乳一是无 你我本是一体 这中年虚影手指 搂着他那性感的长虚 摇头晃脑漫悠悠地说道 我 你 天赐气羞羞地说道 你我何体就你这个德行 我现在这个英俊 潇洒 风流倜傥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形象没了 我可告诉你老家伙 合体后 还得是现在这个 玉树临风的形象 知道不 而且还得是 以我的意识为主 红军做了天道的傀儡 我不会又做红军的傀儡 否则免谈 得 天赐这条件开的 而且我可不做 那宿面青东的道士 天赐又加了一条 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 那长虚中年虚影孝道 红军 轮回时事 原本就是抛弃旧的红军 重新参演一线天机 以新的方式 领悟天道法则 并驾驭造化万物生灵 又怎会重归旧的道祖呢 新的道祖 将以你的形象 你的意识为主 合体后 道祖是你 你还是你 明白吗 哦 我明白了 我拥有道祖的一切 而我还是我 笨 收到 好了 可以开始了 青衣中年虚影说着话 手一挥 一颗灰蒙蒙 但华光留意的大珠子 和一朵同样留意着 七彩光滑的紫色莲花 凭空出现在天赐面前 此时的天赐 也知道这珠子 就是开天前 与混沌树齐名的至宝 混沌珠 同样自成空间玄奥无限 而这朵紫色莲花 则是道祖红军的本命法宝 二十四瓶紫莲 也就是说 就如盘古为造化玉碟 和江城为二十四品 磨血兰花所化一样 红军就是紫莲化形 只不过眼前 这朵紫色莲花明显 少了四个花瓣而稍显残破 凭着前世的记忆 天赐向着早已清明连连 欢快地舞动的混沌珠一招手 那珠子便迫不及待地 飞到他的手中 天赐咬破之间 将一滴金血滴入混沌珠 顿时 被滴入金血的珠子 又发出欢快的轻盈 化作一缕华光 紫莲融合的话 就是天道在此 虽不能赢他 天道却也奈何不了自己 至少 打不赢逃命 还是没有问题的 天赐心神一动 飘上紫莲盘腿闭幕 首碾兰花之状 开始了融合之行 而他的无师自通 正是源自红军的记忆 在旁守护的轻衣人 吕须微笑 千多年了 总算是要功德圆满了 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两百年 不知不觉中 三千年在弹指间悠然而过 终于 天赐悠悠睁开眼睛 只见此时的他 浑身散发出 尖色玄奥的气息 近在咫尺 却仿佛感觉不到 他的存在 融入天地间 感觉又散发出 自然的气息 双眼如无尽星空般的深邃 旁边清一中年人 朝小秋一拱手道 恭喜本尊 融合成功 恭喜道祖归来 我也该回归了 天赐微笑 点点头 那清一长虚 中年人 走到天赐身边一点点 一点点融进天赐的身体 随着清一中年人的回归 天赐的气息更加玄之又玄 更加灰暗间色 在经过三千年的融合和修行后 天赐才真正拥有 道祖红军元神出走时的 一切法力神通 当年 红军元神出走时的境界 相当于大罗金仙巅峰的修为 大罗金仙的境界 在高手如云的仙界 虽然算不得什么 但毕竟为后世的自己 埋下了千年的伏笔 再者 以红军级盘古大法 和自己的子怜大法 即使是以大罗金仙的境界 再加上众多的先天灵宝 即使是遇到圣人之类的顶尖高手 也有一搏之力的 最重要的 天赐凭着前世红军对道的理解 对盘古开天的感悟 放眼仙界 谁能出其左右 仙界 道法老祖宗 可不是摆在那儿看看就完的 红军老祖亿万年的修为和心境 放眼整个宇宙 无人可比 虽然红军元神 仅仅是继承紫霄宫 本尊大罗金仙的法力 没有完全继承红军的境界 但这已经足够了 而经过十世轮回 最后一世的天赐 可谓是得天独厚 十世的天地演化的感悟 对万物众生轮回转换的感悟 最重要的是 以全新的心境和角度 对道的全新全世 天赐 可以预见的将来 其成绩注定要达到 前世红军从未有过的高度 当然 天赐继承红军的 还有那亿万年的久远记忆 还有那无数亿年前 在混沌空间里的那一幕幕 兄弟情深 第二十二章 混沌化形盘古开天 这是一片灰蒙蒙的混沌 没有天 没有地 更没有任何物质 只有让人充满恐惧的寂静 以及到处乱窜的恐怖气流 在这个压抑的世界 只见一丝丝紫黑色的气流四处激荡 仿佛要摧毁这片空间 但是很奇怪的是的 每当空间破碎 又有新的空间弥补生成 生生灭灭 在这片混沌之中 是如此的奥妙不凡 无生无死 时空不存 天机不险 大到不限 一切归于虚无 归于原始 混沌之中没有纪念 一瞬 也许是一眨眼 也许是永恒 在这个紊乱暴虐的时空中 存在和毁灭 生生息息相互交替 也许是一瞬间 也许是经过了亿万年 紊乱暴虐的时空 终于稳定下来 不知过了多少年 也或许是一瞬间 在这片混沌中 一块晶莹剔透的圆形玉蝶 和一朵紫色莲花 以及一朵血红的蓝花突兀的 无中生有地出现在 这片混沌空间 这三样物件的出现 使得这了无生计的虚无空间 萌生了些许生气 华光流一份外妖娆 这三样东西的出现 在这片虚无的空间内 洋溢着道的影像 道的痕迹 那玉蝶叫做造化玉蝶 通体留意着 玄奥尖色的大道气息 那紫色莲花 则是24瓶紫莲 则是通体留意着 妖娆的紫色华彩 同样是透露出 玄奥的大道气息 而这玉蝶和紫色莲花周围 围绕着条条妖媚的紫色气体 鸿蒙紫气 鸿蒙紫气 大道之机 后世成为大神通者 成圣的关键和基石 而那朵血色兰花 则显然是个艺术 它发出道道 另类的大道气息 显然和玉蝶莲花 格格不入 也没有紫气环绕 却彰显着大道的气息 吸收着空间里 暴虐的负面能量 倒也是显得不凡 不觉又是过了一瞬 也许又是亿万年 突然间 那造化玉蝶光滑大盛 散发出无与伦比 庞大气势和威压 造化玉蝶竟然突兀地 慢慢消失 在消失的地方 一个怀抱俱斧的 中年男子凭空出现 只见他燃须披发 求时健美的肌肉 充满着毁灭的力量 此人缓缓睁开眼睛 查探了一番周边 将头转向身边那紫色莲花 脸上露出了 清和温馨的笑容 待看向那血色兰花时 清和的笑容里 多出了一丝 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 悠悠叹了叹气 便入定修炼 并守护起两个位 化形的兄弟 不知时宜瞬间 还是千万年悠然而过 那朵紫色莲花 也是忠于紫光大胜后 一个儒雅清秀的 长须中年人 凭空出现 求须中年人 第一时间察觉 对这紫衣中年人说道 无奈盘古 恭喜二帝化形成功 那紫衣男子 朝盘古一拱手道 小弟红军见过兄长 盘古哈哈一笑道 自是兄弟 不必多礼 入定修炼稳定修为吧 红军点头 在看了看那血色兰花后 同样叹了叹气 便入定修行 再又经过千万年后 那血色兰花 终于也在血色光滑之气过后 终于化形成功 在盘古红军的注视下 出现一个血红长发 面貌英俊 皮肤白皙 身着血红长衣的青年男子 那男子向盘古红军二人拜道 小弟将尘 见过二位哥哥 盘古红军相视一眼 扶起将尘道 自家兄弟不必如此 自此 这混沌三兄弟便开始 在这无尽的混沌空间四处游荡 盘古先化形 是兄长 法力自是高出红军将尘许多 便以大哥的身份 将两位兄弟照顾得无微不至 而红军将尘也很享受 被大哥关爱 在四处游荡中 三兄弟挖掘了许多宝贝 红军得到了混沌珠 混沌树和混沌顶等等先天至宝 江尘则得到了和混沌 混沌树顶同源的圣光顶 和生命果树 还有创始宝树以及圣光剑 而盘古则将自己得到的宝贝 分给了红军将尘 因为盘古认为 这些没有开天府来得犀利实用 这么一来 红军将尘更是笑得眼睛 都挤到一块了 一日盘古三兄弟 又晃晃悠悠地转悠到混沌中 不知名处 一阵阵强烈的波动 引起来这三兄弟的注意 带得的来到源头之处时 却见不远处悬着一见一己 盘古的盘古真身 在这两件兵器面前 竟然感到心忧 要知道盘古已经修炼出 和物理攻击对盘古 不能造成任何伤害了 而今却在这一剑一己面前 强悍无比的盘古真身 竟然感到了压力 不过是盘古感到心计的压力 绝大多数来自于那把剑 鸿蒙子剑 而那几 灭天神戟的威力 则明显弱于这鸿蒙子剑 盘古对红军将尘说道 无奈怀抱开天府出生 而你们二人却无兵器 看来此二物便是为你等而生 于是 红军将尘便朝那两件兵器 发出真援 那灭天神戟发出欢快的名叫 飞入将尘手中 在将尘滴血认主后 化作一道血气没入他的眉心 几乎同时 鸿蒙子剑也在欢快的清明后 在得到红军的精血 同样没入红军的眉心 看到此处 盘古高兴地说道 哈哈 恭喜两位兄弟又得到了无上的宝贝 在一次修炼中醒来后 盘古对红军将尘说道 想我怀抱开天府出生 大哥我近来忽有所悟 大哥却是身负开天之责 只是无如今修为尚浅 无法完成开天大业 我等从此就要加紧修炼 以待早日完成开天大业 于是乎 这混沌三兄弟又开始了修行之路 又是无数年过去了 这三兄弟再次醒来 只见盘古五了五开天府道 五感应到今日便是开天之时 不过破开混沌谈何容易 即使以为兄现在的法力也非常勉强 却需要贤弟二人助我一臂之力 不然便有身影之祸 大哥你说怎么办 小弟自然鼎力相助 红军将尘双双道 无知开天府主灭之道 而红军贤弟又有主生之道的混沌子莲 生死循环 如此方可成就世界 虽然你为混沌子莲化形 但无知这些年来贤弟孵化出四大莲子 分别为青黑金红 可以以此来造化生机生成万物 再以混沌珠吸收天地乱流 无以自生化形时 所得的五行七步先天五行大阵镇压地脉 又以造化玉碟定住天理 到时候自然无忧 戴维兄完成这开天使命便可得正大道 到时我等三兄弟以后便可逍遥天地 岂不乐哉 哈哈 看着手舞足蹈的盘古 红军将尘不知为什么 心中外国来外国沉 似乎感觉到不妙 只是盘古已经准备动手了 他们已经不能阻挡了 只能是尽力协助盘古 避免他真的身语 遥远处 一高约百万里的结实壮汉 双手之巨斧 浑身散发着万丈光芒 直到混沌深处 只见 他双目怒争 紧接着又是一声爆喝 周围的气息更加暴乱 原本朴实无华的巨斧 顿时散发着凛类的金光 华丽的腐迹过后 整一道划个混沌 开始晃动起来 暴虐的气息顺着腐痕 划破混沌 顿时 混沌空间撕开了一个口子 周围的气息疯狂朝着 那个裂口涌去 吼 又一声爆喝后 整个混沌彻底被劈开了 瞬间 一道阳青之气上升为天 一道阴卓之气下降为地 只见壮汉双手撑天 双脚踏地 双目透露着无限的欣喜 又显得异常严肃 就在这时 在清卓之气分开的地方 出现了一团玄黄之气 而后 玄黄之气开始高速地旋转起来 不停地翻滚着 一道金光闪现 正是那后天 第一功德至宝天地 玄黄玲珑塔形成 此塔万法不沾 珠邪退避 炼化之后 不离头顶 先就不败 稳定气韵更有神效 比起那先天至宝毫不逊色 接着出现了一团混沌子气 它不停地柔和着开天时 所产生的先天混沌 惊奇与玄黄之气 最后一阵紫光闪耀 却是与天地玄黄玲珑塔 并列的后天功德至宝 鸿蒙良天池出现了 此耻直尺天涯 不沾因果 端的是近战远攻 杀人放火的好宝贝 突然间 屹立于天地间的盘古 一阵紧张 只见这刚刚开辟出来的天地 有渐渐愈合的趋势 看到这里 盘古从身边取出一旗 一分为五 将其扔入新开的天地之中 以稳定洪荒地脉 这时 又有一玉碟 从盘古额头上飞出来 到盘古头顶 它发出万丈光芒显现天理 逐个对其进行梳理 不一会儿 这方天地便定行了下来 天地不再愈合 渐渐稳定 看到这里 红军将尘心中一阵欣喜 红军连忙寄起混沌珠 吸收天地间所有不稳定的气流 又从身上分化出四颗莲子 以紫莲之气促起成长 抛在天地四方 以此造化生机 盘古脸色通红 似乎有些撑不住了 红军将尘急忙地 把自己的法力输送到盘古身上 只是他们修为日浅 起不了多大作用 第二十三章 开天之徒盘古遭暗算 突然 一便抖声 只见造化玉碟中 分化出一个 疑似法轮状模样的东西 它一出来 便带着无边能量冲撞天地 趁着盘古一个不注意 夺走四朵莲花 盘古一看 不由得一阵脸黑 接着便使无边的愤怒 它拼着一口气砍下一幅 只见立于天上的造化玉碟 马上出现在盘古眼前 挡住了这一幅 接着便破碎散落在洪荒世界 而那法轮状物体受了渔波 明显是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只得丢下下青色莲花 马上带着红军 遗落的三朵莲花 闻名后世 红荒天地间的金莲 黑莲和红莲 破开空间而去 造化玉碟一失 天地立刻不稳 如从前一般 渐渐合避 红军一看 忙收回青莲 和一起江城来到盘古身边 看到盘古一脸悲愤 一脸疲惫 喃喃地说道 大道不公 天道无耻 红军将城哭喊着嚷道 大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快说话啊 边哭边嚷 红军将城咬着牙 拼命把自己的法力 输送到盘古身上 盘古黯然地抬着头 满脸的悲戏 看着二位兄弟极其的模样 他心里一阵温暖 此时的盘古仿佛化身大道 看着红军 似乎要把他看得透彻 突然眼光一亮 他哈哈大笑 接着说 苍天有眼 苍天有眼 他阻止红军问话 淡然地说道 兄弟 这次大哥恐怕就要身陨了 你不要说话 听我说完 接着说道 想我盘古 出声混沌 为造化御蝶化形 开天府相互 五星其宝身 又读的红蒙紫气二十一道 然无如此的大道眷顾 却终是遭了天道暗算 我曾经告诉于你 造化御蝶不如先天去奥妙 不下于四大混沌至宝 自从无化形之后 一直参演其中之道 却没想到让其阴谋得逞 造化御蝶乃是大道赐予天道 规划世界之物 内涵天道法则 欲平衡之道 护卫天地 然天地不出 天道不限 又可以能够领悟天道法则 无如今破开混沌 生成洪荒 天道出现 他夺走莲花灭绝洪荒生机 想我生化万物 而我刚才又想破开天道 但却被他以造化御蝶相挡逃离 我打碎造化御蝶 这个世界却是没有定住天理的宝贝 终究是要我顶天立地 好算计 好算计啊 说完盘古便突出鲜血 你们不要急 听我说完 不然以后想听也听不到了 呵呵 呜呜 大哥 这天地我们不开了 我们走吧 快走吧 红军江城拉着着盘古的手哭道 红军江城 你二人给无记清楚了 盘古一声爆喝 直呼红军江城的名字 接着又温柔地说道 我开天辟地 得正大道 但如今受伤惨重 唯有顶天立地 生化万物方可保住这方天地 刚才相斗天道 无把它废掉了 以后可是大道五十 天眼四十九 无留一线生机于后十万物 得知可避堪天道暗算 大造化者更是可以得正大道 而乳便是众生的那一线生机 如今我破开天道 道行大进 终是看透了未来的某些轨迹 你要切记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 停了一会儿开口说道 你为子怜所生 当时生生不息 除却大道无人可灭 却是惧怕封印 更为不凡的是 你出生之时 原神之中 竟然蕴含着大道的鸿蒙紫气 鸿蒙紫气 大道之机 运有大道一丝规则 而你的紫气 却是艺术 为那天道缺失的一道 此 紫气不同于其他 是大道规则的种子 若能成长 必能尽得大道规则 成就不凡 辱当好自为之 而江城则是艺术 自当于无开的天地 自成空间 只是你二人以后 要和睦团结 不要坏了兄弟勤奋 大哥 你放心吧 天道不仁 以万无为除狗 无以后定会守候洪荒的 只是我们现在 好好地去找个地方休息吧 呵呵 来不及了 我今天是逃不过这场灾难了 天道之思 他从我出生 就开始算计 与我 让我沉迷于造化玉碟之道 苦思无的 变误了大道修行 如今天地已成 他却是自我毁灭 欲要自己天地合必 与我相赌 若我舍不得这片天地 便只有身语 若是舍得 他却是要自毁 可是我是真的舍不得 这片世界啊 你看看多么漂亮 比混沌美多了 为什么 为什么天道如此自私 竟然容不下我 难道天道 真的不能够容忍有人 能够凌驾在他之上吗 哈哈 盘古一阵疯狂 接着便冷静地看着红军 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 天道以后为了修补自己 必要找人合道和代理 而汝若不合道 却带有一线生机 将来必为天道所算 你要好得为之啊 红军慌忙问道 大哥 那我该怎么办 五等三人兄弟一场 此番你失去三大莲花 却是子莲大损 当要花大量时间好好修补 如意有其他大道 却杂而不惊 虽有大机缘 却道途间难 如今间修数种大法 不而不惊 又与天道为敌 恐有走火入魔 杀身陨灭之祸 经无传你原神三分之大法 以后乳未有本体隐居不出 化身行走洪荒 待到宫城之日方可出世 切记 切记 大哥 不要再说了 红军自此之后 与天道势不两立 就算拼尽性命 亦是不息 仿佛没听见红军 所说的话一般 盘古继续说道 无神隐之后 如可以拿我之大脑 原神一分 占据盘古正宗 天道亦不敢轻易动你 这里还有造花欲叠的一些碎片 如可以知算计天道 豪自为之 接着又是一口鲜血 指着天地四方 只见五只小旗光芒大减 全身暗淡 又在盘古手上形成一旗特之旗 盘古旗 先天至宝 五星旗精华所生 以天地精气混合 魔神精气所化 可不会员大阵 此阵遮掩天机 天道亦不可探查 天道算计于我 我还他一报 五星旗功能大减 天地大乱 他以后要花更长的时间 付出及修补天地 我本预留开天府于你 但不想开天之时 须得腐化灵宝 或为鸿蒙天地 故而最终留下 这最锋利的开天府刃 与曾经孕育我亿万年造化法器 所化之物于你 亦为主公 亦主凡 是为盘古剑 及盘古塔 接着一指 红军便落入大阵之中 又转向将臣说道 三帝你为艺术之命 加之今日修为没有受损 如今天道受伤 所以天道奈何不了你 望你自今后 与红军一道守护五所开天地 无关你那本命血兰花 不久后会再生一花瓣 便是你将来的弟子 只是你将来这个弟子 野心不小 望你注意 你与吴的修为不是同源 正因为你为艺术 所以吴之功法 传你也无用 将臣酷败道 大哥 小弟不要你身语压大哥 大哥 你干什么 为什么封印我 为什么 为什么 红军壮四疯狂 他忽然发现 自己被盘古封印于 会员大阵之中 便发疯地攻击大阵 却是一点用也没有 盘古和蔼地看看将臣 又看着红军 仿佛要把他牢牢地记住 说道 我走后必会深化万物 到时无以不适无 我观后世之人 人性狡诈好斗 即使为圣 也忠应大到五十 天眼四十九 故而天道有缺 而圣人 忠应为人所成 难逃狡诈与争斗 若有不孝之人 大可灭之 一味众生 若天要往我盘古一脉 则贤弟可以我一分 元神及九滴精血 保我一族 呜呵呵 说完盘古回光返照 把自己的元神及精血 传给红军 用一片混沌碎片 搭载会员大阵 掩盖天机 接着缓步离开 走向天地中心了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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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无力地喊道 眼流血泪 跪在地上呼喊着 第二十四章 化身万物盘古身语 盘古来到天地中央 抱贺一气 霸绝无匹的气势 直冲云霄 将身一晃 顿时高有一万丈 随即双手如爪 聚吼一声 天地被活活撕裂开来 天见高 的坠下 但渐渐地 天地的距离 却又在缩小 而一些地方 也在重新归于混沌 盘古一看大吉 把盘古斧当空一扔 只见斧头炸裂开来 而三道霞光破空而现 真是锐气千条 降云万丈 红军一看 原来是那后世 著名的太极图 盘古盘与混沌中 盘古伸手一指 太极图 盘古盘 混沌中静止飞入手中 盘古把盘古盘静止一摇 一股毁灭之力 瞬间射向那正与重新形成混沌之处 就见那与重新合拢的天地 重新分开 接着 盘古又抛出太极图 只见一道白玉金桥 缓缓沉入天地之间 支撑天地 眼见天地稍加稳定 盘古更加使劲地 又敲响起混沌中 一道道淡黄色的光圈荡开去 只见天地的形态更加稳固了 一些跌宕起伏的气流 也似乎被定住了 接着 红军让混沌珠 飘向天地之间 瞬间万丈 一丝丝混沌气流被吸进朱里 同时飘出一股股清淡素雅 却生机盎然的气流 飘荡于天地之间 整个空间逐渐浮现出 淡淡的太极状图 阴阳两极相生 四相八卦护眼 五行六合七杀九宫的奥义逐步出现 红军江城在一旁 傻傻地愣住了 正是于盘古的如此大法 他自己更是受益匪浅 看着开天的一一幕 红军江城对道的理解更深刻了 但正所谓站得高 虽然看得远 但不能理解的地方也就外国多 混沌初开 万物未生前 有一混沌物 名无极 极为极性 指阴阳 无极为阴阳未分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而阴阳也 故无极也就是道 道生一 一是为太极 一生二 二是为阴阳 太极图出为一个空源 为无极之态 阴道之一点入其心 成阴阳 道是绝对的整体 无分割 无始无终 无状 无物可指 宇宙万物都是道的映射 是道无限复杂的镜像 只是将尘对道的理解 却是另一种感悟 也正是这不同的感悟 造就了后世的西方神界 天地的轮廓 外国来外国清晰了 天地间阴阳于幻想 逐步化入虚无 红军漠然 他知道了 天地间的道终于成了 大道法则已经建立 混沌未开始 郁郁的天道治理 终于将在洪荒 乃至以后的世界上演 因果循环 是非恩怨 从此也将纠缠 整个世间初开圣人以外的所有人 正在红军沉思的时候 盘古所开的空间仍旧不稳定 虽然说相对于 大神通大法力者来说 新开的天地 已经比混沌有了很大的不同 但终归时天地初开 死气沉沉 盘古略微一沉思 把三剑至宝随手一抛 太极图盘古盘和混沌中 引入天地间不见了 天地不稳 需要领保护卫 随即把身子一斩 双手称天 两足踏地 阵阵阴晕之气 也从盘古身上散发出来 投入天地间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连红军将尘 都不自觉地陷入修炼好几次了 当红军将尘 再次行转的时候 盘古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 只见盘古身上 生气全无 想来已是在尽最大的努力 燃烧生命了 盘古见到红军将尘 醒来 鸣嘴一笑 随即说道 二位兄弟 看暗开的天咋样 这天真如你所说的一般 比混沌空间确实好多了 盘古笑得很憨厚 兄弟 大哥去也 以后我便隐身化为天地万物 日后世界托你照看了 盘古看了天地最后一眼 红军打倒 大哥 放心 必不负所托 盘古嘴角露出了最后一笑 渐渐地倒在地上 含笑而去 天地之间再生变化 盘古元神一分为三 吸收了天上氢气 精血十二分 吸收地底浊气 各自飞去 又有疏到紫气 飞向天地间各处 和该天下万物 各有缘法 盘古开天劳累所生的 污血形成一乌牙的血海 它护出的气变成了 清风和云朵 发出的声音变成了 轰鸣的雷霆 左眼变成了太阳 右眼变成了月亮 四角五体变成了 大地的四极和洪荒巨山 血液化成了滔滔的江河 经脉变成了山川道路 皮肤肌肉化作了肥田沃土 头发和继续变成了 天上的星星 皮肤上的汗毛变成了草木 牙齿和骨头变成了 金属和岩石 金叶和骨骼变成了珍珠美玉 留下的汗水 变成了润泽万物的甘露 盘古为一个美好世界的诞生 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此时 散意天地间的人 有混沌乱流 那混沌中飞出 自名七七四十九生 混沌元气便与天地万物结合 转换成后世天地元素 五行之气 而后 天道再现 携带三宝 连同造化玉碟残片停留下来 浑身气息散发 一阵阵压抑不满整个洪荒 接着 却见在这洪荒之中 出现一个浑身血气缭绕的 年轻俊美男子 只见他不屑地盯着天道 竟将西方的大半天地 精华收入手掌后 消失不见 此人便是将臣 过一会儿 天道也散掉气势便不见了 一切又风平浪静 红军呢 此时 他在汇元大阵中静静地看着 他不能出去 他的实力不够 只能依靠汇元大阵掩盖天机 防止被天道察觉 虽然天道实力大损 但依旧不是他此时可以匹敌的 刚才出现的将臣 之所以赶在天道手中 抢夺一方天地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 刚刚够与天道两败俱伤 天道未知 只能如其所愿 等到将来再做打算 而红军则是因为丢失了黑 红 金三大莲子 紫莲本源有损 以至于修为比将臣低了不知多少 自然没了与天道一搏之力 红荒终于形成了 但一切又变得风平浪静 像混沌时期一样很近 很近 汇元阵中 红军触摸着盘古一留下来的盘古剑 盘古旗 盘古塔 心中大痛 忽然 洪荒再起变化 一团巨大的无以描述的功德降临世间 两城飞向盘古元神所处之处 两城飞向盘古十二金穴 一城飞向红军 后混沌珠 玄黄塔 梁天尺各收一城 其余则散布洪荒 形成功德与未养洪荒万物 造化洪荒 红军无语地看着 混沌珠早已回到他的手中 跟随其后的是鸿蒙梁天尺 而玄黄塔 飞向三清之处 钻入了最大的盘古元神之中 这时 盘古大脑飞至红军身前 带着五道鸿蒙紫气 进入他的元神之中 红军待了一会 似乎下了某种决心 他动了一下 目光坚毅地看着这片星辰的天地 最终闭上眼睛 缓缓坐下修行 第25章 一节耶和华创世 白云悠悠 数千万年 弹指间而过 一代开天之大神盘古 化身万物 造就了广袤无垠的宇宙的一切 后世的天地间 所有生灵 无不是盘古大神的血脉延续 正是盘古大神的这些血脉延续 在洪荒天地间 上演出一段段传奇 演绎出一段段流传千古的经典 盘古身云几千万年了 红军在盘古大神的 混元大阵中 也修行了几千万年 随着红军的修为 逐渐恢复到开天之前的境界 破开混元大阵 已经是时间的问题了 而在红军快要破开大阵之际 另一个世界 在此时却演绎出另一种传奇 这就是 一界耶和华创世 混沌深处 一鸟人大笑 哈哈 盘古身语 我借其一方天地化身天道 洪荒天道 借是能奈我何 且看我耶和华大师神法 说完 眼前献出一本宝书 飞向这方一界 宝书上混沌气息缭绕 光芒大盛 上写创世录 于是一界留下了另一段传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势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 要有光 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神说 珠水之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二日 神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是汉地露出来 是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为海 神看是好的 神说 得要发生青草 和结种子的菜蔬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和 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得发生了青草 和结种子的菜蔬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和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三日 神说 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 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 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造众星 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 分别明暗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四日 神说 水要多多滋生 有生命的物 要有雀鸟 飞在地面以上 天空之中 神就造出大鱼 和水中所滋生 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飞鸟 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说 滋生繁多 充满海中的水 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五日 神说 都要生出活物来 各从其类 牲畜 昆虫 野兽 各从其类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出野兽 各从其类 牲畜 各从其类 地上一切昆虫 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和全地 并地上所排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 看哪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书 和一切树上所结有和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是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六日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就在第七日 泄了他一切的功 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在这日 神泄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创造天地的来历 在耶和华 神造天地的日子 乃是这样 死人 便是开辟出西方世界 降臣的弟子耶和华 耶和华的初世 早在盘古开天辟地之前 在鸿蒙未分的混沌空间时代 江臣的本体血色摩蓝 忽然再生出一朵花瓣 江臣忽然有感 分出精血和元神一份 如此便成就了先天第一人 耶和华大神 耶和华的初世 是在盘古身影之后 比红军开辟的东方先见 那些先天大神通者 要早得多 如三清 女娲福西等 还要早许多年 如今三清女娲等 还未化形 那耶和华 则具有了超外国圣人的 修为境界 盘古大神的声誉 开创一届的将臣 心灰意冷 整日沉浸在对大哥的 无尽思念 对昔日混沌空间 那兄弟情深 伤感不已 千万年后 江臣再也无法在 盘古开辟的天地里 独物私人 便将西方神界 交予耶和华 自己却引入 不知名的宇宙空间去了 而这个耶和华 正如盘古红军 所担忧的那样 显然是野心勃勃 早就将江臣的叮嘱 跑到了脑后 随着西方异界的日趋繁荣 江臣当初在天道 眼皮底下掠夺的仙界 西方的精华 已经下号得差不多了 要保持和继续繁荣 异界需要更多的精华和资源 这不 耶和华的目光 便瞄向了东方 又来东方打劫 这也就引发了 自开天一来的第一场争斗 耶和华和红军之间的战斗 那个时候的耶和华 具备超外国圣人的境界 但又不具备天道级别的境界 所以 宇宙大道的规则结界 对耶和华起不到什么作用 耶和华的异界和仙界 之间的时空穿外国 倒也是来去自由 只是 在耶和华又一次的东方之行 却是撞到了他最不愿意看见的人 红军老祖 按道理讲 耶和华异界具备了超外国圣人的境界 是没有必要害怕 刚刚破开混元大阵的红军 因为那时的红军 还会恢复到开天之前 准圣的修为 和耶和华的境界 直接差了两个大级别 此时的红军 顶多也就是大罗金仙顶峰的修为 最多也就是一只脚 刚刚踏进准圣的行列 然而 红军还是令耶和华非常的忌惮 耶和华可是明白 红军如今的秀为虽低 但毕竟是混沌空间诞生的老怪物 是和盘古和江城同时出生的人 红军的心境修为 比耶和华高了不知多少倍 这正耶和华所忌惮的 况且 红军那多如牛毛的先天宝贝 更是令耶和华打寒 虽然忌惮红军 但先见那无处不在的物宝风华 令耶和华不得不硬着头皮 向红军老祖 自己的二叔发起挑战 第26章 融合完成天词出关 却说红军 在会员大阵中 修炼了几千万年 终于破开大阵的封印 出的阵来 此时 洪荒大地先天之人早已化行 万物生灵已经出现 大地海洋一片生机盎然 那时的洪荒先天之人 灵制尚未开启 也不知道何为修炼 比起耶和华经营的西方神界 洪荒大地 可谓是落后的很多年 对于耶和华这样如狼似虎的强者 那些如三清女娲等人 由于修为尚浅 难以抵挡耶和华对洪荒大地的掠夺 整个东方宇宙 除了正在疗伤的天道 就只有红军能和耶和华抗衡 至此 伤势还未完全康复的红军 冒着被天道察觉的危险 被迫担负起了 护卫洪荒天地的职责 于是乎 在洪荒仙界的某一处 红军与耶和华狭路相逢 由于鸿蒙子剑的威力实在恐怖 修为大俭的红军 此时难以驾驭 在没有鸿蒙子剑的情况下 红军便照出叛古剑 和耶和华的圣光剑 进行了一场生死之战 一场巅峰对决下来 就如同耶和华忌惮的那样 抄外国圣人境界的耶和华 被只有大罗惊仙境界的红军 打得本源大损 差点魂飞魄散 这也造成了 以后几千万年以来 耶和华再也无力燃指东方 而红军在这次的争斗中 再次负伤 不得已 在后来的龙凤麒麟三族之乱中 对决当时的魔尊罗侯后 红军彻底地暴露在天道的视线之下 此时的天道 被盘古所造成的伤害早已痊愈 为了不被天道消灭或是封印 红军只能选择抛下盘古的 告诫和珅天道 当然 其结果正如盘古所遇见的那样 红军逐渐被天道控制 但红军也正是借天道之力 正得汇源无稽道果 成为当时洪荒天地间第一个圣人 并秉承天道旨意 建立了东方仙界 在天道的旨意下与紫霄公传道 造就了三清 女娲 以及接应准体等六大圣人 并设立天庭 制定了完备的天道法则 致使原本愚昧蛮荒的洪荒大帝 纳入了天道规则的范围 然而 正是因为六大圣人的诞生 使天道的气韵大盛 实力日益强大 红军逐渐被天道控制 由于天道的平衡之术 在洪荒大帝上上演了许许多多的血与腥风 万物生灵遭受了许许多多的磨难 而被天道控制的红军 对此无能力 只能是任由盘古所化的天地 被天道玩弄于鼓掌间 再后来 红军终于难以忍受天道的胡作非为 也是出于对盘古的歉疚 于是下定决心和天道决裂 留下那副臭皮囊 原神则在汇源大阵的掩盖下 投身六道轮回转世重新参演天机 从盗祖红军那苍凉久远的记忆中退出来 天赐感慨万千 感慨于红军对盘古的深深思念 和炙热的兄弟之情 没能更好护卫盘古所开天道深深愧疚 对没有听从盘古告诫和珅天道深深愧疚 但无论如何 红军最终于天道决裂 在天道之下截取一线天机 这才有如今的天赐 而今 旧的红军不复存在 除了至今端坐在紫霄宫的那副皮囊 天道红军随着自己的元神轮回转世 昔月的天道红军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消失于天地间了 红军已经成为了后世民族久远的传说 子民血脉里残存的记忆 但是 在某一种意义上说 红军老祖没有消失 只不过是以全新的形象和姿态 重新面世 无论是哪一种说法 如今在地球上 在当年红军元神所开辟的空间内 新的道祖诞生 天赐继承的不仅仅是红军的记忆和无上 修为和神通 更多的是红军未完成的使命和责任 那就是天界的安危 因为在红军的记忆中 天界将会在不久后 迎来史无前例的浩劫 那就是西方神界耶和华的伤势 已经早已痊愈 而且西方神界的实力空前强大 不是现今东方仙界能够抗衡的 而前世红军未能完成的心愿和使命 随着天赐这个猛难的入局 这个使命这责任 便落到了天赐的头上 红军元神也好 盗族也罢 首先 首先自己是天赐 张天赐 天赐的目标不仅仅是 继承红军的什么东西 而是要追寻自己的目标或道 红军曾经的努力之所以未能如愿 最终隐恨 那是他的修为不够 还有的是 拳头不够硬 天赐如今要走自己全新的修真之路 红军大法已经难以成就大业 唯独的出路 就是寻找自己的道 适合自己的路 由于红军元神的出走 天道的力量相应衰退 便招来了一劫耶和华的侵扰 要不是耶和华忌惮 那六大圣人联手的话 恐怕西方神界早已入侵东方仙界了 天赐明白 仙界安危事关重大 事关红军对盘古昔日的承诺 如今肩负史无前例的责任 天赐明白 自己的责任是何其重大艰难 更何况 地球通天国 随着自己的奇遇 也应该彰显自己的民族性格 露出自己的獠牙了 被外族欺凌了千余年 特别是在近代史上遭受的耻辱 这些是该偿还的时候了 此时的天赐 冷冽的目光不由描向了东方 民族 展翅翱翔吧 二十一世纪的天空 注定是你的天空 完成于红军的融合 飞出洞来的天赐 现在出现在一处草木清脆 繁花点点的林间之处 不同于原始森林的苍茫阴暗 现在天赐所在的林间是鸟语花香 春意盎然之地 沉醉于如画的风景 顺利完成融合的天赐 心情不错 惬意地信不而行 没有目标 不变方向 在林间花丛中 悠然自得地吹着口哨 随性而行 放下那诸多情绪 全身心地 领略着红军 所开辟空间的罪人景色 至于外面的师父清须子 就麻烦他再等一会儿好了 天赐凭着红军神通之道 在这里面看似过了几千年 在时间的规则下 外面不过过了各把小时 外面神农家 茫茫原始森林 景致还是很好的 他老人家 就当是好好领略 神农风光好了 只是 四下晃悠的天赐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里 自己的前世 红军所开辟的空间里 却有着意外的境遇 在等待着自己 第27章 茫茫丛林天赐独占群狼 在林间四下闲逛的天赐 面前景致又是一变 早先的灵动雅致的景象 转换成了苍茫阴暗 皱皱眉头 天赐便准备原路返回 他向来就不太喜欢 阴暗晦色的景象 就在他正准备转身之际 那里面却是传来一股 令他心神幽动的气息 这是一道来自灵魂深处的气息 来自红军记忆的气息 天赐不由的疑惑 这自己的前世 还有什么东西留在这里面了 既然是法子灵魂深处的召唤 天赐便再次转身 走进那阴暗晦色的茫茫丛林 只是 任由天赐在丛林里查找 却是毫无头绪 正找之间 随着咕噜一声响 天赐的肚子饿了 天赐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 前世的大罗惊仙的境界 但目前还是凡人的肉体凡胎 还是需要一日三餐的 在天赐念头之下 便闪身钻入了森林里 不一会就回来了 手上会提着一只肥肥的兔子 和一只野鸡 看来 刚才他是去抓野猥去了 虽然在自己前世开辟的空间里 自从空间 一样的日月星辰 天赐不确定现在是什么时辰 也就不知道 现在准备的是早餐还是午餐 一路上除了开始几天吃的是 那些超市买来的压缩食品 在进入森林后 天赐就再也抵挡不住 这些纯天然食物的诱惑了 唉 可怜的是这些可爱的小动物们 即将要进他的肚子里了 把兔子和野鸡在溪水里收拾好后 就以变幻之术 幻化出烧烤的架子 把兔子和野鸡放上面后 然后架子下面突然就燃起来了一团火 缓缓地烤着架子上的食物 吃不一会的功夫 架子上就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看着架子上烤的金黄的兔子和野鸡 鸡肠鹿鹿的天赐不由地直流口水 就在天赐要享用这顿丰盛的晚餐的时候 忽然心生紧照 由于继承了前世 红军的神力 天赐对周围的感应敏锐了很多 天赐警惕地站了起来 打量着四周 不一会儿的时间 随着四周草丛的沙沙作响 周围就闪现出一个个狗一般的头 当然 在这里是没有可能有狗的存在 天赐知道他遇到狼群了 野生的狼通常都是很凶狠的 而且狼是群居动物 被这样一群狼盯住 可不是怎么好的事情 不过 已经具备大神通的天赐 心里没有丝毫的慌张 只是冷眼观察 只见周围为足有直百头的棕色的狼 而且各个体型巨大 远比以前在公园 电视里看到的要大得多 不过天赐在看到这些狼的样子的时候 心里却不由得一阵苦笑 原来这些狼都流着口水 盯着架子上的兔子和野鸡 原来是他们的香气 把这些狼吸引过来的 而这些狼 只是盯着架子上的食物 却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动物的感觉是最敏锐的 而狼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围在周围的狼 本能地察觉到天赐很危险 所以虽然对面的食物很有诱惑力 不过他们却不敢上前 就在这样僵尸的时候 一声洪亮的狼嚎声响起 声音中带有一定的威势 响彻在群狼的耳边 顿时这几百头狼 仿佛收到命令了一样 不再对天赐有任何的惧怕 纷纷向他冲来 看着冲向自己的群狼 在天赐的手中 突然出现了一把剑 一把通体留意着宝气光滑的剑 突然出现了耀眼光芒 令群狼猛的一顿 停止了前冲的脚步 狼是害怕火的 但更怕强光 所以当天赐手里 出现了一把光芒四射的剑 本能的恐惧让他们不敢上前 突然又是一声 洪亮的狼嚎声响起 不过天赐从这次的声音里 显然听出了愤怒和严厉的命令 天赐发现 听到这个声音后的群狼 身躯明显地开始颤抖起来 纷纷低迷起来 发出恐惧的呜呜声 然后群狼似乎不再害怕 天赐手中的长剑 再次向天赐冲来 天赐看着群狼的种种反应 没有任何的惊慌 握了握手中的宝剑 迎接着即将到来的大战 看着四周眼中充满恐惧 但又不得不准备进攻的群狼 天赐想了想 忽然又收起了宝剑 自己这是怎么了 对付狼群 用得着刀枪相剑吗 然后就随意地站在那里 用一种很轻蔑的眼神 看着群狼 群狼见天赐忽然收起了剑 顿时蠢蠢欲动起来 而且群狼似乎也看出了 天赐眼中的不屑 愤怒地咆哮起来 加上刚才那一声狼嚎的命令 此时更是拼命一样 向天赐展开了进攻 而天赐之所以收起剑 一是因为天赐并不想伤害他们 对于这些野生的狼 天赐还是很欣赏的 他们的凶狠和服从命令 都是促使天赐不忍伤害他们的原因 而另一方面是因为 他想识一下 自己从师父清须子那里 学来的盗门武术 虽然上次自己曾经 对张军和李强用过 但毕竟他们都太菜 无法将自己所学发挥到极致 今天这些狼 倒成了自己的陪练 也让自己的所学 第一次付诸实战 虽然天赐只是随意地站在那里 但却有一股凌厉的气势 在他的周围渐渐地形成 狼的感觉不愧是最灵敏的 马上就发现 收起宝剑的天赐更加的危险了 但他们却没有退缩 除了天生对火与光的恐惧外 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让高傲的狼群退缩 即使面前的敌人强大到 足以毁灭他们全部 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的退缩 忽然又听到一声 响彻天地的狼嚎声 周围的群狼 更加猛烈地向天赐扑了过来 面对着冲向自己的群狼 天赐从容地运起 清须子所传 让真气布满周身 然后双手施展出太极拳法 脚下踏着七星北斗步伐 身形不断在群狼中穿梭起来 太极拳的要义 本就是静若厨子动若脱土 如大山般的厚重 如大海般的磅礴 天赐一边躲避着群狼的尖牙利爪 一边给攻击自己的 美头狼的颈部倾击一下 然后就看见他经过之处 便有头狼倒了下来 就这样天赐美过一处 便有一头狼倒下 当然 这些狼并没有死 只不过都晕了过去 天赐的本意 根本就没有伤害这些狼的意思 不过是为了实验一下 盗门武术的威力 在实战中感悟到的痕迹和脉络 所以虽然他运起了真气 不过却只是用来保护自己 的身体 对群狼的攻击 完全用的是自己本身 这段时间锻炼来的肉体力量 即使这样 天赐还只使出了几分力量 没有使出权力 不过四周那些还没有倒下的狼 却不知道这些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同伴们 一个个地倒下 而眼前的这个人 却丝毫没有受伤 这让他们更加愤怒了 于是更加疯狂地向天赐涌去 他们要用自己的尖牙 咬断眼前的敌人 要用他们的双爪撕碎 这个杀死自己同伴的恶魔 第28章狼王小白 不过 天赐似乎没有留意到 群狼的疯狂和悲愤 他已经全身心沉浸在 盗门功法的奥妙 终去了 每次修炼这盗门功法 都有新的感受 都能从中体会到新的东西 这次他体会到 是那一往无前的气势 或许是无意间 被群狼的愤怒疯狂气息所影响 天赐每一次出拳 都是刚柔相继 直接用自己的拳头 与对方短兵相接 那种拳拳到肉的快感 让他感到十分的 惬意和舒爽 随着他一次次的出拳 倒下的狼也外国来外国多 现在狼群的数量 已经由最开始的几百头 到现在只有几十头还站着 不过就是这剩下的几十头 狼也没有任何的退缩 依然疯狂地进攻着 似乎不把天赐撕碎 便不会罢休一样 忽然从周围的密林中 再一次响起一声 十分凄厉的吼声 只见剩下的那几十头狼 听见这声吼声 立刻都停止了进攻 向后撤去 天赐看到那几十头狼撤退了 从那种奇妙的境界中 清醒了过来 看着地上那昏迷不醒的几百头狼 天赐苦笑地摇了下头 心中暗自责怪自己 一时兴奋竟停不下手 一下子弄晕了这么多的狼 在那几十头消失之后 从周围密林中 走出一只体型比地上的狼 更加巨大 全身是银白色皮毛的狼 天赐知道这只就是狼王 刚才那几声嚎叫声都是他发出的 也是他命令群狼展开进攻的 不过当天赐看见狼王的眼中 似乎充满了悲愤 再看到他的眼睛 盯着地上倒下的群狼 忽然冲天又是一阵凄厉的背吼 吼完之后 就要开始向天赐发起绝死进攻 天赐瞬间明白了这个狼王的心理 而且对他让那几十头狼撤走 自己独自为他的部下报仇的精神 感到一阵钦佩 天赐对着就要扑过来的狼王 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 一脸笑容地说道 放心 他们没事的 一会就会醒的 白毛狼王似乎听得懂天赐的话一样 冷了一下 不过显然不相信天赐的话 依旧愤怒地盯着天赐 做出战斗的姿势 虽然他知道天赐很强大 但他要为自己死去的部下报仇 不过就在他刚要扑向天赐的时候 那只第一个和天赐的拳头 做亲密接触的狼突然甩了下头 摇晃着身体竟然站了起来 看到这种情况 白毛狼王顿时就棱住了 不过随后看见外国来外国多的狼站了起来 狼王眼中的愤怒的表情变成了欣喜 相信了天赐的话 仰头冲天再次吼叫起来 不过这次声音中却是喜悦 周围苏醒过来的群狼 也一起随狼王仰天高声吼叫 随后白毛狼王来到天赐的脚下 轻力地蹭着天赐的腿 而其他的狼则全部匍匐在地上 对将他们打倒 却没有杀死他们天赐表示尊敬 狼群是一个讲实力的群体 只要你的实力够强大 那么你就会得到他们的尊敬 不管你是人或其他的动物 接下来狼王低声吼叫 吩咐群狼离去 而他却没有离开 留了下来趴在天赐刚才烧烤的地方 满嘴口水地盯着架子上的野兔和野鸡 天赐这才知道 原来这场战斗的罪魁祸首 就是这个貌似纯洁的白毛狼王 不过天赐经历了刚才的战斗 感到浑身的舒畅 心情十分高兴 也就和白狼王一起共进晚餐了 他把那只肥肥的兔子给了白毛狼王 自己拿着鸡吃了起来 白毛狼王用双爪紧紧抓住 那只油油的兔子吃得不亦乐乎 看着狼王的样子 天赐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一人一郎在经过了一场战斗之后 相处得似乎十分的融洽 小白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再跟着我就要生气了 在丛林间 天赐一边艰难地向前走着 一边对跟在他后面的狼王说道 小白天赐给狼王取的名字 而狼王对于这个名字 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欣然接受了 不过自从和天赐共进了一次晚餐后 狼王小白就赖上了天赐 天赐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一开始天赐也不在意 每次自己做饭的时候 也总是做多一点分给狼王 不过这样过了几天之后 小白的胃口似乎外骨来外骨好了 而且似乎觉得每次都吃得不怎么过瘾了 开始自己去打猎 然后送到天赐面前 让天赐烤给他吃 一开始天赐也是很乐意狼王去打猎 自己倒落得清闲 不过似乎小白的胃口外国来外国大 一开始顶多也就是些兔子之类的小动物 虽然数量多些 不过天赐觉得还没什么 后来他打到猎物的个头外国来外国大 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 天赐每次做饭的工作量急剧增加 每次做饭都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好 而狼王小白 居然几口就把天赐辛苦做的食物吃完了 使得天赐很郁闷 这样的状况 一直到昨天晚上 小白竟然带回来一只身体长进两米 身高也有一米半的老虎 彻底让天赐受不了了 真不晓得只有那只老虎一半大小的小白 怎么把那只老虎弄回来的 而天赐十分奇怪 这个小白怎么打得过老虎呢 所以天赐爆发了 为了不再受小白的压迫 所以天赐决定甩开狼王小白 不过让天赐感到吃惊的是 不管他走到哪里 小白都能找到他 而且是在他每次做好饭的时候 刚好找到他 这使得天赐心里纳闷 以自己现在的速度 小白怎么就能跟上自己呢 这个小白到底什么来历啊 怎么有这么快的速度呢 小白我求你了 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快回到你的家吧 你还有那么多不下呢 作为一个狼王 你怎么就这么没觉悟呢 你这么的不负责任是不对的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拿这种眼神看我 就算你在装可怜 我也不会心软的 你快走吧 被你打败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遇上了一只无赖狼 原来面对天赐 喋喋不休的唠道 小白只是歪着头看着天赐 那张狼脸上露出不明白的表情 而且最让人无奈的是 在他眼中居然还阴阴有泪光闪现 完全是一幅被抛弃的可怜模样 而听到天赐不赶他走后 又马上一幅欢呼雀跃的样子 变脸速度之快令人砸舌啊 使得天赐很是无奈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让你留下来 我可是有条件的 以后你每顿只能吃一只野猪或者野鹿 不许再打向老虎那么大的了 你要是不答应 以后就没饭吃 天赐知道小白能听得懂自己的话 所以明确地做出了要求 小白听天赐这样说 马上露出了沮丧的样子 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一样 不过不答应就没饭吃 为了自己的肚子着想 小白最后还是妥协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达成了互惠互利的协议后 一人一郎又和平相处了下来 不过接下来 小白似乎有意要带天赐 去什么地方的样子 每次天赐要走的方向不对 他就用嘴拉着天赐的裤子 把天赐带回正确的方向 天赐也知道小白颇有灵性 而且对这里似乎很熟悉的样子 反正自己对这里的情况 也不是很熟悉 有一个地头狼来领路也不错 索性也就跟着小白走了 而一路上 小白每次打猎的时候 都会给天赐带回来一些 不知名的果子 天赐开始也只以为 这是小白拿回来讨好自己的 也就没怎么在意 不过天赐在每次吃了这些果子之后 就觉得自己全身都暖洋洋的 浑身舒坦 这让天赐明白 这些果子肯定来历不凡 也因此把小白的伙食 给增加了一些 吃到甜头的小白 更加勤快地给天赐 带来那些果子 不过天赐随之就是燃 自己的前世所留下的东西 自然不是普通的东西 在过滤了一下红军记忆时 天赐顿时明白了眼前这个卑鄙 贪嘴的家伙适合来历了 自己的前世 看来还真是处心积虑啊 为自己安排了这一个个 曾经紫萧宫的随从 那么 下一个出场的 也快要出场了吧 第29章 天赐斩蛟龙狼王进化 凭借着前世 红军的记忆 天赐现在知道了小白的来历 难怪能干掉老虎 原来出身不乏啊 小白的前世 乃是紫萧宫神兽 乃是一只白虎 在红军的元神轮回之际 也被红军给弄到了这里 等候自己的到来 和小白一起被弄到这里的 不止是他一个 还有一条青龙 一只朱雀 想必 另外的两个小家伙 也是在等待自己吧 而小白在这个空间里 没有继续他白虎的造型 而是成为飞天魔狼 飞天魔狼 本是洪荒天地间 最是凶猛善战的神兽 是极其珍惜的品种 那么青龙和朱雀 如今是以怎样的形象 等待自己去发现 不过 小白此时的心性 显然和当初紫萧宫 大相径庭 不再是当初的老实本分 而是有些奸诈和卑鄙 小白 现在干的事情 令天赐就酷笑不得 狼是不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的 我说你怎么让我跟着你走 还拿果子讨好我 原来是让我给你充当打手来了 见过无耻的人 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 啊 无耻的狼 面对着眼前尝试几丈 有水桶般粗的 传说中才有的蛟龙 天赐恨不得狠狠踢小白的狼屁股 做狼都做到如此奸诈卑鄙 普天之下 恐怕就只有小白独此一家 别无分号 这鸭的小白 干不过人家 倒是知道找帮手 这家伙还是蛮聪明的 现在他们在森林核心地带的一个小谷内 小谷内四周全是光秃秃的 没有任何生物的生长 只是在小谷的中央 一条巨大的蛟龙横跟在路中间 天赐顿时明白了这头无赖狼 为什么带自己来这里了 天赐估摸着他以前肯定也来过这里 不过没有打过人家罢了 这才把自己带到这里来了 虽然感到气愤 但眼前的麻烦还是要先解决的 等时候再找他算账 看着眼前充满敌意的巨蟒 天赐瞬间做好了战斗准备 不说自己前世和小白的纠葛 就凭现在朋友的关系 天赐也要帮助他 摊上这样的朋友虽然有些无奈无语 但既然是朋友相托 天赐还是要介入的 无论这个朋友是人 还是妖 总归是朋友 小白要进化 就需要能量 而眼前这个蛟龙 已经有千多年的修炼了 在假以时日 带着蛟龙长出双脚 就彻底进化成真正的神龙了 这不过 碰到了天赐 他没有机会一跃成龙了 小白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不要棱着了 你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妄想什么都不做 就想得到好处 小白听到天赐的话 也马上行动了起来 只见白光一闪 小白就迅速地扑向了蛟龙 天赐之所以知道 这是传说中的蛟龙 是因为那青色鳞片 和头上突出的独角 证明了他的身份 估计这条蛟龙 最起码也有上千年的修为了 只要再经过一次进化 就能成为真正的龙了 蛟龙见到小白 快速地向他扑去 似乎根本不担心的样子 看来这两个 确实是老相识了 只见他尾巴一甩 就向小白迅猛地拍去 前镜中的小白 看见甩过来的巨尾 在半空中突然变相 躲了过去 而蛟龙的尾巴 打在地面上 却打出了一个大坑 巨大的力量 顿时弄得漫天飞沙走石 烟尘滚滚 天赐剑聚焦身体如此巨大 反应却是如此灵活 而且威力也很巨大 就知道小白 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赶紧大喊一声 小白退后 让我来 看我的陨石天降 小白听见天赐的声音 就马上地向后扯去 其速度之快 比至刚才他向蛟龙进攻的时候 快了一倍还不止 这让天赐心里 又是一阵哀叹小白的无耻 无可奈何之下 只有自己来面对这场 对于他来讲的 第一次真正的战斗 在天赐感叹小白 无耻的同时 天空上突然落下 无数的巨石 向蛟龙砸去 这是天赐运用途 之规则施展出来的 无数的巨石砸在聚焦砸去 巨大的冲击力 把饶是以强大的身体 蛟龙的蛟龙 也被砸得一阵迷糊 土之规则 虽然不是天赐的本源 但借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当然 比至那些本源的 五行规则大神通者的手段 天赐的神通就是小儿科了 天赐手中迅速出现一把宝剑 身形一闪 就出现在聚焦的头顶 异剑披向聚焦的颈部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 以自己强大的力量 和宝剑的巨大威力 居然都没给聚焦 带来任何的伤害 这让天赐暗暗惊讶 聚焦身体的强横 而被巨石突然砸得 不知所措的蛟龙 也清醒过来了 立刻变得愤怒起来 张开血盆巨口 就向天赐咬去 天赐一边漂浮着 向后退去 一边继续向聚焦施展 五行规则进行攻击 火球 冰锥 锋刃不断地向蛟龙飞去 虽然对蛟龙强横的身体 不能造成什么伤害 但也减慢了聚焦 扑向天赐的速度 而且这似乎是 对蛟龙的尊严发起了挑衅 这让聚焦更加愤怒了 疯狂地向天赐扑去 疯狂起来的蛟龙 速度快了几倍不止 迅速地追上了天赐 巨大的身体 将被追上的天赐卷了起来 蛟龙那强大的力量 顿时让天赐胸口一致 盲运转起清须子 传授自己的九玄神功 撑开蛟龙缠绕的身体 逃了出来 蛟龙看见天赐 居然从自己手中逃脱 在一愣神之下 更加愤怒 狂吼一声 就向天赐再次追去 聚焦的攻击 虽然对天赐 造不成实质的伤害 但总是被压着打 总归是不舒服 况且 旁边瞌睡连连的小白 看着自己呢 天赐心念一动 就在这时 密林四周 突然出现无数的藤蔓 向蛟龙缠去 外国来外国多 最后将蛟龙缠得动弹不得 原来这是天赐 用木之规则 施展的缠绕术 缠得像粽子的蛟龙 动弹不得 天赐扬起宝剑 向蛟龙的七寸之处斩去 蛟龙未能进化为 真正的龙 其致命的软肋 和通常的石一样 七寸是它的致命弱点 随着鲜血飞溅 斗大的蛟龙头颅 便掉落下来 无头的龙身 竞篮挣扎许久后 终于不再动弹 可怜这千年蛟龙 也是活该倒霉 碰到了天赐 不然 再过一段时间 这蛟龙便会一飞冲天 净化成真正的龙 只是 如今伸手易出 眼看就要成为 别人的口中餐点 和净化的能量 原本瞌睡连连的小白 一见蛟龙挂了 立马 眼睛里金光一闪 马上就跑了过来 来到蛟龙的尸体前面 竟然开始大口 喝起蛟龙的血 来 而且还不停地 撕咬着蛟龙的肉身 吃着蛟龙身上的肉 还似乎在找着什么东西 在小白大口地 喝着蛟龙的血 它的身上 却开始冒出了淡淡的红光 随着喝的血 外国来外国多 身上的红光 也外国来外国量 而小白的身体 却在慢慢地变大 背部有两个 凸起外国来外国大 当小白将蛟龙的血 完全喝光的时候 它已经有三米多高 五米多长了 而背部已经形成了 两个非常大的肉球 之后 小白一阵撕咬蛟龙的尸体 终于找出了一个 足球般大小的蛟龙内单 一口吞下蛟龙内单 小白身上又出现了 刚才的情景 身体红光大盛并迅速成长着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小白背部的 两个巨大肉球破碎了 伸展出了一对 巨大的肉齿 而小白此时 已经长大到高十米 身长有十五米左右的 庞然大物 身上的白色的皮毛 变成了厚厚的鳞甲 一对肉齿互扇着 形成一股强烈的刚风 四条狼腿更加粗壮有力 爪子更加锋利 口中的利齿 让人望而生畏 眼中红光闪现 一幅微风凛凛的样子 看着地上蛟龙的尸体 小白用他那锋利的牙齿 三下两下就撕碎了 然后就吞了下去 不过这次小白 却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了 只是背部的肉齿上 又生出了一层秘密的鳞片 看起来更加漂亮了 在一旁关注着 小白变化的天赐 这时笑道 小白 刚才打架的时候 跑得那么快 现在却独吞我的胜利果实 你怎么能这么无耻呢 第三十章 巧得金环蛇 听到天赐的话 小白突然身体一阵颤躲 又恢复到原来的大小 一对翅膀也收回了体内 连忙跑到天赐的身旁 轻力地蹭着天赐的腿 一幅讨好赔罪的样子 低下头思考了一阵 最后仿佛做出了 什么重大的决定一样 只见他一下子咬住天赐的手臂 吸了天赐一口血后 身体竟然慢慢化作一道红光 然后突然向天赐射来 钻入了的右臂 随后在天赐的左臂上 出现了一个被生双翅的 飞狼刺青 然后一道意识 也随即传入了天赐的脑中 原来刚才小白 之所以咬了天赐一口 是在自主地和天赐 签订灵魂契约 这个契约的效力 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双方均不能背叛对方 而且是永生永世 都不得背叛对方 这样天赐和小白 就是一种同生共死的关系了 而且天赐还可以借用 小白一些的能力 比如速度 而小白则可以附身在天赐身上 吸取天赐身上的能量 进行修炼 天赐所遇到的 这只飞天魔狼小白 这片原始森林里了 在他出生的时候 脑袋里就传承了 自己父母的记忆 知道了自己的能力 不过这里 却没有什么强大的生物 供他进化 唯一存在的蛟龙 他却打不过 要不是自己速度够快 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而小白也不能走出 神农家这片森林 每当他想走出这片森林 到外面世界的时候 足有一股奇怪的力量 阻止他离开 只是 小白怎么也不曾想到 自己和这个 刚刚签订灵魂签约的人 前生是怎样的关系 怪不得你要带我来这里了 不过你也太不够一丝了吧 连点渣都没给我留下 就是给我剩块肉也好啊 我也可以尝尝龙肉的滋味啊 虽然不是真正的龙 天赐用意识和身体里的小白 说道 嘿嘿 我这不是急着想进化吗 要不然作为老大宁的手下 我的力量太小 也给您丢脸不适 小白无耻地向天赐讨好道 恩 那就先试试你的力量好了 楷华 只听天赐一声轻贺 顿时在天赐的身上 出现一件飞天狼甲 银白色的甲片 在阳光的照耀下 一一声灰 关节处的结合非常完美 完全不影响 天赐身体的灵活性 两手上出现 十根锋利的狼爪 从上面闪现的寒光 可以想象它的威力巨大 背后一对翅膀锤在天赐身上 更显得天赐的威武不凡 看到效果还不错 天赐满意地解除了凯化 飞天狼甲 又缩回高阴天的体内 原来这是和小白合体的 一个基本能力 这种凯化的能力 不仅能增强天赐的防御力 还能提高它的速度 恩 看在你还算有点用处的份上 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 不过下次有好东西 可不能独吞了哈 要懂得孝敬你老大我 天赐在这些天的修炼中 性格也在发生着变化 由原来的 对任何事都很冷淡 到现在居然和小白 开起玩笑了 正逐渐回复他的本性 一人一狼 继续在茫茫丛林里游荡 老大 快过来看 这里好像有些不正常 前面传来的小白的狼嚎声 天赐忙向小白走去 却见小白 正在一片草地旁边 远远地看着 那片草地的 不知道被什么破坏了一样 大片大片地被腐蚀掉了 传来阵阵地腐臭气息 天赐知道 这肯定是剧毒导致的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毒 竟然有这样的威力 小白 不要靠近 那些有剧毒 小心不要粘到身上了 天赐提醒着小白 嘿嘿 老大 你不说我也知道的 没看我离得那么远吗 小白得意地说着 没有理会小白 天赐继续观察这片草地 发现被剧毒破坏的草地 向着前方的树林 延伸进去了 招呼了一声 小白 沿着这个线索向前走去 一路上 更是让天赐心惊 只见一路上的树木 有多处都被剧毒腐蚀断了 更有甚者 一些山间的岩石 都被腐蚀出了深深的洞 这样厉害的毒 让天赐提高了警惕 继续向前走着 渐渐听到几声 呱呱和嘎嘎的怪叫声 知道前面可能有危险 叫小白留下来 对于不用出力的主意 小白当然不会反对了 天赐身形一闪 向前飞绿而去 落在一棵大树上 向着发出声音的看去 只见前面的空地上 一只蝉蜀模样 但比一般蝉蜀 大出几倍的怪物 正和一条浑身金黄的蛇对峙着 那条蛇 只有拇指般粗细 一尺来长 和那只蝉蜀怪物比起来 倒显得有些小巧玲珑的样子 不过 天赐却没有对它有丝毫的轻视 金黄蛇 乃是上古一种 疲弱金刚 刀剑难伤 且不惧水火 还能凌空飞机 快若闪电 而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以毒为食 通过细食毒物增加自身的修为 它的颜色外国黄 表明其修为外国身 看这条金线蛇的颜色 就知道它修炼起码千年之久 同时金线蛇分泌出的唾液 能解天下任何的毒 并且金线蛇颇通人性 如果能收服的话 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壁住 所以天赐一见到金线蛇 就有了收服的心思 而与之对峙的是 蝉除毒蛤 也是一大毒物 毒性不在金线蛇之下 且和金线蛇是天敌 看样子这还是长大战 不过 天赐在凝神一回忆后 顿时笑了 原来是你啊 青龙 只是如今这颜色不同了 还有个头也小多了 堂堂九爪青龙 如今却是这般模样 既然是自己前世的神兽 那么接下来 天赐就知道自己该针对谁了 就在天赐沉浸在 对这条金环蛇的前世记忆中 只见蝉除毒蛤张口喷出一股毒物 快速地向金环蛇涌去 而金环蛇只是把口一张 就把这些毒物吸了进去 然后嘎哒怪叫着 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这可把蝉除毒蛤气坏了 背上的那些疙瘩 快速地抖动着 忽然涌出无数的毒液 向金环蛇射去 金环蛇似乎对这些毒液 也有些忌惮 快速地闪在一旁 躲过了这次攻击 而那些毒液落在地上 顿时响起滋滋的声音 那片岩石马上就被腐蚀了下去 看来这一路上的破坏 都是蝉除毒蛤弄的 射出那股毒液后 蝉除毒蛤忽然转身 向后快速地逃去 可它毕竟没有金环蛇的速度快 只转眼间 就被金环蛇给挡住了去路 看见逃跑无望的蝉除毒蛤 眼睛瞪得大大的 忽然从口中 吐出一颗黑色的圆珠 向金环蛇攻去 天赐知道 这是蝉除毒蛤的内丹 看来是蝉除毒蛤要拼命了 只见黑色的内丹 不断地向金环蛇攻击着 而金环蛇似乎没料到 这只蝉除毒蛤 竟然练出了内丹 只得运用自己的速度 躲避着蝉除毒蛤 内丹的攻击 天赐知道 现在正是收复金环蛇的好时机 于是献出身形 跳到战斗的场地 伸手一招擎龙手 就将蝉除毒蛤的内丹 吸到了手中 同时运用混沌真元 切断了内丹和蝉除毒蛤之间的联系 失去了内丹的蝉除毒蛤 顿时萎靡下去 变得奄奄一息了 而金环蛇则警惕着 看着高云天 随时准备攻击的样子 小家伙 还不快去消灭你的死对头 等什么呢 你要是不要的话 我可就要把它收牢 天赐笑着对金环蛇说着 似乎听懂了 天赐的话一样 金环蛇快速飞向蝉除毒蛤 一口咬在蝉除毒蛤的脖子处 不一会的功夫 蝉除毒蛤就死透了 然后金环蛇开始吸取 蝉除毒蛤的毒液 好像是在吃人间美味一样 一边吸着 一边向天赐嘎嘎怪叫 似乎在说着感谢的话一样 不一会 金环蛇就将蝉除毒蛤身上的毒液 吸释干净 只剩下了一张皮 随后金环蛇忽然向天赐怀中射来 不过被天赐的护身钢气 给震飞回去 落到地上的金环蛇嘎嘎怪叫着 声音中似乎充满了委屈 看到这样 天赐伸出手来 示意金环蛇过来 只见搜的一下 金环蛇就落在了高云天的手中 抬起小脑袋 对着天赐嘎嘎地叫着 然后视线则对着天赐 另外那只手中的黑色内丹 小小的蛇嘴中流出了滴滴口水 天赐顿时明白了 这个小家伙的意图 也没在意 直接就把缠除毒蛤的内丹 给了金环蛇 金环蛇张开那个小蛇嘴 一下子就把内丹吞了下去 看来 我遇到的都是些贪婪的家伙啊 天赐笑着说道 第31章 蛇王出万蛇来朝 看到金环蛇主动认主 天赐不由感叹 自己的前世 还真是用心良苦啊 而小白和这个金环蛇 显然没有了前世的记忆 只是在冥冥之中 出于前世的一丝联系 对自己产生亲近感 这就叫做 万物皆有缘法 当然 当然 对于如今的金环蛇和小白认主 天赐自然是毫不犹豫 这小白和金环蛇的前世神通 还是很恐怖的 如今他们虽然 还未能达到前世的神力 但随着时间和自己的帮助 都不再是问题 天赐将自己的真元 向金环蛇尾巴上的红点输去 而金环蛇在得到了 天赐输入的真元后 又开始发生了净化 颜色再次由金色 向暗金色转变 同时在头上 渐渐地长出一个凸起的独角 金线蛇那可爱的小额头 也慢慢地浮现出个王字 这让天赐很是高兴 对于这两个小家伙 未来的境界恢复 天赐还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原来天赐 现在体内的真元 是在继承了红军神通之际 更是继承了红军在混沌时代的真元 混沌真元 是组成如今世界的最本元能量 而这个能量 也是让小白和金环蛇 进化的根本能量 而金环蛇似乎对 混沌能量的感知特别的敏感 所以金环蛇在感觉到 天赐体内的混沌能量后 才迫不及待地要认天赐为主 而现在他得到了 天赐输送的混沌能量 开始向蛇王进化了 随着天赐混沌真元的能量 不断输入 金环蛇的颜色 已经完全转变成暗金色了 同时尾巴上的红点 也已经消失不见 头上的独角和王子 也都慢慢地进化完毕 金环蛇进化成蛇王后 兴奋的一阵倾笑 声音洪亮 不再是以前的嘎嘎怪叫了 并引引散发出 一股黄肘的威严 天赐感觉着声音中威势 心想这可能就是 这些异类进化成王之后 与生俱来的气势吧 呵呵 还算不错 最起码叫得不那么难听了 以后就叫你小金吧 要乖乖听话哦 不要像小白一样 整天就知道痴痴 天赐笑着对金环蛇说道 小金在天赐手中 昂起头不住地点着 似乎对天赐说着 我很乖 很听话的我的样子 天赐看到小金 居然这样的通人性 也是很满意 吹了声口哨 把在后面小白喊了过来 只见白光一闪 小白就出现在了天赐面前 嘿嘿 老大 这次你得到了什么好东西啊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哦 小白看到天赐手中的小金 说道 一边说着 还无耻地流了些口水出来 小白 你怎么就一点进步都没有呢 成天的就知道痴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丢脸的 要是让你以前的手下知道了 你身为狼王的尊严何在啊 这个是小金 你可不能欺负他啊 你是先来的 以后你是大哥 要照顾好小金 知道吗 天赐一听小白的话 不由哀叹一声 这压的小白 脑子里除了痴 还能装下别的东西不 但该打的预防针 还是要打的 免得他一个不注意 真的把小金给当点心吃了 所以天赐一边嘲讽小白 一边很是认真地对小白说着 切 老大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吗 那可是金环蛇王 天下灵甲类的王者 是以后可以进化成九爪龙神的存在 他不欺负我就好了 我哪敢欺负他 老大 你这次得到的好处可不小哦 不过您要是把他给我吃了的话 我就有他的能力了哦 以后肯定更厉害 老大 怎么样 考虑一下 小白 善善地说道 语气中竟然带着那么一点点的嫉妒 是在嫉妒小金的天赋吗 天赐不由心中玩耳 哦 小金居然可以进化成九爪神龙 他是什么生物的后代呢 有那么厉害吗 还要怎么进化 其实知道小金的前世今生的天赐 装作不明就已 假意问小白 我的传承记忆里没有提到他的父母是谁 不过肯定很强大就是了 在我的记忆里 金环蛇王进化成的九爪金龙 比那些生来就是九爪金龙的龙 还要强大呢 是我们飞天魔狼一族 唯一在成年之后还不能战胜的 小白与其中满是酸味地说道 而小金看到天赐 看向自己那一货的样子 好像为了证明自己很厉害似的 小金再次发出一声轻笑 声音向四面八方传了出去 其中透着无尽的皇者威士 声音传出去不一会的功夫 就听见四周传来了沙沙的声音 并且声音外国来外国大 并不断地向天赐他们这里靠近 天赐马上将神识向四周探去 天赐才终于探寻知道是什么东西 造成了这个声音了 不过即使以天赐现在大落惊心的境界 强人的星星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原来四周不断靠近的 竟然是各种各样的蛇 毒蛇 蟒蛇 大的 小的 长的 短的不计其数 把天赐锁在周围方圆百米内都围满了 并还有扩大的趋势 不过这些蛇只是围在天赐十米以外 不敢靠近 并且全部把头趴在地上 没有一条蛇敢抬起头来 天赐还发现这不计其数的蛇排列得十分整齐 没有任何显得混乱的地方 就好像是接受检阅的士兵一样 迎接着他们的王者的检阅 老大 这下你清楚了吧 看这阵势 我要是敢欺负小金一下 这些蛇还不跟我玩命啊 它们就是每个吐一口毒液 不说毒了 就是烟也能把我淹死啊 小白笑嘻嘻对天赐夸张地说道 而小金更是把头昂得更高 让天赐看自己 一副我很厉害的样子 不过那样子却显得很滑稽 让天赐看得笑了起来 呵呵 知道你很厉害了 快把这些蛇弄走吧 这么多蛇围在这里 感觉可不是那么好 天赐对小金说着 同时心里对小金也更加喜爱了 天赐心下又是一阵感叹 果然是龙之皇者 还未成年 就具备如此的威势 假以时日 一旦进化成九爪金龙后 又该是怎样的威仪 小金发出一声低鸣后 成千上万的蛇 又非常有秩序地退走了 还是那样的竟然有序 那样的整齐 就如仪仗队一样的工整 小白和小金 诱惑白虎和青龙 如今正是再度皈依自己 有了这两个小家伙 不时地叨叨呱噪噪 天赐的旅程 倒也不是太单调 只是 下一位 朱雀也该出场了吧 第32章 后果 不过 令天赐意外的是 任凭自己 怎样探查朱雀的气息 在这苍茫的丛林里 就是探查不出 朱雀者 在天地五级中 属于南方 乃是属于火星之物 是吉阳之物 在民间传说里 朱雀是洪荒太古时代 凤族族长 凤天之女 后来被女娲娘娘 说为大弟子 也就是后世文明天下的 九天玄女 而天赐所想的朱雀 却不是比朱雀 但和九天玄女 有着极深的渊源 天赐所想的朱雀 乃是九天玄女产下一乱 后被女娲娘娘 送予天到红军 做了紫霄宫神兽 镇守紫霄宫东南 而在红军元神轮回转世之际 同样被带了出来 而今小白和小金都已回归 只是这朱雀却是不知所踪 她会到哪里 天赐明白 无论朱雀此时在哪里 但不会在这里 因为 以朱雀那强烈的火性特质 既然探查不出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 她流露到了别的地方 别的空间 既然朱雀不在这里 这阴暗晦涩的丛林 就没有什么逛头了 没有人会喜欢阴暗潮湿 又闷热的原始丛林 要不是天赐寻找小白和小金 她才不愿意来 至于朱雀 天赐相信会见到她 凭着红军的心系神秘 绝对不会给弄丢了 机缘一到 自然会见面的 小白和小金 虽然吃了各自需要进化的能量 又吸收了自己的混沌真元 但毕竟林智尚未开启 修为太浅 于是天赐便将 这两个新任下的小弟弟 丢进自己的混沌珠空间里修炼 那里面本源纯正的混沌元器 要多少 就有多少 对于修真者 好处是多多的 小金虽然对天赐很是不舍 但还是很听话 唯独这小白 又是一阵耍无奈 惹得天赐头疼不已 没好气地 直接将小白丢进了混沌珠空间 要是任由小白那张狼嘴 刮噪下去 天知道他会到哪里去 随着天赐的意念移动 先前的空间景象不复存在 现在出现在天赐面前的 十一处草木清脆 繁花点点的林间之处 不同于原始森林的苍茫阴暗 现在天赐所在的林间 是鸟语花香 春意黯然之地 沉醉于如画的风景 天赐惬意地信不而行 没有目标 不变方向 在林间花丛中悠然自得 正行进间 一阵悠扬婉转的歌声飘来 如林间百合般的动听 天赐不由大为奇怪 在这红军开创的空间 还有人马 便寻觅着歌声的方向而去 至于师父马 就让他再等等好了 由于这里的时空不同 虽然这里面已经过了几千年 在外面不过是过了 各把小时而已 再等等好了 走着走着 天赐面前赫然开阔 一片平整的草地出现 只见芳草漆漆 绿树婆娑 好一处幽静之处 在放牧远望 赫然发现 前方潭水中 竟然有女孩在里面细水玩耍 乌黑柔顺的秀发 水潭边凌乱地放着衣物 天赐一看 不是现代人的服饰 盲宁神一看 不由哑然一笑 哦 原来是一只小狐妖啊 还是一只白狐 白狐嘛 有趣有趣 随着红军的记忆 天赐又是笑了 看来 红军开辟的空间里 处处接骨人哪 那小妖精被对着 这个不速之客 自古玩耍 浑然不觉自己春光尽泄 想那小妖精是白狐化形 自然是天性犹在 听觉灵敏 那咕咚一声 吓得他猛的一击领 忙回过神来 顿时惊呆了 从未遇到过 这种事情的狐妖 吓坏了 顿时不知所措位呀 娘娘 正看得入神的天赐 被这丝天裂地 突如其来的超声波 吓了一跳 这才回过神来 啊 啊 小姑娘别怕 我不是坏人 我是好人 好人 如果现场有观众的话 绝对会被这家伙 这句好人给雷道 好人 那狐妖女孩 差点一个跟头栽死 也一口气 差点憋不过来 那女孩不管不顾地 继续拼命发出超声波 她被这家伙的那句 好人给雷得不轻 好人 有偷看女孩洗澡的好人吗 看了也就算了 可恶的是 还要给自己贴上 好人的标签 女孩又是羞 又被这家伙 气得晕晕乎乎 女孩无计可施 没办法 只好寄希望于 这超声波了 肺活量被激发到极致 再一次升阵山林 啊 何方贼人 随着声音 天赐猛回头 却见一个有身着白衣的女人 向自己恶狠狠扑来 这女人倒是和那女孩 有几分相似 天赐摸摸鼻子 不由一阵苦笑 知道这是人家的妈妈来了 天赐的神念告诉她 还有一个还在途中 天赐心说这下热闹了 这是大条了 自己陷入人家三口的包围了 就是一人一口唾沫 也会淹死 自己 哎 啥不好干 偷窥 又看看那紧咬阴牙 杀气腾腾的女人 天赐又是叹叹气 心里道 这就是偷窥的后果 原来这三口之家 是红军再次点画的两只狐狸 守护她开辟的空间 还告诉他们不久 会生一个女儿 会被一个有缘人索取 而这个有缘人正是自己 而这个女孩 就是自己的爱人 而眼前这个杀气腾腾的女人 却是自己的丈母娘 只不过却是在这种场合下见面 天赐不由叹叹气 摇摇头 那女人手中宝剑 一捅到胸口 鱼里有亏 况且 天赐也不太喜欢 跟女人动手动脚 何况 这个还是红军 为自己安排的丈母娘 老神在在也懒得理会 天赐任由那女人 在自己身上乱捅一气 开玩笑 要是那么容易就被刺到 那还是红军吗 天到红军 第三十三章 原来是一家人 捅了半天 那女人不由泪地汗如雨 看着面前那张 老神嵌造的嘴脸 那女人恨得牙根痒痒 却无计可失 只得恨生道 辱是何人 静坐得如此下流之势 为什么主人开辟的空间里 还有人 而且是个奇装异服 的年轻男子 看样子 还是个胆大包天的人 那女孩不知什么时候 穿好了衣服 杀气腾腾地冲了过来 娘别跟她废话 杀了她照着天赐身上 没头没脑地猛刺 啊 这个天赐尴尬地挠挠头 要解释吧 此时此景 显然人家不会听 天赐很是明白 有些事只能是 外国解释外国糟糕 索性就紧紧闭上了嘴 任由这母女俩 长短保健在自己身上招呼 既然自己干出了偷窥的事 虽不是故意 但该承担的责任和后果 还是要承担的 什么叫做男人 欲是不推三阻四的 敢于直面错误的人 才是真男人 助手 正当这里纠缠不清的时候 一个浑厚的男音响起 随之又一道 眩目的白影地飘到跟前 天赐一看此人中年光景 温文尔雅 一身白衣 这一家三口 都是一样的颜色 这时那男子朝那母女喝道 放肆 还不快拜见道祖 道祖 母女一阵头晕 倒是那女人毕竟秀为高 盲宁神感知 可不 虽然道祖也不负先前模样 可那久违的气息 是不会错的 是了 此人正是道祖完成了轮回 以如今的形象出现 也明白自己母女 往人家身上 招呼了千百件的是何人了 心下不由后怕 盲对旁边 游子不甘的宝贝女儿骂道 死妮子 别胡闹 那小妖精一百个不情愿 也只得随父母跪地参拜 她很早就听父母说过 有一天会有一个人 来娶自己为妻 这个人是自己 哪怕是父母 也不能胡闹的人 当然 她刚刚知道 这个家伙 竟然是什么道祖 所有神仙和道法之祖 虽然随着父母参拜 心下却是大大的不屑 道祖 道祖又如何 还不一样无耻吗 这小妖精嘴上不敢说 心下狠狠将这货 鄙视付费了一通 顿时觉得神清气爽了一些 拥有了红军元神转世之际 神通的天赐 哪能不明白 这小妮子的心思呢 只是自己这形象 在她心里 不知成了什么样了 自己这人生 从此变多了的大大污点 天赐一阵头疼 一阵无奈 天赐 在他们的介绍下 知道了自己前世 给自己亲定的 亲世这一家子的名讳 中年的俊秀男子 叫逍遥 刚刚在自己身上 上下起手的美妇叫西遥 这是自己的前世 在转世之际 赐给他们的名字 而自己刚刚的女孩 小狐妖甲娇娇 白娇娇 娇娇 这叫做白娇娇的小狐妖 哪有半点娇小柔弱的架势 刚刚的凶悍 倒是比较符合 小破妇之类的 不就是看了几眼吗 至于动这么大的肝火吗 跟着逍遥 西遥和那个油渍 粪粪的娇娇 跟着这一家三口 来到山间一处小河边 在葱翠的树木映尘下 一处优雅别致的竹屋 出现在小丘面前 只见亭前繁花点点 彩蝶飞舞 荡真是一处清幽之处 天赐不由叹道 前辈好雅兴啊 那夫妻二人 盲成皇成孔地说道 道祖这杀小妖了 前辈二字万不敢单 天赐制止那二人的跪拜说道 旧的道祖已不复存在 现在在你们面前的是天赐 张天赐 今后我不想再听见 你们嘴里再喊出道祖二字 我既然要娶你们的女儿为妻 那么首先是你们的女婿 说道要娶娇 天赐却是心虚地瞟了瞟 猛丢白眼的娇娇 心中又是一叹 心想自己这光辉形象 只怕是恢复无期了 虽然天赐再三声明 自己首先是逍遥和细遥的女婿 是晚辈 还是架不住这对夫妻的职优 没办法 只得在主位上坐了下来 并接受了这对夫妻的上查 已经习惯了彼此之间 身份地位的这夫妻二人 自然是觉得天经地义 而白娇娇就不这么想了 凭啥爸妈要在下面站着 这个家伙却要坐着 令娇娇感受最为真切的是 自己再下手一站 在气势上 首先就矮了这个可恶的家伙一头 碍于父母的威仪 娇娇不敢造次 但偷偷低丢几个白眼 还是可以的 宝贝女儿的小动作 夫妻二人心知肚明 却也无可奈何 总不能在盗祖女婿面前 斥责女儿吧 盗祖会怎样想 逍遥见天赐并不在意 心底下不由常常蓄了一口气 对于娇娇的刁蛮任性不太戒环 过得一会 天赐对着二人说道 你二人修行了几千年 又照看我这方天地 劳苦功高 是时候挣得道果了 这里有九转金丹二力 去练化吧 我自己也要再次闭关十年 以期在修为上有些许突破 夫妻二人惊喜不已 九转金丹 好东西啊 凡人实之立地成仙 像他们这样有着千年修为的妖泪 便可到达天心的境界 可以飞天卫裂先般 作为千年狐妖 他们自是明白九转金丹的威力和珍贵 果然 道祖当初的承诺 如今的他没有食言 修炼成正果 是所有修真者梦寐以求的梦想 特别是他们这些下节妖泪 在功德圆满之际 还得承受天节的考验 国往今来 多少修真的妖泪 在天节的考验下烟消云散 而有了九转金丹则不一样 服下九转金丹 便可直接达到天线的境界 直接被天庭接引使者招上天庭任职 而免去了另多少妖泪 闻之色变的天前考验 逍遥和西遥 盲千恩万谢的败谢 在吩咐了娇娇后 双双进入那时修炼去了 天赐看看娇娇那留意着 绿宫的美目笑了笑 冲她招招手 来 哼 娇娇大大地白了天赐一眼 又将头别了过去 她最恨的就是这张笑眯眯的嘴脸 这个表情很容易使她想起 自己被看的情形 一想到此 小妖精不由又粉面涌起一片红霞 无地自容 紧了紧手中的短剑 心想是不是趁爹娘不在 将这色狼 讨厌鬼杀了一了白了 第34章 贿赂 哇塞 太好玩了 小妮子欢呼雀跃 此剑能御妖斩妖 缝魔珠魔 就是大罗金仙也得退避三射 只是此剑威力太大 不可随意使用 否则会有伤天合 娇娇毕竟还是一个 涉事未深的小丫头 纯粹的愣头青 天赐还得苦口婆心地叨叨几句 不然 天知道这疯丫头 什么时候一发愣 胡乱使上一通 这自己前世苦心营造的天地 就遭殃了 知道了 啰里巴唧的 天赐的叨叨 显然引起娇娇小姐的不耐烦 只听说女人唠叨 一个大男人也在那唠叨 天赐一听 心中不由又是一阵恶寒 看来这爱人大人 还真是个小泼妇啊 不由的为以后默哀起来 又拿出一面杏黄色小旗说道 这个是雾土杏黄旗 立于头顶是处于不败 可接下大罗金仙顶峰的攻击 看着天赐拿出的正面留意着 宝气光滑的小旗子 小妖精的眼睛都成星形了 心里外外道 本小姐也是小富婆了 有了两件宝贝 西西 而天赐却是另一种心思 自己那大脑混元空间里 有许多仙天灵宝 只是都具有毁天灭地的威力 实在不适合给娇娇 谁知道这小丫头会不会一时兴起 胡乱使上一通 要是那样的话 到时恐怕是天地浩劫了 况且 这些仙天灵宝 要有着大罗金仙顶峰以上修为的仙人 才能驾驭 而娇娇只是一只化形不久的小狐妖 连地线的修为也没有 就连娇娇的父母 至今还未能超脱余六道所致 就更别提娇娇这点可怜的修为了 所以 天赐只是给娇娇一件三流的灵宝 当然 按道理来说 作为天地五方旗之一的雾土姓黄旗 历史悠久 乃是盘古开天辟地之计 镇压当时洪荒地脉的宝贝 和东方青色宝莲旗 北方魁水旗 西方素色云将旗 还有南方离地焰火旗 合称天地五方旗 只是当初盘古为了提炼会员大阵 和五方旗精华而炼出了盘古旗 所以后世的天地五方旗威力大减 在已担负不了镇压洪荒地脉的重任 后来 天地五方旗逐渐分离 被不同的人所得 东方青色宝莲旗 被西方佛门创始人接引圣人所得 西方素色云将旗为西王母所得 南方离地焰火旗被三清之首 太上老君所得 北方魁水旗被北海龙王所得 只是这中央雾土姓皇旗不知何故 落入西日天道红军之首 如今又被如今的天赐传承下来 而如今 作为对未来爱人的贿赂 被天赐又转手送给了焦焦 将修炼仙术和雾土旗炼化之法 以神适应于焦焦脑子后 焦焦便欢快地跑进闺房去了 直接将这个可恨的家伙 这个被指定的未来相公丢在了客厅 焦焦此时满脑子都是如何练化 刚刚到手的宝贝 还有的是 按照这人所教 修炼仙法 可怜天赐 自从在丛林里和小白他们一起吃过烧烤 都大半天了 至今还恶拙 无论是未来的岳父岳母 还是焦焦 没有人问过自己吃过梅 看了看焦焦进入自己闺房的亮丽白影 天赐又是摇摇头 乡下的人就是没有见过失眠 一点小东西就兴奋成这样 舔了舔发干嘴唇 紧了紧发别的肚子 天赐开始布置时空结界 自己进入混沌珠空间里修行 天赐从红军的记忆那里 知道了天道的强大和可怕 虽然自己以目前大罗金仙顶峰 融入盘古精绪的肉身 加之混沌空间里 各种足以毁天灭地的先天灵宝 遇到天道尚有一搏之力 自保不是问题 但天赐是不会满足于现在的结果 天赐知道盘古在身影之前 传于红军展示之法和完整的盘古大法 而这些功法 如今完完本本地被自己继承 盘古当初说得不错 红军的本命子怜受损 要恢复虚待时日 其实在那洞里 天赐便有了打算 那就是展出三师 各自修得无上大道 道时三师归位 不说天道 就是遇到大道也有与之抗衡之力 只是天赐看看自己 目前这可怜的大罗金仙修为 就是一阵苦笑 展示者 乃盘古大神独有神通 整个仙界 唯有早已化身万物的盘古会 再就是后来的红军老祖会这种神通 所谓展示者 乃人有三师之虫 即一个人具备不同的本性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善念和恶念 展示就是将人的不同本能分离 一分为四 本尊所展之师 和本尊一样的境界 也就是一下子多出三个一样实力的帮手 这四力一旦合力 那该是怎样的境界 一旦展却三师 便能以展示成就圣人之身 而这样的展示圣人 比起所谓的那些功德成圣的大神通者 境界要高得多 只是比以利正道成圣差一些而已 但是展示也不是那么好展的 达到准圣巅峰的大神通者 才能展出一师 混元者 也就是功德正道的圣人 才能展出第二师 而且这仅仅是通常所说的话出分身 而不是纯粹的盘古展示之法 而天赐目前的修为 仅仅是大罗精先巅峰 离展示所需的境界 还差得远 唯独的办法就是 设置时间规则 在混沌中修行 以其达到展示所需的境界 第35章 神兽护法天赐展示 不愧是彼此尖刺签订了灵魂契约 天赐纲一在混沌空间里一现身 在这个空间里 在天赐的时间规则下 已经修炼了几千年的小白和小金 顿时就感应到了 天赐一现身 小白和小金就飞快地跑到天赐身边 摇头晃脑的撒欢耳 小金 缩的一声 窜上天赐的尖头 立马钻入天赐的怀里 这里是小金雷打不动的地盘 小白倒是也想进去享受享受 然而块头太大 天赐的怀里却是无法容纳下一只狼 天赐的怀里被小金霸占 小白便用脑袋轻易地蹭天赐的腿 长长的狼舌头上 口水直流 老大 你太不够一丝 把我和小金都在这里 一丢就是几千年 也不说给送些吃的 嗨 老大 这次来 总该带些好吃的吧 小白的贪嘴 天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免疫力 将小白踹出老远笑道 你一天就知道吃 也不学学小金多乖 小金被天赐夸赞 虽不能言语 但将小脑袋扬得高高的 发出嘶嘶之声 欢快地拍打着尾巴 话虽是如此说 天赐还是拿出烧烤架 和一些上次存下的野味烧烤 自己也还没吃呢 可别亏了肚子 一见天赐做饭 小白便乖巧地趴在地上 眼巴巴地看着天赐忙活 狼嘴上 口水巴达巴达的直流 看得天赐又是一阵摇头 吃过烧烤 拍拍鬼圆圆的肚皮 天赐说道 我这次要再次闭关千年 你两个再次为我护法 吧 小白尽管贪嘴顽劣 但天赐既然是半正事 倒也不再玩事不公 和小金老老实实地位主人护法 混沌珠内 盘古旗一时而斩 掩盖天机 盘古塔择时而动 盘古剑叙事待发 在盘古旗掩盖天机下 此时的天赐 正在混沌珠的空间内盘腿闭幕 手心朝上做碾蓝花状 将心神全身心沁入浩瀚宇宙 全身心感悟到的痕迹 感悟从盘古开天时 天地间亿万年来的演化 天赐虽然继承了红军元神的神通 但心境修为远远无法匹配 况且 仅仅是大罗金仙的修为 是无法进行展示的 要展出第一师 最低的要准胜巅峰的境界 天赐如今需要突破的正式 心境修为的突破 混沌珠内没有纪念 又或是刚刚过了一瞬 此时的天赐 气息苍茫古朴 散发出远古苍凉又孤寂的气息 所散发出的无尽威压 使身边护法的小白和小金 感受到了心颤的压力 此时被一狼一蛇 相互看了看对方 心下军事明白 主人的境界终于突破了大罗道果 而进入了准胜境界 混沌珠空间内 混沌气流此时呈漩涡之状 向天赐提供着无穷无尽的能量 残破的紫色莲花 则牵引出一丝丝心神可见 道的气息缠绕着天赐 不知又过了多少年 随着天赐体内又是砰砰几声响 天赐再次突破了准胜境界 进入混沌境界 此时的天赐所发出的气息 更是深邃玄傲 玄之又玄 天赐既然在几千年的时间里 由大罗金仙突破到了混沌境界 那么展师就是在必行了 在混沌元气和紫莲那道的牵引下 受益的不仅仅是天赐 作为护法和旁观者的小白 小金也是受益匪浅 他们虽然还会划行 但在这道的牵引下 却是开启了灵智 终于是修为大掌 小白的境界本来就比小金要高很多 此时已经隐约触摸大罗境界 而小金则稳稳当当停留在了 太乙金仙巅峰的境界 这两只紫霄公曾经的神兽 机缘一到 便要杜绎划行了 签订灵魂旗约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天赐的境界外国高 作为灵魂旗约签订者 小白和小金的境界 也就随着水涨船高 也就是说 小白和小金 就是什么也不做 也会随着天赐境界的提升而提升 而天赐 展示之行 已经开始了 两久 天赐面露痛苦之色 终于在身形 一阵波动后 从他身上走出出一中年人 此人黑衣长虚 散发出浓烈的毁灭气息 此人在渐渐凝视后 观其相貌 和本尊天赐十分神似 只是神色气质不同 此人虽然同样面目清秀 但散发出的是桀骜不逊 豪爽豪迈的气息 此人即出 便朝天赐一拱手道 见过本尊 小秋满是疲惫的脸上 露出一丝笑容 你就叫盘天吧 你的道号就叫破灭天尊 说吧 将盘古功法化作一道玄黄之气 射入盘天眉心 又拿出一尺道 此乃鸿蒙良天赐 此物乃后天功德至宝 与天地玄黄玲珑塔同时出生 玄黄塔主房 而这良天赐却是主公 以此功德之宝 无人敢灭你 就是天道也不敢 就作为你的护身之宝吧 说完 将良天赐抛给了盘天 盘红接过鸿蒙良天赐低血认主后 便入定修炼起盘古大法 看着身边入定的盘天 天赐心中心绪万千 之所以给他起名为盘天 就是因为天赐有感于盘古 和自己前世的兄弟情深 而这个盘天的性感 简直就是盘古大神的翻版 而盘天正是修行的 盘古大神的破灭之道 所谓灭之道 极为破灭之道 极开天辟地 以利破开天道正道 展出盘天 天赐的修为大损 刚刚达到的会员境界 还没来得及热身 便哗啦啦直往下掉 在准胜巅峰时 这才稳住 天赐不由苦笑 这展示之道 果然不是人干的事情 仅仅才展出盘天 自己好不容易突破的修为 的境界就掉了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的两位呢 叹叹起 天赐再次入定 不知又是过了多少年 忽然天赐又是面露痛苦之色 身形再次波动 一个面目同样清秀 身着青色长袍的人 分化出来 此人却又是另一种气息 生生不息的生命气息 那清衣人朝小秋一拱手 见过本尊此时的天赐 更是不堪 脸上俊容更甚 清衣人祭出 作为一体而生的盘天 随即赶之 马上从入定中退了出来 哈哈一笑道 恭喜本尊又展的一尸 又转向清衣人拱手道 盘天恭喜道友出事 清衣人回礼道 谢盘天道友 天赐好容易唤过气 对清衣人说道道友就叫清联吧 你的道号就叫做清联天尊 天赐又拿出一个葫芦道 此为无量功德宝葫芦 立于头上先就不败 就是圣人也迫不得 此宝同样是功德之宝 大道之下无人敢灭你 这清联天尊未开天时 被天道荒芒间丢下的清联莲子 如今小秋将它培育成十三品清联 这次展出清联天尊刚好用上 清联天尊今后得正大道 这十三品清联会进化到二十四品 清联今后将正生之道 和盘红的破灭之道 生死轮回 刚好是相得一章 这二人最终正得无上会员道骨 而自成盘骨 清联和盘红各自修行 而已经快要游进灯窟的天赐 进行了最后的时刻准备 第三诗 第三十六章 展诗完成天词出关 天赐展出盘天和清联 由会员境界哗啦啦止掉 掉到大罗金仙的修为 这才停了下来 按照常理来说 如今回复到先前大罗金仙境界的天赐 已经失去了再次展示的条件 然而 天赐不甘心就此罢手 他明白自己的时间宝贵 没有太多的精力放在展示之上 只有这次拼进本源 展出最后一师 不知有修行了多少年 天赐的境界停留在大罗金仙顶峰 再已难以寸进 天赐叹了口气 展吧 将气势调整到巅峰的天赐 深吸一口气 大显神威之下 随着天赐身上波光荡漾 一道虚影再次从天赐身上走下来 这道紫色的虚影 慢慢凝食成一个 充满亲切自然之气的紫衣中年人 这中年人朝天赐一拱手道 见过本尊 而清联与盘天又是第一时间祝贺 此时的天赐 面色苍白 有气无力 天赐 已经消耗了自己辛辛苦苦 在混沌珠空间无数年秀为本源 为了强行展出最后一失 天赐倒击大损 如今的境界 已经调到了普通的仙人 就是像娇娇那样刚刚化形的狐妖 都可以狠狠地揉虐天赐 由此可见 天赐为此做出的牺牲有多大 天赐疲惫不堪的脸上 面前挤出一丝笑意对紫衣人说道 你就叫紫莲吧 道号紫莲天尊 说完将那残破的二十四瓶紫莲交与他道 这是我本命再提 如今便是你的本命法保证混沌紫莲恢复先前完好 需要很长时间 如此就有老紫莲道友了 又拿出一顶抛给他道 四顶为混沌至宝混沌顶 能炼花万物 且具有超强的防御和无边功德 刚刚来得及说完 天赐便经历枯竭 一头栽倒在地 看着盘天 清莲 紫莲三人眼里的关切之情 天赐顿绝心下一暖 笑了笑说道 我没事 你等去修炼吧 我得出去了 希望你们早日正的无上道果 说完 将他们的各自修行之法传给了他们 至于何时正的大道 就只能看他们的造化机缘了 再次看看这自己展出的三大天尊入定修行 然后步履蹒跚的 走向小白和小金修炼之处 来到小白和小金之处 看着这一狼一蛇 正疯狂地吸收着混沌空间里浓郁的混沌元气 天赐不由感慨 这两个小家伙不愧是紫霄公正宫神兽 天赐卓绝 天赋异禀 此时的他们 都已经大成 稳稳停留在了大罗金仙巅峰境界 天赐看看自己此时这点可怜的修为 也不知要到何年才能恢复 看着主人此时的眷态 平日里油嘴滑舌的小白 意外的很是乖巧 没有往日喋喋不休的刮躁 而是用脑袋 使劲蹭蹭天赐的腿 小金本来就很乖 见天赐如此微米不振 更是用小脑袋轻力地碰碰天赐的脸颊 这两个小家伙如此同灵性 天赐心里更是暖暖 他明白 他们这是在安慰自己 已经恢复了一丝神采的天赐道 这里面很闷 我带你们出去玩吧 混沌珠空间 了无生气 有远到尽都是一种颜色 在这里面的时空里 这两个小家伙已经待了几千年 早就想出去了 如今老大发话 哪里还不欢呼雀跃 不过 天赐看看小白那肥天魔狼的形象 就有些挠头 他俩这形象出去 会吓到娇娇的 小金还好些 女孩天性害怕爬虫 但小金的金环蛇形象不是那么可怕 倒是有些可爱 小白 你的形象要改变一下 尽量可爱一些 外面可有女孩子 别吓着人家 小白和天赐签订了灵魂契约 天赐的一些秘密自然能窥之一二 变贼笑嘻嘻嘻道 老大 是你的相好吧 天赐没好气地瞪了小白一眼道 是我的 咋地了 你想不想出去 想出去的话 就变形 一想到能出去 又能吃到老大的烧烤 小白哪里还墨迹 一阵白光闪现过后 小白的飞天魔狼的形象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只超级萌的金巴狗 小白在天赐的记忆中 知道了地球所在地世界的一些事情 更是知道了金巴狗 对女孩子的杀伤力有多大 反正 狼和狗 原本就是近亲 天赐无语地看着面前 质质咧着嘴笑的金巴狗 心下又是一阵哀叹 这压的小白 还真是卑鄙奸华 当天赐退出混沌珠 现出身来 发现逍遥夫妇正关切地注视着自己 而娇娇那灵动的大眼睛眨巴着 盯着混沌珠出神 见天赐现身 小妮子说道 把这个破珠子给我 说完便去抓 天赐盲说道 这个确实不能给你 娇娇一撇小嘴儿 不就是个破珠子吗 小气 不过随即见到天赐的倦态 心下莫名的一疼 小丫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种感觉怪怪的 看看面前曾经占自己便宜的家伙 这个令自己恨得牙根痒痒的家伙 可是不知为什么 见到她疲惫的神态 心中莫名地萌生出 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绪 人常说 母女连心 这小丫头细微的心理变化 没有逃过母亲西瑶的眼睛 嘴角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意 哎 女儿终于长大了 而得知天赐连斩三尸时 逍遥和西瑶恍如梦中 在他们看来 在展出一尸后 要展出第二尸 那要经过千万年的修行 才能够办到 谁在这转世道祖 竟然在一百年内展却三尸 骇人听闻 闻所未闻 不过天赐却是挠了挠头 过了一百年了 在混沌珠内却过了三千年 天赐这才查探起这夫妻的修为 发现他们双双进入了 大罗惊仙的境界 天赐笑了笑道 还为恭喜你二人 证得大罗道果 逍遥夫妇盲道 权杖道祖成全 天赐之所以展三尸 分出各种大道 让盘天等人修行 是因为天赐觉得 这些道不是自己的道 修别人的道 难以再有突破 所以天赐决定寻找自己的道 只是现在还没有眉目 他也知道是不能及 万物自有缘法 强求不得 逍遥和西遥夫妻 自是也看出了 天赐境界的下滑 但他们明白 即使是如此 天赐要恢复境界 乃至更进一步 都不是难事 无他 就因为他是道祖转世 就在逍遥夫妇和天赐 沉浸在各自的心绪了 却是想起了 焦焦的一声尖叫 狗狗 好可爱哦 焦焦发现了 天赐身后那探头探脑的 惊疤狗 超级可爱 超级萌的小狗狗 第37章 了却前世姻缘 你从哪里 弄来这么可爱的狗狗和蛇的 真是太帅了 酷毙了 焦焦欢呼一声 就要冲上去抱小白 可是这个刁蛮少女 显然没有发现 她口中的那个狗狗和蛇 正录视着她 而天赐却是很意外 这个焦焦见了小白 他们他们竟然一点也不害怕 相反 还好像很感兴趣的模样 小妞 我要声明一点 我是一只狼 飞天魔狼 喂喂 你往哪里看呢 是我和你说话呢 小白对着冲向自己的焦焦说道 而焦焦一开始张开双臂 想要去抱小白 结果还没抱到 就听见有人在喊自己 还四处看呢 没想到居然是她眼前的 这只狗狗在说话 哇 天哪 狗狗在说话也 我看见狗狗说话了 哦也 焦焦更加兴奋地大叫着 然后又要过去抱小白 停一停 打住再不停下 我对你不客气了 小白一边在焦焦怀里挣扎 一边对焦焦叫道 可是却依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被焦焦蛮横地抱在了怀里 小白一用力 一爪子就将焦焦把推到了一边 焦焦惊讶地看着小白说道 哇 狗狗你好大的力气啊 再次声明一点 我是狼 飞天魔狼 再说我是狗狗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哈 小白不得不再次纠正焦焦对于自己的狗狗之说 此时的小白 有点而后悔 后悔自己变成小狗狗 天字见焦焦被小白轻飘飘地就推到了一边 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 便笑着对小白说道 小白 这位小姑娘是你未来大嫂哈 怎能如此粗矮 你就让她抱抱 小白一听是自己大嫂 便知道是自己不能得罪的人 小白便扯出一个自认为很可爱的笑脸 狗狗的笑脸 对焦焦说道 啊 原来是大嫂 失禁失禁 便任由焦焦将自己抱在怀里 小金不能像小白那样说话 便拍打着尾巴 缩的一声跳到焦焦尖头 嘴里嘎嘎直叫 焦焦这小丫头 眼里满是星星 一会摸摸怀里的狗狗 一会摸摸尖头的小金蛇 由于天赐有混沌珠时时刻刻提供着灵气 无论多么疲劳和受多么严重的伤都会很快复原 当然 这不是仙界通常意义上的灵气 因为混沌珠的空间是还未开辟的混沌空间和盘古开天前的混沌空间一样 所以混沌珠给天赐提供的实际上是混沌元气 正是这混沌元气在盘古开天辟地后 形成了后世斗五行之气 即金木水火土 天赐之所以斩三师分出各种大道让盘盘天等人修行 是因为天赐觉得无论是盘古之道还是自己前世纳子莲之道 这些道不是自己的道 修别人的道难以再有突破 所以天赐决定寻找自己的道 只是现在还没有眉目 他也知道是不能及 万物自有缘法 强求不得 于是天赐放松心情 整日和这一家子相处玩耍 道也是逍遥自在 只不过在不知不觉之间 天赐身边多了个小尾巴 而且是魔人的小尾巴 是谁 还有谁 当然是娇娇了 现在心中有的只是对于他一种难以言喻的依赖 娇娇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 反正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才感到安心 于是小丫头成了天赐同志的跟屁虫 天赐和这一家子 相处得倒也很融洽 由于天赐从小喜欢诗词歌赋 在这里倒是找到了知音 和逍遥经常迎试作对 迎风弄雨 逍遥自在 过了一段时间 逍遥夫妇在和天赐沟通后 天赐或娇娇的婚事就提上了日程 既然是道祖转世之前指定 而这个转世的道祖已经来到这里 这对逼人的婚事 就没有理由再延误下去了 而且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娇娇对天赐的亲近感和依赖 也外国发明显 于是 逍遥夫妇 便将天赐或娇娇的婚礼日程定了下来 红烛摇曳 大红洗灯将心房映衬的格外 温馨柔和 将凡人的小白赶出去 天赐看看床檐坐着那蒙着大红盖头的新娘 就是一阵恍惚 就这么澄清了 回想起自己 在外面的时空里 地球上 可怜的天赐 无法也不敢对任何女子心生情愫 天人有别的鸿沟 使她难以跨出哪一步 以至于 天赐到了自己前世开辟的空间来 虽然仙妖同样有别 但至少人家能勉强承受自己的本源 既然前世姻缘已经注定 那就随缘吧 别碰我 这只小丫头还在生气呢 天赐不由挠挠头 干嘛生气啊 女孩生气就不漂亮了 哼 给了天赐一个后背 没办法 这种情况只能是服软 谁叫今晚的杀生大权 掌握在人家手里的呢 原来在某一只狗狗的主持下 新人拜堂的时候 出了点小麻烦 要拜天帝吧 天帝是在红军的见证和协助下开辟的 所以不能拜 拜高堂 那也要看逍遥和西遥夫妇敢不敢受她一拜 没办法 在夫妻对拜时 岳父母就是给他们一万的胆子 也不敢让天赐和娇娇对拜 最后是娇娇在父母的威压下 唯唯曲曲地端茶拜了夫君 而天赐则是老神自在 受了娇娇端茶跪拜 娇娇不由愤愤不已 恨得牙根痒痒 天赐指得厚着脸皮 又凑向前 不知娘子要如何才能消气啊 哼 除非你也拜我一拜 哦 是找回场子啊 你蒙着脸也看不见呀 天赐玩耳 说完贼手一伸将那盖头掀了下来 见那娇娇奉官侠配 娇娇一把 打当那又伸前来的诸手刀 还没有拜呢 天赐忙弯腰朝美人而深深一拜 娘子在上 小生这香有理了 扑痴 被那讨厌鬼一动 千千斩颜一笑 摆了这家伙一眼便转过头 不再理他 娇娇看着眼前这家伙虽然可恶 却很有男性的阳刚之气 而且还很帅 闭着眼睛 紧张地等待那令人期待的时刻 到来第38章 洞房花竹叶 怀着忐忑的心情 娇娇的小心肝儿就如鹿状一般 难以平静 在这个时空里生活了千余年 娇娇虽然不安人事 但在自己父母的不经意见的影响下 还是多少知道一些关于夫妻间的事情 而娇娇开始在琢磨 该怎样要挟他 但又不至于惹恼他 正琢磨着 小心思有些稀疑地等待着 等了半天 娇娇睁开眉眼 却见那家伙 咬着手指头傻愣愣地看着自己 干啥 这回轮到娇娇迷糊了 他很是不明白 被娇娇硬邦邦话一打岔 天赐这才回过神来 在外面的世界 天赐而时虽然跟着大人看过 但那都是许久前的事情了 但作为生物生命的延续形势 天赐还是知道 貌似这种事情 先要 有去有去 天赐不由地腾出一只手 摸了摸鼻子 良久 天赐将自己也弄成原始人 次日天赐醒来 见早已天光大亮 却见枕边之人余香犹在 而依人已无踪 洗漱后 天赐穿戴整齐 湿湿然出的心房 来到亭前 只见娇娇在院内在歌在舞 倩饮婆娑 红袖飘香 和亭前百花相应交辉 相应成去 此时的娇娇 少了些许青涩稚嫩之气 多了些许明艳柔和 看着庭院里 娇娇曼妙的舞姿 天赐心里满是暖意 成家了 娇娇 已经是自己的爱人 自己的生活 从此多了个甜蜜的负担 对于这个天真无邪的爱人 天赐要做的事 永远地爱护她 呵护她 无论自己的使命 有多大风险 有多艰巨 首先要做的是 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如果连自己的亲人 都保护不了 纵然是今后立下 丰功伟业又如何 君临天下又怎样 一切都没有意义 而逍遥和西遥 则相互威依 含笑看着宝贝女儿 欢快的舞姿 眉宇间甚是欣慰 如此妙人 如此美景 天赐忽有所感 脱口迎出 听前倩吟舞婆说 浅笑翘膝燕如花 随风拂柳辉红秀 沉于落叶墨于她 清金子玩霸拂掌而道 好一个浅笑翘膝燕如花 好诗好诗 贤婿真乃才气过人呐 天赐盲白白手道 这手红袖天香 描写此时此景再好不过 只是在岳父面前 似有班门弄斧之弦 尚不得台面 岳父过奖了 在终日的花钱月下 迎风弄月剑 又是三月弹指而过 若不是身有重负 天赐真想在这世外桃源 永远逍遥快活下去 然而既然受红军所托 还有自己那一久的强国梦想 天赐知道自己还得劳累劳累 长言说得好 一分能力 一分责任 能力外国大 责任外国重 到此 天赐便点化院内 一梅一蓝一菊一竹 将他们点化成 两男两女对其说道 你四人就叫做梅烟 蓝星 秋菊 虚竹 你们各自结成两对夫妻 再次为我守候这片天地吧 说吧 将他们各自修行之法 化作四道玄黄之气 射入他们的眉心 那四人拜道 是 主人 天赐之所以留下此处 是待他日深成功退之时 有个好归影的去处 天赐在冥冥之间 觉得这里 才是自己最终的归宿 况且 这个地方环境优雅清静 真的不错 一切安排妥当 将岳父母或娇娇的衣饰 化作现代装扮 自然是要回到现代社会中 当然不能再穿古时的长袍工装了 那样的话会吓到人的 至于岳父母 天赐也不会将他们丢在这里 没有了宝贝女儿这开心果和精神寄托 他们会寂寞的 而岳父母或娇娇 对自己身上这奇形怪服 很不自在 不时地摆弄 当然 适应是需要过程的 在眉眼蓝星等人的相送下 天赐滑破空间 领着那一家三口 便出现在当初来的地方 一眼就看见师父清须子 依旧站在不远处 天赐推算了一下 里面虽然已是百余年年 而这这外面 却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 不由叹了叹气 还真是不可思议 太神奇了 走到师父跟前 默默地给师父一个深深的雄抱 太多的情感 太多的千言万语 都在这深深的一抱间 没有言语 师父只是轻轻地拍了拍 天赐的肩头 也是此时刺警 还需要说什么呢 天赐对着师父说道师父 给您介绍下 拉过害羞欲望父母身后躲的娇娇说道 这是娇娇 您的突袭 这是岳父逍遥 这是岳母西遥 清须子哈哈一笑 对逍遥和西遥夫妇拱手道 幸会幸会 那二人也回礼 这时 清须子便向娇娇招招手道 小丫头来 过来天赐便对娇娇一击眼 说道 还不快去 师父是给你见面了哟 第39章 来自遥远星空的呼唤 娇娇虽然神经大条 但不是笨蛋 人家白送给自己的东西不要 就成了傻子了 况且 既然是夫君的师父 给自己的东西绝不会差 眨巴着美丽的大眼睛 娇娇来到清须子面前 清须子笑了笑 拿出一只造型古朴的笛子给他 谁知小妮子却是撇撇小嘴儿 那意思是说 我当是什么宝贝呢 一只破笛子 天赐盲对娇娇说道 笨蛋 这笛子来头不小 此为销魂笛 为鹰波伤敌 无论是妖魔鬼怪和神仙 只要是有魂魄的 都会在这敌音面前胆战心惊 秀威低一点的还会魂飞魄散 就是大罗金仙也要退避三社 如今已经继承了红军 一部分法力的天赐 在红军的记忆下 当然知道这销魂笛的来头 况且 这销魂笛还是自己的前世 送给当时还是道童的清须子 昊月 娇娇一听 莽喜小妍开递接过笛子 与其说是接还不如是抓 然后又是笑嘻嘻地对清须子说道 谢师父 清须子哈哈一笑 对逍遥道 恋爱太可爱了 这时 天赐却是出声了 师父也太偏心了吧 你那笛子 我可是惦记了许久了 你也不肯给我 今天却便宜了娇娇 笨 娇娇转过头来 媚眼里不经意间 发出冷嗖嗖的杀气 那神情里全是威胁的意味 那意思是说 再说说我看看 啊 算我没说过 在娇娇的威压下 天赐便乖乖闭上了嘴 在逍遥夫妻和清须子的 忍俊不惊下 一行人 离开茫茫神农家 向燕京而去 摘一道繁华的大都市 在那与世隔绝的空间里 生活了几千年的 这一家三口 顿时被光怪陆离的 现代化都市 搞得目不暇接 好奇心被极大程度低 释放出来 故宫 颐和园 八达岭 燕京各大景点都逛遍 最后娇娇和西瑶 找到了最爱 王府井 是因为王府井 是燕京乃至全国 最著名的商业大街 一开始 天赐和清须子 陪他们逛街 倒也是轻松自在 可后来在那娘俩 恐怖的逛街欲望 面前败下阵来 逍遥最后 也坚持不了了 于是便找上了清须子 在家里整日下棋品茶 或者是弄弄风月 反正是那娘俩如何威胁 逍遥也是窥然不动 逍遥和西瑶没法 只好自己二人 整日逛街 少了碍眼的 更是逛街 逛得天昏地暗 天赐现在的住处 是师傅在燕京西郊 买的一处别墅 地处半山腰 环境倒也清静优雅 当然 天赐本人 却是没有什么钱的 这些钱 以及母女逛街购物的钱 都是师傅开销 清须子 是全国道教协会的肖汉 自己又拥有几家 规模不小的公司 所以 师傅的身家很是英识 尽管天赐 如今拥有无边法力 实际上 却是个穷小子 清须子和逍遥的性情 十分的相投 爱好相近 当然关系 是相当的融洽莫逆 西瑶则负担起了 这个大家庭 里里外外 事宜 一家子的衣食起居 她依然负责 成为了这个家庭的女主人 至于娇娇嘛 纯粹是个刁蛮任性 经常闯获的惹祸精 而且还是个百年不遇的逛街狂 光阴四剑 月月如梭 转眼三年时间弹指而过 此时的天赐 因展示消耗的本源 在混沌珠元气的滋养下 恢复了当初合体之时 的大罗精先境界 而那红军的本命所在 二十四平子莲 在天赐混沌空间时间规则下 已经趋于完好 在混沌珠内 时间已经过了几千万年 盘天 清莲和子莲的修为 已濒临大成境界 已经达到准圣巅峰的修为 已经隐约触摸混元境界 而天赐如今的局面是 主若从强 自己和自己的分身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是差了好几个档次 现在天赐如果三师归位 他的法力已经可以触摸盘古境界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一切只能是有待元法 天赐如今的境界 虽然仅仅是大罗精先的修为 但那三大天尊的法力 自己还是能运用的 作为天赐的元神三分之法 盘天等人的境界 实际上就是天赐本人的境界 一日 天赐正在入定领悟自己的大道 忽然心神一阵一动 盲腿眼天机 却不得其法 只是一丝久远但又是那样熟悉的气息 从不知名的空间传来 天赐的直觉明白 有个地方需要自己去一趟 向家人交代一番后 便招出三师 当三个和天赐一模一样 但气质各异的人现出身形时 娇娇捂着张着大大的小嘴 看向天赐时 天赐说道 这是我展出的三师 至于清须子和逍遥夫妇 虽也惊讶 却也能平静下来 天赐对盘天三人说道 今有事须得你等归位 本尊需要借用你等的法力 盘天笑道 你与我等本就一体 如此归位就是 说完便走到天赐身边 一点一点底融了进去 待三人完全融入天赐体内时 天赐顿时气势斗掌 那气势如高山般的巍峨 如大海般磅礴 娇娇修为最低 虽驾于天赐 经过双修得到了 天赐的混沌元气的淬炼 而修为大涨 但毕竟气点太低 现在也只不过是 太乙惊仙的修为 而且还是初期的那种 所以现在天赐气势的变化 娇娇感受最为深刻 在她面前的夫君 明明就在眼前 却又好像融入了天地间 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而且还有着想抓住 又无力的感觉 小妮子突然心下已紧 鼻子一酸 晶莹的泪珠 顺着浩落精血的脸颊 滚落下来 天赐不由哑然失笑 轻轻拉过她的掀手 刮了一下 碳玲珑的粉鼻 傻瓜 瞎想什么呢 我不是在这里吗 看着这感人温馨的画卷 诸位长者眼里满是欣慰 尤其是西遥感受最为深切 自己的宝贝女儿 是什么样的性情 她当然最清楚 有时那淘气镜头 就是自己这个做娘的 都头疼不已 看来宝贝女儿 在转世道祖面前 得到的是无尽的宠爱和包容 心中不由的暗自 为宝贝女儿 能有如此归宿 感到无比欣慰 告别佳人的天赐 划破层层空间 身体化作流星 以超过光的速度 朝着那股气息的来源之处 顺移而去 不过 此时天赐的心情 还停留在与 娇娇小别的情愫中 纵然是她现今 有着超外国圣人的心境 但还是被那魔人的小丫头 弄得心神不宁 不过这却是一份 浓浓的牵挂和责任 是幸福的负担 在天赐的心绪间 那股莫名又亲切熟悉的 气息外国来外国境 外国来外国真切 小丘便收拾心中 那暖暖的情愫 全力向目标而去 在天赐的时光大挪移间 巨大的银河系 渐渐地被甩在身后 路过大小麦哲伦星云 路过比银河系 打了几乎一倍的仙女系 在浩航无垠 壮丽惊艳的茫茫星空间 穿外国 以超过光速飞行的天赐 心下不由地感慨不已 宇宙是何其的大 何其的广袤 只是 谁又会想到 这如此广袤的宇宙空间 却是一位大神 拿着开天巨斧而成的 幸好三世归位 天赐才有能力 在这层层空间穿梭 只是 这也太远了吧 天赐推算了一下 如果按照平面空间的距离 怎么也有几千万光年了 然而还没有尽头 就在天赐自己也不知道 穿外国了多少空间的时候 天赐出现在一片陌生的宇宙空间 在立于虚空的天赐前方 出现一个巨大的星系 说它巨大 是因为这个星系 比天赐所在的银河系 大了五六倍 这个巨大的星系 也是一个典型的斡旋星系 而天赐的意念告诉自己 那熟悉亲切的气息的来源 正是这个星系 不过令天赐感到奇怪的是 如此遥远的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种熟悉的气息呢 而且 这种气息 是如何穿外国层层空间 到达遥远的银河系 天赐百思不得其解 但天赐可以确定的是 这是来自这个星系的呼唤 可能是友好的呼唤 但也可能是向自己求援的呼唤 但无论是出于那种呼唤 但天赐可以确定的是 这个遥远的呼唤 没有敌意 天赐在这个气息中 闻到的只有清静 没有敌意 第四十章 戴儿公主 正在天赐的星序摆回千转间 随着左前方的虚空 一阵波动 一条时空隧道凭空出现 在天赐的注视下 从那时空隧道里 缓缓驶出一艘宇宙飞船 确切地说应该是星际战舰 说它是宇宙战舰 是因为那上面前后左右 密密麻麻的炮塔 清晰可见 不过 天赐看看这星际战舰 却是苦笑 这战舰很大 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 地球上所有的战舰 在它面前就像是小玩椅儿 就是当今美利亚国 十二万吨级的 伏克级核动力航母 也不及这艘战舰的二十分之一 只不过这战舰 似乎是刚刚经历了 惨烈的星际战争 此时浑身伤痕累累 到处冒着大火浓烟 而那鼓令天赐心灵 深处幽动的气息 正是从这艘战舰里发出的 这时 周围空间再次一阵波动 煞时出现了几十艘 大大小小的战舰 将先前那艘战舰团团包围 而天赐却知道 正是被包围的战舰里面的人 需要自己搭救 于是挥手划出一道结界 将那战舰保护起来 便向那里顺移而去 现身时 天赐发现自己出现在 在一个类似于指挥师的大厅里 密密麻麻的机器和电子屏幕 和许许多多的身着 类似军队制服的人 这些人的五官特征和肤色 完全是纯正的黄种人 细微的差别 就是他们的鼻子略短略扁平 嘴唇较厚 颧骨也略宽 身形比地球人稍小 倒是和南方的闽南人 广东广西原住民 还有台湾的土著人完全吻合 当然还有东南亚的原住土著人 很显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人 但他们身上却同样留着和汉人一样的血液 那么问题来了 他们是谁 怎么会生活在距地球亿万光年的宇宙空间 不过这不是最主要的 要紧的是自己被人家包围了 几时之在天赐看来 是光能武器的枪 齐刷刷地对着他 天赐明显看到 这些人看见自己都冷了一下 领头的是个非常非常美艳 但表情冷烈的女军官 正严厉地冲着自己 吱吱压压地说个不停 说了一大堆 天赐却是一个字也没有听明白 意念一动 一道道地球人 特别是人的信息向这些输去 果然 那美女军官开始说汉语了 你是谁 为何来到我的船上 说完五嘴一惊 而周围众人同样被吓了一跳 这时天赐才慢慢到来 地球 你真的是来自我们的母星地球吗 那女军官和众人皆是泪流满面 通过他们的表情 天赐现在明白了这些人 正是地球子民的后裔 在分享了这些人的背景资料后 天赐这才明白这些人的来历 原来 在仙界数千万年前的那场巫妖终极大战中 巫族十二祖巫除了玄冥和后土这两个女祖巫以外 全部战死 再后来 后土娘娘应天到大势 化身六道成为地府主宰 她所属部落巫人 受其庇护跟着迁往六道 担负着六道的运作 而玄冥及所属部落巫人 则在妖族和当时先生的围剿下 玄冥拼着最后 法力滑破层层空间 来到了这处被称之为玄冥星系的空间 并在这个星系中的一个星球上安置了他们 而玄冥祖巫自然成了他们最高的神和老祖宗 正是玄冥此举为巫族保留了血脉并迅速壮大 如今他们不仅发展出几百亿人口 还成为本星系两大势力之一 这次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空间巡逻时 遭到了星系另一大势力 潘家帝国的伏击 而潘家帝国的势力竟然比巫人帝国还要强大几分 只不过无论是空间地域的势力范围 还是科技水平势力相差不太大 以至于在无数年的战争中 谁也无法彻底消灭对方 处于对星系空间地域的争夺 千百年来相互发生了许许多多的空间星际战争 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但双方均遵守一个规则 那就是军部使用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因为双方明白 一旦外国鬼对双方来说都是毁灭 所以打打停停 战战和和千百年就这样过来了 之所以天赐会感觉到 他们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气息 是因为当年玄冥所属巫人和女娲所造的人类 曾经融合通婚过 所以这些巫人后裔身上 有着和天赐一样的血液 民族的血液 潘家帝国 天赐笑了 这天道果然是无处不在运用它的平衡之术 当年玄冥划破时空来到这遥远的星系 安置残余巫人 而天道却是紧随着将一部分妖族也送到了这里 同处一个星系 在仙界上演亿万年的巫妖恩仇 在这遥远的星系 继续上演 天赐随之憧憬 今月遇到了自己前来 在自己的介入下 巫妖延续亿万年的恩怨 是该到了了解之时 这次巫人 他们空间巡逻的踪迹 不知为什么被攀家帝国 或之想俘获公主 要挟梅亚帝国 以获取最大利益 可能是一丝血脉相连吧 天赐自己法子灵魂深处的召唤 吸引过来 此时 巫人的这艘战舰的动力 和各种电子仪表完全失灵 各种武器 由于没有动力 形同虚设 更要命的是舰体破损严重 氧气外泻支撑不了多久 也就是说 就是对方不攻击他们 待氧气耗尽时 他们也就完蛋了 同行的十余艘护卫舰艇 在摧毁了敌人十几艘战舰后 化为了宇宙尘埃 这时 敌方传来信息 唯一还亮着的屏幕上 出现了一个 和巫人面目特征大不一样的人 激励呱啦了一通 公主便对天赐说 是敌人现实投降 十分钟后便开火 天赐摇摇头 公主放心 有我在 说完在公主疑惑的目光下 一挥手 一道道清淡素雅的生命气息 弥漫在战舰各处 在天赐生命气息的滋养下 指挥大厅内 所有的电子仪表和动力恢复如初 破碎的舰体也瞬间复原 包括公主在内的所有人 在短暂的惊恶后 欢声雷动 迅速扑向各自岗位 战舰迅速进入作战状态 这边的变化 当然同样没有逃过对方的监视 在敌方指挥舰上 一个长官模样的人 又是激励呱啦的一通后 巫人战舰四方八面 同时射来各种光能炮和太空鱼雷 完了 这是所有巫人 那心中绝望的字眼 这边虽然各种武器系统恢复动力 但对手显然是 趁他们这转换之际消灭他们 和对方上千公里的距离 在光能武器面前没有任何意义 根本就没有时间反应 更别提反击了 相互深深对视一眼 闭上眼睛 等待那最后时刻的到来 两久 后 本该发生的事情 却没有事情发生 大家伙奇怪地睁开眼睛 正好看见闲窗外 绽放着璀璨绚丽的烟花 只见那一道道毁天灭地的光能波 再去站见百公里外的宇宙空间 被挡了下来 绽放出无数朵妖艳眩眩的花儿 眩眩的光芒 照亮了整个星际空间 事已至此 所有人已经明白 自己等兄弟姐妹 此次能大难不死 全靠这位突兀来访的年轻人 众人没有言语 包括公主在内的 所有人毕恭毕敬地 向天灾深深的一鞠躬 八 天灾点了一颗香烟道 该咱们了 留下那指挥剑 全部摧毁 自由射击 公主回头下令 除了旗舰 全部摧毁 自由射击 大厅内一阵欢呼 全见所有武器一起开火 一道道光束向四方八面射去 煞时 漆黑死寂的太空 再一次举行了一场 盛大的烟火派对 敌方数十艘战舰 除了指挥剑 全部灰飞烟灭 敌人早就在看到 攻击无果后 就感到不妙了 只是已经晚了 想逃跑吧 却发现空间被不知名的力量禁锢了 刚刚还优势战警 的潘家战舰 此时却成了一个个巨大昂贵的火把子 潘家帝国那些无数的战士 在一时最后散失之际 都无法明白 是什么导致了如此的结局 当然 这些正视天赐的杰作 悠然自得地吐出一串烟圈 天赐心下一阵叹气 自己的阴影是外国来外国大了 原本想 在成为神仙后 再也不会对香烟产生依赖 但天赐还是无法 摆脱香烟的诱惑 既然是神仙 香烟那尼古丁交友什么的 自然是伤害不到自己 抽就抽吧 看着闲窗外 那些在剧烈的爆炸中 解体燃烧的潘家战舰 天赐心中没来由的疼痛异常 几十艘战舰 大概十几万妖族余脉 就此烟消云散 这和平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 不给他们一些永生难忘的记忆 他们绝对是不会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 在某一种观点来看 为了今后不再流血 双方就此和睦共处 这样的代价又是值得的 收回目光 天赐对公主说道 向对方传输信息 献他们一个月内来帕雅帝国谈判 否则七线一国 潘家帝国将不复存在 天赐强硬霸道的话语 令公主一愣神 这么强硬 想想也是 他有如此能力 还有什么办不到呢 那敌剑获取信息后 便如获大赦穿外国空间而去了 现在他能穿外国空间 是因为天赐解除了空间禁锢 怎么样 公主不请我去你家坐坐马 诸是已了 自己在乎 为此不惜一晚光年前来的人 完好无恙 天赐性情很是舒畅 便笑眯眯地看着公主说道 看着面前这年轻神秘 且拥有特殊能力的男人 公主心里突然生出 一丝丝一样的感觉 这是一种 自己从未有的奇怪感觉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只知道 在这个人身边感到安全安心 就像是一只孤独的小鸟儿 忽然找到了温暖的潮穴 一样的温馨安宁 现在面对着此人柔和的话语和笑容 瞎儿好似鹿状一般 一抹红韵不合时宜地涌了上脸颊 叫我戴儿吧 不知恩人如何称呼 天赐 张天赐 第41章 祖乌玄明 恢复动力的宇宙战舰 开舍再次的空间穿外国 戴儿公主 以及其手下发现 现在的战舰 动力更加强劲 他们虽然无法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但都明白 战舰有如此的超强动力 来自这个神秘的年轻人 当战舰钻出最后一个时空隧道时 这艘庞大的星际战舰弦窗外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蓝色星球 如果不那星球上 大陆轮廓和地球不一样的话 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地球 但这个被误认叫做 美亚的星球 比地球大了很多倍 天赐测算了一下它的体积 跟太阳系的海王星差不多 也就是说 美亚星球的体积 差不多是地球的40多倍 如此巨大的岩石类行星 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具备生命生存的条件 太神奇了 而且这个美亚帝国 所管辖的范围是何其广袤 如此巨大的星系 美亚的势力范围占了四成多 其所属人民 也星星点点分布在无数的星球上 美亚管辖的空间范围 比整个银河系还要宽广许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 美亚帝国 其疆域是何其的广泛 大的难以想象 而天赐所在的地球 生命演化了三十多亿年 如今也算得上市高度发达了 但和美亚如今具备的科技水平 便显得是那样的不知一体 美亚帝国和其相对应的潘加帝国 早在几千年以前 就具备了星际空间开发和移民的水平 而地球呢 连月球和火星这样的邻居都没有征服 这两地的文明差距是何其的巨大 假如地球通天国拥有美亚帝国千分之一 即便是拥有美亚帝国两千年前的科技水平 那么便是给那些曾经欺负咱们通天国的列强 唱葬歌的时候到了 此时的天赐 已经在开始为自己的民族谋划未来的一些蓝图 更奇特的是 美亚星球还围绕着几十个巨大的卫星 最小的和地球的月亮差不多 最大的比地球大出几倍倍 这些大大小小的卫星 在各自轨道上 竟然有序地围绕着美亚星球旋转 而这些卫星中 有大部分十一人类生存 天赐不得不感叹宇宙鬼斧神功和诡异的宇宙法则 美亚便如此强大 那么比美亚还要强大的潘家帝国呢 天赐不敢想象 这时 前方飞来数十艘战舰和戴儿的战舰会合 戴儿的战舰在他们的护卫下 向那个叫做美亚星球的星球飞去 当天赐和戴儿一行 乘坐着类似于地球飞机的飞行器 缓缓降落在类似于机场时 远远见到一对中年夫妻 在三个年轻男子及一批随从的陪同下迎了上来 妈妈 呜呜 戴儿扑进那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的怀里 哇哇大哭起来 这时的戴儿 早已没有了在星际战舰上的鹦鹉果敢之气 有的只是十足的小女儿家家不久前经历的惊魂一刻 足以使她鸣鼓终生 要不是遇到救星的话 此时早已化作宇宙沉烟了 万千感慨化作无穷无尽的泪水 哭得母亲肝肠寸断 而母亲自然知道了事件经过 一边劝慰一边陪着宝贝女儿流泪 那国王和三个王子显然知道自己不是劝人的行家 安慰安慰了戴儿后 来到天赐面前深深一鞠躬 道 谢谢你救了我女儿以及权剑官兵 来自地球母亲的朋友 天赐笑了笑说道 国王王子就不要客气了 我与你们同出一员 便是兄弟姐妹 国王和王子都是豪爽的性情中人 就不再客套 陪同小秋回到王宫 作为救驾的英雄 天赐自然是受到美亚帝国举国上下的热烈欢迎 同时国王当着文武官员的面宣布 与天赐结为盟友 并说道 如果这位盟友需要任何帮助 美亚全体人员将无条件支持 至此 天赐的美亚之行 倒是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最忠实 最坚实的盟友 接下来 天赐在戴儿这个全天候导游小姐的全程导游下 游变了美亚星球各地和许多卫星 在美亚期间 天赐参与并主持了美亚帝国和潘家帝国的和谈 两国在现有各自实际控制的空间范围下 签订了永久和平的协议 战战和和千多年了 是该和平了 当然 能顺利达成和平协议和天赐展示出的恐怖实力不无关系 战争 这个伴随了美亚帝国和潘家帝国千百年的状态 将随着天赐的介入而转换成期盼已久的和平 其实 在千多年的战争中 美亚帝国和潘家帝国也是苦不堪言 千年的战争 消耗了各自无法估算的资源 还有在千年时间中 在战争中牺牲的双方将士 这也是无法估算的恐怖数字 两国和平的愿望 由来已久 只是相互间缺乏信任 缺乏沟通 导致和平遥遥无期 随着天赐的介入 美亚帝国和潘家帝国 终于坦诚相对 不时实际地抓住了弥族珍贵的和平契机 这个被美亚人称作玄冥星系的地方 就此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 玄冥星系 乃是美亚乌人 为了缅怀和纪念自己民族最高的神 将这个星系命名为玄冥星系 只不过 玄冥星系 天赐的星神没来由的一阵忧动 玄冥 你还好吗 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才肯见我 才肯见那个曾经妇女 有负无人的红军 一日 天赐郑和戴尔在皇宫聊天时 天赐意念一动 宁神一算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玄冥啊玄冥 你终于肯见我了吗 你是否还在怪当年红军的绝情 其实 天赐一踏进玄冥星系的范围 就探查到了玄冥的气息 至于这么久才回应 恐怕是他的心结 现在才有所打开吧 想想也是 被人放了鸽子 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转头问戴尔 带你去个地方 你去不去 戴尔 此事已经被这个年轻的神秘男人 迷得不分东南西北 天赐要去的地方 戴尔当然是要去的 天赐便带上戴尔公主 直接顺移而去 磅礴大气 威俄雄众的祖乌神殿 是美亚帝国最神圣的地方 是全体巫人灵魂深处的圣地 是巫人的精神中心 巫人为了纪念那几千万年前 将现在的巫人祖先 划破空间来到这里的玄冥祖乌 而特地建造的 巫神殿 矗立着十座巨大的雕像 在巫人的传说里 这十个巨大的雕像 是已经死去的巫族大神 祖乌 本是十二座 传说中的另一个女祖乌厚土 至今不知所踪 而全体巫人最高的神 祖乌玄冥 则怀着难以言表的心情 看着下方这男人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真是造物弄人啊 几千万年了 不想他确实这般模样 出现在自己面前 蕴藏了千万年那 久远苍狼的一幕幕幕 点点滴滴 刹那间涌上心头 千万年都未曾流的眼泪 在已控制不住 顺着经历亿万年 苍茫的脸颊滑落下来 你还好吗 玄冥祖乌 艰难地问出了 压抑千万年的问候 千万年的无穷无尽 的思念 千万年没有尽头的 孤枕难眠 此时仅仅是 化作无声的泪花 短短几字的问候 我很好 你呢 还好吧 这是红军的问候 一代祖乌玄冥落泪 在红军的情感下 天赐心里也是很难受 造成玄冥 被天道发配到 这遥远的宇宙 是谁的错 如今再见玄冥 对于红军 诱惑天赐 乃至玄冥祖乌 是姓还是不姓 是聂元 还是善元 玄冥啊玄冥 你好吗 这是天赐灵魂深处 自己的前世 对故人最真挚的问候 乌人心中最高的神流泪 帝国公主戴儿 却是猛了 这乌神殿她也来过几次 可是那时候的 玄冥娘娘是雕塑啊 怎么今天还会说话 说话也就算了 还哭了 这是怎么了 这可是全体乌人 鼎礼膜拜 至高无上的神啊 这是为什么啊 戴儿晃晃小脑袋 恰恰脸颊 疼 这不是梦啊 一时间 小妖精的脑袋短路了 拍拍晕乎乎的脑袋 盯着玄冥 台上的玄冥 在心情摆回千转 但也注意到了 戴儿的心情变化 看看这个自己 见过几次的天赐娇女 美亚帝国公主 玄冥展颜异笑 如春风话语 百媚泰生 即使是美女中的 鸡品戴儿 也被玄冥这 惊艳异笑惊呆了 天了 好美啊 戴儿只是不知道 自己亲目的人 带自己到这里来做什么 八 天赐点上一颗香烟 透过烟雾 看着那表情变化万千 曾经叱咤风云的 一代祖乌玄冥 天赐心中也不平静 也不知道祖红军 当初的决定 是对还是错 玄冥哪 千万年了 你还是这般美丽 而我却是大大的变了 深深吸一口烟 晃了晃脑袋 你的外表是变了 但你无论是如何变 你还是红军 而你的承诺变不了 你对我万千巫人的 承诺变不了 你的铁石心肠变了没有 这个我不知道 祖乌玄冥已是气不成声 这下戴儿的大脑又短路了 他们认识 而且这个巫人最高的神 今天的流泪 竟然是为了自己心仪的男人 这怎么可能 再看看天赐 顶多就二十多岁嘛 可问题是娘娘的确是为她流泪 而且是关系复杂 难以言喻的流泪 难道他们曾经有一腿 戴儿心中酸意涌动 愈发强烈 媚眼不由迸发出强烈的电光 朝玄冥社去 不管怎样 只要是威胁到自己的感情 无论她是谁 就是娘娘也不行 一道道更加强烈的电光 再次冲玄冥而来 此时的玄冥 正由自感伤纠结不已 却见一道道 灼热的电光奔自己而来 一愣神 随即明了 不由玩耳一笑 这小家伙 打翻醋坛子了 天赐子挠挠头 哎 看来今天带着小逆子是错了 玄冥微笑着朝戴儿一招手 来 过来小家伙 第四十二章 紫霄宫内玄冥问情 戴儿可以在父母兄长 以及子民面前刁蛮任性 而今在全无人最高神的面前 那是一点点不尽的心思不能有 也不敢有 玄冥娘娘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不仅仅是高高供奉着那么简单 那是全体无人 心灵深处的精神依托和膜拜 玄冥娘娘 不但是无人最高的神 而且还是所有无人最初的老祖宗 心中一百个不情愿 戴儿却只得来到娘娘面前 玄冥拉着她坐在自己身边 慈祥地刮了她的鼻子一下 人小鬼大的 胡想什么呢 玄冥一语中地 戴儿落了个大红脸 将小脑袋使劲往玄冥怀里拱 以示抗议 对这个小妖精 玄冥外国发喜欢 良久 玄冥对处在下面的那个 放自己鸽子的家伙问道 不知是该称呼你红军呢 还是 天赐 天赐抹了一把汗水 又点了一颗香烟 这女孩很好 她的心意你自然明白 好好待她吧 不然咱俩心脏老账一起算 即便是我打不过你 我也会让你永世不得清静 听了玄冥前半句柔情似水 后半句含义彻骨的话 让天赐刚刚抹去的汗水 又是一阵猛汗 啊 可是 这个 天赐捡起背下掉到地上的半截香烟 可是我已经结婚了 有爱人了 天赐心虚地丑向戴儿和玄冥 啊 不嘛 不干了嘛 她怎么能有爱人呢 呜呜 戴儿一愣声后 便醋一大发 唯唯唯唯地钻入玄冥怀里哭泣 大撒起娇 嗨嗨 天赐差点被香烟给枪死 况且我还这么帅 说完还自恋地摸了摸脸 哎 看来你的确不是不是那个木头了 你无论是现今的修为 还是心境已远非昔日道祖可比 也不知道是服侍或 无论如何 好好待她吧 你已如今这般形象出世 想必不会只有一个女人 可以料定你将来还有很多女人 总之好好待她 对着这个曾经放自己鸽子的家伙 玄冥心中爱恨交加 心中是百般滋味 百味杂陈 巴 又点着香烟 天赐事实然来到戴儿面前 听见没有 我还会有许多 你还嫁给我吗 戴儿盲点头 我 我嫁 我嫁 小姑娘一时心花怒放 难以自己 娘娘说得不错 像这家伙这样的神秘能力 和难以抗拒的魔力 如果说她身边只有一个女人的话 就是戴儿自己也不会相信 不过话说回来 只要这家伙能真心疼自己 就算和其他女人分享一个男人又如何呢 不过私下小心思 还是有点小纠结 堂堂帝国公主 竟然同其他女人分享一个男人 说出来恐怕全美亚帝国都是摔碎的眼镜 天赐拍拍戴儿的脑袋 来到玄民面前 用低沉沙哑而又负磁性的声音说道 红军在千万年以前 没能把握住一份真挚的爱情 千万年后 在这里 既然上天让你我在这里重逢 我只想对你说 我爱你 既然上天再给你我一次机会 我不会再放弃 果然 本代还自矜持的玄民 在这家伙超强杀伤力的话 面前那残余的矜持如绝地的洪水 一发不可收拾 千万年的哀怨 千万年的苦苦煎熬 被天赐轻描淡写地划于无形 千万年的沧桑 千万年的守候和几近冰封的心 被天赐这几句话 像暖春的威风一样消融 足以触及灵魂的话 像雨后的阳光 温暖着玄民的心 玄民再以难以支撑 终于浮在天赐肩头 伤伤心心地大哭起来 千万年的哀怨心酸 化作泪水的海洋 这一句话 玄民足足等了亿万年 天赐又懒过在一旁发呆 心里酸溜溜的戴儿对他说道 想知道我和你们娘娘的故事吗 戴儿使劲地点点头 他当然想知道自己夫君 和这位巫人大神的前世今生 于是天赐随着红军的记忆 回到了那久远苍凉的几千万年前 话说盘古开天辟地身允后 元神化为三分节和天之清器 化为三清 也就是是后世仙界天外天三清圣人 老子 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 而那十二滴精血吸收地底浑浊之气 欲成后世洪荒纵横大帝十二祖屋 玄民则是其中之一 玄民掌握的是羽之法则 也就是羽之祖屋 他和中央土之祖屋 是十二祖屋中两个女祖屋 后来 红军正道成为天地间第一个圣人 红军在三十三外天混沌中设置道场 约紫霄宫 并再次传下道统 教化天地生灵万物 他再次讲道 当时在紫霄宫听到的先天神人如三清 女娲伏羲 准提街影及妖族太一帝君昆鹏 镇原子红云明河等等一大批先天之人 而巫族由于没有元神 不知天时 不晓地利 不敬天地 不尊神灵 只拜父神盘古 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包括天道红军 正是巫人没有元神 又是吸收地底浑浊之气而生 可谓是畏战而生 一时间巫人在洪荒大帝 见占天占地纵横驰骋 和当时妖族成为当时洪荒天地间的两大主角 而妖族同样是野心之辈 他们的人数和实力不在巫族之下 一山不容二虎的经典法则 致使巫妖在洪荒天地间 进行了长达亿万年的争霸之战 同样 正是因为巫妖太过于强势 且双方祸害天地间万物生灵 为天道大势所不容 在天道合众先生的算计下 巫妖二族在彼此的倾压中不可自拔 随着彼此的力量逐渐消耗殆尽 巫妖最终被淘汰出天地主角地位 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在千万年前的那场最惨烈的巫妖终极决战中 十二族巫除了后土和玄冥两位女族巫 在其他族巫的庇护下幸免名遇难外 其余十族巫和妖皇帝郡 东皇太依同归于尽 致使巫妖精华绝大多数 在那次惨绝人寰的战争中消亡 这是后话 暂且不表 虽然巫人没有元神不知天命 不能修元神而最终得正大道 可那祖屋间后土和玄冥却显然是个艺术 可能是身为女而身的缘故吧 后土和玄冥显然比其他祖屋 心思甚密许多 所以参透不得天机 但二人却始终和众多先天神人在此消宫 听到红军无上大法 其实玄冥和红军是老朋友 老数人了 好似一切明明间自有定数一般 在机缘巧合下 早在红军正到成圣之前 二人就偶遇相识 并成为莫逆之交 红军的温文尔雅 自然洒脱的气质很是吸引玄冥 就是在那时 玄冥那亘古不变的心里 渐渐萌生了一丝丝难以言说的情愫 就是这样那朦胧的情愫 陪伴着他度过了亿万年 这样的情愫 同样陪伴着玄冥见证了巫族的兴衰 也就是这样朦胧的情愫 导致了玄冥后来的灾结 在一次红军讲道中 红军讲的是字字朱击 玄奥不凡 此一讲足足讲了三千年 众人听得是如醉如痴 当下 君静静参悟道反奥义 这时 在众人身后 一弱弱的声音响起 敢问老师 何为道 道为何物 红军及众人闻声望去一桥 众人身后不起眼处 最难以让人注意的角落 一个温婉甜静的女孩 正眨巴着灵动的大眼睛 等待着道祖红军的答复 提问者 正是玄冥 红军曰 万物皆为道 道一万物 玄冥又问 敢问老师 天道有情乎 红军大有深意地看了看玄冥道 天道降服于万物生灵 天道有情 却不想今日玄冥 大有打破砂锅之事 问出了一个 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问题 敢问老师 老师有情乎 嘶嘶 紫霄宫内 响起此起彼伏的 道夕冷气的声音 这玄冥小师妹 金儿个咋了 敢这么直接地 问出这个问题 其实 玄冥对红军的暗恋 在天地间不是什么秘密 只不过隔着一层 薄薄的窗户纸 谁也不敢捅破 虽为世人皆知 但绝对没有人吃了豹子胆 亲口说出来 要知道 天道红军的威望 可不是摆在那里 那么简单 然而 事情的发展 通常总是出人意料 今天的紫霄宫 玄冥小师妹 竟然当众向道祖红军问情 这劫 老师该如何解 台下三清等人 虽然各自依附老军 入定之态 确实都竖着耳朵 听红军如何解眼下之局 第43章 词边美亚天赐回 玄冥对红军的暗恋 在天地间不是什么秘密 只不过隔着一层 薄薄的窗户纸 谁也不敢捅破 虽为世人皆知 但绝对没有人吃了豹子胆 亲口说出来 要知道 天道红军的威望 可不是摆在那里 那么简单 玄名问弊 满是哗然 自此萧公道祖红军 讲道以来 还没有谁敢问这个问题 更何况是当着众人 直接问好红军本人 这下好了 给道祖出了个天大的难题 无情 那么前面所说 便是在放屁 有情 要知道圣人 是万法因果不沾 不在五行中 不入轮回 更何况是天道红军 这下事情大条了 老师该做如何回答呢 众人也是对此事不明 便齐刷刷地盯向红军 等待老师如何回答 这亘古不遇的难题 道祖红军也是一愣神 心中不快 一道森严的目光 伴随着威压射向玄名 而玄名毫不退让 热辣辣的目光回应红军 看着玄名热辣挑衅的目光 心中一阵突突 亿万年修为的心境 竟然有着一丝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道祖红军 今日被玄名冷不定按了一手 红军不爽 却也无可奈何 心下暗自叨倒 今日这小妮子 是存心刁难自己来着 叹叹气 摇摇头 一缕难以言喻的目光 在玄名脸上飘忽不定 哎 这么多年了 还放不下吗 这是何苦呢 令众多人匪夷所思的场景出现了 道祖挠头了 万法之祖 天地间至高存在的 道祖红军挠头了 道祖竟然给玄名难住了 紫霄宫内大神通者 面面相窥 彼此大眼瞪着小眼 玄名剑火候已到 便向墓在当场的红军和众人 到了个万福后 拉着同样呆若木鸡的后土 失失而去 终于回过神来的众弟子 忙失去的向老师告退 一溜言而去 把红军一个人晾在了紫霄宫 哎 紫霄宫 传出一声悠长的叹息声 因果 已深河道的红军 也未能幸免因果的缠绕 在后来那场巫妖决战中 十二祖屋只剩下后土玄名 及其所属部落残部 这正是因为后土玄名 在紫霄宫听到所结下的善果 因此天道之下留下一线生机 后土后来化身六道 成为仙界地府的创建者和掌管者 天道有敢于后土化身六道 并掌管六道之功德 赐予他原神一份 后土因没有鸿蒙紫气 虽然未能成圣 但他一身功德堪比圣人 在天道之下 就是圣人也不敢伤他 不然天谴之下将遭受万劫不复的惩罚 而玄名的遭遇就艰难得多 玄名虽和后土一起在紫霄宫听到 但他在紫霄宫那次向红军问情 同样结下了恶果 当然惩罚他的不是红军本人 而是天道 本来 玄名那次结下的恶果 在天道之下樱化为灰灰 在红军的坚决抗争下 天道便对玄名也留下一线天机 以至于在巫妖决战中 玄名同样幸存下来 在他的下属部落快伤亡殆尽时 在诸多妖族和满天神佛的围剿下 玄名才从容不破 优雅地将那些残余的巫人 划破层层空间 来到亿万光年那后世的玄名星系 而玄名自己则负担起了 护卫自己子民 职责直到今天 不过玄名自划破空间来到这里后 除了少数几个 已有大巫境界的巫人以外 玄名封印了其余所有巫人的巫法和神通 使他们彻彻底底做起了凡夫俗子 玄名这样做 是因为他亲眼见证了巫族的强横 极为或天地 招来了满天神佛的嫉妒和天道的不容 是也 玄名希望自己的族人 以平凡人的身份快乐安宁的生活 也许是有舍才有得吧 没有了法力神通的巫人 在千万年后 凭着自己民族的聪明才智 却在科学技术上突飞猛进 造就了今日傲视本心系的两大势力之一 听了娘娘与自己心中夫君 前世那久远苍凉 又气美幽怨的爱情故事 戴儿如痴如醉 皆探不已 抱住玄名泪流满面地说道 对不起娘娘 真的对不起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以前的事情 对不起 娘娘 对于面前这位娘娘 戴儿心中疼痛由人而生 没想到高高在上的巫人大神的命运 是如此的多结 更没想到巫人竟然是以那种方式 从地球母星而来 两个惺惺相惜的女人 彼此紧紧相殃 用女人的方式 诉说对彼此的尊敬理解和包容 玄名祖巫和戴儿 如今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情感 与是否情敌无关 也和玄名是否巫族大神无关 有的只是女人之间 对彼此的理解和包容 即使是战友欲 再是多么强烈的女人 对于玄名的前世今生 任谁都无法和她做情敌 既然无法做情敌 那么就做姐妹 最好的姐妹 天赐将美亚帝国势力范围内的 所有星际空间 布置了防御结界 如何攻击都不会有效果 就如上次潘加帝国战舰 攻击戴儿那艘战舰一样 所有的攻击均被挡在外面 而帕亚帝国所有的星际舰队 均有类似的防护层 而且武器系统 动力等等被天赐炼化 不必再攻击一次 便停下来充许能量 而是不间断地连续攻击 这样的转变 在瞬息多变的空间战场上 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也不知道 戴儿是如何在父母面前吹风的 身在美亚帝国的天赐 却是迎来了提亲 一日 在王府客厅 国王夫妇正式向天赐同志提婚 天赐不由 一阵苦笑 这小妮子还真信急啊 伴赏后 天赐对国王夫妇说道 想必您二老也知道 我在地球有爱人了 那国王叹了叹气 哎 没办法 这丫头给我宠坏了 要死要活的非你不嫁 我也是没有办法 天赐一见 便趁热打铁地说道 要我同意也行 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国王一听 没问题啊 什么条件也行 天赐叹了叹气 可怜的国王啊 某日 美亚帝国举国万城空相 以庆祝帝国公主大婚 在所有误人的心中 公主的声望 仅仅在巫人大神 玄明娘娘之下 就是国王的声望 也在这个全体巫人公主之下 那是因为公主 不仅仅是因为 那惊艳的绝世容颜 和那善良纯真的心 公主最受爱戴的原因是 她担着美亚帝国 星际舰队总司令之职 担负着美亚帝国人民的 安全之责 如今公主终于有了好的归宿 全体美亚子民 从内心感到高兴 新婚业 看着那娇滴滴 脸颊红郁满布的新娘 天赐心中不免一阵惭愧 是对于远在亿万光年外 的娇娇 和面前这位新的红颜的歉旧 自己真的如玄明所说 是个花心大萝卜马 娇娇 戴儿还有那和自己的前世 纠缠了亿万年的祖乌玄明 三个女人 也就意味着自己 多了三个甜蜜的负担 各个有着沉云落雁 碧月修花之貌 对自己用情之深 叫自己情何以堪 只能是今后 全心全意的爱护和关爱她们了 而自己今日娶了戴儿公主 却对那可怜的国王狮子大开口 拐了人家宝贝女儿不说 还狠狠敲了人家竹杠 至此 天赐心中的欠就不免增加几分 次日 老神在在喝着茶的天赐 看着拖着油渍不变的身子 收拾残局的戴儿 心下不由一阵哑然 一阵歉意不由咋把咋把嘴 喉咙发出咕咚一声 戴儿哪能不知道那心思 粉面一红 狠狠地给她一个大大的白眼 天赐心下一宽 还好 没有落下阴影 和戴儿度过一个月的蜜月 拜访了戴儿的长辈和亲朋好友 在美亚帝国 天赐已经待了半年了 天赐觉得 自己实在是该回地球了 不说地球上 还有一个娇妻在等待自己的归去 主要是天赐觉得时间紧迫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 第44章 玄冥的星序 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 排列着由四个编队方阵 组成的庞大的星际舰队 天赐将这些庞然大物 按照地球海军编制进行分类 星际航母 这是个超级巨无霸 长三万米 宽一万米 高九千米 配备各型星际战斗机四千余架 这只是常规战士配置 在庞大的机库里 还有上万架战斗机 也就是说 一艘星际航母所搭载的战斗机 就有一万多架 还有数千架各型运输机 而这样的航母 组成三个航母战斗群 每个群配备较之稍小的 星际战列舰四艘 星际巡洋舰八艘 驱逐舰和护卫舰 各二十余艘以及各型辅助支援舰数十艘 一个航母战斗群 共有各型舰艇 一百余艘 也就是说 三个航母战斗群 一共大约五百艘舰艇 这还不算完 三大星际航母编队之外 还有一支 由十艘护卫舰护航的 八十艘运输舰组成的运输舰队 这就是天赐 向那可怜的国王敲的竹杠 当然 这也不是美亚帝国独自承担 这些战舰装备 有一半是来自潘家帝国 那国王可怜之处在于 搭上一个娇滴滴的女儿 不说 还得搭上这支庞大的舰队 不仅如此 天赐被还带了一群人 各行各业尖端科技人才 四十万 还有他们的家人 和整支舰队所配置的 官兵及他们的家人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 还有数不清的地球稀缺 或没有的资源矿石 比如那运输舰上 那数以千万吨万吨的 黄金白银和钻石 这些就是天赐 为提升地球通天国的 家借的装备人员和财富 还有国家振兴而紧缺的 各类人才 并对些人用神时 签订了灵魂契约 今后他们所有人 只会听命于自己 或者自己指定的人和政府 天赐一身雪白鼻挺的 海军上将军衔的军服 更是显得鹦鹉挺拔 本来想让戴尔 也弄个中将什么的玩玩 可这小妮子知道了 地球的军队编制后 却心甘情愿地 做起了中校秘书 这不 此时身着中校军衔军装的 戴尔脸上红韵未消 自顾自地玩着电脑 再以不理会他 之所以此时的戴尔 不再理会天赐 而同样是中校装扮的玄军 则慵懒地靠着沙发翻看杂志 眼睛都懒得抬一下 玄军是在天赐的 连番甜言蜜语的轰炸下 实在招架不住 被这货声拉硬拽 联盟带骗这才跟来 不过他还是画出一个分身 保护美亚乌人 天赐将四大舰队组合成 联合舰队 龙一任第一舰队中将司令 龙二任第二舰队司令 龙三任第三舰队司令 龙四任运输舰队司令 由于美亚乌人的名字比较绕口 天赐便给他们取了版的名字 然而 对于取名字 天赐却是外行 只得以数字 分别给他们取了新的名字 而联合舰队的实际一把手 则由戴尔的老部下老搭档 雅清担任 二十多岁 同样貌美如花的女孩 战斗经验相当丰富 在曾经的美亚帝国和潘加帝国的 历次空间战争中 立下赫赫战功 是个外表娇弱 内心刚强的铁娘子 这次被戴尔点名要了过来 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空间跳跃 天赐渐渐感到不耐 太慢了 像如此这般 等回到地球就过了几十年了 天赐觉得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 无论是对于祖国 还是急需自己的仙界 时间对于自己来说 太急迫太宝贵了 便对戴尔说道 太慢了 我把这舰队收进我的空间 我和玄冥顺移而去 你待在这里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 嘿嘿 可以 只要你在外面可以呼吸 和不怕变成满是服饰的干尸的话 当然可以 戴尔 看着他写着玄冥一顺而视 戴尔贴着弦窗往外瞧 只是哪里还看得到 可怜的戴尔浑然不觉自己 和整个舰队已经进入了 天赐那混沌空间 还物字不知 只余下他暗自恨恨 哼 谁不晓得你们想干什么 在无尽虚空间 玄冥看着 威依着自己的转世木头 那冰封亿万年的芳心 再次被融化 此时的玄冥情难自惊 诸泪如雨如注 乌乌 积蓄千万年的哀伤 化作悲怆的阴符 划过空旷死寂的星空 既然上天让你我再次相逢 我不会再次让彼此遗憾 千万年的因果是该了结了 天赐的话语 开始是寒情漠漠 本来 玄冥被这家伙前两句话 感动得一塌糊涂 却又被这家伙 毛手毛脚下了一跳 啊 难道在这儿吗 转头瞅瞅 私下是无尽虚空 便捉住那诸首 不行呢 在这光天化日下 像什么样子啊 这个当然难不住 神通广大的天赐 要是这个都难住的话 那么就不是道祖转世了 天赐挥手一划 二人便出现在一间 布置豪华的卧房里 这就是玄冥的宿命 本来已经被隔绝于 天道范围外的玄冥 再次在机缘巧合下 和那木头的转世重逢 是因果 是宿命 谁也说不清道不明 这家伙前世今生变化而已 太大了吧 哪里还有前世那木头的影子啊 这分明就是两个极端嘛 二人将身上收拾收拾 天赐又一化 房间消失 玄冥问道 你把道祖的法力 整日用来干什么了 啊 穿过时空 前方不远处 出现了一颗蓝色色的星球 如一颗璀璨的蓝宝石 令人遐想连连 这就是地球 怎么样 还熟悉吧 天赐对着威衣 在自己怀里的玄冥说道 笨 玄冥看着那颗久别的星球 泪水不由自主地又滑落下来 这个星球有着太多的回忆 太多的爱恨情仇 难以言表 天赐轻轻地擦拭着她的泪花 悠悠说道 曾经的种种已经结束 就让她随风而去吧 做你自己 西日微风八面 生震洪荒的祖乌 此时就如林家小妹妹一样 看着那颗蓝色星球出神 地球母星 玄冥回来了 久别千万年的故土 玄冥回来了 第四十五章 娇娇的姐妹 泪花 伴随着玄冥那苍茫久远的记忆 再次滑落如花儿一般的脸庞 玄冥的脑海里 玄冥的眼前 仿佛出现了往日的征战杀法 耳边 战马在思明 战鼓声势震天 多少昔日的战友兄长 历历在目 他们仿佛由自挥舞着战刀 向敌人发起绝死冲击 十位祖乌大哥 后土姐姐 还有许许多多的乌族兄弟姐妹的英容笑貌 真真切切地在玄冥眼前晃动 仿佛 巫族的强大 巫族的心栓就在昨天 尽得可以伸手触摸 战友们啊 兄弟姐妹们啊 玄冥好想你们 后土姐姐 你在仙界还好吗 这是玄冥对昔日的战友 兄弟姐妹 发自灵魂深处的思念和牵挂 拍拍哀伤欲绝的玄冥那柔弱苏间 天此明白 自己此事无法做什么 只能是配在玄冥身边 以他的快乐为快乐 以他的悲伤为悲伤 玄冥遭受的苦难 对于他来说是幸还是不幸 自己的前世 在玄冥后世的磨难 扮演者怎样的角色 但天此认为 无论前面发生过什么 都已经过去了 现在要做的是 给予玄冥最大限度的关爱和呵护 不让他 再受一丝伤害和委屈 放出自己混沌空间的戴儿 以及舰队 携手和玄冥飘进了司令办公室 却见戴儿公主嘟着小嘴儿 老神不在地在办公室乱转 旁边那美女上将雅清 则手足无措地劝解着 这个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发小和闺蜜 二人从小一起上学 一起长大 一起在兴建服役 根本就没有公主和臣民的分别 亚清同样是美人胚子 有着不下于戴儿的容颜 由于亚清在军中那 无与伦比的权威性 实际上是本舰队的一把手 所以小秋同样给他 弄了个上将军衔玩玩 因为天赐这个司令 不过是个摆设 挂个名而已 他哪里有许多时间 待在舰队上 不过看着昔日的上下级和姐妹 如今地位掉了盖 而且军衔差了这么多 天赐倒是觉得很好玩 可 正字乱转的戴儿 和一旁劝慰的亚清 闻声一起转过头来 司令 亚清趴得一个标准的军领 心儿军服雪白挺拔 将星闪烁 天赐将地球通天国海军 各种季节的军服信息 传给了美亚的服装设计和制作人员 没有的工业果然是恐怖的强悍 数百万套军服和后勤装备 仅仅在一个月内完成 对那严谨快速的工艺流程 天赐是叹为官职 嗯 天赐还以同样标准的军领 怎么样 穿着军装还习惯吧 报告司令 不太习惯 但很快会习惯 亚清说话很直 一就是一 不会趋一封城 就算是顶头上司也不会 对于这一点 正是天赐看中他的原因 转过头 天赐笑眯眯的 朝物子不愤的戴儿一招手 来 亚清翘脸一红 赶紧闪人 戴儿白了天赐一眼 多闹着小嘴 将小脑袋别了开去 给她一个大大地后脑勺 看着粉脸游自于红的玄冥 冰雪聪慧的她 哪还不知道她俩做了什么 心下游自酸意涌动 可是更多的是 对昔日的巫人大神 从今以后的姐妹 发自内心的怜惜 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戴儿多为这曾经的娘娘 那七美绝伦的爱情故事流泪 更为娘娘为追求自己的爱情 当着众人之面 向道祖问情的勇气 深感钦佩 戴儿曾经几次这样问过自己 如果是换作自己 是否也像娘娘当初那样勇敢吗 虽然娘娘当时的所作 招致了后来的磨难 但毕竟为爱坚持过了 即使是失去生命又如何 无论如何 自己的人生就没有了遗憾不是吗 如果需要自己 为她放弃生命时 自己会毫不犹豫地 像娘娘那样吗 答案是肯定的 是 自己没有娘娘和夫君 那么幽远其美的故事 但戴儿自认为 自己对夫君的感情 并不比娘娘来得少 也许自己和夫君的爱情 相较于娘娘来说 是很平凡 但是对于夫君的心意 也和娘娘一样 戴儿静静地来到玄冥身边 抱住娘娘久久不愿分开 一架造型怪异的飞行器 快速地向地球飞去 驾驶着飞行器的 正是那位美女上将雅清 天赐在玄冥和戴儿的拥抱下 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 好不逍遥自在 本来她想一个顺移去地球的 又方便又快捷 玄冥倒是没有问题 因为她本来就是 穿外国时空的行家 论起穿外国本领 她比天赐来得更加娴熟 可是戴儿虽然经过 和自己的双修 并经过了自己 混沌元气的淬炼 现在也只是 最底修为的神仙 人仙 无法承受穿外国时空时 那时空风暴的伤害 而这个小妮子 又不肯待在自己空间 无奈只好乘坐这架飞行器 不过也好 这自己的专机会有用处 整个舰队被留在了 距离地球三百万公里的空间 如果将这些巨无霸 飞龄地球的话 绝对会造成骚乱 将飞机隐藏在空中 将不情不愿的戴儿 硬塞进自己的空间 和玄冥 顺移到了自己 在燕京郊区那栋别墅 放出满脸不分的戴儿 这才摁下门铃 为己 门洞里现出了一个白头 正是师父清须子 进的院里 却见岳父母正打量着 自己身后的两个女子 啊 介绍一下 这是玄冥 这是戴儿 一阵介绍 师父和岳父不愧是男人 神回得很快 忙稀里糊涂地 玄冥时却是神色大变 你是玄冥师姐 说着又看向天赐 天赐说道 不错 他正是祖无玄冥 而玄冥则同样惊奇 没想到几千万年后 除了转世红军 还能再遇见故人 当时玄冥与子霄宫听到时 清须子是红军身边 那三的道童之一 浩天后来做了玉皇大帝 姚池则做了王母娘娘 而浩月则跟着红军的元神 跟着转世 负责保护转世的道祖 如今再次重逢 玄冥和前世红军的爱恨情仇 清须子当然也知道 并且从内心深深同情玄冥的遭遇 如今见昔日的祖物 今日和转世道祖再续前缘 心下甚为欣慰 那还在为女儿感到纠结不已 的西瑶 却见着女人好像和自己的女婿 有着简不断理慌乱的前世纠葛 便安静下来 清须子便向她夫妇 诉说了玄冥和红军的前世恩怨后 天赐在向他们说了 这次美亚之行和取代儿的经过 西瑶再以难以为自己宝贝女儿吃味 作为女人的她 同样为玄冥爱情的勇敢和率直所折服 也是遭受了千万年的磨难和不幸 是该有个好的归宿了 至于戴儿 同样是个好女孩 对爱情的执着同样令人敬佩 于是乎 云娘再一忍不住 朝玄冥和戴儿招招手 来 到这儿来 二女一阵忐忑 看看天赐 天赐点点头 她俩只好怯怯地来到西瑶面前 西瑶一边一个搂住他们 哎 可怜的好孩子 你们就做我的女儿 好嘛 被云娘一阵疼惜 玄冥戴儿心中涌出一阵阵暖意 娘 娘 二女激灵着呢 知道搞好那个未见面的 掌房夫人母亲关系的意义所在 这一叫叫得西瑶心花怒放 直叫得西瑶刚才为女儿吃味的酸溜溜了 不翼而非 可这声娘也不是白叫的 得给刚认下的两个女儿见面礼事部 于是看向逍遥 直指她的手腕 哦 逍遥明白了 这紫玉手镯乃是一对 如今玄冥和戴儿一人一个 这手镯是上古宝贝 陪伴他们夫妻走过了几千年 足见西瑶的良苦用心 天赐却是叹了叹气 西瑶的确不错 心地善良 但她却是有些多虑了 她是不知道 这三个女人均是心性率真 善良无邪 她们只会相处得如姐妹一般 哪里又会争风吃醋了 西瑶的大赌和包容 是玄冥素素 心下大松 心想着未见面的掌房夫人 想必也很好吧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漂亮 非常的漂亮 对于这一点 还是很有眼光的 至少不会下于自己二人 正当玄冥素素 玄冥戴儿忐忑间 在众人品茶 闲聊间 邦邦邦 随着遗传清脆的银铃声 一道绚丽的白色亮影 飘了进来 娇娇永远是这样的嘻嘻哈哈 没心没肺 是个永远长不大的小丫头 她殊不知 今日有着大大滴绿帽子 等着她 而且是两顶 哇塞 太漂亮了 二女琪琪心下惊呼 难怪自己夫君 对这边娇妻念念不忘 果然是惊艳绝伦 爹 娘 师父 我回来了 娇娇魂燃不绝院里 多出了三人 轻盈的身子向母亲扑去 扑到半途生生僵住 老公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呀 他们是谁 天字见识已至此 只好摸摸鼻子啊 这个 那个 恩爱了半天 也没有恩爱的所以然 只得把目光 投向丈母娘 好嘛 给人家宝贝女儿 戴了两顶绿帽子 还得要人家给自己 弄个台阶下 还这么的心安理得 天底下 恐怕只有 西遥这个丈母娘 做得这么憋屈 要不是这家伙 是他们惹不起的 道祖的话 西遥早就 河东湿吼了 哎 既然道祖相求 还得笑脸相迎 拉着不依不饶的 宝贝女儿进了礼物 这边玄冥戴儿 好一阵紧张 她二人的归宿 全在他们眼里 这个掌房夫人的态度了 随着娇娇的 嚷嚷生外国来外国小 最后鸡不可闻 扮上光景后 焦焦红着眼睛出来 她脸上的泪痕 清晰可见 来到玄冥戴儿面前 一边牵一个 不好意思 让二位姐姐见笑了 咱们今后 就是好姐妹 同仇敌忾 一致对外 说完杀人 对眼光射向 那个好色的家伙 见一个爱一个的家伙 同仇敌忾 对我 天赐不由的 又摸摸鼻子 而玄冥戴儿 也同时瞎了过来 天赐不由冷汗如雨 啊 以后有的瘦了 东海某岛 扶桑海市监察船 驱当我国渔民在 在我某海岛上 立下永久戒装 并插上了太阳旗 扶桑国当局 还在我东海春晓油天附近 向我国屡屡发出挑衅 相关文件文件 被送进办公室 一位约莫五十岁左右的男子 正翻阅着 东海事件的相关文件 这男子正是 现今通天国最高领导人 李肖瀚 李肖瀚柔柔太阳穴 哎 这东阳国还真会挑时机啊 南海事件 台海问题 不久和任国关系陷入谷底 这个时候 他又跳出来 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反美反东洋声浪 一浪高过一浪 头疼啊 只可惜 你通天国目前的国力 根本就无法同时 面对如此多的争端 如今通天国采取的策略是 尽量隐忍 养精蓄锐 问题是 人家根本就不给你时间和空间 八 李肖瀚猛的一抬头 却见一个面容清秀的男子 叼着香烟 老是不客气地坐在对面沙发上 看看天赐等人 李肖瀚又看看门口 他们是如何进来的 重重护卫 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要知道整个基地的保卫人员 是通天国最精锐的保卫力量 问题是 他们却是在所谓的 最精锐的保卫人员的眼皮下进来了 这怎么可能 李肖瀚是吧 和你做个交易如何 那男子靠着沙发慵懒地说道 哦 有趣 不知你想要做什么交易 不愧是领导人 迅速平静下来 心中明白 这三人能再戒备如此森严的国家政治中枢 自由出入 自不会是普通人 倒也好奇这人是什么来路 又是如通过层层守卫的 交易嘛 对于这个国家来说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放心 这个国家只会稳赚不赔 而且是最高利润 当然 交易成功后 付我一百亿美金 一百亿美金 什么样的交易要一百亿美金 李肖瀚刚刚喝到嘴里的茶水 差点呛了出来 这小家伙说那一百亿美金 就像是说一百美金一样 他难道不知道一百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不过 李肖瀚倒是很好奇 更加感兴趣 倒想看看这位不速之客 搞什么名堂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天赐 张天赐 曾经是东海舰队一名驱逐舰舰长 并且在海军指挥学院学习 至于什么交易 这个给你自己亲眼看看再说吧 但这是咱们国家迅速强大一次机会 希望肖瀚 你不要把我当作疯子 天赐又顿了顿说道 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很荒唐 难以相信 这要取决于你自己的决定 李肖瀚却是想了想 突然恍然道 张天赐 那个最年轻的高考状元 天赐笑了 看来 我张天赐少年时代的名气很是响亮 就连李肖瀚你都知道我 李肖瀚也是笑了 那主要是你那九龙绕梁 的故事太吓人 好家伙 九龙九凤 想不出名都难 被通天国最高领导人当面夸赞 绕是将脸皮修炼的刀枪不入的天赐 也是有些难为情 老脸一红 不由善善 心下却是在暗自付匪师傅 有时没事 搞这么大动静 自己转世就转世呗 干嘛弄出个仙女散花什么的 李肖瀚也是看出了天赐的囧态 便接着天赐的话题 你说的那个 那么要如何看呢 天赐说道 要不叫些专业人士吧 比如海军司令 国防部长和四总一把手 盯着天赐看了看 李肖瀚在面前的一个按钮按了一下 不时 一个儒雅的眼镜中年人进来 一张嘴刚要说话 却赫然发现里面多出了三位不速之客 猛一愣 又看向肖瀚 好了 这是客人 你安排一下 让四总部长海军司令 以及国防部长半小时内来我的办公室 记住 紧急会议 但那眼镜难觅输出去后 肖瀚对天赐道 海军司令这几天 刚好在燕京 就是关于海军的战略体制转型等问题 和中央军委协商沟通 说着话 又对天赐身边站得笔直的那两位美艳女子点头道 来此便是客人 请坐 不要客气 玄冥和戴儿看看天赐 天赐笑道 肖瀚让你们做你们就做 看我干嘛 肖瀚笑了 点了点头 也不知那笑是何意味 比肖瀚今日兴致很高 作为最高领导人 能放松心情和人聊天实在少见 也可以说是机会不多 肖瀚也对玄冥和戴儿问了一些问题 而玄冥戴儿则很得体地进行了回答 就在几人闲聊中 轻轻地敲门声过后 近来一溜匠心闪烁的将军 肖瀚起身对同样惊诧的将军们说道 这位小朋友说 有过东西想让你们这些专业人士瞧瞧 所以我请你们来了 你们先相互介绍一下吧 诸位将军一一自我介绍 国防部长曹金川 总参谋部长陈恺 总政治部长孝叶 总装备部长李雷 总后勤部长谢飞 海军司令肃长和 天赐和玄冥戴儿也做了自我介绍 肖瀚又说道 这位小朋友还说 要用一百亿美金交换这个东西 不如咱们先看看是什么 诸位将军道 好 看看 天赐便起身拿出一个光盘 放进影碟机后说道 看看也是好的 有个心理准备 在电视屏幕上 无尽的星空背景下 出现了一支庞大的星际舰队 数量之大 型号之多令人扎舌 还有数不清的飞行器 来来往往的穿梭 更见那些星舰醒目位置 均有通天国国旗图案 对着目瞪口呆的诸位 国家权力中枢的民宿 天赐说道 放心 这不是科幻电影 是真实的 当然 给我一百亿 这所有一切都是国家的 包括数百万官兵 和数十万个领域高级人才 天赐又笑音音地点上一颗香烟 带着诸位消化一会儿 天赐说道 不知各位是否有兴趣 去星际舰队做客 一流黑色奔驰组成的车队 迅速向香山机场而去 机场早已被清空 包括人员飞机 甚至连指挥控制人员 也没有留下 吓得车来 小秋掏出电话 雅清将军 可来了 将军 哪国的将军 不过肖汉和将军们 还没有回过神来 在众人目瞪口呆下 机场半空 一架造型古怪飞机模样的东西 凭空出现 是那么的毫无征兆 并且看来已经悬停了很久 问题是 这飞行器是如何 躲过国家如此精密尖端的 侦测设备的 就是连美利亚国和东阳等国 那尖端卫星也没有发现 它一点踪迹 难道全球那无处不在的 雷达和卫星都是摆设吗 就算那侦测手段 没有西方先进 可是偌大的飞行器 在防卫如此森严的首都上空 居然这么久没有被发现 这是何等尖端的科技啊 不过接下来的 更令将军们连连惊奇 从那飞行器下来 一位清理脱俗 身着海军上将军服的女将军 在两名随从的陪同下 来到天赐面前 趴得一个军礼 星际联合舰队副司令雅清 向司令报道 众人的神经早就麻木了 以至于对任何事情 倒也不再惊奇 天赐还以军礼后 对雅清道 来见见你未来的同事 以及上司 在天赐的介绍下 雅清将军一一 敬礼 在雅清将军的娓娓道来声中 飞行器在将军们和萧翰 又一次目瞪口呆中 直接冲出大气层 而此时 众人心里只有一个心声 如果国家真的有了这等科技手段 放眼世界 还怕谁来 在飞行器飞了约末半个小时后 在星光的映尘下 前方出现了几个庞然大物 而这些大家伙 在雅清口中说来 这不过是舰队里的小个子时 将军们再次无语 如果说 这些长度约五六公里 的大家伙还是小不点 那么那些还要大的呢 随着将军们一次次震惊和无语 在后来加入的 看似是战斗机的飞行器的护卫下 穿过了一批比一批大的星舰 组成的防卫圈 最后来到了舰队的中央 更加庞大的星舰面前 将军们没有了言语 只是彼此对望 众人明白 通天国将会以任何时代 不同的方式崛起 经历了太多惊奇 已经神经麻木的将军们 和萧翰倒也是老神在在了 随着那被天赐称之为 星际航母的舰尾一道道闸门打开 众人所做的飞行器 随那些战斗机飞了进去 闸门随之关闭 带下的飞行器 看着那巨大空间里 停放着的那些密密麻麻 整整齐齐的数以千计 各型空间战斗机 将军们不得不重新定位 高科技的含义 在亚青将军的陪同下 萧翰合众将军来到会客厅 在勤务兵送上茶水后 亚青将军开始在大屏幕前 讲解舰队的编制 火力和防卫等等 而天赐和玄冥戴尔 则告退一小会儿 在亚青的介绍下 将军们这才明白 这支舰队是多么的恐怖 七万多架 各型战斗机 比地球所有战斗机总和还要多 更何况什么光子炮 量子炮和空间鱼雷等等 当亚青说到整个舰队的火力 能摧毁整个银河系时 只能用更加无语来形容 而且还有那八十艘 超级运输舰上 数以一亿万吨的各种 稀有矿产和物资 再加上数十万各类人才 和几百万官兵 还有相关的家属 难怪天赐说 国家只会稳赚不赔 邦邦 随即进来一位 年轻的海军将军 哦 还是上将 众人凝目一瞅 可不是刚才的那个小伙子嘛 不过大伙儿 再看看天赐的军衔 心下了然 这支舰队的主人是他 如果他真的可以 区区一百亿美金成交 那么为那些曾经凌辱 和侵犯我国的国家默哀的时候 就快到了 天赐来的萧汉面前 对萧汉行个标准的军礼 我这个上将司令 以及舰队数百万官兵 现在是无根之平 是没有家的孩子 如果国家能接纳归家的游子 天赐感激不尽 其实天赐话说得很明白 这些东西可以归你 但自己这个自封的 司令和全体官兵要国家编制 要进军队序列 萧汉早已激动不已 两眼含泪 压抑着激动的心情 紧紧握住天赐的手 欢迎回家 上将同志 这一句话就等于承认了 天赐这个司令 和所有官兵建制的合法性 反正国家又不用出钱养活他们 国家得到的是一次 以任何时代都不同的姿态 崛起于世界之巅的机会 第47章 女演员 众将军也起身齐齐敬礼 欢迎回家 天赐将军 相互哈哈大笑 意义拥抱 情真意切 祖国复兴指日可待 作为国家核心高层的人 哪里还不兴奋 让祖国重新傲立 是世界之巅 是通天国人几代人的梦想 是多少中华儿女 复制行动几十年的梦 如今终于看到了 民族强盛的机会 他们早就激动的热泪盈眶 通天国 在天赐的介入下 从此拉开了 从未有过的姿态 走上了高速发展的强盛之路 天赐的使命 责任重大 以至于亚青将军 还得继续担任 星际舰队实际上的一把手 地球方面短时间内 是不会派人前来任职 是因为通天国军方 所掌握的知识和科技水平 远远无法胜任操作这些 如天书般的各种系统 更别说指挥和控制这支舰队了 只能是派学员前来学习 早日缩短彼此的差距 要指挥和控制这些星舰 任重道远 来日方长 也许 在几代人之后 通天国便能独立自主地 掌控这支庞大的星际舰队 只是现在 通天国要埋头 做好目前的复兴之路 老祖宗丢掉的国土 如今还在猎强手中 他们已经漂流在海外许多年了 随着通天国的最终壮大 这些被分割的游子 是时候回家了 天赐如愿以偿地拿到了 一百亿美金的支票 这下子 天赐不再是一个穷小子了 成为了有钱人 而且很有钱 也是 三个爱人和岳父母 总不能都让师父承担吧 在燕京西郊那别墅 天赐在原址上扩建 在原址上 出现了一座气势辉宏的 仿古式别墅群 这里便是天赐今后很长时间的家 在安顿好自己的爱潮后 天赐开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建设 在那些专家中 挑出十个在经济工商贸易等领域的人 组建了十个集团公司 再将这十个集团 组成一个设在的总部 总公司名叫新华集团 合同时间 中央建立的龙腾集团 一工一丝 相互配合 这两家资产超过 二十万亿美元的超级集团 在国际上 向那些金融大鳄和寡头 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击 在全世界突然猛烈地 刮起了超强的飓风 全球一片惊叹 国家为什么突然这么有钱 而那些专家中 负责军工科技的人 直接交给了军委 核心冶金工艺的传输 使国家生产的坦克火炮 和飞机舰艇的装甲防护力 提升了几倍几十倍效能 新材料的运用 还是导弹更加小型化 应用了新材料的中远程 和洲际导弹的体积 比以前小了几十倍 而射程更远 精度更高 威力更大 而且机动性和隐身性更好 有了外星科技的介入 但航母被提上了日程 冻结了曾经 对乌克兰航母的继续研究 而从事自己全新的航母计划 自己的航母起点很高 核动力 比M国的还先进 人称之为二动力 吨位是十二万吨 一时间 威胁论再次沉销其上 而通天国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丝毫要说明的意思 做自己的事 让别人说去吧 国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强势发展 该做的 天赐都也做了 剩下的就是各种政策的实施和时间了 天赐挽拒了中央的高级干部寓所 仍然回到了那郊区的别墅居住 当然 此时的别墅附近 驻扎了一个牌的武警部队守卫 只是外围守卫 平时这些军人是不会进入别墅的 得顾忌天赐将军的生活隐私不适 天赐的私生活 高层当然是心知肚明 但也不会将用在政府或军队的纪律条例来约束他 通天国高层核心的领导 对天赐的不爱 睁之眼闭之眼 没有谁会无聊地用法律什么的 来传唤天赐将军 剩下来的时间 就是天赐的逍遥自在的日子 整日花前月下 享受着难得的轻松又惬意的时光 在这段时间里 天赐带着千千玄名 裴素素回了一趟娘家 也让千千见识了一把外星文明 或超外国地球千年的高科技 而美亚帝国的老国王夫妻 再次见到宝贝女儿时 激动的老泪纵横 以他们掌握的天文知识 他们明白 以他们的科技水平 根本就无法穿外国如此遥远距离 去地球看望女儿 在他们看来 要见到宝贝女儿 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如愿 也许在自己的有生之年 恐怕都无法见到戴儿 却不想 仅仅在三年后 女儿竟然就回来了 在这三年里 美亚帝国和潘家帝国 再也没有发生过冲突 而是相互包容 并且 这对纠缠了几千年的冤架 还制定了安全机制 以确保双方不会因某种误会 再起刀兵 这样的结果 天赐很是欣慰 和平才是彼此繁荣延续的保障 战争是彼此衰败的根源 即使是多么高度发达的文明 也会因战争 消耗所有资源 而彼此衰败 衰亡 知道被新的文明取代 而回到地球的天赐 继续过着自己的惬意生活 俗话说 快乐祥和的日子 过得很快 三年弹指而过 而这三年里 的国力大幅度 成倍的增长 超过了M国 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虽然在整体国力 和西方差距还很大 但毕竟这超强的发展镜头 能最大程度激发 民族自豪和的激情 随着国家经济的日渐壮大 各种涉及民生 的优惠政策相继出台 各类基础建设 全国遍地开花 人民收入成倍增加 就业率连连窜红 如今全球经济低迷 而唯有以前所未有的 30%的速度超速发展 惹起全世界一片惊叹 只是 全世界都不明白 通天国为什么突然之间 产生出这样强劲的腾飞势头 都不明白 通天国为什么有这么对资金 在全世界金融 地产和能源方面处处开花 其超强的势头 将许多老牌的跨国集团 挤出了通天国市场 特别是近年来 东阳国企业 遭受通天国民间企业 致命的排挤打压 东阳国企业 在通天国市场上 生存突兀的艰难起来 谁也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仅仅就是因为领土之争 通天国就此展开贸易大战 这种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风格 不是一项谨小慎微的 通天国历届政府的做派啊 全世界都想不明白 在通天国民间 政府乃至最高层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他们都知道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 导致通天国民间和政府 保持步调一致 通天国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全世界 尤其是西方世界 为此对通天国展开了 一轮轮间谍活动 以期获得通天国 这次变化的机密 然而 令所有国家失望的是 这些间谍 无一不是空手而归 没有人 能窥探出一丝办好的秘密 而在这其中 再近两年 在通天国市场上 损失惨重的东阳国 对通天国的间谍活动 最为频繁 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东阳国不知在哪个渠道 逐渐地探查出 天赐的一丝秘密 只不过 他们掌握的 仅仅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东阳由此便展开了 女演员行动 开始了新一轮 对通天国 又或是对天赐的间谍活动 当然 东阳国的间谍 一入通天国国境 第一手关于 东阳国间谍的资料 在第一时间 就送到了天赐的办公室 通天国国安局长 亲自送来资料 通天国国安局长 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 心事果敢老辣 颇有铁娘子的风范 随手翻了翻资料 天赐说道 严密监视 但不要让他们察觉 在他们没有做出 危害到公共安全之时 不要打草惊蛇 这件事就交给我来处理 你们国安局 就不要插手了 国安局长一犹豫道 这个不合适吧 天赐白白手笑了笑道 没事 就这样办好吧 这位国安局长 见天赐将军态度坚决 便不再坚持 道了一声告辞 便走出了天赐的办公室 透过指尖腾起的烟雾 天赐嘴角露出 不易察觉的弧度 女妖计划吗 东阳国谍报机构 恐怕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最优秀的谍报人员 刚刚进入通天国内 就被置于监视之下 只不过这件事 被天赐拦了下来 他倒是要看看 东阳人是用什么方法 得知了自己的一些秘密 还有 女演员 一想到女演员 天赐便想起自己孩童时代 看过的东阳女演员 女演员 天赐嘴角的弧度 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变得玩味起来 不过天赐却是明白 此女演员非比女演员 这些女演员 可是 经过了最严格的训练 在全世界主要国家 搞间谍活动 这些女演员 都是个顶格的高手 身手极其不凡 只不过 碰到自己 算他们倒霉 第48章 平山之巅 燕京 建国门大街 人行道上行走着一个 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孩 长得极度的清纯 黑色的校服 白色的翻领衬衣 黑白条纹的领结 下半身穿着 黑白条纹的短裙 白色棉质长袜 身段玲珑曼妙 连步摇一身花 这个典型的萌媚女孩 立即引起了 大街上混混的口哨声 两个染着红头发的混混 一前一后 将手搭在这个学生装 女孩肩上 妹妹 找谁呢 是不是找哥哥啊 后面一个混混 哈哈大笑 这个女孩 盯着面前这个混混 美妙的眼睛里 没有半丝色彩 就如机器人一般的 了无生气和空洞 浑身散发出冰冷的气息 使得两个混混 不由地打了个寒颤 被这个女孩 盯得心里直发毛 混混便知道 这个女孩 不是自己狩猎的对象 便呸了一声 按道晦气 骂骂咧咧地走了 女孩 便拐上了另一个路口 而在不远处 一个戴着墨镜的金干男子 对着耳机说道 目标已进入东路口 墨镜男子耳边 传来不容置疑的话语 不要跟得太近 不要惊动目标 这是命令 墨镜男子说道 是 小魏 去平山 天子说道 将军 现在去平山干什么 那里地形复杂 我担心你的安全 小魏一边将车子开车 一边说道 小魏是基地警卫团保镖 被指派给天子将军 做司机兼保镖 这次被将军带出来做司机 小魏要有多兴奋 就有多兴奋 给将军做司机一来 这是第一次为将军服务 没办法 平日里的开车 被将军夫人霸占 天子笑着没有回答 却是从后视镜里 观察着后面的动静 他一出基地的时候 就发现了 一直有两辆车 彼此交错着跟踪自己 而现在又重新换了一辆奥迪 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 天赐准备将人 引到平山那边去问问 但天赐隐约也知道 这些人恐怕 就是东阳的谍报人员 莫非 他们想做了自己 对于燕京 天赐虽然不太熟悉 但也知道有个平山 地形复杂险峻 平时很少有人去 而且 现在已经是黄昏了 那种地方 更是不会有什么人 这种地方 是杀人外国后的好地方 只是天赐做梦 都没有想到 和他抱有同样心思的人 不止他一个 在平山 已经有人布局等待着他 只不过 姻缘巧合下 大家的想法都一样 而在后面奥迪车上的 一个面目冷峻阴沉的女人 见天赐拐上了去平山的路 就是一愣 但还是决然跟了上来 而在某一处地方 正进行这一段对话 报告一号 目标进入建设路口 三号正在跟踪 暂缓跟进 由四号接手 报告一号 目标进入盘旋山口 往平山方向行驶 四号正在追踪 通讯器里的声音 有片刻停顿 很快便传来一个 男人冷笑的声音 他已经发现你们的跟踪了 三号和四号立即撤回 出动女演员 天赐一直没有回头 只是借助汽车后视镜 来观看后面的情况 见到有两辆车 你退我进你进我退的交叉跟进 心里冷笑不已 这种小伎俩 欺骗一些普通人还行 他们这些经过特别训练的人 怎么可能注意不了这种细节 小魏 就在前面那个路口停车 夜秋直指通往平山山顶的那条路说道 天赐推开车门走下车 对小魏说道 你现在回去 这是命令 小魏一呆 可是 将军 天赐重复一次 听好了 这是命令 小魏无法 这得嘱咐将军小心后 开着奔驰往回走 看到小魏开车走远 天赐才笑着往山上步行走去 这个时候才能一窥平山的全貌 一条盘山路旋转着向前蔓延 内侧是突兀而出的石壁 外侧则是深不见底的山剑 掉下去肯定会摔个粉身碎骨 天赐没有停留 一直走到半山腰 看到有一个稍矮些的山坡石 这才爬了上去 靠在一尊大事上休息 抬眼看着他刚才走过的方向 出来吧 都到了这儿 还演示什么 深深地吸了吸鼻子 感受到一股女人身体特有的淡淡香味 不由地笑了起来 果然是他们出动的女演员 难道 他们是想 在天赐想法时 一个女孩儿拐出巨石 果然 出现在天赐面前的是一个女孩 一身黑色笑腑 脚下是一双帆布鞋 方便奔跑和攀越 齐尔秀发显得更加清纯可爱 不失粉带 清笑而冷漠 如果我问你为什么跟踪我 你会不会告诉我 天赐盯着女孩儿的眼睛 笑着问道 虽然天赐笑容灿烂 但心里却一下子警惕起来 眼睛是人类心类的窗户 无论是任何人 她的眼睛都会或多或少 泄露出来一些秘密 而这个女孩的眼睛无喜无悲 甚至没有一丝亮色 一眼看过去 清澈见底 里面什么情绪都没有 这是天生的杀手 啊 原来不是来找自己的 是来取自己的小命 天赐不由得有些惋惜和异曲阑珊 校服女孩 显然不会觉得天赐的问题很幽默 也没有准备回答她的问题 手里握着一把古怪的匕首 仔细看的一眼 竟然是窝国武士刀的缩小版 东阳人 天赐点起一颗香烟 悠闲地打量着这个萌妹子 从这个女人的出刀起手势和使用的冷兵器 就知道出手不凡 天赐明白 东阳人这是要置自己于死地 天赐心里有些含义 感觉有一股很大的势力在他们周围盘旋 而现在所暴露出来的 仅仅是冰山一角 不过随之轻松起来 再大的势力 在自己手下还算什么 女孩没有回答天赐的话 单刀一数 以一个横侃的姿势向天赐扑了过来 虽然这把窝国武士刀比较小巧 但她的锋利却不是天赐可以忽略的 虽然自己是神仙 但也不会傻乎乎地用自己的身体 和人家的刀硬碰 破空声起出 女孩的眼神终于改变了 兴奋而嗜血 天赐没有躲闪 顺手就弹出去一块石头出去 这一招天赐使用了无数次 甚至能将树上停落的鸟给打下来 而且她有一个从小养成的习惯 就是喜欢在身上装三块石头 以防万一 这次用在了女演员身上 校服女演员一刀劈飞天赐丢过去的石头 再次横刀向天赐扑过来的时候 已经失去先机 天赐动了 快如风 急如电 在她的刀去砍石头的时候 人已经到了女人的面前 单手一架 将她握刀的手向空中高高托起 这一招是为了将她的攻击架空 然后右手一拳狠狠地砸向她的肚子 蹬蹬蹬 女演员连退几步 一直退到一块巨石上面 才减弱了后仰的力道 喉咙发甜 这个时候不敢张嘴 不然将内脏的血吐出来 会伤了元气 再次抬眼看天赐时 就是一脸的错落 还夹杂着一丝恐惧 能一招就将自己打飞的通天国人 为什么组织给自己的资料上 没有注明这个自己猎杀的目标会武功 天赐本来是怜香惜玉 刚才那一拳却是在情急之下 用足了力道 本来以为能把她打残的 看来这些东洋女演员的 身体抗摔打能力还是极强的 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再次向她冲了过去 看到那个通天国男人再次扑来 女演员快速地呼吸了两次 立即感觉心里舒坦了不少 反手握刀 将武刀当作匕首使用 也奔跑着向天赐冲过去 狭者相逢勇者胜 天赐被这个女人 刁钻犀利的刀法逼得连退几步 竟然又退回到刚才站立的位置 心里就有些气愤 闪身又避开一刀后 右脚策划 身体一矮 便靠近了窝国女人的身体 同时也脱离了她匕首的攻击范围 女演员在回刀 就朝自己的方向刺过来 这一刀即使能把天赐给刺中 也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 两败俱伤 以命换命的凶狠招式 天赐哪里会给她这个机会 一把扣住她握刀的肩胛骨 另外一只手 却从她斜下穿了过去 抓住她脑袋后面的衣领 身体左闪避开她的刀锋 然后借力打力 很没有风度地扯着女人的衣领 向面前那块一人多高 的巨石上使劲地撞过去 砰 女演员的整个身体 都结结实实地撞了上去 脑袋瘟瘟猛猛地急于跌倒 鼻青脸肿 额头鲜血直流 表情狼狈恐怖 天赐拍拍手说道 最讨厌别人装酷 这就是你不回答我问题的惩罚 说完这句话后 心里突然觉得有些发虚 但想到这便人烟罕至的地方 不会有人听到自己说的话 这才放下心来 第49章 天赐的报复 因为刚才因为避免脑袋撞到岩石 效服女生急切之下 用武士刀去支撑自己的身体 以此来缓冲身体和巨石撞击的速度和力道 致使刀刃也被折断了 丢掉了金丝缠绕的木质刀柄 擦拭了把嘴角的血字 女演员又坚强地挺直了身体 对于这个漂亮的妞 不知为什么 天赐心中产生了一丝惋惜 像这般似花儿一样的花季少女 本应该在学校里享受快乐的校园时光 而如今 却是担负着太过沉重的责任 来刺杀通天国的高层 天赐本就是个善于怜香惜玉的男人 对于美好事物的消失 总是感到惋惜 自己刚才的出手 重了一些 就这么点儿本事 就学人家跑出来杀人 由于对这个女孩产生了一丝怜惜 天赐对她的话语也没有先去僵硬 一脸玩味地说道 使他们对你过于相信 或者说 你的上头把我想得实在不堪 愚蠢的男人 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 女演员重伤之下 又受到天赐的刺激 终于开口说话了 可能是说话的次数太少的缘故 或者是汉语水平实在太差 她的声音很悦耳 可说出来的话 却让人感觉晦涩难懂 只是话语里面的杀意 以及眼里的疯狂 却能清晰地看出她对天赐的态度 恨不得杀之而后快 天赐就是要被逼迫她说话 一个冷酷的杀手开口说话了 那么证明她已经乱了方寸 接下来无论是对决还是逼供 都会容易一些 我只是不聪明 却并不愚蠢 天赐笑眯眯地说道 说话的同时 开始一步步地向女演员走去 脸上带着和炫的笑容 如神话故事里 微笑着收割生命的死神 天赐如闲亭信步的脚步 在女演员看来 却是犹如山岳一样 压得自己透不过气 这个令自己国家高层 感受到威胁的男人 气息犹如高山一样巍峨 像大海一样磅礴 自己则像惊涛骇浪间 漂浮在海上的小船 朝夕间就会沉默 而笑服女演员不明白的是 自己的情报网 为什么没有透露出 一点点这个年轻的 通天国高层人物 会攻附的情报 以至于自己 从一个猎手 转瞬间成为了一个猎物 一个可怜兮兮 待宰的高杨 在距离女演员 三步之远的时候 天赐跳跃起来 凌空一脚 向她的面门踢过去 如果这一脚踢奢的话 至少能让这个女孩 晕迷五个小时 那样的话 无论是在她身上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还是将她掳回去 严刑拷问 时间方面都很充足 而笑服女演员 显然不知道 这家伙此时的心思 只是知道 她这一脚的灵力 不由身呼吸几下 凝神双手握了两次拳头 还好 只是有些疼痛 不会影响整个手臂的发力 和柔韧性 极度柔和的身子 向左侧滑行一步 避开天赐那淋漓一脚 在天赐准备 转移攻击方向的时候 女演员一把扯住天赐 往后一扯 人也跟着天赐的身体飞退 然后再猛地前推 借力打力 一个漂亮的四两拨千斤 揪的一声 天赐被女演员 直接丢了出去 天赐这一脚的速度足够的快 力道也十足的猛 被对方这一招 类似太极散手的 借力打力技巧给推出去后 快速向后退了好几步 这才稳住了身体 一鹤派和气道 天赐一脸诧异地 看着这个娇滴滴 但满脸冰霜的女演员 不由地点点头 不错 这才像个杀手了 右脚在地上抖动了几下 去除掉阴血液倒流 而引发的苏玛感 笑眯眯地对着女演员说道 剧传和气道来源于 和太极有几分相似 都力求以绕克刚 借力打力逼人死角 而且据说这个难学难经 我来考验考验你吧 女演员顶着伤势一击成功 也不敢贸然攻击 她现在受伤颇重 只想争取一些时间 来调整一下内息 不然在接下来的战斗 会死得更快 听到她说要考验自己的话 又见到她龙形虎步地 向自己走过来 眼睛不自然地阴沉了起来 一硬薄软 这男人还真是自信 天赐大步走到女演员面前 画长维权力道千军地 向对方砸去 等到对方刚刚起意来招架时 又快速地收拳画长 向她的脖梗处切过去 而右腿也配合 默契地攻其下盘 砰 女演员女人虽然接住了天赐一掌 下半身却被天赐一脚 给踢个正着 踢下半身 不仅仅是对男人有效 其实对女人也很有效果 虽然在承受这一招上 女人的身体构造方面 优秀于男人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会疼 当然 天赐本人还没来得及验证 这一点的正确性 校服女演员脸色降子 眼睛充满了心红的杀意和屈辱 却不得不捂着自己的跨步 蹲在了地上 就如天赐所想 女演员承受的疼痛 不必男人来得少 卑鄙 女演员咬牙切齿地说道 即便作为一个 以杀人为目的的杀手 她也无法想象 一个21世纪的男人 会对一个女人 使出这样的下流招式 我承认 我是卑鄙了一些 天赐点点头 走到女演员面前 轻挑地用指头 挑了挑她的下巴 说道 现在可以告诉我 是谁派你来杀我的吧 你们的目标是什么 女演员咬着牙不说话 脸上满是痛苦神色 但眼神决绝 你听清楚 这是我问你的最后一次了 女演员又恢复了 一开始的作用 无论天赐怎么问 她都是肩默不语 突然 天赐发现 女演员脸色古怪起来 似是解脱 又似决然 天赐却是明白 像他们这样的杀手 通常是不成功变成人 自杀 想都别想 天赐意念一动 手里已经多出了一粒胶囊 手指轻轻一捏 白色的粉末飘飘洒洒掉在地上 本来死至已绝的校服女生 已经在等待自己毒发身亡的时刻到来 自己的组织纪律就是 任务失败 作为执行人的他们 就要以死谢罪 这是自己国家定下的铁一般纪律 无人可以幸免 若是贪生怕死 被组织咬住 那下场就凄惨千倍 校服女演员 不想受尽凌辱去死 而是要在尊严下而死 只是 等了半天 剧毒的情话甲还没有毒发 转头一瞧 却是傻眼在了当场 那些足以杀死几百头牛的坟墨 就散落在地上 女演员很是不明白 自己以假牙的方式 安置在嘴里的毒丸 她是怎样拿到手的 而且是在自己不知不觉中 这个男人 是恶魔 天赐笑着看看 没有死成的女演员道 想死 没那么容易 这样就死了 太划不来了 你要干什么 已经走了几步的天 刺一愣 干什么 额 这个问题 很有深度 你很快就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了 天赐脚步不停 向一处低洼之处而去 尽管这里料无人计 女演员一听 立马就心下悲哀起来 这样的话 还不如快快死去 免得遭受这个家伙的凌辱 但女演员也明白 自己今天是在劫难逃了 狠狠地盯着天赐 眼里尽是愿赌 你要为今天所做的付出代价 在一处灌木丛之下 天赐最后一次问校服女演员 最后一次机会 你们的组织 到底有什么目的 女演员 狠狠地讲小脑袋别了过去 留给天赐一个后脑勺 天赐哑然一笑 这女演员 还是具备一些女孩 原本的星星嘛 知道再结难逃的女演员 泪花顺着花儿一般的脸庞 滑落下来 第五十章 东阳女奴 抽着香烟 天赐很少温柔地 在唇子哑然的目光下 目光里早现的锐气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柔情 今后 你就是我的人 不许再提死 嘴上说着 天赐眉心金光一闪 一道玄黄之气 瞬间钻入 淳子脑海 淳子在翠步及房下 被天赐来了这么一手 在天赐的玄黄之气 的洗刷下 在淳子的下意识 挣扎下 淳子的意识开始模糊 灵魂开始转化 转化成通天国女人 良久 淳子睁开眼睛 眼神稍显呆滞 但也少了一些冷练 淳子的目光里 渐渐地多出了一丝柔和 一丝温婉 经过天赐的洗脑 淳子不再是先前的 东洋女演员 而是本国的女孩 再点上一颗香烟 淳子又问道 从此 我便是你的主人 现在你说 你叫什么名字 淳子眼里最后的锐气 被天赐的目光 消融得干干净净 低头揉捏着裙摆 滴滴说道 我叫小昌淳子 你今后便是淳子的主人 淳子会随时 听从主人的召唤 拉过窃窃的淳子 将他拥在怀里 现在 你可以告诉主人 你们组织的一些事 以及 你们来通天国 最终的目的了吧 从小昌淳子的嘴里 天赐现在知道了 东洋国政府 果然具备着 不一般的敏锐洞察力 凭着通天国 最近几年的异常强势 东洋国政府 就察觉到了异常 便从此开始了 对通天国 展开的间谍活动 而小昌淳子 属于东洋国 黑龙会杀手成员 专职负责刺杀 被东洋国列为 刺杀对象的目标 而黑龙会 则是东洋国 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是和东洋国政府 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像小昌淳子 这样的女演员 级别的杀手 负责训练他们的是 东洋国伊鹤派 伊鹤派是 东洋国历史最悠久 实力最强大的武术流派 在历史上 为东洋国培养了 许许多多的间谍和杀手 黑龙会吗 伊鹤派吗 也是时候该消失了 对于冒犯到自己头上的组织 天赐是不会放过的 天赐之所以最后 还是没有杀死纯子 只是因为纯子的容貌 使自己下不了手 没办法 在美女面前 天赐从来就没有什么免疫力 索性的是 刚刚为纯子宽衣解带之时 天赐的手法不太暴力 以至于如今 重新穿上衣服的纯子 照样是衣冠整洁 加指此时衣冠楚楚的天赐 就好似刚才在那灌木丛间 极度余余的不是他们 看看天空 日头已熄锤 忙了许久 天色却是不走了 将纯子稍显凌乱的头上 一根杂草摘掉 天赐便向山下走去 此时的纯子 没有了不久前的那杀手的彪悍 而是一步一驱 地景随着主人的步伐下山 暗金色的夕阳 将这对男女的身影 拉得长长的 今天的夕阳 格外妩媚 格外艳丽 就如此时天赐的心情一样 一男一女 沿着盘山公路 走了大概十里路左右 转角处 一辆银灰色的奔驰房车 开了出来 正是警卫员间司机小魏 但这些 不是作为下属该打听的事情 小魏闷声不吭 低拉开车门 天赐点点头 便拉着纯子坐了进去 在车上 在小魏眼前 纯子很是羞涩 但天赐强有力的臂弯 始终牢牢地掀腰 抽着烟 天赐对驾驶座位上的小魏说道 小魏啊 我记得我刚才跟你说得很清楚吧 怎么着 我张天赐的话 不好使 天赐是言语间 很是冷冽 对于不服从命令的下属 绝对不能迁就 虽然不至于要给他什么处分 但言语上的训斥是少不了的 再是多么尽职的下属 再是多么优秀的下属 一旦自己的命令都不遵从 那么 天赐便要开始考虑 是不是要换人 军人 服从命令是天职 做不到这一点 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天赐将军的责怪 小魏其实也很冤 首长的安慰 是他们最高的使命 在荒山野岭之下 最能把首长丢下 小魏即使是冒着抗命的危险 也要暗中保护将军 只是 躲在暗处的小魏 在建设了将军不久前的 那神鬼莫测的身手后 这才明白自己的保护 是多么的可笑 将军如此手段 又何须保护 再说了 就凭自己这点三角猫功夫 在将军面前 连一个照面都走不了吧 只是 不知张将军带着这个女刺客 回去干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杀死她 小魏突然脑袋中灵光一闪 嘴角露出一丝 不为人察觉的笑意 将军 这是看上这小姑娘了 面对将军的责怪 小魏只得苦着脸闷声不吭 有些事情 是无需解释的 很多事情 彼此都是心知肚明 拍拍小魏的肩膀 天赐说道 下不为例 开车吧 我有些累了 说完便靠着座椅 闭眼养身 废话 刚刚的一场大斗 不累 不累才有鬼 即使是天赐 以神仙的体格 这样的体力消耗 也是吃不消的 小魏见将军 不再介怀自己的抗命 心下一松 便点火发车 稳稳地顺着 盘山公路下山 小魏此时却是在 为将军 感到揪心 小魏作为保镖兼司机 自然是住在 天赐的别墅里 将军的一个爱人 两个情人 各个都是倾国倾城 沉云落雁 哪想到将军还不知足 进而各还顺手 带回去一个 小魏不知道 这回将军 如何向爱人和情人们解释 这个 貌似也无从解释吧 手掌的好色 小魏倒是没有 绝对将军有什么不对 像将军这样 优秀的年轻将军 有几个情人 是很正常的事情 自古英雄配美人 这是自古以来 就演绎出的多少佳话 况且 在小魏这些新一代军人心中 神秘的张将军 无疑是大英雄 是足以俯视重生的大英雄 作为通天国 核心领导人的警卫员 小魏自然是 对通天国如今的崛起 和这位张将军 有着一丝说不明 小魏也隐约知道 随着张将军出现 通天国将会以任何时代 都无法相比的强势姿态 再次傲立在世界之巅 从后视镜里 偷偷看了看闭目养神 似有一些疲惫的 这位传奇将军 小魏心里生出一种 难以言喻的豪情 血脉里腾起一种奔放 为这样的手掌开车 是多少人 几辈子修不来的福气 跟随着英雄的步伐 是多少热血男儿 梦寐以求的事情 而这些 却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再次看看将军 小魏便专注递开车 他明白 自己在这的可是 通天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的将军 最年轻的军委夫萧翰 他的安全 关乎着祖国的未来 关乎着民族的命运 尽最大努力 保障将军的安全 才是自己职责所在 党和政府 如此信任自己 将如此崇高的使命赋予自己 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做好自己的职责 至于其他 何须多想呢 奔驰车 披着暗金色的夕阳 拖着长龙 半的烟尘 沿着山路平稳而去 留下一道 被夕阳染黄的烟尘 久久不散 待奔驰车下山很久 当夕阳最后一丝光芒 被大山遮蔽 半山腰一块突出的巨石上 坐着一个精干的年轻人 年轻人警惕地 扫了眼周围后 伸手利落地 极其挤伏后 来到刚刚的激战之处 看了看现场凌乱 的打斗痕迹 再当那灌木丛下 刚刚的云雨之处 年轻人皱皱眉头 看了看奔驰车 离开的方向 叹了口气 报告一号 女演员任务失败 女演员被目标掳走 确切地说是 女演员似乎已经 被判组织 目标和女演员 已经在半个小时前离开 年轻人对着 一领处的通话设备汇报 半天 年轻人耳脉里 传来嘶哑的声音 你确定女演员叛变 年轻人道 是的 可以确定 淳子已经判过投敌 随后又问道 一号 是不是要制定计划 清除女演员 年轻人耳脉里 立即传来急促的声音 不必了 你既然确定女演员叛国 那么 组织是通天国的机构 就完全暴露了 他们等着咱们去呢 任务已经失败 那么立即撤回 通知通天国境内 所有组织成员 立即撤离通天国 也意识到 时代的严重性的年轻人 关掉耳脉 立即向山下走去 被一辆奥地车 载着 飞锁而去 第五十一章 将军探亲 小魏 将车平稳地停在别墅外 小停车场 以镖枪般的军资 以注目里 目送着将军 带着那位女孩 走了进去 别墅里面 是将军的私人地方 是将军的隐私所在 小魏明白 别墅里面 不是自己该去的地方 小魏还知道 将军今天在平山的行为 自己必须要严格保密 这个秘密 恐怕要终生相守 直到最终 带进自己的坟墓 看着将军进入 别墅的阴庭的背影 小魏笑了笑 开始仔细地擦拭爱车 这款崭新的奔驰房车 是通天国高层 为将军量身定做的座驾 是亚历安国奔驰公司 为将军量身定做 全手工打造的豪华房车 随着叮当的门铃声 门洞里出现一个白头 正是清须子 老人见天赐 怯怯地 不停地捏着衣角的女孩 满是玩味地看了看天赐 便打开了大门 对于天赐的好色 清须子其实也没有奈何 天赐虽然在这个世界 是自己的徒弟 但在另一个世界 却是自己的老师 对于天赐的好色 清须子也只能说装容作哑 无法在天赐的作风上 说些什么 只是 这天赐今天带回来的女孩儿 又是谁 在娇娇 玄冥和戴儿面前 天赐又该如何交代 不过 清须子看看天赐的神态 是那样的坦然 也就不再多想 也是 既然在短短几个月内 给娇娇头上戴两顶绿帽子 现在多出这个女孩 也不算什么 反正 关于绿帽子 一顶是戴 极顶也是戴 如果要清须子 做出选择的话 清须子宁愿选择 如今的道祖 如今的老师 至少 现在的转世道祖 有着紫霄宫 昔日道祖 没有的生气和人情味 如今的道祖 很真实 在娇娇 玄冥和戴儿的大白眼下 天赐摸着鼻子 将淳子领到这些女人面前 天赐对西瑶道 额 我又敢与岳母家务繁重 特地给你们找了一个全职保姆 又转向忐忑不安的淳子淳子 天赐说道 从今往后 这个家里的一切家务 你全权负责 先拜见诸位长辈和你的主母吧 主人既然吩咐 淳子仅仅是凭着那微弱的东阳记忆 显然是无法抗衡 在灵魂的牵引下 来到西瑶面前 若若道 淳子见过阿姨 淳子 在场的人都是一呆 这妞还是东阳妞 天赐的三位爱人 杀人的目光 齐刷刷射向这可恶的家伙 要是通天国的妞也就算了 如今道好 整个外国妞 娇娇的大眼睛 已经开始在院内寻找 小心思里 开始在捉摸着找个顺手的家伙 给这可恶的家伙头上来上一下 太可气了 既然招惹外国妞 玄冥也没想到 这前世道祖这一转世 人品就转成如此模样 但玄冥此时的心态 倒是和清虚子有些共同 玄冥也是想 自己宁愿要这个花心的大萝卜 而不是昔日紫宵宫高高在上 没有半丝生命的道祖 如今的这个家伙 尽管可恶 至少是那样的真切 那样的真实 戴儿的想法 却是简单得多 反正自己和玄冥姐姐 一样是属于三的角色 自己和这位叫淳子的东洋妞 是一样的角色 没有什么不同 此时的戴儿 除了美目 向自己可恶的夫君猛弯 倒也没有太大的反应 在三位女人的思绪间 淳子败过了长辈 已经来到了他们面前 淳子拜见三位主母 淳子的温婉贤淑 惹得三女一阵恋爱 娇娇大打咧咧 笑嘻嘻地搂着淳子的苏坚道 别听她的 咱们以后是好姐妹 听见娇娇的话 天赐却是在旁冒杂音 我重申一点 淳子是保姆 娇娇丢给天赐一个大白眼 保姆 你把咱们女人当做什么 一边去 这里是咱们女人说话的地方 被娇娇一顿抢白 天赐摸了摸鼻子 只得扇扇而退 现在这种时候 显然不是招惹这些女人的最佳时期 被一大家子当成小丫头 小妹妹的娇娇 今天总算是找到了当姐姐的感觉 一种保护小妹妹的感觉 虽然为夫君的胡搞很是恼火 但做了一回姐姐 娇娇的心里总算是找回了一些平衡 在川北苍茫的大山间 蜿蜒的山间马路上 出现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长溜由奔驰车组成的车队 在万千人的注目下行驶 在那些便衣武警车队的护卫下 天赐一路上乡车美女 一路之上招摇过世 如此晃晃悠悠十来天 天赐才在父老乡亲那惊诧的目光中 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家乡 川北某山村 这里山林水秀 景色迷人 彰显大山宏伟壮丽 那充满野心的美和现代社会的和谐 自从天赐到燕京海军学院深造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十年了 天赐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家乡 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父母身边 父母身子本就不太好 再加之这十年的岁月 天赐父母脸上 皱纹多了些 也伸了些 随着天赐和爱人们从奔驰车内渔滚而出 惹起了乡亲们连连惊叹 惊叹于这些跟随天赐回来的女人们的经验之美 大家伙此时心里只有一个概念 这不应该是地球上的女人吧 死女应该是天上才有的吧 天赐则摸摸鼻子苦笑 她们还真不是地球人来着 不过 这话是不能这样说的 来到乡亲们中间 天赐一一和这些同样阔别十余年 并始终照顾着自己父母的乡亲们一一打招呼 衷心地感谢乡亲们的帮助 和人来家中做作 乡亲们的惊呼不仅仅是天赐身边那些女人的精实容颜 更多的是天赐的军衔 上将 海军上将 一些有些阅历并略微懂些军队建制的人 认出了天赐肩上那惊灿灿的将星 随之而来 的是乡亲们的释然 难怪了 也就这样的高级干部的家属 才会享受到如此的待遇吧 一个排的武警全天候保卫 而且在天赐老宅地原址上 建造了现在这规模宏大的中式别墅院落 但是现在显然是人家团聚的时刻 人家天赐十多年没回家了 是有许多话要和家人说的 所以乡亲们就一一告辞 在天赐的邀请声中各自离去 是带着无比自豪的心情离去的 啊 咱家乡也出了个大人物 上将 该多大的官啊 当然 上将这个词语在老一辈心中没有什么概念 只是从那些见过世面的后辈嘴里知道 那是老大的官 这就足够了 天赐的父母 在含着幸福的热泪 在享受亲人归来的喜悦之余 却是被儿子身边那些始终不离不弃的女人们 晃花了眼睛 天赐这时对父母说道 爸 妈 这是岳父岳母 逍遥 西遥 看见逍遥和西遥夫妻 天赐的目前就是一阵感叹 你说 大家都是差不多大的人 你看人家那长的 那样的年轻 人家根本不像个有这么大女儿的人 对于亲家的名字 老夫妻感觉有些生涩 但还是稀里糊涂地和亲家打招呼 至于清须子 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就不必劳烦儿子介绍了 儿子今天的成就 全账人家所赐 天赐又拉过娇娇对父母说道 爸 妈 这就是你们的儿媳妇 娇娇 娇娇忙乖巧地逆到天赐父母身边一口一个爸 妈 叫得二老嘴都喝不上了 天赐又对父母说道 这三位是我的秘书 玄明 戴儿和叶 叶及淳子天赐这次也把他带回了老家 看看这三个自到家后 就和娇娇一样 始终腻在儿子身边的女孩 两位老人的目光变得意味深长 起来 儿子是自己看着长大的 还有这些女人在儿子面前的表情 老人虽然年纪大 却不婚 老母亲左右瞧瞧趁着逍遥和西遥 被娇娇缠住的时候 压低声音说道 这里有没有外人 秘书 你当我真的老眼昏花 说实话 老人一语重地 玄明 素戴儿和淳子此时面饭桃花 心下忐忑不安 天赐则摸摸鼻子 笑嘻嘻地搂住老母亲说道 啊 我坦白 是他们都是我的爱人 老父亲一听却是笑了 嗯 不错不错 话未说完 母亲对父亲呵斥起来 儿子混蛋 老子糊涂 秋儿是什么身份 你不怕他的前程受影响吗 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剧内 被抢白后 便端起茶杯喝茶 天赐又笑嘻嘻地说道 没事的 上面知道的 事已至此 况且人家女孩就在身边 母亲也不好说什么 而且这三个女孩都顶得得漂亮 其实老人心里也喜欢得不得了 只是碍于现金法律 只是说说罢了 还有的就是自己作为女人 对男人那好色 见一个爱一个的臭毛病 感到痛恨而已 就是儿子也不例外 天赐的母亲 也怕刚才的话 伤了人家女孩 便来到三女面前说道 就别隐瞒了 干脆就直接叫娘好了 玄冥 戴儿和淳子一愣 没有想到这位老人 转变得如此之快 见如今那窗户纸被捅破 便也不再矜持 三女为将上来 一人一声娘 笑得老人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天赐父母很开心 也尽情地享受着 来之不易的亲人团聚 他们知道儿子的责任 是不能长时间待在家里的 也不能经常回家 只是和儿子 还有那几个又漂亮又可爱的 儿媳妇享受着天伦之乐 而负责保卫和照顾小秋家人的 警卫人员今天全部回避 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这一家子 宴请乡亲们的宴会如期举行 在宴会上 天赐再次感谢了乡亲们对照顾父母的情谊 当场每个人派送了一个红包 里面装的钱不多 也就一万块 不过这足以令乡亲们震惊的了 一万块 在现今的社会来说不是大数目 但也不是小数目 而天赐在所有的饭菜和酒水饮料里 加了一点东西 就是这个就能让在座的人都能活到一百岁 到时都会使无疾而终 天赐为这些纯真的乡亲们 所做的就是这么多了 天赐在老家盘缓了一月有余 整日和父母厮守 天赐的父母 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 而天赐的两个弟弟 现在也是海军军官 也是常年不能回家看看的 他们都也成家立业 看来 在自己的影响下 他们的前途还是有很大的发展 二弟现在是一名攻击核潜艇中校艇长 三弟则是海军总部里 一名中校级别的局级干部 是个做办公室的职务 而他们的爱人也从事着相关的职业 可谓是夫畅夫随 只是天赐在十年前来燕京之前 见过他们一面后 到现在也没有见过他们 即使是近在直屎的三弟 燕京海军总部 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们夫妻 虽然面试没有见到 但他们兄弟之间 还是以电话方式经常联系 还在网络视频上相互道过平安 虽然亲人与亲人之间 因各自所负的责任 不能经常见面 但血浓与水的亲切 不会因为地狱的限制而疏远 相反更能使亲切更加升华 天赐没有主动去见他们的目的 主要是不想他们对自己产生依赖性 让他们在自己的能力下 创造自己的价值 况且 由于自己在政府和军界的威望 他们已经在国家那里 得到了很大的关照 有的是 见面和团聚的机会和时间不是吗 回到燕京 天赐将三个爱人 一个准爱人留给长辈 自己则来到了寻翼 在距离地球数百万公里的星际舰队 戴尔本来是想跟来的 他也很久没见自己的美亚姐妹了 最后还是留在了家里 和三个姐妹为伴 作为曾经的美亚星际舰队的司令 戴尔很理解夫君的责任 不是什么时候 自己都适合跟着他 在特定的时候 夫君需要自己的空间 在星际舰队 在亚清将军的司令办公室 天赐惬意地靠着旋转皮椅 眯着眼睛吞云吐雾 听着将军汇报他这些年来 在地球上寻找并扶持的盟友 第52章 结盟 却说欧洲大陆 亚利安联邦国家 几年前忽然崛起一位政治新星 在短短几年时间创建并率领日尔曼复兴社会党 在今年初赢得的国家的政权 其强硬的外交和充满张力的党章 使欧洲和整个世界震惊 在他领导下的亚利安国家 单方面废除了二战后 加于他们国家的各种限制 特别是在军事上的限制 在某个不明势力的支援下 亚利安加大军工科技的研发 并大肆扩军 在短短几年时间中 亚利安国防军队规模 由十年前的三十多万 扩编到现在的近两百万 一批批最新式装备同时装备部队 国力和军力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加强 和得超强崛起一样 亚利安 这个在上个世纪 给欧洲国家永生难忘记忆的国家 再次以强硬的姿态 站立在列强欧洲面前 同样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亚利安国发展的势头和轨迹 和上个世纪二战前如同出一辙 全世界一片惊呼 希特勒尔又回来了 随着国家的强势发展 亚利安的大国和民族情怀再次被点燃 世人皆是同一个问题 亚利安将异域合围 今日的亚利安将走向何方 殷师贝英 这个当今最铁腕人物 将又会把亚利安带向哪里 会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什么 战争 不错 殷师贝英 还有现在的亚利安国家 就是天赐委托亚清将军在五年前 为通天国所结下的盟友 天赐之所以吩咐亚清这样做 是因为天赐明白 高速发展自然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打压 成为全世界的关注中心 对于这来说不全都是好事 所以就得找一个为分担所谓关注的伙伴 而这个伙伴 还要具备分担负担的能力和实力 思来想去 天赐就想到了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天赐选他们是因为亚利安民族的由来 亚利安民族的前身是日耳曼人 发源地在今天北方 是通天国古代少数民族 由于遭到匈奴人的挤压 便逐渐向西迁徙到了今天的欧洲境内 曾经在罗马帝国时代做罗马人的雇佣军 为罗马帝国开疆拓土立下汉马功劳 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败 日耳曼人在其他民族的联手下推翻罗马帝国 并且创建了属于自己民族的国家 亚利安帝国 骨子里充满张力的亚利安人 是耐不住寂寞的 曾经在欧洲的千年历史中东征西讨 给周边民族惹下了不少麻烦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二战 更是给欧洲带来几经毁灭的震撼 如今亚利安民族再次崛起 又如何不让周边各国忧心忡忡呢 正如天赐所愿 随着亚利安的超强姿态崛起 亚利安国家分担了 至少一半不怀好意的关注 这就是天赐所希望的 现在的地球 通天国和亚利安引领着时代风潮 两国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全力发展经济和军力 当然在上个世纪吃过一次大亏的欧洲各国 乃至全世界都在抓紧备战 同一个亏不能吃两次不适 所以 整个世界被和亚利安拉紧军备的泥潭 不能自拔 和全世界的苦不堪言不同的是 国家和亚利安显然没有经济之忧 国力尺素强劲发展 如今全世界都沉浸在诡异的瓶颈之间 只是大家都明白 战争随时一触即发 只是缺乏一个契机而已 不过现在谁也不想打破目前的局面 那是因为 大家都还能有做好战争的准备 在五年的时间里 通天国的12艘12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 已经完成海事 和相关的配置早已成军 并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战斗力 通天国陆海空新型装备 全部换装完成 其高度的先进性和高智能化 实际上已经领先了西方所谓的高科技 只是可怜西方国家浑然不绝 只是以为性能彼此差不多而已 西方各国情报部门所掌握的材料是 通天国和亚利安国现今的装备水平 比起它还有差距 天赐笑了笑 如今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机 尚不成熟 通天国的国力还没有达到那样的实力 也没有完全准备好 而亚利安的实力还不够强悍 对亚利安的支援还得加大力度 至少要他们具备在对敌国的首轮攻击中 就要具有毁灭性的效果 摧毁敌国的战争潜力和民众的抵抗意志 要一战就彻底摧毁整个民族的心理 对着直挺挺站立在自己面前的亚清将军说道 亚清啊 对亚利安人的支援力度还远远不够 财力 科技和他们军队的训练均需加强 是 司令 至于天赐所说的不够 是因为亚利安国军队 所换装的武器系统的尖端性和高智能化 还远远跟不上 在天赐看来 亚利安的装备至少要和通天国在同一水平 甚至是比通天国的还尖端 而且亚利安国斗武装规模还不够大 没有在一战之下震慑整个世界的规模 在天赐的吞云吐物间 一场规模更加空前地援助亚利安人的宏大计划展开 可以想象不太遥远的将来 亚利安国将以天赐所愿的那样 将给欧洲和整个世界带来永生难忘的记忆 至于这个殷师贝英 其实就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和极端的希特勒尔的崇拜者 作为潜伏着亚利安民族血性的年轻人 殷师贝英不满当时亚利安帝国作为战败国 所接受的屈辱条件 也对当时那些追寻着 当时同盟国足迹侍从的政府极为愤恨 和千千万万年轻的亚利安青少年一样 殷师贝英梦想着自己的国家 再次以令世人恐惧的姿态 出现在曾经制定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面前 正是他激进的主张 迅速在亚利安引起了极大关注 殷师贝英身边围绕着千千万万的追随者 他们是日耳曼新一代 具有浓烈的民族情节和国家情怀 同样对当局的妥协感到愤恨 时间已久 殷师贝英成为了亚利安整个民族的偶像 他不仅吸引到青年到中年年龄段的追捧 最重要的是 殷师贝英得到了军方的权力支持 殷师贝英在他三十多岁的那年 正处在事业低谷的他 家里突然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 那晚他们交谈了很久 至于是谈了什么 谁也不知道 只是从那以后 在一个神秘势力的支援下 殷师贝英所创建的大日耳曼社会复兴党 就此在亚利安政坛风声雀起 不久的国民大选中 殷师贝英的复兴社会党 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两院第一大党 殷师贝英正式成为亚利安国家的国家元首 这个殷师贝英 在上台的外交方针 第一优先的外交目标便是东方的通天国 两国的交往迅速升温 签署了从政府到商业 旅游再到民间 各种形式的合作 在这里面 日耳曼向输出了当今世界最顶尖的冶金业 装备业 电子等等方方面面技术 因为 殷师贝英这样做 就是履行着那个神秘势力 对他提出的唯一要求 和东方的通天国结盟 而他则得到了后来那更加庞大的援助 就是这些援助 使亚利安在短短几年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至此 作为第一个被邀请的外国人 殷师贝英就是在笨 也知道了自己 曾经参观的那外太空 那些星际舰队和通天国是怎样的渊源 殷师贝英很庆幸 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国家 没有和东方的通天国为敌 此时殷师贝英心中有的指示 对将来某些国家默哀 是真诚地为他们浑然布局 他们的末日快来到而默哀 因为他从那些外星科技里读出 读出那领先于地球一千多年 甚至更久远的科技 在这些高度发达的技术面前 美利亚国和东阳国那些所谓的科技 就如同原始社会 而且 殷师贝英在和那个神秘实力幕后的主人 通天国海军上将张天赐经过交流 殷师贝英 从天赐将军灵魂里读出的是 这位通天国传奇将军对一一带水的禁灵 是怎样的刻骨仇恨 殷师贝英能理解 作为一个民族子民 能有这样的情节 很正常 自己不也是对上个世纪 自己的民族所遭受的感到仇视吗 殷师贝英 由此可以断定 东阳国的日子不久了 而自己雅利安民族 到时要做的是 全力地配合这个东方的盟友 此时的雅利安总理殷师贝英 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回味不久前 东方盟友那位年轻的将军 所说的一句话 这个事迹 是属于雅利安和通天国的 殷师贝英 将手中的红酒 向遥远的东方轻轻晃晃 嘴里尼南道 为了这个彼此的理想 张将军 咱们干杯 第五十三章 道国的苦果 在天赐的心神回到现实时 随着雅清将军拍拍胸口 雅清将军终于结束了报告 天赐站起身来 整理一下有些皱的军服 再深深揽腰 走过去把这位名震美亚 和潘家两大帝国的美女将军 轻轻拍了拍 雅清将军那粉嘟嘟的翘脸说道 谢谢你有钱啊 谢谢你这么多年的辛苦 谢谢 雅清一呆 浑身一僵 随即又是一阵眩晕 一阵猛晕 在他发呆的刹那间 天赐飞哈哈大笑着 出了雅清的办公室 半晌 雅清才缓过神来 半瘫着坐在办公桌上 两眼迷离 那粉脸上腾起一片红韵 芳心咚咚如鹿状一般 一阵阵的眩晕 一股暖流自丹田至上心头 此时的舰队副司令办公室 如暖世生春 如此妙人儿 如此妙境 可惜 无人欣赏 可惜可惜 回到自己办公室的天赐摇了摇头 其实他早就明白了这位 美亚帝国的传亲女将军 对自己的暗恋 雅清若不是顾及到 他和戴儿的姐妹情分的话 依照他那直爽性子 早就送报了 哎 也难为雅清了 天赐不由心下歉疚 但是对于雅清 天赐只能是停留在朋友 或者是小妹妹的阶段 虽然自己也很喜欢 这个果敢的女孩 但好事不能让自己 一个人站进士卜 不然自己在玄冥心目中 那花心大萝卜的形象 就在难以洗清了 天赐是这么想的 哎 看机缘吧 给他找个好男人 天赐又叹了叹气 国家这次换解 李肖汉这一代领导人 肯定是要连任一届 和上一代领导人 他们这一代 是年轻 富有朝气的新一代领导人 要说他们和上一届 领导人的区别的话 那就是国家主义 和民族情节更加浓厚 更负张力的一代领导人 不过无论是谁上台 和天赐的合作 将是一如既往 国家发展的轨迹 是不会改变 民众的民族情节 更加浓厚 当然 天赐的海军 上将这个头衔 是雷打不动 也仍然是那 星际舰队的司令 军委分量最重的常委 更主要的是 天赐还是国家政治局 最主要的常委之一 换句话说 不但现今 通天国的武装力量 实际上掌握在天赐手里 而且天赐 直接影响到 通天国的政治走向 天赐的一言一行 对于通天国来说 可谓是举足轻重 如今的可谓 是权势滔天 它掌控的不仅仅是 地球通天国的武装 还有那随时听命于 自己召唤的 那遥远的玄冥星系 美亚和潘加帝国 那庞大的军力 如果来一次 全宇宙权力榜排名的话 首位就是天赐 不然 难道还能找出 第二个像天赐 这样的权势吗 在遥远的外太空 那源源不绝的资源 和难以估量的财富支持下 通天国的经济总量 早已远远超过美利亚国 而亚利安国 则是后来居上 超过了东阳国 仅仅是以略微的劣势 驱居美利亚国之后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美利亚国 这个曾经的超级大国 以无与伦比的 科技优势和军事力量 称霸地球百余年 如今 在被通天国反超后 不得不委屈求全 做在了第二把交椅 今年的世界 主要国家经济总量排名 极具戏剧性 通天国以绝对的优势 于去年底超过美利亚国 而亚利安 又于今年又超过东阳国 几年内 同一个国家被两个国家赶超 这在人类发展史上 还没有发生过 而连续被反超的国家 便是曾经的第二大经济体 岛国东阳国 西约的第二名东阳国 则滑至第四 印度随着和通天国的交好 在和通天国的经济交往中 赚得博曼盆一 经济总量的成倍增长 首次进入前五 驱居东阳国之后 而西欧传统经济大国 经济总量 已经滑落到前五之后 北极熊斯拉夫人 凭借着能源优势 在第七位置上 雷打不动 通天国经济连年窗红 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连年窗红 被压一百年的 民族血性和认知感被激发 大国情节民族主义 纷纷抬头 没有上街游行 没有向外国 动不动就演讲宣传 被激发的是 对本职工作的热情 为国家再次腾飞 尽自己一分力量 全国各地各类产业 建设到处开花 到处是一片 欣欣向荣的景象 和西方世界 那清冷空旷的工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通天国这边风景独好 之际 东边那一一带水的禁灵 此时却是心情复杂 现在的人民 在面对外国人时 显示出的是 前所未有 的自豪 是有幸成为 民族子民的自豪 心中那浓厚的民族认同感 责任感 也比任何时候来得强烈 在外国人面前表露身份 神舟大地 一片欣欣向荣的 红火景象 而在东方那一一带水的 列岛上 展现在世界面前 是确实另一番景观 无论是曾经附属繁华的京都大平原 还是东阳国工业中心九州 无一例外地 被死寂空旷的萧条代替 曾经的世界制造中心不复存在 十余年前的繁华也不再重现 东阳国 就如垂木的老人一般 在自己即将终结的生命最后时刻 燃烧着残余的那一点点余热 30%多失业率 导致了九州 全岛各大西域 喧嚣繁忙的工厂 到处长满了荒草 整个东阳国处处呈现萧条木器 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就是 失去了曾经的最大经贸伙伴 东海西海岸的大陆 苦酒既然已经酿成 那就得喝下去 只不过这沉重苦酒 是全体东阳国人民共同来承担 因为 在曾经和西海岸邻国的恩怨中 全体东阳国国民 实际上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俗话说 人在做 天在看 一切因果终有了结之实 现在 是东阳国该承担起 那些历史责任和后果的时候了 抛开更久远的恩怨不说 在五年前 在五年前 东阳国和通天国在珍珠列岛 和东海春小油田的争端 还有东阳国在台海 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 处处向发起挑衅 按照天赐将军的意思 政府是没有过多理会 但是 并不代表政府不予理会 民间就不理会了 从此 通天国境内反东阳货 抵制东阳产品 在长达五年坚持不懈 中的效果就是 曾经充斥通天国方方面面的 东阳产品渐渐从市场淡出 乃至绝技 取而代之的是通天国产商品 还有少数西方商品 和取代美利亚国和东阳国 成为通天国最大贸易伙伴的 亚利安国商品 东阳国曾经销网通天国的 各类商品出口 比例占销网全世界的40%还多 尽管东阳国后来将许多实体产业 向东南亚倾斜 可东南亚各国远远没有 那成熟的各种条件 况且 从资金分流 到工厂以及各种资源的转移和投产 到盈利需要时间转化 所以 尽管现在东阳国的经济好了一点 但仍然有着高达三成的失业率 这样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社会和政局的不稳定 东阳国现在后悔了 现在是悔得肠子都绿了 当初根本就没想到 通天国对于东海 以及在维护国家领土的意志上如此坚定 而且能量如此之大 尝尽苦果的东阳国慢慢开始行动起来 开始调整对通天国的关系 以修复东阳国河的关系 以气回到那曾经的经贸环境 使濒临崩溃的东阳国经济重新焕发生机 故而频频向递出橄榄枝 东阳国的外务大臣 频频向通天国驻东阳的大使馆 阐述希望修复两国关系的意愿 并且已在对通天国做珍珠岛 和东海各种争端让步为耳 希望通天国取消民间长达五年年的 抵制东阳商品的行动 在东阳国看来 发生的抵制东阳商品行动 其实有着浓浓的官方背景 所以要想重现当初和东阳的贸易繁荣 还得解开官方的心结 要化解通天国官方和民间的仇视 东阳国的情结 除了做好官面的历史道歉和忏悔外 那就是在涉及到利益的问题 东阳国都要做出巨大的让步 算盘打的是好 问题是会对于东阳国抛来的魅眼 又是有着怎样的反应呢 令人心交的是 西海岸没有传出一丝丝 对于东阳国来说是好消息 或者是坏消息的一点点音讯 失望 失落不在于东阳国是否得到了想要的好消息 而是连坏消息都没有 而是政府对东阳国贴上来的热脸于无视 东阳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被无视 消息传出 东阳举国黯然 没办法 东阳国只好使出最后一招 正式承认并归还被其控制的珍珠列岛 同意按照医院划定和东阳国东海中间线 承诺不再给反华势力给予任何帮助等等 不过 东阳国再次失望了 通天国还是没有传出关于两国修好的信息 东阳国相抛出的那一个个媚眼 依然是没有任何效果 就这样 东海两岸 一边是经济迟速发展 另一边是继续恶化 两岸同时上演着《冰火两重天》第54章 军备大竞赛 对于天赐来说 逍遥的日子过得总是很快 在整日和爱人们的思磨间 又是五年时间悠然而过 如今的世界上 发生了许多大事 当然 最令全世界瞩目的是 通天国和亚利安国的经济持续腾飞 而西方世界则是持续衰退 特别是在新世纪里 由通天国和亚利安挑头的军备竞赛 更是将全世界 突入了军备竞赛的泥潭难以自拔 而通天国国家经济 经过十年的跳跃式的增长 无论是经济总量 还是人民的生活条件 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十余年的发展 早就的最直接的结果是 国力的超强强大 通天国的武装力量的规模 和装备的先进性 早已不是地球上任何国家能够相比的 但陆军游过去的200多万增加到 如今千万 全部实现了在信息化条件下 作战的机械化能力 最引起世界瞩目的是海军了 十二个由航母组成的编队 和相关的舰载机 多达几千架鱼烟系列战机 还有相关的庞大的各种支援补给舰 目前 十二个航母战斗群 三个部署在南海 三个部署在黄海 剩余六个则部署在东海 与之对应的是 美利亚国东阳国八个航母战斗群 彼此相望 由于通天国的强势崛起 美利亚国已经没有能力独自制衡了 美利亚国需要帮手联合对付通天国 于是默许了东阳国突破和平宪法 再次走上了军国之路 不仅同样发展出了庞大的军力 更是发展并装备了二十多个航母编队 同样是十二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 扶桑国只是在北海道留下了一个航母编队 剩余的航母编队全部留在了东海 而直接和我海军对应的美利亚 东阳国联合海军中 东阳国国的航母倒是只有两艘 由于琉球群岛尚在美利亚国的安保之下 所以这次和海军对峙的 是美利亚国海军为主 当然仅仅是对峙而已 现在谁也没有率先开第一枪的打算 在作战处会议大厅 天赐听取了各军 兵种在这十余年来的发展和大战前的准备 天赐很满意 就如自己预期的那样 现在已经有了独自对抗美利亚国和东阳国 而立于不败之地 而这还远远不够 天赐要的不仅仅是这个 而是在未来的大战中 要以绝对的优势战胜敌国 并收回曾经被列强掠夺的土地 要做到那样 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优势 而现在还远远不够 目前要做的是继续发展和准备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磨合 天赐和现在的中央政府和军委的合作 达到了很好的默契 在军委 天赐将军不负责具体的日常工作 是个成功的甩手掌柜 他需要独立自主的时间和空间 自己需要思考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 在燕京繁忙的市区道路上 在车流中 一辆银灰色奔驰 随着车流而行 看着前面一边听着音乐 一边哼着歌 还一边开车的娇娇忠孝 娇娇小姐 天赐很无奈地摇了摇头 告诉她多少次了 开车的时候不要听音乐 要专心 这车上坐着的 可是通天国最有权势的人 还有最有权势的人的两位秘书 玄明忠孝和戴儿忠孝 如果一个不小心异国端了 那么娇娇小姐的罪过就大发了 可是这个小妮子死活不听 非得听那对于天赐和玄明来说 是噪音的什么音乐 可是娇娇却一如既往的听音乐 天赐无可奈何 不知为什么 这娇娇却是迷上了开车 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天赐将军的司机 以至于上头派来的专职司机小位 不得不失业 看着前面哼哼着的娇娇 天赐不由又摇摇头 由于天赐将军 兼星际舰队司令的到来 中央临时召开各部委会议 各部委偷偷向天赐 汇报了这么多年国家的各自进步 和相关的各种准备 天赐知道 由于和亚历安这些年的强势崛起 全世界各国坐立不安 同时酝酿着对我国和亚历安国的一场阴谋 阴谋吗 天赐笑了 摇摇头道 管他什么阴谋 一切不是掌握在咱们手里的 不是吗 现在要紧的是做自己的事情 加紧准备将来战争所需的各种物资后勤的准备 还有的是 全世界华人的撤退工作 除了做出必要的防备 现在不要不管那些小丑如何跳梁 一旦时机成熟 将与日耳曼同时展开行动 我为将来的行动起了个名字 天朝计划 诸位觉得如何 天朝计划 好 大天朝复兴计划 好好好 众领导齐声叫好 日耳曼首度国际机场 在21响的礼炮声中 亚历安国迎来有史以来最尊贵的客人 以国家元首的礼遇 迎接通天国张天赐将军的来访 天赐将军这次率领的是军事代表团 对亚历安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军事访问 走在仪仗队间 天赐向这些欢迎自己的官兵还以军礼 在亚历安国家总理 殷师贝英和国防部长凯恩的陪伴下 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 参观了亚历安全国各大军事基地 在期间 天赐在大日耳曼最高等学府柏林大学 进行了演讲 这位通天国年轻的将军 那随意而风趣的演讲 博得了许许多多亚历安学子的欢呼 和热烈的掌声 同时在这些学子心里 树立起了崭新的官员的印象 那就是年轻和博学 通天国将军那不到三十岁 且英俊清秀的面相 令多少少女痴狂 伴随着天赐演讲的 女孩们的尖叫声和哭泣的声音 天赐此时在日耳曼 这个异国少女的心中 成为了最具传奇色彩的英雄 同时在通天国 那些在电视上 看见初次出现在世人眼前的年轻将军 同样激发了许许多多少女的 轻慕和尖叫 随着天赐将军 走向世界舞台的前沿 首次出现在国人面前 全世界这才第一次知道 天赐将军的存在 各方各国元首无不对着 各自国家的情报部门的头头大光起火 各国现在明白了 通天国如今的强势 和这个刚刚露面的年轻将军 有着怎样的关联 也明白了 随着这位年轻将军的出现 乃至日耳曼会给全世界带来怎样的记忆 于是乎 针对天赐的各种间谍活动 由此拉开了帷幕 七天后 天赐将军结束了 对亚历安国的军事访问 在万千日耳曼少女的尖叫声和眼泪中 返回了 在通天国 天赐再次得到了国人 特别是年轻人的热烈欢迎 他们被天赐那英俊清秀的形象和博学 充满活力的气质深深蛰伏 顿时 天赐成为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乃至全世界年轻人的偶像 只是 随着天赐将军的回国 一场针对亚历安国的大规模援助展开 数万辆最新式坦克 一万架最新式战斗机 四艘核动力航母和相关的各星舰艇 还有相关的舰载机 涉及陆海空方方面面 性能和通天国所装备的为同一水平 这些装备一旦成军 亚历安的军事实力将以几何数增长 这样做的结果是 在全世界范围内 激起了更大的恐慌 而随着通天国的频频出牌 西方世界也是蠢蠢欲动 顶着各自国家经济崩溃的危险 进行着新一轮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 西方世界 以高度先进和庞大的工业体系 生产出许许多多的先进武器 反正大家都知道最终的碰撞无法避免 极力提高各自国家的军力 争取在将来的战争中 攫取最大的利益 谁都知道拥有绝对优势的一方 才是规则的制定者 第55章 枪打出头鸟 战争爆发 面对通天国的强势崛起 虽然无力阻挡通天国的复兴之路 但美利亚国和东阳国不甘寂寞 除了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打压和孤立 还在面对的东海第一道链和第二道链上加强军事力量 美利亚国建造和维持着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航母力量 同时也维持着最大规模的空军力量 不仅有40艘12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 其空军拥有数万架先进的各式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 而东阳国则在美利亚国的默许下 生产和装备了20多艘核动力航母 并且其空军同样拥有数万架战斗机 其性能的先进程度不下美利亚国同类装备 更在某些领域还比美利亚国先进 如此庞大的军事存在 绝大多数被部署在东海方向 一时之间 东海呈现出剑拔弩张之势 彼此隔海相对 怒目相识 然而 尽管如此 谁也不想发出战争的第一枪 那是因为 他们表面声势浩大 其实苦楚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在这么多年来 自从西方大国被通天国和亚利安国 拖进军备竞赛的泥潭 西方国家是苦不堪言 本就不景气的经济 在被军备竞赛一折腾 雪上加霜 国内民众在高失业率下 对各自的政府产生严重的不满 甚至是要求当局下台 尤其是美利亚国 国民频频上街游行 要求停止军备竞赛 恢复和通天国的友好关系 在这样压力下 美利亚国当局想找出某一个契机 一举摧毁通天国的军力 又感到力不从心 现在是陷入两难 不光是美利亚国和东阳国 对我虎视眈眈 早在二十年前 我周边就热闹非凡 去年底 东阳国不顾和通天国 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 在珍珠主岛正式驻军 将珍珠列岛扶桑国战事实化 H国紧随其后 在强行霸占苏岩礁 同时宣布黄海海海沟一带 为韩国领海 F国则将黄岩岛正式更名 自此正式将黄岩岛纳入 七国土管辖范围 黄岩岛也被占领试试化 外国正式宣布所占的西沙 南沙二十九个岛屿为外国领土 东南亚各国也相继出牌 以各种方式限时其在南海的存在 并频频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气焰极度嚣张 尤其是外国 在不久前 悍然动用炮艇 对我海奸船实施炮击 虽然对我海奸船没有造成实际伤害 但也开了一个国家 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执法船 动用海军主战武器的先河 虽然外国海军炮艇 未必是真想或是真敢炮击通天国执法船 但也在一定的意义上 等同于对一个主权国家开战 外国如此胆大妄为 有恃无恐 背后自然是站着大神 不过 当外国国真的遭受灭顶之灾之时 他背后的那些主子 真的敢冒着和通天国全面开战的危险 来帮助他们 而在通天国内 风起云涌 各界人民纷纷走上大街 声讨外国的野蛮 一声声言成外国的呼唤 由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成汪洋大海 十数亿通天国人 向中央政府请愿 邀请无力惩罚外国 在如此的大背景下 在一次例行会议上 天赐将军笑了 这样啊 看来老虎不发威 真的被当成病猫了 那好 就先从南海开始 外国 自然是送上门来 就先从外国开始 说完 天赐重重一拳 砸在桌子上 溅起阵阵水花 2024年2月3日 政府正式发布外交辞令 2024年元月底 我政府海监船在XS 遭到了外国海军炮艇的袭击 外国海军 动用海军主战装备 悍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 执法船动物 意味着外国 已经对通天国开战 由此 通天国正式宣布 对外国宣战 通天国政府要求上述岛屿 及相关海域的占领国家 在6月3日指 归还我备战所有领海岛屿 否则届时将以武力 行使我管辖领海的职权 战争所引起的各种后果 皆有相关当事国承担 消息一经公布 举时震惊 以美利亚国为首的西方列强 顿时恶然 南神州各国迅速做出强硬姿态回应 原本在东海剑拔弩张 南海一下子成为了热点 而通天国民皆身受鼓舞 奔走相告 几乎同时 全国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声援祖国收回国土 全世界都不知所措 都没想到通天国一反常态 率先拉开战争的帷幕 他们习惯的是通天国历代以来 那温文尔雅 忍气吞声 对于通天国如今的强势宣战 他们难以适应 更是难以接受 南海大战在即 全世界各种和平组织和个人竞相奔走 希望以外交途径解决战争危机 纷纷奔走于东南亚各国和通天国之间 希望彼此各退一步 然而 结果让那些和平主义者大失所望 谁也不肯后退一步 战争一触即发 那么联合国呢 这个大国欺压小国的工具 现在在干什么 除了对于南海局势 发出几道不痛不痒的冠面声明外 实际上没有实际性的行动 好似对于南海地区那一触即发的战争 无动于衷 其实 所谓的联合国明白 对于大国间的博弈 联合国根本就做不了什么 如今的南海局势 虽然是通天国和以外国为头的东南亚诸国相争 但哪里又看不出 真正博弈的对手是通天国和西方世界 随着东南亚各国和通天国的战争机器高速运转之际 各按关火的西方世界 终于走上了前台 美利亚国 东阳国和欧盟 几乎同时 发出声明 谴责政府关于南海问题 向相关国家做出的战争讹诈 同时声明 将极力支持东南亚诸国进行的维护国家主权 稍后 出乎通天国意外 的是通天国传统的合作伙伴 曾经最大的军火进口来源国 北斯拉夫国也发出声明 谴责对东南亚诸国进行的战争讹诈 声明也将全力支援东南亚诸国 一时之间 除了西半球的盟友 通天国的铁杆盟国 巴基斯坦 是通天国坚定的支持者外 通天国仿佛陷入了全世界的声讨 这是北斯拉夫国政府首次在重大国际问题上 和西方世界站在同一个阵营 不过 令通天国欣慰的是 一向和通天国不对路的西方近邻印度 这次反常地保持沉默 叮铃 当红色数字跳到三点整时 坐在指挥室里的天赐将军 一字一句地说道 开始攻击 刹那间 从三个航母战斗群百余艘战舰上 腾起刀到火龙向西北方向 正西方 西南方向扑去 随着数以千计的巡航导弹飞出 随着三艘航母上 数百架舰载机腾空而起 南海战争正式打响 开创了我先发制人的先河 只不过 这些导弹的打击目标 却不是备战的相关岛屿 而是外国本土 几乎同时 在外国和长达千公里的边界线另一侧 也腾起了道道火龙 外国首都 市民们在战争的阴霾下 开始着又一天的照常生活 一切是如此的寻常 是如此的祥和 没有人会知道 他们的国家会即将遭受灭顶之灾 外国国防部做战厅 将军们正在对即将的战争 做着评估 正在电子屏幕下 忙着喋喋不休 他们其实也明白 在北方近邻 那庞大的战争机器面前 自己的国家弱小得像一个小孩 他们这次之所以敢于豪赌一把 是因为西方世界 给了他们定心丸 那就是 一旦通天国干冒天下之大不韦 对外国动武 那么 全世界列强会合力将通天国 打回原始社会 只是 外国国这些可怜的政客 他们不明白的是 他们的国家 至始至终都是大国博弈的棋子 是牺牲品 这场大国之间的博弈 无理谁是赢家 外国都注定是输家 电子屏幕前 正当将军们争吵不休之际 忽然 随着一连串的爆炸声 整个国防大楼开始摇晃起来 随着天花板各种物件的坠落 一个高个子 慌慌张张军官冲进大厅 急切地报告 通天国已经开始攻击 河内 金兰湾 海防 县港还有胡志明市等大中城市 同时遭到通天国巡航导弹的攻击 我雷达之前没有侦测到 所有没能预警 将军们一阵愕然 通天国还真敢动手 还有 刚刚换装了北斯拉夫国最新型的雷达 都成了摆设 怎么会 第五十六章 闪击外国光复南海 当外国各大城市和各大军事基地陷入火海时 全世界这才知道 战争爆发了 被打击的不仅仅是外国 F国全国各大城市也陷入了火海 同时对两个国家动手 在世界战争史上虽然不是第一次 但也不常见 当通天国的武装力量对外国露出獠牙之时 西方列强坐不住了 除了西欧的列强被亚利安死死盯着不敢动外 就如美利亚国和东洋国所承诺的那样 一支庞大的航母编队逼近了南海 不过仅此而已 直到南海战争结束 这些山姆大叔的海军 致始至终都没有放过一枪 也没有真正进入南海交战区域 更别说是通天国的核心区域 美利亚和东洋国 只是做了个从开幕到闭幕的观众 而东洋国 连一个人都没有掺和进来 在通天国的北方 斯拉夫国则是将嘴壁的严严实实 他们现在是有点明白的实力了 数以千计地导弹和海军舰载机攻击 既然没有一次被雷达侦测到 亚利安国等国家 不得不重新评估真正的实力 因为如果是换作他们的导弹战机 如此大规模攻击 不被发现是不可能的 这是怎样的技术啊 西方国家不由地哀叹起来 同时也为自己等今后的命运担忧起来 通天国真的就强大如斯吗 通天国在经过了 十余天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的攻击后 和南海海军航母上起飞的舰载机 对外国全境多方位 多层次的全天候轰炸后 云南和广西境内各机场起飞的空军战机 则对外国北部地区进行了迟速的轰炸 外国的指挥系统逐步瘫痪 所谓的信息化外国军队被打得现出原形 也把外国国内上下那膨胀的民族主义打得忧怨不已 使他们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做强大 什么叫做大国 六月底 在无数外国官兵的注视下 数万辆坦克由对面的友宜官向亮山扑来 在心惊胆战中不得不进行抵抗 由此与外国间 亮山战役正式爆发 南海战争 在陆地打响 是外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想到的 外国当局的全世界这才明白 现在的胃口竟然是整个外国 那么对F国的轰炸呢 同样是整个F国嘛 人想干什么 由于外国当局之前 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南海岛屿 没想到通天国 竟然冒天下支大部委 向自己本土进攻 看样子还动作挺大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这才将精力回到陆地战场上来 全力应付通天国那雷霆之势 外国人反应到很快 迅速将北部所有兵力 集结在亮山地区 以死守这道首都河内的门户 因为亮山如果丢失 河内将直接暴露在军队的战刀之下 一马平川的外国北平原 难以阻挡那庞大的装甲部队 那么 整个外国就完了 亮山战役 双方投入了200万部队 自二战以来 本世纪最大规模的战役 在这里打响 经过十余天的艰苦战斗 外国军队在通天国陆海空 强大火力的打击下 散失了抵抗的意志 溃不成军 外国军队的重型装备 均被空海力量摧毁 许许多多号称先进的飞机 还未飞上天 便被变成昂贵的废铁 各处通信设施均被破坏 指挥信息部通颤 为此 外国军队陷入全面的崩溃危机 在海空力量和地面部队多层次 多方位 全天后的打击下 参与外国军不得不放弃 他们坚守半月的亮山 离开山地向首都河内撤退 至此 通天国在外国境内的 第一场战役宣告结束 此意 外国军百余万 被通天国军队消灭近80万 只剩下三四十万残兵 退向河内大平原 此战 大大消耗了外国军队的有声力量 不过 当通天国武装到牙齿的百万机械化军队 濒临城下时 外国来世了 通过各种渠道 寻求国际声援 又希望西方国家介入与自己国家的战争 希望将西方国家拖进战争的泥潭 但令外国人失望的是 西方此时没有了曾经的种种承诺 对外国的求助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外国危在旦夕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发展的经济成果 如今化作炮火之下的烟尘 悔 外国当局很后悔 为什么要惹怒北方的邻居 同时是恨 恨如今那些西方国家的隔岸观火 刚刚又遭受了在河内城下进行的大会战的惨败 又损失了百余万正规部队 而外国南部的大批军队被堵在南部 自身难保 也难以支援河内战场 如今军队已经扫清了河内市区外围的所有据点 工程也尽在咫尺 为此 在大军压境之下 外国政府不得不向通天国提出和谈 以归还南海海域所有岛屿为条件 希望通天国撤军 然而 回应外国政府的是军队如期进行的工程炮火的轰鸣 在河内城内 在枪笔的漫天硝烟下 在处处残垣壁间 穿梭者拿着各式轻武器的民众 各自准备着军队的攻击 这些就是外国政府组织起来的民兵 他们配合守城的正规军作战 如今的外国 除了被堵在南部的两百万正规部队 整个北方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军队了 只是外国当局也明白 在散失了两百多万主力的他们 就凭如今这点力量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除非是西方国家武力介入 可面对如此强悍的通天国 谁又会冒着和直接为敌的风险 替外国出头呢 可是如今局面要如何办 进城后又如何办 外国最高当局都快愁死了 就在这时 外面却传来更令人绝望的消息 金兰湾失守 陷港失守 海军陆战队打通外国中部至老挝之间 将外国南北完全隔绝 北方彻底孤立无援 而同时 南方的外国军也成了问中之鳖 被死死困在胡志明市 通天国与外国之战 实际上已经建出分晓了 外国败了 随着 河内城里再次腾起阵阵硝烟 军队终于开始攻城了 果然 外国军苦心精英的防线 经不住装甲部队的碾压 迅速突破到市区 随着成千上万的外国军和民兵 再次化为炮灰 激战五天后 外国当局被死死 围困在国防大楼 全城已经失守 近三百万所谓的金瑞部队 散失殆尽 随着外国最高当局人员 走出摇摇欲坠的国防大楼 走进军队指挥部 外国北部战役宣告结束 军队在经过一个多月 在付出三万多人员损失的代价后 终于占领外国北部全境 而那些最高层俘虏 被专机押送到了燕京 在那里 他们会受到国家元首的礼遇 而在外国南部 在百万海军陆战队的攻击下 外国军主力被压缩在胡志明市 被团团包围 其余各地的外国军残余也被肃清 只等那决定生死的最后一战 结束了北方战役的陆军 抽调出百万大军南下 准备加入这对外国战争的最后一战 而此时 国际社会上热闹非凡 西方国家不敢直接进入南海战局 于是在国际上对发动外交攻势 在联合国大会上举行所谓的决议 希望迫使从外国撤军 在整个国家社会 就只有亚利安国和巴基斯坦 之史之中的力挺 其余的要不是跟着西方大国嚷嚷 要不就是沉默 印度 还是这个印度 再次保持沉默 然而 全世界的口水和所谓的制裁 没丝毫影响到最高当局的决心 因为不再会重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覆辙 而无功而返 这次做的就是趁着这次机会 将外国这个曾经的土地 正式收归版图 哪里会在那些虚张声势的压力下撤军 生了无数官兵而半途而废 外国这个国家的覆灭 是在所难免的 也是他们这么多年以来 所结下的恶果 怨不得谁 同样 那些曾经在南海问题上 和我有着纠纷的国家 一样是如此下场 谁也不能幸免 2024年8月中旬 发起了对外国战争的 最后一次战役 在强大的海空火力支援下 我海军陆战队 和陆军机械化部队 协同作战 并肩向胡志明市发起强攻 战况外国来外国 惨烈 也许是外国军最后的军人的尊严 军队遭到了有史以来 最顽强的抵抗 看着身边战友一个个不断倒下 军人被激发起更大的勇气 奋力冲向敌人的巢穴 用生命为祖国赢得无上荣誉 用敌人的鲜血 祭奠牺牲的战友 脚踏着那破碎的土地 召唤更多的英雄 用生命与鲜血 谱写英雄的篇章 看着下方拼死冲杀的军人 看着他们一个个 在死去战友倒下去的地方 继续冲杀 看着这一个个为了祖国荣誉 舍生忘死的英雄们 战里于虚空的天赐眼睛湿润了 这就是作为军人的荣誉 作为军人的无上荣光 为自己的祖国拼尽最后一滴鲜血 为了军人的荣誉 誓死杀敌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能有这样的热血英雄 还怕谁来 当然 对方的极力反抗 遭到了军队的毁灭性打击 逐一条街道 逐一栋房屋 逐一清脚 没有半丝手软 凡是抵抗者 只要是手拿武器者 逐一处决 因为在军人看来 即使是平民 一旦手拿武器就是作战人员 是武装人员 对于手拿武器的作战人员 军队的目的很清楚 那就是消灭 终于 在我军坚决打击一下 开始有人投降了 先是民兵 再就是正规的军队 无一不被军队的雷霆手段震慑 身陷决定的他们明白 继续抵抗就只有死亡 在军队强大的威压之下 外国军队开始了成剑制的投降 在第五个日头 守军残部终于精神崩溃 放弃了抵抗 全体投降 至此 这次的对外国作战正式结束 除了乡间和丛林里 仍以零星抵抗外 外国战场上主要战事全部结束 经历两个月 在军队付出了近六万人的代价后 通天国正式将外国化为版图 整个前外国的由陷港式为戒 将前外国一分为二 南部被称为南外国省 北部地区被称为外国北省 由此人民国家迎来了近一亿人的新国民 虽然还面临着各种抵抗组织的困扰 但毕竟最艰难的间断过去了不是马 对外国战争的迅速结束 同时也跌破了许多国家的眼镜 特别是美利亚国 他们曾经在昔日的外国战场上吃尽苦头 在历时十年 付出了五万多人的代价后不得不撤军 如通天国却在短短两个月时间 以闪电之势迅速占领了外国 太恐怖 就是如今强大如斯的美利亚国也办不到 现在他们这些西方国家终于明白了 他们一直以来针对的是怎样的对手 为此 为自己没有进入南海战争而庆幸不已 在国际社会的期望下 通天国没有如他们所愿陷入战争泥潭 不由一举阑珊 便又把目光投向与通天国隔海相望的国家 F国 那么 和隔海相望的F国作战 又是怎样的表现呢 全世界都拭目以待 不过 令他们失望的是通天国除了持续的轰炸 没有丝毫的出兵的意图 那些导弹和航空弹好像是不要钱一样 没头没脑的网 F国各大城市和军事基地扔 这下子 世界各国就搞不懂状况了 这通天国究竟想干什么 世界各国是搞不清状况了 而F国却是受不了了 他们明白 通天国的只轰炸不出兵 就是为了逼他们妥协 如果不妥协 下场肯定是第二个外国 很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踢这块铁板 更是恨西方国家的出尔反尔 妈的 要不是听信了他们的挑唆 谁想惹人家 现在倒好 在通天国两个月持续的轰炸下 F国没有一座完整的大楼 没有一条完好的公路和桥梁 F国一下子回到了解放前 现在F国肠子都毁清了 2024年9月初 承受了三个月轰炸的F国终于支撑不住 向人民国家发出谈判的信息 最终在做出归还南海所有岛屿后 通天国结束了三个月的轰炸 持续三个月的南海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而其余占领岛屿的国家 悄悄地撤走了相关岛屿驻军和相关设备 至此 整个南海九段线以内所有海域 都被通天国实际控制 被分割霸占的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 在时隔几十年后 再次回到了祖国的环抱 此次作战 在付出几万人生命代价后 通天国战争意图全部实现 2024年9月中旬 燕京在雄壮的军乐声中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党和国家领导人全体参加了 南海战争牺牲的英雄追悼会 李肖汉 孝定邦和小秋 分别代表中央军委和政府 沉重悼念牺牲的烈士 充分肯定和表扬了各参战部队 并现场授予许多立下战功的英雄勋章 牺牲的英恋们安息吧 第五十七章 故人相约 在小魏的毕恭毕敬下 天赐下车 拖着略显疲惫的身子 走向自己的爱巢 看着将军那略显寂寥的背影 小魏鼻子有些发酸 心中有些堵 像将军这样的地位 应该很寂寞吧 看着张将军的背影 小魏心里更是热血沸腾 能做这样领导的司机 人生足矣 作为将军的贴身司机 小魏亲眼目睹了将军那运筹帷幄的睿智 更见识了将军 那对民族和国家的大爱 正是由于张将军这样的高级将领的存在 通天国才能像这次南海之战一样 随时给予侵略者迎头痛击 张将军的睿智和果敢 迅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而小魏 作为将军的司机兼保镖 更是对将军顶礼膜拜 南海之痛 是全体国人的痛 是所有人民的耻辱 而随着将军的介入 百余年的南海争端 朝夕消敏 天赐 按下了门铃 随着大门打开 随着汪汪之声 一只超级萌 超级可爱的金巴狗 摇头晃脑地窜进天赐的怀里 那模样 就好似很久没有见到主人一般 又是金光一闪 天赐便知道是谁在自己肩膀上了 天赐哑然 自从来燕金后 自己就封印了小白的说话能力和法力 倒不是天赐太介意小白的整日呱躁 是因为这里是地球 是唯物主义者的世界 如果忽然狗狗说话 会吓到人 小金就乖多了 本来就不能说话 更是听话得不得了 不像小白 整日跟几个大嫂争抢零食 拍拍肩膀上的小金和怀里的小白 天赐向院子里走去 大老远就看见娇娇那丫头 蹦蹦跳跳的小跑到天赐面前 娇娇撇撇小嘴而道 本来我够快的了 还是让小白小金抢了先 天赐哑然 感情这小妖精还在吃小白小金的醋 天赐随即就叹息起来 这娇娇已经是为人之父了 没有半点温婉矜持的样子 玄冥和戴儿 显然就比他优雅得多 刚刚想到玄冥和戴儿 就见玄冥和戴儿 浅笑倩息地来到天赐身边 玄冥接下天赐的公文包 戴儿则接下天赐的外衣 看看这如丫鬟般的玄冥戴儿 天赐再看看那背着双手的娇娇 不由生出一丝感慨 人比人 比死人 而西遥看着被娶女还世的女婿 再看看自己那宝贝女儿 心中浮起难以言说的酸楚 宝贝女儿 幸福吗 快乐吗 不过 当西遥看看自己宝贝女儿脸上 那幸福的模样 便给自己了肯定的答案 至少 女儿很幸福 这就足够了 试问 像转世道祖这样优秀的人 怎能只有一个女人 从厨房里出来的蠢子 已经万千融入了自己的新身份 虽然这一家子 没有人把她看作是庸人 但既然是主人的吩咐 蠢子还是将自己定义为家庭的庸人 还有的是 是主人随时的需要 蠢子 最近在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 感到迷茫 自己好像身体更加轻盈 精力更加的充沛 还有的是 自己的肤色更加水润光滑 如颜更加的可人 当然 蠢子不知道都是 她接受了一丝丝天赐的混沌元气 在元气的滋养淬炼下 蠢子已经不是一般的人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 蠢子已经是神仙了 就是蠢子想死 没有天赐的答应 也死不了 当然 蠢子以凡人的肉身 在天赐混沌元气滋养下 也只能是最低级的境界 最多是原因出气的那种 连帝先都算不上 即便是如此 蠢子已经超脱 与大自然的生死法则 换句话说 蠢子已经可以长生不老 天赐看了看怯怯怯怯来到自己身边的蠢子 点点头道 这段时间表现不错 这个双修 让你的主母们陪你好好逛逛街 真的吗 主人 喜欢逛街 是所有女人的天性 就是曾经身为杀手的蠢子也不例外 当然 其实有例外 比如玄冥祖屋 这个女人 虽然融入地球生活已经十多年 虽然在娇娇和戴儿等女人的潜移默化下 玄冥还是非常的反感逛街 玄冥最喜欢做的是情事 一个人安安静静的 独自躺在沙发上看关于时尚的杂志 当然 如果某个人肯陪着他看的话 那就更加完美了 不过 作为身负沉重责任的天赐 恐怕无法满足玄冥这个最基本的愿望 回到男人身上 男人通常都不太在意细节 秦虚子和逍遥都不曾注意到西遥的心虚 秦虚子看看这略显体态的转世道组 心中一阵不安 但还是问道 天赐啊 你最近不眠不休 做了这么多事 如今 战争已经结束 就好好休息吧 天赐白白手道 我不累 不过师父 不是战争结束了 而是新的碰撞恐怕是无可避免 师父啊 现在通天国虽然以雷霆之势当平了外国 但也暴露了我军的部族之处 各兵种之间的配合 还不够默契 对付小小外国 伤亡几万人 不该啊 秦虚子和逍遥 都对军事这块不怎么懂 也就无法给予天赐什么建议 只能是暗自悔恨 自己为什么不早早设立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至少可以和他分担压力啊 天赐喝了一口茶说道 不过 这算是个教训吧 希望他们在今后做得更好 还有 师父 岳父 不要看通天国如今威仪天下 其实是黑云压城城欲催啊 秦虚子和逍遥明白天赐所指 东方的岛国和西方世界 绝对是不能容忍通天国 就此踏上军临天下的征途 他们 现在应该是在酝酿什么阴谋吧 但是 秦虚子和逍遥 却是不担心 如果道祖转世 连这样的事情都摆不平的话 那就不是道祖了 他们今后要做的事 在家好好的欣赏 天赐在今后的那一幕幕 惊艳传奇 凭着对转世道祖的无限信任 无条件的信任 他们知道 那些不怀好意的国家 最终的命运是什么 叮铃铃 天赐电话突兀地响起 这个时间段 是不会有人给天赐打电话的 天赐的私人手机号码 全通天国就那么几个人知道 但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将军的休息时间 处于对将军的休息时间的尊重 还有的是 对将军的休息 高层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 任何人 在将军休息的时间 严禁给将军打电话 天赐也是很意外 看了看号码 脸上随即露出了清和的消容 文心 自从海岛一别 天赐就如迷一般地消失在了 文心和飞飞的生活 本以为 飞飞和文心 再也见不到 那个在咖啡厅里 邂逅的帅哥 本以为 飞飞和文心 那公司小职员的生活 就过一辈子 谁想到 事事总是出人意料 在十年前 一个神秘的男子 找到飞飞和文心 建议他俩报考公务员 飞飞和文心 对这个突兀出现的男子 很自然地抱着警惕的心理 但也是好奇的心态 飞飞和文心 最终还是听从了 那个男人的劝告 报考公务员 谁知 一考还就考上了 飞飞最后一届到办事处开始 后来风生水起地 踏上了仕途的生涯 也不知是哪个 神秘事例的关注 和飞飞本人的努力和实力 如今的飞飞 萧依飞已经是 通天国S式的常务副书记 副省部级干部 而性格温顺 不险山露水的文心 更是不得了 文心已目前36岁的年纪 目前担任外交部 第一副部长兼外事司长 副部高配 文心现在享受的是 正部级高干的待遇 对于这两个和自己在海岛 有过交集的人 天赐也不得不感叹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谁又曾想到 这两个女孩 虽然在自己的某种关注下 但走上如今的高位 没有能力也是上不来的 第一副书记 外交第一副部长 天赐笑着摇摇头 接通电话 怎么样 副书记 副部长 怎么想起故人了 告诉你们哈 你们高升没有请客 这次得吃好的 燕京大饭店等我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转头向娇娇 玄冥和戴儿道 故人相约 请我吃饭 你们去不去 而那一边 风姿更浓的飞飞 却是和依旧可人的文心 却是在犯愁 这个家伙 莫不成拿自己姐妹 当凯子仔 燕京大饭店 那也要咱们姐妹请得起啊 飞飞和文心 虽然身居高位 却是在潜意识里 遵循着某个男人的信念 一袖清风 那个曾经的小男孩 那大意大爱的心胸 至今影响着他们 那个神秘的家伙 在消失了好几年后 突兀地出现在 中央和军委高层 想到此 纵然是身居市委 副书记的飞飞 不由地爆出粗口 这对姐妹 自从踏进各自仕途 也是很少见面 只能是在特定时间和节日 这两姐妹才能见面 身居高位 责任就大了许多 但正是这样的各自经历 飞飞和文心的姐妹情 更加地炙热 更加地无间 第58章 再见了曾经的爱人 燕京的冬天很冷 站在燕京大饭店前的 飞飞和文心 不住地喝手 不住地跺脚 飞飞不由埋太到 就算是国家领导人吧 也不至于让两个 娇滴滴的大美女 在大冷的天 眼巴巴地等她吧 这小家伙 普儿还是这么大 听着飞飞在耳边唠叨 文心俏皮地说道 飞飞啊 你敢编排政治局常委 她知道了 看不收拾你 看看身边这个 依旧是那样的 温婉甜静的姐妹 飞飞叹了一口气 文心 你快乐吗 当初海岛那咖啡店的 一面之缘 飞飞的心早已牢牢地 系在那个帅气的 小男孩身上 这么多年 不但不曾淡忘 那刻骨铭心的思念 却是愈加强烈 已经身处高位 的小帅哥 你还好吗 文心的心意 飞飞自然是很清楚 虽然她不表现在脸上 但飞飞知道 文心对那个男孩的爱慕 不必自己少 只是彼此都明白 那个男孩 不是自己姐妹的菜 飞飞很是好奇 像天赐这样优秀的男孩 她的爱人 又会是怎样的优秀 凌冽的寒风 透过脖子处缝隙 呼呼往脖子里灌 一个冷战 飞飞和文心 不由地紧紧领口 夜色渐浓 大街上滑灯出放 柔和的街灯 倒是将刺骨的寒冷 消弭了一些 飞飞和文心 看看彼此懂得通红的脸蛋 相识一笑 这么多年了 彼此还是那么在乎那个男孩 如果不是那样的在乎 可以甘愿在天寒地冻的大街上 眼巴巴地等她 突然 一辆银灰色的奔驰房车 映入飞飞文心的眼帘 随着车门打开 那个令飞飞和文心 刻骨铭心许多年的男孩 终于来了 看着这个具备成熟男人风采的男人 这个在自己姐妹 无数个梦里的男人 飞飞和文心的鼻子 就有些发酸 飞飞和文心 正准备欢天喜地地前往打招呼时 却见车内下来三个女人 硬生生止住脚步 出于女人下意识地比较知心 飞飞和文心倒是想看看 配得上天赐的女人 到底是何方神圣 只是 随着飞飞和文心的一打量 飞飞和文心便立即丧射 最基本的词汇组织能力 一阵惊骇之后 随之便是释然 也是 也只有这样的女人 才配得上她 率先下车的女人 天资国色 在白色风衣的映尘下 如天山雪莲一样纯净圣洁 紧接着的女人 是穿着黑色风衣的女人 气韵高贵典雅 在她面前 令一切生灵都自感污秽 最后下车的女人 气质同样高贵 还具备着一种空灵玄奥之美 在她的面前 无人能坦然予以直面 一道淡淡的酸楚 扶上飞飞和文心心头 坚守了十多年的梦 如今在这三个 沉淤落雁般的女人面前 醒了 这个男孩 还是往昔一般的云淡风轻 嘴角总是叼着那只 迷死多少少女的香烟 天赐 来到飞飞和文心面前 伸出右手笑道 时隔三日 当刮目相看 当初的小姑娘 如今是省不及大员了 不得了 心结既然已经放开 文心难得开起了玩笑 那哪能和你比啊 当年的小男孩 如今贵为中央领导了 天赐笑道 你们的意思是说 这里的人 我的官最大 这顿该我请 飞飞笑道 那是当然 再说了 你也好意思要女人请客 就算是想请 燕京大饭店 咱们也请不起 今天我和文心 嘴馋了 蹭一顿好的 听了飞飞的话 天赐点点头 飞飞和文心 在官场的风评 自是知道一些 这对姐妹 在各自的位置上 那是出了名的 严谨和清莲 对范氏的手下 一贯是雷厉风行的 铁腕手段 绝不姑息 在通天国官场 飞飞和文心 闻名于世的 不仅仅是 他们那美女干部的标签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是他们正直不阿 天赐松开手 对飞飞和文心道 给你们介绍下 娇娇 我的爱人 玄明 戴儿 是我的基要秘书 他俩跟你们一样的心思 跟我蹭一顿好的 尽管心中的 那似情绪犹在 但飞飞和文心贵 为高级干部 随即就整理好心态 和天赐的爱人 和秘书握手寒暄 只是在和这些女人 寒暄之时 飞飞和文心心下 却是撇撇嘴 秘书 当我是瞎子 哪有秘书 有事无事地 将眼神 老往男人身上挂的 飞飞和文心 心里不有一些好笑 这个当初的小男孩 原来还是一个 花心大萝卜 但正是这个家伙的花心 反倒是飞飞和文心 感到天赐的真实 不是高层领导 通常的高高在上 不尽人情 再一行人往饭店里走 和天赐的三个红颜不同 飞飞和文心 却是被这燕金饭店里的 装饰晃花了眼 可怜飞飞和文心 虽然贵为省部大员 由于自律 像燕金饭店这样的场合 还没有来过 请客人第一次来燕金饭店用餐 自然要吃谭家菜 谭家菜是唯一保存下来 由燕金饭店独家经营的官家菜 长于干货发制 经于高汤老火烹饪海八珍 五十年代 被总理安排进北京饭店西七楼 发展至今日 谭家菜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菜系 那么简单 从国家烹饪历史角度说 谭家菜是一块活化石 提供了一份研究 前朝官府菜的最完整而准确的资料 再进入包厢之际 飞飞有意识地跟上几步 在天赐的耳边轻声说道 张将军 他俩真的是你的秘书 不是琴儿 被飞飞一语道破 天赐老脸一红 狠狠瞪了一眼飞飞 便善善走进包厢 看着陶冶时的那个男人 飞飞俏皮的脸上 扶上一丝云彩 张将军 首先是一个真实的男人 包厢是厅堂格局 世雅花香 古朴典雅 就好像置身于古代帝王人家的豪华饭厅 服务小姐红色短精 成牌的漂亮旗扣 各个美丽大方 官知赏心悦目 甚至令人飘飘然有被侍女服侍的感觉 谭家菜最出色的是燕窝和鱼翅 天赐点的黄焖鱼翅 娇娇和玄冥戴尔点了清汤燕菜 但这两道菜都是慢火细作 尤其是自己爱人们那道清汤燕菜 吊汤就要熬上几日 是以吃谭家招牌菜大多要预定 天赐其实对吃没有太高的讲究 吃饱不浪费是他的原则 但今天主要是照顾这些女人的喜好 这些菜 养颜润干 对女人很是有好处 不过 对于天赐等人极具专业的点菜 服务员却是为难了 服务员小姐为难地解释道 这些菜要提前一个礼拜预定 菲菲何文心却呆住了 自己姐妹也不少来燕京 两个人也时常出去大吃大喝 却不知道有这般讲究的膳食 娇娇看了看表 对服务小姐说 你们有备菜的 你和谭经理说 给我们上 为了预防不时之需 比如领导人宴请重要客人临时决定 来北京饭店吃谭家菜 几道最著名也最难做的招牌菜后厨 每天都做上几道的 一般九点左右出厨 现在八点多啊 时间确实刚刚好 服务小姐听得娇娇知道备菜 态度更加拘谨起来 说我去问问 服务小姐处厅堂不大一会儿 猪连一条 一名矮胖的中年人走进来 正是谭家菜掌门人 现在的谭家菜餐厅经理谭笑天 她先祖名厨花名叫天 她就自好笑天 谭老板见着一桌阴阴艳艳艳 只有一个男人就是一愣 但随即就亲和地和天赐打招呼 天赐这次出来是便服 加之被三个爱人化了妆 到现在没有知道 现在这个年轻人 是通天国最具威望的将军 但即便是如此 谭老板凭着多年的阅历明白 能走进燕京饭店的人 通常是大富大贵的人 再加上他们极具专业的点菜 谭老板知道 这些人是不能得罪的 谭笑天也不惹人厌 亲热地问候几句 就笑着说 你们做 吃好喝好 我去给几位张罗 谭夏天走后 服务小姐开始送上冷拼 菲菲笑着对天赐道 张将军 以后再有什么项目要跑步伪 我可非得拉上你 天赐就是挠着头笑笑 菲菲又转向娇娇说道 呃 张夫人 我和文心是将军 在海岛时候的老乡时 老朋友 娇娇也谴笑道 我知道的 她可是经常和我说起 在海岛的事情 也说起过你们 听了娇娇的话 菲菲和文心叹了口气 这个如今在通天国 全是滔天的男人 有心了 正当一座人 在和谐氛围下就参之时 厅堂外 突然传来气愤的男子声音 谁 谁抢了我的鱼翅 我倒要看看是哪路神仙 朱连又是一条 一名服务小姐 端着黄灿灿的中盘进来 一脸都为难 在她身后 跟进来一名满脸气愤的英俊青年 天赐眉头微醋 平头青年的目光也瞅到了天赐 脸色马上变了 啪 笔直的挺拔的君姿 标准有力的君丽 张将军 自己虽然和张将军只有一面之缘 但将军的容貌 已经刻印在自己的骨髓里 血脉里 天赐笑笑道 不必这样 我今天只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 在私底下 就不要这么拘谨 无端端打扰将军用餐 不必拘谨 开玩笑 有几个人在张将军面前不拘谨 看着面前这个恐无有力的军人 天赐恍惚记得 他是总参高级参谋 在国防部作战机要是 和自己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天赐也是依稀之道 这个人很有些背景 似乎和总参哪位首长沾亲带骨 不然 以他的条件和资历 是不可能以忠孝的身份进入总参 这个高级参谋 见将军没有责怪的意思 知道将军化妆 是不想熟人壮见 也就不讨人闲 随即就告辞 久到中途 飞飞上洗手间 在走廊里 却是遇到了那位上菜的服务小姐 心下一动 就叫住她 微笑道 小姐 您送于事时跟进来那位是谁啊 服务小姐见她态度和蔼 人也亲切 看看周围无人 小声说 您不知道吗 她是总参孙部长公子 说了一个人名 听得飞飞后几样发麻 再联想到那贵公子 前居后宫的神态 飞飞也就释然 也是 以天赐的地位和声望 不说是什么公子 就是总参部长 在天赐面前还不得乖乖巧巧 结账时 是天赐买的单 飞飞和文心也就由了她 毕竟这参与吃宴 用公费的话太奢侈 怎么也觉得说不过去 也和自己历来所遵循的信条不服 在寒风里 夜色下 飞飞和文心站在燕京饭店大门口 看着那辆载着那个男人的奔驰远去 晶莹的泪花 顺着彼此的脸颊而下 深呼吸一口气 飞飞和文心心里就轻松了不少 梦也醒 多年的执着也该放下了 自己和她的定义 就此永远定义在了好朋友之间 飞飞和文心知道 她特意带夫人和情人来赴约 便是给了自己二人一个 直截了当的信号 这个信号彼此心知肚明 这样的信号虽然很疼 但也彻底解放了自己姐妹 了无牵挂的她们 今后更加全身心地 投入到自己的本职工作 以回报她 当年对自己姐妹命运的安排 再见了 曾经占据自己方心的爱人 亲爱的 再见 在强劲的寒风中 飞飞和文心风衣下摆 随风飘扬 在飞飞和文心对曾经过往的挥别中 飞飞和文心 开始辞别过往 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履行自己的使命 只是 在自己姐妹的梦里深处 那道白色的银舞身姿 只怕是永远定格在灵魂深处 无法忘记 无法消弭 第五十九章 你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 而天赐这边 车窗围 那对姐妹的身影逐渐远去 逐渐模糊 不知为什么 天赐心里说不出的痛 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愫 是不舍 是不忍 还是对那对执着的姐妹的坚守感动 在天赐的心绪间 一左一右 天赐左手里 身经一直柔弱温热的小手 天赐不用看 也知道是玄冥 也只有玄冥最能读懂自己的心 包括自己现在心里的纠结 转头对玄冥笑笑道 我没事 便闭上眼睛 靠着被衣养神 自己此时实在是不是一再 儿女情场里不能自拔 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需要自己处理 而玄冥戴儿 还有那长不大的丫头娇娇 此时无言的威依在夫君身边 夫君虽然具备滔天法力 但在这个唯物主义的世界 夫君始终恪守着这样的信条 人界之势 但由人为夫君绝不会用自己的法力神通 干扰地球的发展轨迹 这是宇宙道之规则 不容破坏 但这些也是夫君秉承的理念 夫君不知一次说过 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要靠自己的力量崛起复兴 用生命的代价收回来的土地和尊严 才最值得珍惜 这是通天国子民的义务和责任 也是他们无上的使命和荣光 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天朝帝国 才是窥然不倒的盛世 天赐自己不但严格遵循定下的规则 而还封印了自己身边所有人 包括小白小精的法力 天赐这么做 全是为了那句话 人界之势 但由人为 驾驶台式的小魏 从后世镜偷偷打量威震的张将军 再偷偷打量着将军身边那 碧月羞花的阴阴艳艳艳 小魏就叹气 做人能做到将军这样的境界 也不枉在这个世上走一遭 小魏也知道 现在通天国大街小巷里 张贴的最多的不是时下当红的明星 而通天国当今的英雄 天赐将军 将军的鹦鹉果敢 将军的大爱 获得了通天国所有人的尊重和爱戴 在今天的通天国度里 可以有人不知道 这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是谁 绝对不可以不知道 天赐将军是谁 通天国民众 对天赐将军爱戴 是深入到骨子里 血脉里的爱戴 天赐将军不仅仅是万千少女心中 的偶像 心中的梦中情人 更是无数崇尚英雄情怀的男儿心中的 偶像和标尺 自通天国新社会诞生以来 除了开国伟人 还没有哪一位国家领导人 像天赐这样受到全体国人的爱戴和崇拜 出于国家最高机密 一般的人民 自然是不会明白 在最近十余年来 通天国突兀的高速腾飞和张将军有什么关联 但通天国人民隐约也知道 祖国的这次强势崛起 多少和将军有那么一些交集 现在的通天国 市面上最畅销的不是明星画册 而将军的影像 许许多多的少男少女最私密的珍藏品里 最珍贵的不是明星图片 而张将军的照片 天赐带给国家下一代不仅仅是明星效应 更多的是 无数国人对将军效仿 以将军为榜样 努力学习 做一个言语律己的人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将军 影响到的是国人的处事原则 和对民族的责任感和认同感 还有的是 对民族的自豪感 那是因为我们是人 龙的传人 客厅里 天赐哈浅连连 无奈地陪着娇娇等爱人 看那无聊的连续剧 看着电视里那些哭天抢地 奶生奶气的男主 天赐就叹叹气 这样的男人 哪里还有半点男人的味道 真不知道 那些女主为何 还要死要活地缠着他 想到此 天赐不由自心底发出呐喊 你们可以来找我啊 至少 我还是很有男人味的 但是 天赐也是知道 这样的呐喊 是不能喊出来的 不然 自己立马就成为众女所指 又是一个大大的哈欠 天赐便说道 你们慢慢看 我睡觉 娇娇和戴儿眼睛死死盯着 头也没抬 娇娇不耐烦地说道 去去去 去睡觉 不要挡着电视 摸摸鼻子 天赐从客厅出来 向卧室走去 却见小白摇头晃脑地跟了上来 天赐笑道 小白 我去睡觉 你跟来做啥 小白蹭着天赐的裤腿 狗脸上又是露出自认为很可爱的表情 陪你的嫂子们看言情片吧 天赐不客气地将小白踹出老远 汪汪 小白对着天赐 翻出一个人性化的白眼 赌气回到客厅 在临近门前 将屁股捐得老高 还嚣张地冲天赐摇了摇 天赐摇摇头 这压的小白 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要是在昔日的紫孝宫 在天道红军面前 他敢不敢 小金就比他乖多了 此时的小金 此时在玄冥怀里睡觉 由于小金是蛇类 很难获得娇娇和戴儿的亲密 出于女孩天生对爬虫类的潜意识恐惧 小金没有小白那样可爱的狗狗形象 自然也无法享受到小白人见仁爱 花见花开的自在 但 还是有人喜欢小金 这个人便是玄冥 想当初 那些曾经的霸掘天下的祖乌真身 都是以蛇类 非情走兽违法向天地 以至于现在的玄冥 自是不会对小金的蛇类感到惊惧 反而是在小金身上 感受到一丝曾经祖乌的依稀回忆 回到卧室 躺在床上的天赐 却是没有半点睡意 又爬起来 点上一根香烟 望着只见清烟出了一会神 天赐的心神 却又是回到了通天国和外国之战的德语诗 通天国如今在国际上面临的新局面 还有的是 通天国将来的天朝之路 将要走到哪种规模 是仅仅收回在历史上被侵占的土地 还是开疆阔土 再过几年 或是十年 通天国将具备吞并全世界的能力 完全有实力将整个地球 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度 只是 天赐觉得 将不属于大圈的文明 强行粘合在一起 将来的某一天 这些便是动乱的隐患 想到此 天赐忽了一口气 还是收回曾经丢失的土地吧 大中华圈 回复曾经的大中华 大文明圈 地球 不属于文明圈一个人 地球 文明 应该和不同的文明共享 和平共处 不知不觉 天赐已经是第三根烟了 烟少抽一些 对身子不好 弱弱的声音 在天赐身边响起 天赐转头 脸上露出清和的笑 闻着玄冥身上 那淡淡的体香 不光是玄冥 天赐之道 在仙界 在另一个时空内 那里所有的女人 身上散发出的 都是天然的香味 不像地球女人 铺天盖地的香水味 足以熏死千万人 而娇娇和戴儿 身上散发出的 同样是天然的体香 香水 永远是雍之俗粉 的最爱 是对自己极度不自信的 那些女人的最爱 美丽 自信的女人 是不孝用香水 或是化妆品 来点缀自己的 家人在怀 只是温馨 你怎么不和他们看电视 明知道玄冥最不喜欢人多 而喜欢清静独处 玄冥最不喜欢的 还有那客厅里 正放的起敬的言情剧 无聊 男人 妈 要爱就爱 要离就离 干嘛跟老娘们似的 要死要活 玄冥更是看不惯 电视里那些男主的娘娘腔 关于这一点 倒是和天赐不谋而合 天赐文言不由哑然 原来 那些男主在玄冥心里 和自己想的是一样的货色 好笑地捏了捏 玄冥秀气可爱的鼻子 天赐笑道 那么你说说 男人应该是怎样的 剑夫君问 玄冥盯着天赐的脸庞 目光似水一般的柔情 男人 就应该像你一样 果敢 霸气 玄冥的特点是 对任何事物总是不说假话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男人 就应该像你一样 果敢 霸气 这是一个女人 对自己的爱人最高褒奖 天赐心中 没来由一阵轻颤 自己 原来在爱人们心里 是如此的地位 他们总是在尽一切可能 使自己快乐 用女人博大的心性 包容自己的一次又一次的 花心和荒唐 而他们这么做唯一的初衷 便是 要自己快乐 娇娇 戴儿 还有眼前这个玄冥 他们用心如此良苦 那么 自己呢 自己有没有想过 他们快乐吗 玄冥如今的修为 为盘古真身 如果是放在仙界 便是 不是圣人 圣死圣人 更比起现在的天赐 境界不知高了多少 修为外国高 对于人的精神力的洞察 就外国高 天赐的心神变化 没有逃过玄冥的眼睛 玄冥在天赐耳边 尼南道 老公 不要想太多 你只要明白 你的快乐 就是我们的快乐 这就足够了 第六十章 历经前世今生的爱人 你的快乐 就是我们的快乐 玄冥的话 犹如一只温柔的剑 静止射中天赐的心 没有疼痛 只有无限的甜蜜 在喘息中 玄冥费尽全身的力气和不舍 摆开天赐的手道 老公啊 今晚该娇娇妹妹 天赐一听 便嘿嘿笑道 你忘记了我的时间规则吗 玄冥曾经自问了很多次 那个木头在转世前 如果也像这样 自己和他的命运又该怎样 但玄冥随即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如果他转世之前 如现今做派 在天道之下 他和自己一起 早就被天道规则抹杀了 又何来现在的彼此 当玄冥纠结在前世今生 和生死两茫茫间 关于对时间规则的掌控 在仙界一般的大神通者 都会一些 境界外国高 对于时间规则就掌握的外国高 对于这个 玄冥作为曾经的祖屋 如今的盘古真身 自然也会 但说到对于时间规则的驾驭 在天地间 有两个人对时间的掌控里 在仙界无人出其左右 一个是时间之祖屋 主九英 他的对于时间的驾驭能力 在仙界独一无二 主九英在时间规则之下 将敌人杀死与不知不觉中 除了主九英祖屋 天地间对时间的掌控力 便是当初那紫霄宫传道的天道红君 也就是如今的转世道祖 天赐 夫君的想要 也正是玄冥的想要 既然夫君已经使用了时间规则 玄冥就不必怕有人突兀地闯进来 这里 是自己的二人世界 如果有一天 命运又要迫使自己离开夫君 当那一刻之际便是自己以此殉情之时 没有什么能使自己离开夫君 唯独是死 即便是死 也要死在他的怀里 天赐和玄冥 让灵魂彼此交流 我爱你 永远爱你 历经前世今生的爱人 看着身边那 惬意地抽着烟的夫君 昔日紫霄宫高高在上的天道红君 如今地球通天国全是滔天的将军 玄冥昧魅眼再度迷离 前世那不通风月的木头 今日这件一个爱一个的花心大萝卜 玄冥不由感叹着 世事的诡异和无常 昔日的道祖经过轮回 从一个极端 转换成另一个极端 从冰冷的无情之道 转换成如今对众生的大爱之道 红君的转变 注定将再次在天地间演绎自己的传奇 即使是以目前盘古真身境界的玄冥 也是无法预知 自己的夫君在某一天回归仙界之时 在仙界天地间会上演怎样的传奇 是悲欢壮烈 还是无声无息 但玄冥明白 在仙界 就有规则已经运行了亿万年 转世红君的回归 势必和仙界原有的规则相碰撞 无论是在哪个朝代 哪个环境 在新的事物取代旧的体系时 总是在大动荡的大时代背景下开战的 以仙界天道的强势 很难想象 天道会无声无息地妥业 既然温和的手段无法达成共识 红君面对的便是 采取激烈的方式将自己全新的道 融入到天地间 那样的话 在仙界三界 将爆发史无前例的冲突 这样的终极对抗 对于仙界来说 也许就是绝世天节 是末日 祖乌向来是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是最不喜欢用头脑考虑和思考问题 他们处理事物和争端最直接的方式 是用拳头说话 而玄冥在亲身经历了 巫族的心衰和自己的两世情缘后 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 转世红君 未来的仙界 那无可预知的风险 是玄冥如今最为担忧的 转世道祖 如今身边的夫君 肩上所背负的责任 令玄冥在揪心之余 内心澎湃不已 夫君的强势果敢 却是将玄冥心中 那尘封的祖乌战役 激发出来 要战便战 要死便死 玄冥也是明白 自己在未来要做的是 将自己的盘古真身的境界 更加凝视稳定 在未来的某一天 为夫君尽上自己的一分力 自己能做的便是 在将来的特定时刻 自己的使命是为夫君冲锋陷阵 马格果师 用自己的力量 在夫君的道徒间 为夫君保驾护航 正如夫君曾经所说 既然上天安排彼此再续前缘 那么 就全身心地享受彼此那炙热的爱 永生永世 不离不弃 看着身边闭目养身的夫君 玄冥的小嘴儿却是抹上一道柔和的弧度 只是 在玄冥的心绪间 却是沉沉地睡了过去 而天赐的意识也是渐渐迷离起来 不久也是陷入沉睡之中 呀 也不知睡了多久 天赐被这一声扎唬 吓了一跳 愕然转头时 却见玄冥正在手忙脚乱地收拾身上的衣裙 由自天赐的愕然间 捏手捏脚走出了房间 天赐不由哑然失笑 这前世今生的玄冥 性格却是转化了很多 原本清冷孤傲的一带祖屋 已经具备了通常女孩应该具备的特质 比如撒娇 天赐叹叹气 自己就是一个花心好色的混蛋 玄冥能历经两世 历经亿万年为自己的爱情永世守护 用自己的所有执着 将自己的爱留给自己的爱人 天赐此时在自问 自己呢 为何就不能像玄冥那样 为情从一而终 但天赐同时也明白 自己无疑是最幸运的男人 自己的好色花心 被爱人们无尽地包容 爱人们还在用一切爱 来使自己开心快乐 问题是 在和众多女人分享一个男人时 爱人们 他们快乐吗 在潜意识里 他们快乐吗 带着这个问题 天赐的意识再次渐渐模糊 砸吧砸吧嘴 再次进入了香甜的睡梦中 第61章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召唤 当天赐睁开睡眼心松的睡眼时 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 一道道刺眼的阳光洒了进来 转头看看床头柜上的闹钟 却是已经九点多了 天赐不由的叹叹气 这今日的上班 又要迟到了 以天赐的身份和地位 自然不会像一般公司员工那样 照点打卡 但作为通天国最高层之一 时不时地迟到 总是不好的事情 在卫生间洗漱后 衣冠楚楚的天赐 溜达到客厅 一家子都不在 只剩下唇子 正在卖力地拖着地板 此时的唇子 头戴可爱的防尘帽 紧身的黑色上衣 黑色短裙 典型的衣服 家庭女仆的打扮 黑着脸 坐在沙发上 随手端起茶几上的空茶杯 叮叮当当一敲 淳子冷不丁地被吓了一跳 骤然转过头 却见自家主人 像个大佬爷似的 稳稳坐在沙发上 主人醒了 淳子给你做早餐 说着话 淳子麻利地接过 主人手中的茶杯 又是极为娴熟的倒茶 淳子在经过几年的时间 已经完全融入了 自家女仆的角色 只是不知道 淳子那下意识里 灵魂深处那关于 东阳民族的记忆 还有多少残余 这都啥时候 大早上穿成这样 天赐喝了一口茶 又是黑着脸训斥道 这个茶 这么汤 那有刚刚烧开的开水泡茶的 一顿训斥 将淳子训斥的晕头转向 他可是清楚地记得 这水瓶里的开水 却是冷却了一会儿的 还有 淳子低头看看自己的穿着 也没有什么不妥 自己的穿着 不就是主人向来就喜欢的吗 发王火 天赐却是好笑 自己外国来外国孩子气了 淳子这服打扮 不就是自己 一直以来最喜欢的吗 自己想在他身上发泄 就找这样的茬 颤颤巍巍 服侍主人用过早餐 看着主人那 稍显苍白的面容 淳子说道 主人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淳子给你按摩按摩 善待自己的女人 是天赐最为看重的事情 天赐看着眼前 专注为自己打领带的淳子 心里一阵黯然 自己对待这个小姑娘 实在是太过分了些 自己 今后倒是要注意了 拎着公文包 临出门之际 天赐却是问香送的淳子 怎么 这一家子都到哪里去了 啊 主母们和长辈 说是到香山去玩 他们说你要工作 就没有叫醒你 天赐点点头 出去溜溜也是好的 在家久了 会闷出病的 转头看向淳子道 下次 下次他们要到哪里 你也可以去 你的身手不错 就当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淳子急忙说道 淳子不敢 淳子要照顾主人的 天赐很严肃地说道 这是命令 淳子见主人是认真的 不敢再反对 便切切地说道 淳子遵命 看着主人鹦鹉挺拔的背影 淳子却是撅着小嘴儿 心里嘀咕 保护主母 谁不知道 主母们都是个顶格的高手 依靠着铁一栅栏 目送着主人 走向等候已久的奔驰时 但是 淳子在自己的主人身上 读出了他对自己 曾经效力的国家 那刻骨的仇恨 淳子也是明白 在他的强势介入下 自己如今所在的国度 在不久的将来 必定要和自己 曾经的国家 来一场生死对决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 这是一场决定 民族命运和国家 存在与否的空前大决战 淳子也明白 对于在不久的将来 要发生的事件 自己是无法做任何事 能做的只是 祈求战争 尽可能地不要伤及到平民 淳子那娇艳的脸带上 两串晶莹的泪珠 悄然滑落 主人 以你对众生的大爱 能否放过无辜的平民 特别是妇女儿童 后座 天赐从后视镜里 看见小魏的预言而止 便笑道 小魏 有什么事 就说 由于半赏后 小魏终于鼓起勇气说道 张将军 这话我本不能在你面前说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 天赐笑道 有什么事就说 只要是不违法原则就好办 小魏说道 我 我想到一线部队 可是上头不批 天赐倒是有些诧异 笑道 怎么 给我做司机不好吗 小魏忙说道 张将军别误会 小魏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作为军人 本就应该在将场上横刀立马 马格果实 我很向往在战场上 冲锋陷阵的感觉 天赐点点头 这就是当今通天国军人的军魂 说得好 横刀立马 马格果实 便问小魏 那么 你想到哪支部队 小魏想都没想到 东海舰队 天赐又笑了 可你是属于陆军系统吧 还有 你为何要去东海舰队 小魏说道 南海战争已经结束了很久 东海舰队 是将来最有可能要投入战场的部队 还有 将军你就是从东海舰队走出来 英雄部队是所有军人最向往的神圣地方 点上一颗香烟 天赐又是点点头 现在的国人 恐怕是已经秀出了 即将和东阳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味道了吧 尽管两国之间 目前还没有任何战争的迹象 但随着通天国国力的日趋强大 清算历史的血债 是全体人民的心愿 富国长兵 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不就是开疆阔土 军临天下吗 对于小魏 不依恋给高层做保镖的职务 而向往战场 梦想在战场上实现军人的价值 天赐很是欣慰 天赐对小魏说道 这样吧 你目前还是好好开车 我看着办办 不过 你不要抱太大希望 说完 天赐便靠着背上养神 小魏文言 咧着大嘴笑了 将军既然说看着办 那么自己的事情就算是定了 张将军既然出马 在通天国军界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小魏 眼神开始凝缩 已经在憧憬着 东海之上那旷古绝境的大决战 而此时的天赐 心神却在前几天 几天前 自己在混沌珠内 和盘天 青莲和紫莲小聚了片刻 由于自己作为本尊 在修为的净土中 十余年毫无存尽 以至于这三大天尊 至今也是陷入瓶颈 无法再进一步 他们三人 都是在准圣大圆满境界 触摸混元境界 指住了进步的步伐 而他们三个 想要再进一步 就得看天赐的道图了 不过 天赐明白 在这地球上 没有半丝仙界灵气的地方 要想更上一层楼 是何等困难 实在不行 就只有等到以后 到仙界再说了 不想步人家的后尘 不想追寻别人的道 可要创造自己的道 是何其艰难 自己的道 是什么 天赐这样问自己 问了许多遍 自己的道是什么 自己的道 又在何方 自己的前世是紫莲之道 也就是仙界所运行的规则 盘古大神的道 是破灭之道 破旧立心之道 一解江城 所主之道 是摩兰之道 在此基础上 江城的弟子耶和华 创出了创世之道 而天赐在冥冥之间明白 这些道都是别人的道 不是自己前世所想要的 也不是自己想要的 天赐 要探索出属于自己的道 在天地间独一无二的道 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大成 最终大圆满 而自成大道 成为能与 仙界宇宙大道 抗衡的力量 如此 天赐才能更好地捍卫 盘古大神托付给前世 的责任 守护盘古所开辟的天地 只是 天赐明白 自己所执着的目标 最终为大道不容 在自己回归仙界后 可以料想到 自己要面对的是 怎样的风浪 自己即将的逆天之举 不但不为天道所容 更是不为宇宙大道所容 但是 天赐目前的主要精力 放在了通天国的复兴之上 只有在通天国 再次开创 大天朝圣事之时 天赐才能放心地回归 那属于自己的地方 仙界 在天赐灵魂深处 一丝四有四无的气息 在召唤着它 自从天赐和红军的紫帘融合 这一次召唤 就一直在萦绕着天赐的心神 天赐明白 这一次来自灵魂深处的召唤 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召唤 仙界的召唤 在冥冥之间 天赐明白 仙界一定是受到了某种威胁 天赐还知道 在仙界宇宙中心子孝宫 不但要法力无边的天道作证 更有天外天十大圣人 更不说仙界各大不周 那许许多多的大神通者 能使实力强悍如斯的仙界 感受到威胁的话 那么 这种威胁就只能来自一个地方 和仙界对应的异界 耶和华大神创世的西方神界 仙界急需自己的介入 而通天国复兴的脚步 才刚刚开始 只有在通天国达到 令所有国家都不敢正视的地步 天赐才会放心去仙界 自己 又或是前世红军 护卫了亿万年的仙界 等等吧 转世红军 稍后会回来 这是天赐灵魂深处 红军的呐喊 也是天赐是新生 第62章 兄弟升职 通常都说 政府公务员的日子 就是一张报纸 一杯清茶就度过一个工作日 这个定域用在天赐身上 显然是不合乎时宜 等天赐处理完小山一样的文件 扭扭僵硬的脖子 看看时间时 确实到下班的点了 很多文件 属于自己的专职 寄要秘书 玄明和戴儿处理的 但是这两个女人 陪伴家人去香山玩耍 以至于天赐 今天不得不亲自动手 劳心劳力 收拾好公文包 正准备走人的天赐 却是听见房门 响起轻微的敲击声 随着房门打开 近来一位帅气的少校军官 立正敬礼道 报告将军 有两位客人想见你 现在在客厅 天赐点点头 便跟着少校 走向客厅 刚刚走进客厅 天赐便见到客厅沙发上 坐着两个中将军衔的 海军高级军官 还有一个少将美女海军军官 一看到这三人 天赐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清和的笑容 自从在南海对外国战争中 自己和当时身居南海舰队 副司令的李强见过面 当时李强还是少将 由于在南海之战中 出色的指挥能力 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 李强 以四十岁的年纪 在今年初 刚刚被军委授予中将军衔 中央军委委员 职务也随之提升为 南海舰队司令 以四十岁的年纪 荣升中将军衔 在通天国军事史上 虽不是绝无仅有 但也是极少见 张强 以中将军衔 担任海军司令部总部办公室主任 一样是中央军委委员 以张强目前四十多岁的年纪 上升潜力同样极大 而周慧 则一如既往地做丈夫的副手 如今的张强是办公室主任 而周慧则是副主任 是典型的夫唱夫随 由于张军夫妇 在燕京海军总部任职 便具备着进水楼台先得月的先天条件 自从天赐入主中央军委之后 他们夫妻道士和天赐经常联系 只是李强则是远在南海 无法经常见到大哥 这次李强来燕京参加军委会议 特地邀上张军夫妇 前来看望大哥 张军周慧和李强 看到天赐从墙角拐了过来 特别是李强 眼角开始湿润 多少年了 如今又见到大哥了 啪 张军李强和周慧 如镖枪一般挺立 庄严地向天赐行军力 曾经的周慧 很是不在意天赐的威势 但如今的周慧 却是在已无法生出这种感官了 如今的天赐 以军委第一副萧汉 划供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声望 使周慧不得不肃然起敬 张军等人如今明白 自己等人有着今日的地位 和这位大哥有着怎样的关联 和自己同期的海军学员 混得最好的 只不过是上校大校之类 张军他们还明白 自己虽然具备着很强的能力 但没有大哥的关注 自己等人绝对没有今天的地位 遇到大哥 是自己等人今生之幸 叼着香烟 拍拍沙发 天赐笑道 这是怎么了 兄弟之间几年不见生疏了 见外了 做 大家都做 天赐看向偷偷打量自己的周慧 笑道 周慧 这几年 没少欺负张军吧 周慧没想到 身居高位的天赐 还是像当年那样没有半点正形 落了个大红脸 但心中的拘谨却是少了不少 张军和李强 则是黑黑傻笑 看着这些陪伴自己在海岛 几年的同伴 天赐很是欣慰 他们今日之成就 虽然自己帮了一把 但他们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 没有超强的能力 即使是自己再怎么用力 他们也走不上如今的高位 又看看有黑的李强 天赐说道 这次上京 为何不带上嫂子 天赐和李强虽然见面不多 但也是知道 李强早在十年前就成家 妻子也是海岛海军学院的学员 好像叫狐狸真什么的 天赐依稀记得 自己当年好像也见过人家 天赐还记得 那是个娇若文精的女孩 是当时李强的崇拜者 李强黑黑笑道 我那媳妇 尚不得台面 我也想叫她出来走走 可她始终不肯出来 就喜欢在舰队 天赐白白手道 李强 你这话就不对了 什么叫尚不得台面 这样 你现在马上给嫂子打电话 要她务必立即登上飞机 我会联系专机 送她来燕京 说着话 天赐开始拿出手机打电话 稍后 电话接通 里面传出一个厚重的声音 张将军 是不是想找我这个老家伙喝两杯 天赐笑道 李司令 你这是寒碜 我不是 你明知道我是三杯 就倒 是这样 有位叫狐立真的海军女军官 她稍后会到你们基地 这样 麻烦你安排一架运输机 护送她来燕京 这事要是成了 不说三杯 就是三十杯 我张天赐舍命陪君子 电话那头 随即响起爽朗的笑声 谁敢让你舍命陪君子 那样的话 全国人民的口水都会淹死我 说吧 这个叫狐立真的军官 是你的朋友 天赐道 是我兄弟的妻子 啊 这个人 你认识 南海舰队的司令 电话里却是传出那边一阵骂声 南海舰队司令 李强那小子 这小子不厚道 是张将军的兄弟 也不告诉我一声 这种小事 何须张将军亲自出面 凭我和李强小子的关系 李强那样的一句话 我还不得照办 这样 张将军 我这就立即安排 李强自是也听出了 电话那头是谁 海南军分区司令 李云鹏 绰号李大胖子 南海舰队司令部 设在三亚 李强和李大胖子 在几年的交往中 成了很好的朋友 就如李司令所说 李强相信 自己只要一句话 李司令绝对帮忙 但李强从添辞的电话 读出了大哥 对自己兄弟体贴入微的关爱 眼角有些湿润 李强低声道 谢谢大哥 便拿出手机 开始拨打爱人的电话 看着兄弟们 如今都成家立业 事业有成 天赐这才觉得 自己不枉他们 叫自己一生大哥的情意 又看看张军 天赐道 张军啊 有没有想过洞洞 张军一愣 洞洞 不明就已地看着自家大哥 天赐接着说道 当年我要你进海军总部 就是要你熟悉 海军高层的架构 我已经提名你担任 通天国海军副司令 当然 你目前的资历和经验尚浅 军衔暂时不动 依旧是中将 还有 咱们国家的军事建制 也会改革 海军和空军被称作司令部 显然比陆军低了一个等级 我提交的议案 军委和中央国务院 已经在开始审议 今后的通天国海陆空 将分别设立各自总部 即陆军部 海军部和空军部 各军种主管不再以司令相称 而是改教部长 比如 陆军部长 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 这是通天国军事革新 所必须的 李强和张军一听 顿时一起风发 这样一来 海军和空军 不再是通天国军事体制里 配角的角色 而是和陆军一样 担任通天国军事主角 海军部长 我靠 李强和周慧 顿时对张军另眼相看 对于兄弟的噤声 李强第一反应就是 由衷的高兴 天赐又是看看李强道 李强的位置也要动动了 对于你的调令 在这几天应该会下来 东海舰队员司令张杰 到了退居二线的年纪 我便向军委和政治局常委 递交了提案 建议任命你为 东海舰队新一任司令 李强一听 大喜望外 东海舰队 通天国实力最强大的舰队 通天国六支航母战斗群 除了北海舰队和南海舰队 各一艘航母外 其余四艘军备驻守在 东海舰队 东海舰队拥有如此实力 所针对的是谁 是哪个国家 自然是一目了然 同通天国四大航母战斗群 隔海对峙的是 美利亚和东阳联军的八个航母战斗群 虽然目前看来 通天国东海舰队的兵力处于弱势 但毕竟比起十几年前 通天国仅仅拥有一艘实验性的航母 要好很多 何况当时那艘实验性的航母 还是六万吨的常规动力航母 是传统的滑越起飞的航母 而通天国现役的六艘航母 是十二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 其先进性能 和西方世界属于同一水平 通天国曾经的那艘实验性航母 搭载舰载机的数量是三十架 而通天国现役航母 每艘航母的舰载机常被搭载量是一百架 其中还包括预警机 直升机等等 这也是西方世界 特别是美利亚和东阳国对通天国忌惮 至今不敢动武的原因 他们明白 一旦和通天国在大洋之上 在进行航母之间的对抗时 即使是以数量优势的他们取胜 也是惨胜 他们即使是成为最后赢家 但除了自己满目苍蝇的国土 也什么也没有了 和如今强悍如似的通天国爆发全面战争 彼此都是最后的输家 从心神里退出来的李强 立即就明白了 大哥的意思是 将来和东阳国和美利亚的大决战 自己将顶上去 李强还明白大哥另一番意思 打架要用亲兄弟 而对张军的安排 更是一目了然 这位将来的通天国海军最高首长 即将会指挥通天国所有海军力量 同东海对面的联军 进行终极碰撞 客厅里 女卫兵也不知道换了几次茶水 窗外的夜色已经很浓 在大家好的聊天中 两个小时悄然而过 天赐看看时间 对兄弟们笑道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这就去丰台机场 人家嫂子第一次来燕京 可别叫人家等 一行人来到停车场 小魏早已等候多时 立正敬礼 张将军又转向张军李强和周慧 各位首长好 李强笑道 张将军的警卫员就是精神 可比咱的那小王精神多了 在小魏的服饰下 郑玉进入车内的天赐 却是想起了什么 对小魏说道 小魏 你不是想到东海舰队吗 便指着李强说道 这位李司令 即将担任东海舰队的司令 你的事 他看着办 李强却是笑道 怎么着 给张将军做司机不舒服 要到部队吃苦 随即又说道 这事就这么定了 可别到时后悔 小魏腼腆一笑道 谢谢首长 在夜色下 金碧辉煌的路灯的运染下 银灰色奔驰史上高速 向丰台军用机场而去 第六十三章 阶级迎接地席 燕京的交通问题 是燕京人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尽管 燕京政府对城市交通 在历年中加大投入 也经过多番改革交通法规 但燕京的堵车难 并没有多少好转的迹象 天赐的奔驰 在小魏的驾驶下 在蝗虫般的车流中 慢慢向前移动 这都已经出了四环了 还是这样的堵 天赐 淡然地看着车窗 也不知在寻思什么 晚上九点多 小魏才满头大汗地 开着奔驰进入封台军用机场 由于挂着军委的牌照 大门卫兵 立马立枪尽力 目送奔驰进入机场 老远 在一家未曾熄火的 巨大运输机旁 在撂桥寒风中 站着几个人影 在一群人里 一道白色的身影格外显眼 李强对天赐道 那个穿海军制服的 就是立真 胡立真眼尖 老远就在夜幕下 看见了自己的丈夫 盲点起小脚 使劲地挥手叫道 李强 李强 我在这里 胡立真不明白 自己的爱人 为啥要自己 火急火燎地 做专机来燕京 本想不来 但李强语气凝重严肃 胡立真知道 自己的丈夫那破脾气 虽然刚烈火爆 但她其实是心思 甚密严谨的人 这次如此凝重 莫不是有什么急事 而胡立真的大喊大叫 则令李强不住地摸鼻子 都眼看四十岁了 还像个小丫头一样 喳喳呼呼 你难道不知道 是什么人 要你来燕京吗 老公 嘻嘻 胡立真脚步轻盈地 蹦到李强面前 一下子挂在丈夫身上 嗨嗨 李强干咳着 忙对妻子说道 多大的人了 别闹了 来见见咱大哥 胡立真这才注意到 人群里 一个身穿海军上将制服的 年轻人 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撒欢 翘脸顿时一红 便善善地从李强身上下来 不过 胡立真越看这个 年轻的海军上将 越面熟 脑子里轰的一下 顿时就依稀明白 这个年轻人是谁 天赐 曾经的高考状元 胡立真自是从李强的嘴里知道 昔日海岛海军学院的小天才 如今已是通天国最具威望的将军 胡立真还隐约知道 自己的丈夫 以火箭般的窜身 和他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 胡立真对曾经的小天才 除了极度的好奇外 便是浓浓的感激 而如今 自己却像一个小丫头一样撒欢 落入通天国如今最有权势的将军眼里 胡立真 脸上的红韵 又是浓了几分 心里不由暗自付肥老公 压得李强 不早告诉我 看我回去不好好收拾你 胡立真忙整理一下着装 啪的一个军理道 天赐 不 张将军 天赐笑了 都老同学了 干嘛跟他们一样整着一出 随意吧 说完满面严肃 很正式地便伸出手道 胡立真同志 我仅代表燕京人民 欢迎立真少将来燕京 胡立真扑斥一笑 这当初的小天才 如今的张将军 还是昔日那样风趣 胡立真心中拘谨大笑 也是伸手和天赐轻轻一握 调皮地用小手指 在天赐手中轻轻一划 哥哥 张将军年纪轻轻 便身居高位 前途不可海量啊 天赐笑而不语 这才转向一旁的 正和李强聊得 很是热乎的李司令笑道 李司令 天赐哪敢劳你大驾 亲自来燕京 相请不如偶遇 走 咱哥俩这就找个地方 不醉不归 李司令哈哈大笑道 张将军的美意 本人心灵了 只是本人均物在身 难以陪将军了 说起来 我这次还有善离直守之嫌 天赐点点头 他知道 像李司令这样 五十多岁年纪的老一辈 是极度地严格要求自己 具备极高的操守 这次要不是自己的面子 你看看他会不会 亲自护送狐狸针 千里迢迢来燕京 天赐点头笑道 既然这样 天赐便不再勉强 等将军下次来燕京 天赐必当逐久以待 李司令道 那是一定一定 便向天赐这一干人 打过招呼 便在随从的陪伴下 登上了飞机 看着李司令那架运输机 呼啸着直插夜空 天赐这才转身走向奔驰 奔驰房车的优点便是 座舱内空间很大 坐了六个人 还不觉得特别拥挤 天赐对这些 自己的兄弟和弟媳道 知道你们这么多年 苦惯了 今晚就带你们 去奢侈一番 对于自己兄弟 多年的操守 天赐很欣慰 在面对社会 各种物质诱惑 他们始终自知自律 以国家军人的荣誉 和党性为标识 做一个清正刚烈的军人 天赐还知道 李强和张军 以目前的地位 相当于行政编制的 省部级大员 确实都没有 属于自己的房子 两位弟媳 耳濡目染 都还没有佩戴过 像样的首饰 在如今国家的今天 如此清廉的官员 可以说是极为少见 天赐更是知道 正是由于 张军李强的刚正不阿 赢得了各自系统 官兵的忠心拥戴和热爱 当然 国家高层和海军高层 自是也极为看重这点 张军和李强 极快的升职 和他们的自律 不无关系 这两位海军地方大员 为通天国军界 乃至各个系统 树立了一个 极为正面的形象 张军和李强 听到大哥的话 心里又是一暖 自己兄弟 这么多年的一举一动 大哥都看着 张军李强 同时也蓄了口气 至少 自己兄弟 没有使大哥失望 没有给大哥丢脸 胡立真和周慧 自从在各自的婚礼上 见过对方外 这么多年 其实很少见面 这次在燕京 在张将军的车里 两个女人 迫不及待地 叽叽喳喳地聊个不停 丈夫之间的兄弟情分 自然也拉近了 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原本和周慧聊天的胡立真 突然对着天赐 冒了一句 天赐啊 为啥这么多年 你都一直这样年轻 你看看咱家李强 都整个一老头子了 说说呗 你有什么养生诀窍 周慧一听 扑斥一笑 李强则是额头开始冒汗 忙训斥道 女人就是麻烦 嘴一张 也不看看是谁 又转头对天赐笑道 嘿嘿 大哥 李强就那性子 你不要见笑 胡立真却是不愤 自家老公的训斥 嘟起小嘴儿道 问问嘛 干嘛那样严肃 人家天赐大哥 都没有说什么 尽管大大咧咧 但冰雪聪慧的胡立真 也是怕惹恼了爱人大哥 从未曾叫过天赐大哥 今天却是小嘴儿 甜甜地叫了一声 大哥 天赐却是摸摸鼻子道 我也是不明白 我为什么不嫌老相 立真这个问题 深度很大 我恐怕是无法回答 因为我也不知道 这是为什么 这一车人 唯独小卫一语不发 专注开车 他也无法参与 这些人的话题 因为这些人 最低的军衔是少将 在他面前 这些人各个都是他的首长 而小卫如今的军衔 仅仅是陆军少校 不过小卫明白 凭着自己 伙张将军的关系 在将来的东海舰队 自己的军衔 应该提升很快吧 但小卫这个想法 在脑海里刚刚已闪 小卫心里便是一阵羞愧 自己还是该做好现在 乃至将来的职责 至于自己的前途 不是自己能想 怎样就怎样的 况且 这些也不是一个军人 能够想的 从封台机场出发 已经是晚上十点左右 燕京市区的交通 总算是有了好转 只是用了去封台路程 一半的时间 小卫已经将奔驰 稳稳停在了燕京西郊 天赐的寓所 下了车 小卫去车库停车 天赐则是带着兄弟和弟媳们 来到大门前 摁下了门铃 天赐在机场之际 便给家里人打了电话 说今晚有客人来家里 要家人多准备韭菜 门洞 在院里灯光的照应下 出现一个白头 开门迎客者 无一例外的总是清须子 清须子看见天赐身后两男两女 四位将星闪烁的海军高级军官 盲大开院门笑道 贵客临门 小老头不胜荣幸 凭着天赐对这位老人的恭敬 张军等人自是也不能将老人 看作仆人之类 果然 天赐开口说话了 师父 下次开门 就让你的徒习们代劳 你这么大年纪 要注意身体 而张军 李强等人 却是一脸黑线 徒习们 这大哥有几个爱人 走进院子 萧瑶和西瑶 也是和客人们热情地打招呼 天赐从没有带领过客人来家 这次所来之人 和天赐的关系必定极好 一如既往 小白还是第一个 窜上天赐怀里撒欢 再就是小金 窜上天赐的尖头 不过 万事万物总有意外 娇娇这次 没有率先跑出来 搂住天赐撒娇 也不是学名和戴尔 而是窃窃的蠢子 围着可爱的碎花围裙 来到天赐面前 主人回来了 各位贵客 客厅里请坐 一边说着 一边接下天赐的公文包 进的客厅 蠢子又是替天赐 拖到泥子大衣 挂在衣架上 再像救世会的丫鬟 服侍地主老财一般 服侍天赐坐下 用玛丽的为天赐 倒好一杯冷热 刚刚合适的热茶 忙完天赐 淳子这才为张军等人倒茶 然后浅笑道 各位请慢用 淳子和极度的专业架势 即使是世界上 顶级酒店的专业服务员 也不过如此 客厅里 这诡异的一切 看得张军李强 以及两个女人 一愣一愣的 天赐结婚 他们也是知道 但却是没有见过大嫂 可要说眼前这位 极度美丽的女孩 是他们的大嫂 他们有些不确定 如果说是天赐的女佣 倒还好接受些 只是 自家大哥不介绍 张军等人心里痒痒 但也无法 喝口热茶 天赐这才说道 这位是我请的佣人 是东阳国人 对于大哥请东阳女孩 做佣人 张军等人很是诧异 但也不怎么不可接受 凭着自己兄弟 对大哥无条件的信任 他们明白 自家大哥做事 有自己的尺度 第六十四章 天国之路 老公 西西 不见其人 只闻其声 天赐就是不回头 自是也知道 这一惊一乍的谁 随着一阵清香扑面 娇娇大小姐 已经挂在天赐怀里 其架势 也毫不顾忌 这屋里有客人在 等自家老公 弩弩嘴 娇娇这才 洋洋小手道 大哥哥 大姐姐们好啊 大哥哥 大姐姐 张军和李强 额头开始冒汗 自家大嫂称呼 自家兄弟为大哥哥 虽然 以年纪来说 做天赐的大哥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 自己二人 小弟做了十多年 却被大嫂称之为大哥哥 张军和李强 赶忙起身笑道 大嫂好 而周慧和狐力真 却是始终喊不出 大嫂这句话 只能是装文扮傻 微笑着何娇娇 点点头 算是打招呼 开玩笑 看看这个小女孩 顶多也就十七八岁 大嫂 周慧和狐力真 可是喊不出嘴 娇娇这小丫头 便开始了在天赐面前邀功 老公 今晚我做了好多菜 好辛苦哦 天赐哑然一笑 你做的菜 你不帮倒忙 就算是恶弥陀佛了 当然 打击打击娇娇小姐 也是天赐平日里 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做的 难道不是岳母和淳子 还有玄冥和戴儿 做的吗 虽然被夫君一语道破 但娇娇并不难为情 反而嘻嘻一笑 拾尽地勾着天赐的脖子撒娇 这边正热闹着 门口又是走进 两个姿色同样惊艳 但又清冷的女人 对于这两个 刚刚走进来的女人 张军和李强 却是外国看外国面书 二人同时醒悟 这不就是大哥的 两位基要秘书 莫非他们和自家大哥 还真的有张军和李强 不由得充分发挥想象 遐想连连起来 张军和李强 作为通天国海军高级将领 自是经常在军委走动 而玄冥和戴儿 作为张将军的基要秘书 自是平凡地配同张将军 出入军委或是海军总部 而且玄冥和戴儿 也曾陪同天赐 到过南海舰队几次 李强和张军 认识他们并不奇怪 然而 接下来的事情 让张军一干人 傻眼在了当场 只见玄冥和戴儿 一左一右 来到天赐身边 玄冥的小手 更是搭在天赐的肩上 老公 晚餐好了 到餐厅用餐 又转头向这些老乡 石烟然一笑 道 各位 在这里就当是自己的家 不要拘谨 请餐厅用餐吧 老姑 张军 李强 以及各自爱人 顿时目在了当场 这刚刚这小女孩 才称呼大哥为老公 现在这两个秘书 旁若无人的 也称呼大哥为老公 这大哥 究竟有几个爱人 张军四人 不由面面相亏 看着自家兄弟 傻眼的表情 天赐挠挠头道 不错 这二位 也是我的爱人 心下 却是一阵叹息 自家在兄弟面前的光辉形象 恐怕得降低不少了 张军和李强 显然还没有适应 这今晚诡异的一幕 很难想象 作为国家国家领导人 通天国军队中 具备着无与伦比威望的 张天赐将军 竟然有三个爱人 只是 可怜的张军和李强 并不知道 那个叫淳子的女佣 其实也是霍张将军有关系 作为国家军队高级将领 张军和李强 自是明白 国家关于官员作风的 处罚力度 他们不明白 自家大哥 就不怕被调查吗 然而 张军和李强 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 也是 也不看看张将军是谁 当今通天国军队 乃至全体国人的精神领袖 通天国人民心中的超级英雄 正是将军的存在 通天国已从未有过的强势崛起 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正是将军的存在 通天国的外交方式充满张力 充满泱泱大中华之霸气 正是将军的存在 通天国历史上首次先发制人 打击和吞并整个外国国 顺势收回南海所有岛屿和相关海域 还不仅仅是这些 通天国如今隐约已经成为世界上 取代美利亚 成为新的超级大国 正是将军的存在 通天国 已经开始傲立世界之巅 俯视群雄 而且 还有种种迹象表明 通天国大有夺回 在历史上丢失的土地 回复昔日大天朝之事 试问 通天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 谁敢 谁又会介怀将军有几个爱人 几个情人 或许在某一种范围 将军的谚语 说不定 还会是通天国人民代代传唱 经久不衰的佳话 至于是将军的作风问题 是否会被人民引以为佳话 这些就用今后的历史来验证 不过 首先在张军等人眼里 有几个爱人的大哥 国家的精神支柱 倒是更显得真实 更富于人情味 想通此处 张军和李强顿时轻松起来 嘴角露出一丝坏笑 李强在这些女人看不见的角度 偷偷向天赐伸出大拇指 天赐一见 又是一阵哀叹 自己这光辉的形象 算是彻底毁了 餐厅内 在淳子的操持下 兵主落座 看着大人桌上 满满当当的各式美味佳肴 张军四人又是傻眼 一向清廉如水的他们 平日里的生活水平 比之一般的工薪阶层 还要轻苦几分 张军和李强 一律拒绝敷各种饭局 更是明令禁止下属 主持和参与类似场合 看着兄弟们的表情 天赐的心里一阵柔意流动 一阵疼惜 这些年 他们吃了不少苦 却是没有享受到 本应享受的物质生活 但随之而来的是 对他们的操守的欣慰和钦佩 自己拥有这样的兄弟 是自己的福气 想当初 自己拉他们一把 其实也就是看看 他们究竟是不是好的材料 却是没有想到 这两个兄弟如今在各自系统 折腾出如此天地 自己当年 没有看错人 而兄弟们 也没有令自己失望 他们 用自己的方式和能力 证明了各自的价值 看来 自己当初想得不错 通天国海军 如今正是他们的天下 天赐路从唇子手中 接过醒过的红酒说道 这瓶红酒 是我访问雅历安时 雅历安总理 因师贝因赠送给我的红酒 高卢国最顶级的红酒 路易十六 这种品牌的红酒 市场上没有得卖 是真仓品 若是论市场价的话 应该是一瓶 在一百万美金左右 当时 因师贝因总理 一共就送了我一件 十二瓶 一件被爱人们解馋 喝了三瓶 还剩九瓶 今晚再消灭五瓶 剩下四瓶 等你们回去时 带回去 一瓶红酒一百万美金 张军四人又是面面相亏 这酒 难道是金子做的 开玩笑 一百万的东西送我们 这不是受贿吗 但张军李强 随即就为自己的念头 感到好笑 张将军贿赂自己 清须子和逍遥 喝不惯红酒 而是钟爱茅台 张军和李强 就凭大大咧咧的男子气概 自是也不会文周周的 半文雅品红酒 自是加入白酒的行列 倒是周慧和狐利珍 虽然百万美金的红酒下渡 心疼不已 但随即也喜欢上了 绝品红酒的绵柔顺滑 男人喝白酒 女人们喝红酒 而天赐则是喝茶 这些年 喝茶是天赐多年养成的习惯 滴酒不沾 是天赐将军多年以来 所坚守的理念 喝酒务事 全世界 有多身人为杯中物 走了卖城 甚至连性命都搭上 品着茶 抽着香烟的天赐 看着这一大家子 心里满是温馨 家 精神的港湾 爱的巢穴 多好 如大嫂所言 大哥家就是自己的家 就不要客气什么 周慧和狐利珍 倒是还有些放不开 而张军和李强 则是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也是 这么多年了 自己的肚子 跟着自己尽受委屈了 今晚在大哥这里 就当是好好补偿补偿 张军和李强 不由地面露凶相 恶狠狠地消灭起桌上的韭菜 看自己那风卷残云 恶鬼投胎地吃相 周慧和狐利珍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瞪着眉眼 小心思理止埋态 羞死人了 丢人都丢到大哥家里来了 周慧和狐利珍 要不是碍于大哥 碍于各自老公的颜面 恨不得将各自老公 拧着耳朵回去好好修理一番 试过晚饭 张军 李强和天赐 来到天赐私人密室休息 这间屋子 是天赐一个人的地方 就是爱人们 都不能进来 这里也是天赐闭关修炼之处 任何人都不得来打搅 张军和李强 是天赐第一次邀请进来 而周慧和狐利珍 则被那帮女人缠住 都他们的闺房去了 他们的老公是兄弟 却是第一次见面 当然 有说不完的话 叙不完旧 即使是慵懒的玄冥 也是破天荒的和姐妹们 一起招呼这两位弟媳 抽着香烟 喝着茶 打着宝格尔 李强和张军 这才坏笑着 看向自家大哥 李强笑道 我说老大 你还真有一套 不但三个爱人 而且看来 他们之间的关系 还相处得很是融洽 我说老大 教教我和张军呗 你是怎样做到的 天赐摸着鼻子 还未及说话 张军却是丢了一眼 李强道 要学你学 喂我会会就够了 还有李强 我可告诉你 立真要是知道了 看他不拔你的皮 李强善善道 我不过是随便说说 看来 这李强在外 虽然无尽风光 在人后 却是怕极了自家爱人 张军却是有些担忧地问天赐 大哥 你就不怕上头找你的茬儿 说着话 张军的手指向天一指 第六十五章 珍珠岛事件 喝口茶 天赐淡然道 我和学明大儿的事情 在中央不是什么秘密 通天国高层 大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 是不会为这种事情说什么 他们关注更多的是 通天国将来的路 要走向何方 天赐说的这个问题 张军和李强 也不止一次想过 他们也有一些迷茫 自己的民族 最终将会是何种姿态 展现在世人面前 通天国的天国之路 会走多远 最终会走向哪里 天赐顿了顿说道 在这里 我向你们透个底 通天国的天国光复之路 将会收回所有曾经失去的土地 重新控制曾经通天国的传统势力范围 张军和李强 就是一代 天赐的这个目标 可谓是何其宏大 何其高远 如果是这样 将来的通天国 不就是和全世界为敌吗 但张军和李强随即就是热血澎湃 意气风发 是啊 通天国的强大 不就是为了完成多少代人的夙愿 恢复曾经的泱泱大天朝 百余年的民族复兴之梦 在不久后的将来 就正式开启 幸运的是 自己兄弟却是赶上了将来那风起云涌的时代 受尽凌辱的民族 东方雄狮 睁开你的眼睛 发出你的怒吼吧 你将以王者的气势 征服世界 这是来自张军李强 发自内心的呐喊 此时的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使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民族 曾经的苦难和耻辱 早就受够了 风水轮流转 也是时候让曾经欺负民族的列强 常常被羞辱的滋味 四日凌晨 张军和李强从天赐的密室出来 从他俩那发黑的眼圈上来看 他们和天赐昨晚畅聊通宵 彻夜未眠 自从海岛一别 兄弟三人 再也没有像昨晚那样通宵聊天的早餐 是西窑和淳子共同弄的 桂花皮蛋瘦肉粥 昨晚虽然不住地喝酒喝茶 张军和李强此时的喉咙很是干涩 清香扑鼻的西周 早就勾起他们的食指大洞 燕京封台军用机场 飞海南的专机已经在跑道上发着轰鸣 和李强一个系统的 还有海南军分区的军官 已经走向飞机 整整军服 李强再次庄重地向大哥和张军 行为一个军力道 大哥 张军 我这就回南海 天赐点点头道 去吧 做好去东海舰队的准备 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 但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 还有 李强 昨晚咱兄弟之间所说的话 你要当作最高机密来执行 明白吗 李强郑重地点点头道 放心 大哥 李强明白 说完又看看张军道 兄弟 你也保重 说完便和妻子一起 转身走向飞机 六个月后 如今的地球 最令全世界最瞩目的是 通天国军事体制的改革 通天国摒弃了沿用几十年的 就有体制 全方位改革 而通天国最为瞩目的是 对通天国军方高层的改制 取消三军司令 建立三军部长 通天国新一轮的军事变革 使通天国军事力量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 迈出了最为坚实的一步 通天国 首次将海空军的地位 放在了和陆军一样的地位 通天国海空军 从此不再是陆军的陪衬 而成为独立的体系 通天国此次的变革 意义深远 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通天国这次的大动作 也再次体会了一把 这位通天国年轻将军 在通天国政治和军队中的那无可撼动的地位 西方世界 从通天国这位最年轻的高级将领身上 逐渐读出了战争的味道 通天国究竟要什么 这是西方世界 此时的疑问 通天国选举换舰 李强如愿以偿地担任东海舰队的司令 率领数百艘战舰 数百架舰载机和陆基海军战机 和东方的东阳国和美利亚海军隔阳对峙 就如如今通天国强硬的态势 这位新上任的通天国海军将领 比之前任更加的张扬跋扈 更加令第一岛链的美东联军感受到无穷的压力 由于资历的问题 张军却是没有顺利担任通天国海军史上 第一任海军部长 而是担任海军第一副部长 但尽管如此 这对于年仅四十多亿点的张军 已经是极大的进步 本来在通天国政治局会议上 有委员就提议 由天赐将军担任通天国第一任海军部长 却被天赐婉拒 天赐继续中央军委第一副削汉 政治局七常委之一 现在在兼任海军部长 倒是像西方媒体说的那样 自己还真成了大权独揽 独裁者了 不过令天赐欣慰的是 菲菲和文心在本次换解之际 再进一步 刚刚年满三十七岁的文心 担任通天国首任女性外交部长 国家历史上最年轻的外交部长 也是通天国历史上最年轻的 的副国级领导 成为通天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菲菲 萧一菲 则顺利接班 升任新一届通天国直辖市 YES是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 萧一菲 也是通天国历史上 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 看着这两个在海岛 和自己有过交集的女人的就职一事 天赐摇摇投笑了 这两个女人 能力还不是一般的大 通天国干部的年轻化 也是全世界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 在通天国此时刮起的年轻化旋风中 全世界感受到了 这个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 焕发出青春的亮丽和生机活泼 古老的通天国 向世人展现出 无尽的生命气息 看网络视频的 不仅仅是天赐一人 玄冥对天赐道 老公 那位叫文心和菲菲的女人 很漂亮呢 天赐恶然看向玄冥 她可是从玄冥对文心和菲菲的夸赞中 闻到一丝酸酸的味道 天赐有些哭笑不得 生性慵懒孤傲的玄冥 也会吃醋 也许 在玄冥等爱人看来 文心和菲菲这火箭般的生殖之路 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嗯 另一边的戴儿 也是认同的点点头 戴儿却是没有玄冥那样含蓄 吃个醋 都不会表露出来 趴在天赐背上 戴儿有些小忧怨道 老公 当初你为啥没有娶他们呢 堂堂将军的机要秘书 一个坐在天赐的办公桌上 这样的场景 要是被那些八卦记者碰到 天知道在通天国会引发怎样的风波 天赐的手指正要谈戴儿暴力时 桌上红色的电话却是急促地响了起来 这个电话 只有在突发紧急事件时 才会想 天赐眉头一宁 身色凝重地接通了电话 张将军嘛 我是国防部长陈子华 刚刚同时收到空间和海监局紧急情报 我1566号和1574号海监船和几艘渔船 在珍珠岛海域 被东阳国日导号导弹驱逐舰击沉 张将军 我已经紧急通知了上面 你看看 这是 电话里 陈子强没有再往下说 而是等待天赐的态度 出了这么大的事件 他一个国防部长是无法拿主意的 陈子强能做的就是 将这个震惊世界的情报 迅速传给国家的最高层 陈子强还知道 在对这次突发事件的处理上 最后拿主意的就是张将军 今天中午 三艘通天国渔船 在两艘渔政船的护卫下 在珍珠岛附近海域正常作业 却突然遭到了 东阳国海上自卫队 日导号导弹驱逐舰的攻击 三艘渔船和护航的 两艘海监执法船沉没 无一人生还 天资的眉头更加紧锁 东阳国这是在干什么 难道他不知道 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公务船 在有争议的海域 发动主战武器攻击 这等同于向通天国宣战 谁给了他这样的胆子 东阳国真的疯了吗 通天国政治局会议室 七常委如数在场 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 气氛是相当的凝重 对于通天国建国以来 所面临的最严重事件 遭到的最严重的挑衅 他们深知 一旦处理不好 会在国内国外引发怎样的风波 看来 之前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 现在是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所有人的目光 看向了现任华共总书记 国家萧翰 军委萧翰复兴权身上 总书记 又是看看天赐将军道 对于此次事件 张将军是行家 张将军 拿主意吧 总书记征询张将军的意见 在场的人眼中金光便是一闪 他们明白 总书记其实已经表明了态度 天赐将烟头 愣在烟灰缸 一字一句道 其实 东阳国已经在某一种意义上 向我国宣战 既然这样 立即召开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同时以通天国政府的名义 向全世界宣布 从即日起 通天国对东阳国宣战 由此 自二战以来 地球在和平了近百年之后 再次面临全面战争的危机 众所周知 东阳国和美利亚国是军事同盟 两国曾签订安保条约 通天国此次对东阳宣战 等同于对美利亚宣战 而随着西方世界之首的美利亚卷入战争 西方整个社会会立即卷入战争 同样 作为通天国的盟友 欧罗巴的亚利安帝国 自然也会响应通天国 戒身战争 这样的话 第三次世界大战 便就此爆发 天赐的目光 看向了东方 东阳国 你真的以为 还是上个世纪 再次端着刺刀 来我通天国吗 通天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通天国新一任外交部长文新 亲自在会场上发布消息 昨天 2031年 12月24日上午实施着 东阳国在我珍珠岛海域 动用海军主战装备 日导号导弹驱逐舰 击沉我鸣船和政府公务船 东阳国此举严重破坏了国际法 东阳国此举 代表了东阳国的战争行为 至此 通天国政府决定 对东阳国宣战 在同一天 通天国军事委员会 也通过电视台 向全世界通报 对东阳国宣战 通天国在历史上 既对前外国宣战后 时隔九年后 再次发出了战争的宣言 全世界在对于 即将爆发的战争 感到惊慌之时 更是对东阳国的 失心疯感到不解和愤慨 在全世界的关注下 通天国海军 率先迅速做出反应 东海舰队四艘航母 立即开到东海中间线海域 并进入一级战备 通天国北海舰队 和南海舰队的 两支航母战斗群 立即开往东海 通天国六大航母战斗群 全都聚集在东海 大战一触即发 第六十六章 战争前夜将军在访亚利安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通天国三总部头头 七大军区司令 空军 海军和陆军新任部长 以及各兵种司令齐聚一堂 而今天 不光是军队首长 国家的领导人 军出席会议 今天的会议 是以天赐发言为主 几十年 通天国发展腾飞了几十年 国家富强的目标是什么 除了富国强兵 还有什么使命 那就是 收回被昔日列强侵占的国土 是时候让这些曾经 伤害咱们国家 咱们民族的列强 尝尝我通天国的拳头了 以前 咱们是没有那个实力 所以才瞻前顾后 如今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具备了这样的实力 就应该清算历史上遗留的账 天赐此次 在珍珠岛事件之后 高度亮相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向全国人民 向全军乃至全世界 发出了战争的信号 天赐将军的讲话 点燃了国民鸭养 依旧心中 熊熊火焰和豪迈之情 而天赐将军的讲话 也在全世界掀起惊涛骇浪 虽然世界使舆论不断 但在高处透露出战争的信息 这在近代史上 还是第一次 天赐将军的讲话 再次掀起全世界 军备高潮 战争的阴霾 笼罩着全球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 国际舆论和各国的 情报机构均显示 通天国和欧洲 亚利安国军加大了 战争的步伐 只是 谁也不知道战争从哪里打响 以何种方式打响 美利亚国 东阳国和斯拉夫国 打起十二分精神 注视着通天国 和他的盟国 亚利安国的一举一动 天上的卫星 地面的雷达 还有许许多多流连在 通天国领海附近的 各式间谍船 监听通天国的各种信息 天赐将军的一场讲话 顿时让全世界动了起来 跟随着通天国的节奏 动了起来 天赐将军之所以 向全世界率先发出战争的信息 是因为那些国家 至始至终 都不忘和通天国发生摩擦 珍珠岛 东阳国不顾通天国的 强烈抗议正式驻军 标志着东阳国 正式将珍珠岛化归东阳国 然而 这极具侵略性的行为 竟然得到了联合国的正式承认 南海诸国 被通天国十年年前 扇过耳光后 现在又忘了疼 又开始在南海海域 和通天国发生摩擦 回顾这年 国际上针对通天国的风暴 天赐笑了 通天国如今周边 很有群魔乱舞的味道 既然这样 就来一次彻彻底底的洗牌吧 自作孽 不可活 不久 通天国海军开始了动作 东海舰队集结了 小型号航母战斗群为首的 六大航母战斗群 及通天国海军全部家底 锋芒直指扶东阳国 和美利亚国联军 而在东海对面 琉球群岛沿线 东阳国和美利亚国海军联军 则集结了十余各个航母战斗群 扶桑国海军 有初云号航母战斗群 分布在珍珠岛一线 而美利亚国九个航母战斗群 则分布在琉球一线 美利亚国航母战斗群 则由最新一代福特级航空母舰组成 分别是 布什号 企业号 华盛顿号 新泽西号 佐治亚号 约克城号 西泽西号 艾森豪威尔号 和华盛顿号 以及纽约号核动力航母 这是当今世界上 最先进 战力最强悍的航母 东海剑拔弩张 南海也不平静 通天国空军战略轰炸机 分别对东南亚和我国发生摩擦的诸国 进行了有限的点式打击 俗称手术式外科打击 东南亚诸国 再次被狠狠扇了耳光 顿时 东南亚诸国 齐齐闭紧了嘴 而通天国此次 对东南亚诸国进行空中打击 没有发出任何外交辞令 也没有对任何国家进行通报 而是直接进行军事打击 在北方 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 通天国陆军出动数十个集团军 两百多万人 举行代号为亮剑的军事演习 这是有史以来 地球上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参演人员之多 参演装备之多和尖端性 可谓是旷古局后 这次军演 不仅仅是实战演习 更重要的是 这些参演部队 都是满员满装备 一旦有战事发生 能迅速投入战斗 迅速对敌方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通天国还在漫长的北方边界线上 驻扎了数百万大军 针对何人 全世界都一目了然 这是通天国针对斯拉夫国政府 彻底倒向西方阵营最直接的方式 东海 通天国海军成兵 南海 对东南亚诸国进行空中打击 北方 建制斯拉夫国 这时 全世界不禁在问 通天国在干什么 难道和全世界为敌吗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 如今的通天国很强大 但不至于和全世界为敌吧 此时的通天国政府 没有在意别人想什么 而是埋头做自己的事情 通天国境内 军列高速往返穿梭 各地的战争准备工作 有条不紊的进行 胜利的主动权掌握在准备充分者手里 不是吗 通天国和平发展的口号和原则 数十年来 没有换来应有的尊重 而是换来无尽的羞辱 他们 至始至终将通天国的善意当作软弱 既然这样 那么就让他们尝尝民族的怒火吧 强者为尊 这个规则以前适用 今天也适用 既然橄榄枝和和平歌难以换来和平 那么 就以战争的方式表述吧 欧罗巴 亚历安国 柏林国际机场 日耳曼人继十多年前后 再次迎来最尊贵的客人 通天国军事代表团团长 通天国海军上将天赐将军 如十多年前一样 天赐将军在柏林国际机场 照样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 二十一响礼炮 天赐将军不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却是享受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礼遇 可见 天赐将军在亚历安国政府和人们心中 是怎样的声望 天赐将军再次以标准的军资 并再次在机场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随后 在时隔十年后 亚历安国会再次传出天赐将军的演讲 亚历安国的朋友们 时隔十年 在这里 我再次见到了很多的老朋友 十年了 亚历安国和通天国不离不弃 风雨同舟 如今两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两国人民浇灌出了友谊之花 天赐在这次演讲中 前半部着重评价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最后 话风一转 在这个复杂 充满各种未知因素的国际社会 亚历安国和通天国 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际孤立 被打压 然而 时间证明 我们两国人民没有被打压下去 而是站在了更高的高度 创造了许许多多的奇迹 令世人注目的奇迹 然而 依旧是这些举世瞩目的奇迹 也令许多别有用心国家的不安和恐惧 天赐洋洋洒洒的演讲 进行了一个小时 期间不断被雷鸣的掌声打断 天赐诙谐风趣的讲话 也使会场不是爆发笑声 较之通常领导人的讲话 天赐将军的演讲 没有通常的古板观面 而是生动 富有情趣 就如十年前 天赐将军给世人的印象 是彬彬有礼 温文尔雅的青年将军 天赐在亚历安国 现任国防部长的陪同下 访问和视察了 亚历安国各地军事基地 天赐将军 见证了亚历安国武装力量的发展 和亚历安国持续几十年的 飞速发展 对于这个通天国 唯一的强有力盟友 天赐将军很是欣慰 亚洲的巴基斯坦 当然也是通天国 雷打不动的铁杆盟友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说 巴基斯坦都显得太弱小 难以起到像亚历安国 这个盟友这样的效应 日耳曼国 拥有近一亿多人口 是欧洲第一大 世界第二的经济体 更拥有令全世界 胆寒的庞大武装力量 正是亚历安国 这样强势的崛起 分担了许多全世界 对通天国不怀好意的关注 更何况 不调一致 彼此配合 在事关彼此国际切身利益时 相互支持 共同应对国际社会的敌意 风雨同舟 这句话用在这两个之间 最是贴切不过 如果没有亚历安国的遥相呼应 通天国在国际上 就太孤独了 而巴基斯坦 就没有这样的实力和影响力 为通天国分担什么 只能是在所谓的联合国 为通天国摇旗呐喊 不过 巴基斯坦的国际声望 很是雷若 但作为通天国坚定的盟友 也赢得了通天国的友谊 而通天国的友谊 对巴基斯坦这个贫穷 而且国内政治极度复杂的国家来说 是极其的弥族珍贵 巴基斯坦 从通天国获得了规模庞大的援助 从经济到军事 从政治到安全 巴基斯坦对通天国的友谊 换来的是全方位 称系统的援助 巴基斯坦 在不久前 经济总量和军事力量 全面逼平速敌印度 在处于首饰百余年后 巴基斯坦终于强者的姿态 面对宿敌印度 而印度 则早已察觉到和通天国作对的后果 通天国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力量 特别是高科技手段 使印度寝视南安 为此 避免冲突 成为通天国正常邻居 已经成为印度的国策 他们明白 和通天国早这样的邻居交恶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这样的心态 早在十年前的南海之战 在通天国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 灭掉外国之时 一向和通天国尿不到一处的印度 罕见地保持沉默 当然 对于印度抛来的魅眼 通天国新神领会 印度 同样从通天国获得了丰厚的汇报 在通天国重建前外国地区时 印度获得的工程和相关的订单 是以数千亿美元计的 印度从中获得的利润 还有和通天国全面的经济合作 印度的国民总产值也是大幅度提升 国力也是大幅度增强 印度不是通天国的军事同盟 但却在商贸领域却是战略同盟 通天国和印度的交好 换来的是通天国西南漫长的边境线的安宁 通天国和印度在边境西日的争端之上 印度在从通天国获得丰厚利益之后 终于后退一步 印度退出了藏南地区 这样 通天国和印度争执了百余年的边境争端 终于画上了句号 最重要的是毕国和御国 这对生死对头在通天国的主持下 实现了持久的和平 第67章 将军回国国宝回家 亚利安国 南部重镇慕尼黑郊区一处农场 一老一少相谈正欢 天赐将军尽管不再年轻 但他那面嫩的外表只好屈尊少 老者是开创亚利安腾飞神话的前总理 殷师贝银先生 如今年事已高的殷师贝银先生 已是七十岁高龄 在全亚利安国民的挽留下 殷师贝银先生辞去了国家的一切权利 不过 殷师贝银虽然退隐 被国民视作国家的传奇英雄 依然是日耳曼国的精神领袖 他的一举一动 无不牵动亚利安帝国 乃至全世界的神经 七十岁高龄的施英施贝银 这位创造日耳曼民族神话的传奇老人 在亚利安国 在全世界依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力 你放心 你会看到亚利安国再次令世界颤抖 日耳曼民族将再次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心 小邱的意思再已明白不过 亚利安将再次像上个世纪 希特勒那样 使整个欧洲在日耳曼民族战车之下颤抖哭泣 这正是殷师贝银先生 几十年如一日滋滋不倦所追求的 是整个亚利安国人们所追求的 上个世纪 日耳曼随着战败 承受了屈辱 承受了羞辱 亚利安上个世纪的战败 不是大日耳曼战士不英勇 不是当时的亚利安国国力不济 只是那时的日耳曼民族 或是那个时代的日耳曼英雄 希特勒命运不济 如今 日耳曼民族有天赐这样的强者守护 有着远超昔日希特勒时代的武力 日耳曼民族的扩张之路 注定不会再遭上个世纪的覆辙 听了天赐将军的话 殷师贝银先生点点头 举起高脚水晶酒杯 和天赐将军轻轻碰了碰 胜利 天赐微笑道 胜利 随着通天国和亚利安国的深入交往 天赐和殷师贝银先生也成为了至交 结下了身后的私人友谊 殷师贝银先生 由于多年的操劳 患上了淋巴癌 而且是晚期 殷师贝银的时日无多 希望在他有生之日 亲眼看到民族的霸主之路 对于这位日耳曼民族的英雄 天赐很是感到钦佩 天赐 从殷师贝银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殷师贝银和自己一样 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充满着炙热的爱 对民族充满着无尽的热爱 这样的英雄 是最值得人民敬佩和爱戴 如今地球上 科技虽然高度发达 医术也是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依然没有找到根治癌症的办法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 最多半年后 殷师贝银将会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永远离开他为之奋斗和守候的民族 天赐 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瓶 从里面倒出毅力白色的药丸 看着殷师贝银先生道 你 相信我吗 殷师贝银笑道 当然 我的朋友 是你给了日耳曼再次腾飞的机会 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我唯一可以无条件相信的人 天赐点点头道 很好 既然这样 吃下这个药丸 你会活到一百岁 你会亲眼见证 日耳曼民族独霸欧罗巴的时刻 没有半点犹豫 殷师贝银吞下药丸 用红酒服下 天赐又笑道 朋友 从今往后 你不再受癌症的困扰 在你满一百岁时 你将会在安祥中 走完自己的生命旅途 虽然 对于天赐将军的话 不怎么理解 但殷师贝银先生 还是无条件的采纳相信 这个通天国年轻的将军 给予了自己民族最大限度的帮助 即使是他现在要自己的生命 自己也将毫无怨言地回报于他 殷师贝银想了想 问天赐将军 我至今都不明白 将军 你当初在为通天国选盟友时 为何选择了我 选择了日耳曼民族 天赐道 先生 你从自己的民族史上 应该知道 你们的民族起源于通天国 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 后来遭到匈奴人的挤压 才辗转迁徙到了欧洲 说到底 我通天国和你们日耳曼民族 有着一丝血脉的联系 两个相隔万里的民族的祖先 出自同一个祖先 殷师贝银再次伸出首道 我代表我的民族 再次向将军表示最真挚的谢意 慕尼黑乡下农场 这两只令全世界畏惧的大手 再次牢牢握在一起 天赐此次 在亚利安国创造了又一个世界纪录 一个国家领导人 在另一个国家国事访问 长达两个月 这次 天赐再次全方位地了解了 亚利安国的方方面面 也和亚利安国政府和军方 签订许许多多的互动协约 完成所有事务 天赐觉得 是该回国了 不过 天赐在临回国之际 再次做出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事情 天赐此次出国访问亚利安 陪同的不仅仅是各级官员 除了玄民和戴尔 这两位基要秘书 还有两位贴身卫士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 没有人知道他们所属哪个部门 只知道这两个神秘的卫兵 是天赐将军的私人卫士 是最贴身的卫士 他们不拿国家津贴 不属于国家调配 他们 只属于天赐将军一人 也只听命于天赐将军一人 他们就是小金和小白 这次天赐出访 戴上了他们 天赐以法力 使他们变化成人形 只是回国后 回到家里 他们会再次回归本来的面貌 他们的修为太浅 无法自己划行 他们现在的身份 是天赐将军的贴身侍卫 比之秘书司机之类的人员 他们更加的贴身和亲近 在这次德日尔曼之行 小秋交给了他们 以及玄冥和戴尔 一个伟大的任务 去西方世界各国博物馆 私人收藏者追回 在历史上被西方列强 从通天国掠夺的 各类文物瑰宝 在外漂流两百多年 这些失散一项的国宝 是时候回家了 不过 对于天赐将军交代的任务 却是遭到了 玄冥和戴尔的强力反弹 而两个爱人抵触的原因则是 他们是堂堂的将军夫人 自是不能掉价地 去做粮上君子 然而 天赐的强势下 玄冥和戴尔 不得不娓娓去驱 破天荒地做了一回贼 相对于爱人们的不情不愿 小金和小白 则是热烈响应 也忠诚地执行着主人的任务 兵分两路路 扑向大不列颠 高卢 美利亚国等西方诸国 一路直上 犹如蝗虫过境 大英博物馆 伦敦博物馆 高卢 凡尔赛博物馆 法兰西博物馆 以及西方各国博物馆 和私人收藏的通天国各类文物 一夜之间不翼而非 小金和小白 对西方世界各博物馆 和私人收藏家 进行了地毯式的洗劫 漂流在一厢的无数国宝 均被他们偷回 而那些各大博物馆 也被一场大火化为灰烬 而前往东阳国 偷回国宝的玄冥和戴尔 不但拿回通天国各类文物珍宝 一把火烧了几家 东京在全世界都很有名的博物馆 还将东阳国金库 导出一万吨黄金 用玄冥的话说 在上古世纪 东阳国在通天国 掠夺了价值六千吨黄金的财富 一万吨黄金 就当时在六千吨的基础上 加一些利息罢了 而玄冥还意犹未尽 还一把火烧了东京晋国神社 将东阳国大和民族的精神中心 烧了个金光 在回国的飞机上 在天赐将军的专机上 天赐笑着问这些 满载而归的良上君子 怎么样 收获不少吧 小金依然无法说话 小白则是笑嘻嘻道 当然 这下子那些人欲哭无泪了 由于对于主人前世的记忆中 小白对西方神界的鸟人记忆深刻 即使在地球 小白也不忘将耶和华的血脉 称之为鸟人 天赐点点头 这是通天国人们历史上创造的精粹 是该回到自己的家了 燕京 某处不知名的巨大地下室 通天国现任领导人李肖瀚 看着眼前如山一般的 无数古通天国文物 不由热泪盈眶 这些国宝在一厢漂流了三百年了 如今终于回家了 穿着无尘衣 戴着手套和氧气瓶的通天国高层 抚摸着封存于真空密室的国宝 就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 久久呢喃不止 由于这些国宝年代久远 最怕氧气的侵袭 所以 通天国文物局将这些回归的国宝 密封在真空的环境 这些都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精粹 得好好珍藏 相对于通天国的欣喜若狂 全世界却是炸了锅 特别是西方世界 均在本次的掠夺 下 无不损失惨重 自西方工业革命开始积累的那些宝物 在一夜之间不翼而飞 只留下遍地的瓦砾和刺鼻的黑烟 被天赐弄回来的 不仅仅是通天国的历代文物 甚至包括玛雅文化 古埃及文化 伊斯兰文化和希腊文化相关的文物 都被天赐这次的行动一过端 此次事件 除了亚利安和通天国 全世界发达国家均损失惨重 尤其是东洋国 损失的不仅仅是财富 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中心 也在此次的事件中化为灰烬 全世界的目光 再次投向通天国 他们明白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 这就是通天国干的好事 但他们隐约明白 本次这震惊事件的幕后推手 和通天国有着怎样的关系 不然又怎样解释 这两个国家的独善其身 好不容易 在经济上 有些起色的东洋国 再次遭受重创 国家再次陷入 动荡和混乱的东洋国 继续用战争的方式 拜托目前所经受的困局 在不久前 在珍珠岛的武力手段后 东洋国 再次将战争机器 将战争的危险展示 在全世界面前 全世界 已经闻到了战争的硝烟气息 第68章 大战前夜 燕京大阅兵 2024年 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南海之战 那次战争 通天国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 将外国的版图 从地球上抹掉 进而占领全外国地区 并且同时沉重地 打击了F国的嚣张奇艳 时隔几年后 到2031年冬天 12月14日 三艘通天国渔船 在两艘渔正船的护卫下 在珍珠岛附近海域正常作业 却突然遭到了 东洋国海上自卫队 日导号导弹驱逐舰的攻击 三艘渔船沉没 无以人生还 对于东洋国 无视国际法的行为 通天国海监船给予理论 却再次遭到 扶桑国日导号驱逐舰 主力火器的攻击 日导号驱逐舰 对通天国渔正船 发动了反舰导弹攻击 致使通天国 两艘3000吨级的海监船沉没 东洋国动用海军主战装备 对别国民间和政府执法船 进行攻击 这就意味着战争爆发 通天国迅速做出反应 三艘航母立即进入珍珠岛海域 并进入一级战备 大战一处激发 东海一处激发的战争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全世界明白 通天国和东洋国 一旦发生全面的武装冲突 后果将难以想象 对于东洋国的野蛮和胡闹 美利亚国政府 同样是恼火不已 也是对于东洋国的行为 感到震惊 这次事件中 美利亚国政府 意外地没有站在东洋国一边 而是在联合国的相关会议上 敦促东洋国对此次的事件 向通天国做出道歉 并且赔偿通天国相关的损失 美利亚国 虽然经济总量 已经跌倒全球第三 但还是维持着一支 庞大且精锐的武装力量 美利亚 虽然丢掉了超级经济大国 但还维持着军事超级大国 其庞大的规模和先进性 依旧是全世界范围内 无人可以比肩 至少 在明面上是这样的 但尽管如此 作为曾经的超级大国 美利亚还是具备 超级大国的素质和智慧 美利亚国人 目前还不想介入大规模战争 即使是在被掠夺后 损失无数珍宝 美利亚国人 还是不想自己国家 被拖进战争的泥潭 这样不符合 美利亚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 美利亚国明白 一旦和通天国这样的大国 爆发全面战争 对自己国家意味着什么 他们明白 即使是战争最终打赢 届时付出的惨烈代价 物质损失和难以承受的人员伤亡 都是以人为本为主流基调的 美利亚国 无法承受的 然而 狂妄的打赢国 对于盟国和联合国的指责和规劝 无动于衷 相对于通天国东海的调兵前将 东阳国也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 进入珍珠岛海域 和通天国海军对峙 处于安保条约的约束 美利亚国政府无奈 也指得跟着通天国和东阳国战争的步调 也加紧了战争准备 在冲绳原有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基础上 再次派六个航母战斗群 这样 美利亚国在西太平洋的兵力 已经达到恐怖的三百万 美利亚国政府 已经被东阳国这个同盟国 捆绑在了战争的炮车上 无法自拔 对于东阳国这个军事同盟 美利亚国政府明知道参战不符合国家利益 但也只能参战 不过 诡异的是 东海看似一触即发 却陷入怪异的平静 双方除了在外交和嘴上的口水战 都没有在做出实质的动作 他们在等待什么 突然间的平静 使人很容易忘记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也使全世界都在想 东海事件是否虚惊一场 无人可知 无人可晓 表明的平静 并不代表什么也没有发生 通天国土地上 突然出现了一首歌 歌名是 回家吧 游子 歌词是 回家吧 我的孩子 你身上流淌着龙的血液 回家吧 孩子 你的飘落海外 是母亲的屈辱 回家吧 孩子 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 母子间的离散 是民族的悲哀 是民族遭受的耻辱 孩子 回家吧 母亲为你哭红了双眼 为你暖了一壶好茶 当年的甲午之难 母子离散两百年 回家吧 异乡的游子 这首歌 先在网络流传 后来传遍大江南北 妇如皆知 这首歌 更加激发了通天国人们 对历代散失的国土的思念 更加激发出无数儿女 为祖国征战的决心 外界在推测流行通天国的 这首歌词时 发现竟指向了 在东阳国控制下的琉球群岛 在通天国和东阳国 极度交舞之下 通天国却流行着 这一位深长的歌曲 不得不令人遐想连连 不过 即使是这样 通天国和东阳国 还是没有做出实质行动 都在等待下一次契机 忽然有一天 全世界被一次电视讲话给吸引 通天国电视台 此时正播放着震惊世界的讲话 通天国海军上将天赐 向全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讲 这在历史时 在世界史上 还是第一次 由现役高级军官在电视台讲话 2024年12月14日 东阳国不顾国际法 对我通天国 在东海珍珠岛附近海域 进行正常作业的渔船 和护卫的海间船 进行主力武器攻击 造成了我通天国公民 和公务员大量伤亡 对此 通天国政府和军方 对东阳国如此恶劣行径 做出最严正的谴责 并要求东阳国方面 对我通天国进行道歉 和相关赔偿 然而 时间已经过去半年 通天国政府 至今未收到东阳国 任何刑事的道歉 以及赔偿 为此 通天国放弃要求 扶桑国道歉和赔偿的条件 对于这样野蛮的行径 任何道歉 都不足以抚平 通天国人们心中的伤痛 唯一的条件 就是对这次事件 做出抉择的人 乃至国家 做出最严厉的惩罚 为此 通天国要求 东阳国放弃流球群岛的主权 否则 通天国将以武力收回 被扶桑国 强行占领达近三百年的 古中山国 如今的琉球群岛 电视中 天赐将军无比强硬 等于是战争宣言一般的讲话 震惊世界 而通天国人民 则是万成空相 所有人挤在电视剧面前 见证着史无前例的战争宣言 向东阳国提出领土要求 就等同于向东阳国宣战 也等同于同时向美利亚国政府宣战 因为 在琉球群岛主岛冲绳岛 驻扎着美利亚军队和海空基地 作为美利亚国和东阳国军事同盟的性质 等同于发动了新一人的世界大战 随着通天国和美利亚国和东阳国的交战 西方国家和斯拉夫国还能独善其身吗 显然不能 在浓浓的战争阴霾下 终于 东阳国这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凭着理解通天国政府的一贯作风 他们认为通天国最后还是会不了了之 谁知如今竟然宣战 东阳国即使是狂妄 但也知道和通天国爆发全面战争是怎样的后果 只是 缓和的最后机会被扶桑国自己白白浪费了 如果说 先前的剑拔弩张只是战争爆发的危机和阴霾的话 如今随着通天国强硬的宣战姿态 全世界这才明白 战争已经无可避免 随着通天国的宣战 全世界战争机器再次高速运转 地球 在经过了百余年的和平年代后 再次进入全面战争年代 时间 在大战的阴影下 在风雨飘摇中悠然而过 转眼到了十月经秋 在距东海事件近一年时间之际 在通天国建国八十四年华旦之际 在战争的阴影下 通天国在燕京广场 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阅兵 这次通天国大阅兵 一改以前划供最高首脑 检阅军队的惯例 这次的大阅兵 却是由通天国军事委员会 第一副萧翰天赐上将检阅军队 通天国这次打破常规 向世界发出了鲜明的信号 那就是通天国最年轻的军队 最高领导人 海军上将 依然牢牢把持着通天国庞大的武装力量 这也从另一方面表述 通天国的政治走向 仍然为强硬派所影响 而作为通天国军界 强硬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天赐将军主持阅兵 即代表通天国的军事战略 仍然是一如既往的强硬 今秋十月的燕京 金碧辉煌的城楼上 通天国最高当局领导人 齐齐登上城楼 在众多高层的簇拥下 天赐和傅星权双双连妹 来到城楼边上 天赐将军 身处华共高层已久 这次却是第一次 在正式场合高调露面 高姿态展现在全国 全世界面前 在华共 在通天国高层幕后工作了二十多年 天赐将军 终于站在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 阅兵式上 当傅星权演讲完毕 阅兵式主持人 燕京军区司令张雪华上将 亲力的声音宣读到 阅兵式第三项 有请傅星权同志 海军上将张天赐同志 检阅三军部队 这时 天赐才和总书记 连妹缓步走下天安门城楼 又一起上了红旗轿车 在庄严浑厚的军阅声中 开始检阅人民解放军 三军部队和相关装备 本来 在华共政治局会议上 早就对这次大阅兵的阅兵人 做出了决定 在傅星权总书记的提议下 政治局会议 一直通过天赐将军随即检阅部队 但天赐却觉得 这虽然是政府和全国人民 对自己的认可 但书记毕竟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这次阅兵 安总书记不能或缺 在天赐得一再坚持下 政治局会议才确定 本次阅兵 由总书记和天赐将军连妹执行 在登上红旗轿车之际 天赐将军有意落后半步 使总书记率先登上红旗轿车 在车上的站位 天赐将军也是有选择性地站在了右边 左为主 右为次 这是通天国悠久的历史上 所遵循的潜规则 而且 天赐将军在和复兴权总书记 并列站立在红旗轿车上时 天赐将军还有一项后 占了半个身位 在天赐心中 自己在通天国军事政治舞台上 无论自己是如何 受到国民认可和爱戴 自己始终不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通天国最高领导人只有一位 那就是通天国华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萧翰 军事委员会萧翰复兴权 天赐将军 只是备受关注和爱戴的华共高层之一 关于这一点 不能改变 更不能混淆 第69章 阅兵进行时民族主义大爆发 在这通天国当今时代 最具权势和威望的领导人 红旗轿车在广场上 在万众瞩目间 缓缓行驶在长安街上 天赐将军和复兴权总书记 检阅着三军将士 看着严整森严的将士们 天赐心里澎湃不已 这些通天国战士 是通天国人们的守护神 他们肩上担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安危 正是他们的存在 他们令多少虎 是我通天国的肖小望而却步 同志们辛苦了 天赐将军和总书记 均以标准的军礼 直挺挺地站在红旗轿车上 检阅着这些通天国的几样 通天国的守护神 傅兴权总书记 曾经在清华大学时 曾经修学参军 镇守南海岛礁多年 体内同样具备着浓厚的军人情节 和英雄情怀 作为曾经的军人 傅兴权总书记如今虽然早已不是军人 但仍以军人的礼节 向祖国的战士致以崇高的礼仪 将军辛苦 首长辛苦 东方黑云压城 你们怎么办 时刻准备着 横刀立马灭窝贼 时刻准备着 横刀立马灭窝贼 搭载着天赐将军和总书记的红旗轿车 缓缓沿着长安街 穿过步兵方阵 装甲方阵和各式导弹车方阵 最后掉头缓缓驶回城楼之下 金水桥边 天赐将军和总书记再次连枚登上城楼 开始检阅三军部队 首先走来的是严整肃穆 步调一致的陆军方阵 陆军 作为通天国军事先行者 在历次的战争中 为党和国家立下了汉马功劳 陆军 优弱至强 最终奠定了通天国的基础 在这气宇宣扬的子弟兵身上 透露出的是通天国蓬勃向上的精神 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祖国无限美好的未来 随后 海军方阵 海军陆战队方阵 空军方阵 预备以民兵方阵 同样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迈着整齐化一的步伐 接受党和国家的检阅 这些通天国后起之秀 如今同样以举世瞩目的风采 征服了世界许许多多人的心神 这些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武装力量 使全世界都为之战力 他们是大海钢铁巨人 他们是空中雄鹰 通天国因为有了这些 充满无限青春气息的热血而狼 才在世界上傲视群雄 在广场上 通天国当代最先进的 坦克方阵轰隆隆驶过广场 这些坦克是由通天国 乃至全世界最先进的高技术产物 他们的诞生 代表着当今世界科技的最前沿 这些被通天国赋予深意的名称 鞭榻者的坦克 高度的自主性 高度的智能性 都是西方世界所谓的高科技难以媲美的 首先 这些坦克具备先敌打击 自主分析 能同时打击八个装甲目标 同时对最具威胁和最高性价比的目标 自主打击 这一点 西方世界同类产品 远远无法做到 随后经过广场的是各式装甲运兵车 装甲战斗车 各式自行大口径火炮 各式导弹方阵 依次缓缓而过 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这些高技术主力装备 曾经在对外国战争中 大显神威 使全世界惊叹不已 通天国主力武器最大的成果 是威力加强化 体积小型化 以我通天国最新型洲际导弹为例 先前的洲际导弹 体积庞大 动不动就是数十吨 数倍吨的质量 而如今的洲际导弹的体积 是以前常规导弹的几十分之一 甚至是几百分之一 如今通天国的洲际导弹的体积 只有甚至还不及 昔日战术短长导弹的体积大 而威力和精确度 却是成倍增加 本次大阅兵 最高潮部分 当通天国胖胖熊系列的 重型战斗机 低空飞过广场 这些战斗机 没有跟随当今西方世界 所谓的隐身型战斗机的路数 而是更注重战斗机的机动性 航电和火控系统的高度自主性 智能化 通天国最新式战斗机 和各式军用飞机 都涂装吸雷达波新材料 即使是看似传统的战斗机 西方世界先进的雷电也发现不了 随后 在大阅兵尾声之际 举行首都群众游行 游行的群众 举着条条横幅 美利亚国人滚出琉球 琉球是通天国领土 东阳国滚出琉球 回到四岛 而响彻天地的口号声 升阵云霄 无数人们也自发加入游行队伍 数十万首都各界人民 挥避高呼 打到东阳鬼子 血债血长 憋去了两百余年的儿女 终于爆发 祖国已经足够强大 祖国已经有能力 向昔日侵略和凌辱我通天国子民 的敌国讨回血债 血债 要用鲜血偿还 东阳国不是拒绝就清华道歉吗 那就以牙还牙 用他们民族的鲜血 祭奠那数千万亡魂 他们不是拒绝道歉吗 那么 就让他们前沿目睹 通天国钢铁洪流 碾压东阳的国土 他们不是拒绝道歉吗 那么 也让他们的人民 常常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的滋味 他们不是拒绝道歉吗 也让他们体验一下 王国奴的耻辱 在神州大地上飘零的先辈英灵啊 在上个世纪 被东阳鬼子屠杀的数千万亡魂啊 看着吧 时隔近百年 你们的后人 终于有机会一雪前耻了 让那些曾经 践踏我通天国领土的畜生 尝尝什么是愤怒的火焰 广场上 寻情激扬 高亢的口号 宣泄着儿女两百年来的耻辱和憋屈 战争 不仅仅是通天国高层的决策 更是实数一通天国儿女讨回血债的新生 既然和平 无法消去通天国历史上的屈辱 那么 就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吧 燕京广场上 数十万个界人士 怀着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激动的热泪盈眶 沉睡百余年的祖国母亲 终于拔出了惩罚之剑 沉睡百年的东方雄狮 东方巨人 已经醒来 是时候发出自己的怒吼了 通天国燕京 广场上那激进疯狂的群众游行 被全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 传回了各自的国家 当然 也传到了和通天国交物的 一一带水的禁铃 东阳国 东阳国大和民族 也是见识了一把 通天国的民族之火 这样的火焰 足以将任何东西融化 这就是通天国当今的民族性格 国家的性格 东阳国 现在处处弥漫着战争硝烟的味道 全国国上下 紧绷着神经 紧张地关注着西海岸邻居的一举一动 虽然 东阳国以强悍获得全世界的关注 但却也是忧虑不安 东阳国近来所作 不过是在美利亚的庇护下 狐假虎威 不过是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外交筹码 根本就没有想过真的参加战争 因为 这不符合扶桑国当前的国家利益 东阳国人 其实也知道 一旦和西海岸的邻居 爆发高强度的冲突 东阳国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才有起色的经济 会立即陷入右翼轮的衰退 后果还不仅仅如此 全面的战争 说不定会让本就脆弱不堪的 东阳国经济 陷入全面崩溃 只是没有想到 通天国如此高调宣战 东阳国深深明白 和西海岸禁灵爆发全面战争 将是怎样的后果 只是可怜的东阳国 却是不知道通天国等待这个时机 已经等了很多年 战争已经无可避免 只是时间和下一次的契机罢了 东阳国当然也深谙此道 此时通天国的言论是重归重矩 丝毫不敢越雷迟一步 但是 东阳国既然亲手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那么 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只是大伙都不明白 东阳国 曾经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大和民族 将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第七十章 东京采花 东京 举世文明的国际大都市 超过千万人口的超级城市 繁华奢华 站立于虚空间的天赐 看着这座水泥森林构成的大都市 心里有些失落 有些不忍 如此规模的国际都市 即将在战火中被化作瓦砾 实在是太可惜了 但是又一想 说过世纪 当东阳国战车碾压通天国国土时 当无数城市被战争摧毁时 那时 谁又会为通天国感到惋惜和难过 更何况伴随着的是更多的财产和巨大的人员损失 通天国街头有句俗语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东阳民族欠下通天国的血债 一样要偿还 天赐之所以会出现在东京 自然不会是倾慕东京的繁华 而是来收获 这里 自己在十几年前 辛辛苦苦培育的一只花儿 东阳国 东京时间下午五点 市中心雨田大厦 一群群下班的白领渔冠而出 期间一个二十多岁的白领丽人 尤其出众 在云云众生间 显得是那样的超凡脱俗 东阳国出美女 果然不是盖的 曾经多少惊艳全世界的女演员 风靡世界 东阳国的女演员现象 在东阳国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 这个叫做穿到爱子的女子 在地下车库驾驶着自己白色的本田跑车 汇入滚滚车流而去 半小时后 那辆本田汽车离开了喧嚣的市区 来到了郊区一处别墅群 这是一处高端豪华的别墅群 看样子 在这里居住的人不负极贵 都是有钱的主 而且是很有钱的那种 在飙着三十四号的别墅前 这位女士按了按手中的遥控器 别墅铁栅栏大门徐徐打开 本田车随即开了进去 打开房门的爱子 此事还在奇怪 今天的人都到哪去了 怎么全都是静悄悄的 从爱子一出市区 穿到爱子就没有看到路上有一辆车 也没有看见一个人 就连狗都不见一只 虽然穿到爱子很是感觉今天的异常 却也没有从深处想 只是摇摇头 踢掉高跟水晶鞋 赤着脚走上二楼自己的卧室 可怜的穿到爱子 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自己的直觉没有错 她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空间 不属于爱子熟悉的世界 在此时爱子眼前的景象 只是她自己曾经熟悉的影像而已 这里不是爱子曾经的家了 而爱子 正是天赐当年苦心培育的花儿 只属于自己 只有自己能享用的花儿 天赐决定在和东阳国开战之前 来采摘自己的花儿 爱子猛地转身 揉揉眼睛再一看 没错 这不是幻觉 东阳国政府对于平民遇到意外情况的教导和宣传 却是很到位 穿到爱子在经过了短暂的惊慌 后 反倒是冷静下来 冷冷地打量着面前这个玩制服装逼的家伙 这一打量不要紧 爱子越看越觉得这家伙面熟 穿到爱子猛然醒悟 这家伙可不就是在电视里 向东阳国宣战的通天国什么将军吗 对于她的长相 已经深深鸣刻在所有东阳国人心里 当然 这绝对不是什么崇拜 而是对于威胁到自己国家敌人的仇恨 只是 她怎么会在这里 貌似如今通天国和东阳国的交恶 相比自己国家也不会邀请她吧 更何况 即使是东阳国邀请 也不能私自闯入私人住宅吧 况且还是女人的住宅 难道她不知道这样做不礼貌吗 穿到爱子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形象 爱子愣住了 报警 天赐一愣 反而老神在在的一屁股坐在沙发室 一耸肩 哦 那你自便 我不打扰你报警 爱子一听就是一愣 嗯 她不怕 不过还是抓过小巧可爱的手机 麻利地拨出了号码 不过却是毫无动静 爱子又是一愣 看看手机 这次发现一点信号都没有 爱子晃晃手机 急得快要哭了 这是什么破信号码 关键时刻掉链子 再拨 没有信号 再拨再打 手机还是没有反应 气急败坏的爱子 将手机狠狠都在床上 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报警无门 爱子慌了 爱子突然扑向窗前 呼啦一声拉开窗帘 又随即僵住了 因为爱子看见 在自己房间窗外 呈现出的是无尽的星空 一颗蔚蓝色的巨大星球 出现爱子左上方 凭着那蓝色星球上 大陆的轮廓 爱子可以确定 那就是自己所在的地球 自己在太空 问题是 自己连通自己的房间在太空 什么时候 又是如何来到太空的 看看眼前无尽星空 又再回想 这个家伙 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自己的家里 再想想自己自一出时区 就恍如进入陌生的空间 连鬼影也没有看到 穿到爱子 现在却是淹了下来 他现在明白了 眼前这人可不是以科学能定义的人 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爱子明白 挣扎没有任何效果 穿到爱子 无力地瘫坐在床上 心里泛出浓浓悲哀 既是对自己无助的悲哀 又是替自己的国家 自己的民族和这样的人为敌而悲哀 难怪通天国这十几年以来 突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腾飞 原来这一切全身眼前这人所赐 收拾心境 爱子擦擦塞边的眼泪 转身看看小秋说道 无论我们的国家和贵国发生怎样的恩怨 我请求你放过我的亲人 爱子虽然不安人事 但这个通天国年轻将军所说的话 再也明显不过 他怎会听不出天赐的意思 希望你一而有幸 在经过长时间以后 一切恢复平静 从今往后 你的亲人就是我的亲人 他们不会受到丝毫伤害 天赐说道 作为我的女人 跟我走 那话说的是那样的霸道 那样都不容置疑 然而 这恰恰激发出女人惯有的逆反心态 谁是你的女人 希望你信守承诺 现在给我滚出去 马上 天赐笑道 给你一段时间考虑 好自为之 说完 在爱子又一阵的目瞪口呆之下 天赐一点一点慢慢消失 爱子这才扑到床上 伤伤心心地大哭起来 爱子这才明白 自己自从懂事以来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些奇异的事情 就连爱子的父亲也不例外 只要是不小心碰到爱子的肌肤 就要大病一场 当然 相比起其他那些倒霉催的男人们 爱子的父亲就幸运得多 至少 小命还在 爱子身上奇异现象 也曾引起社会上和科学上的不解 在很多次的实验后 科学家最终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爱子身上所出现的异常现象 在通常意义上说 已经超越了自然定律 爱子身上所发生的现象 一直到现在 在十几年里 再也没有任何男人 敢触碰爱子的肌肤 哪怕是衣服 如今 在床上抽抽搭搭哭泣的爱子 这才明白 自己身上所谓的异象 全都是拜他所赐 看了看 那个霸道的家伙 消失的地方 爱子垂打着枕头 更加伤心地哭泣起来 在他潜意识里 一种不受控制的念头 说好带我走 却自己一个人走了 自己 已经在国内 已经没有任何男人敢要 不跟他 难道要孤老终身吗 第七十一章 大战开启 东京都千代田区永田厅 东阳国首相官邸 那个会议室 公本首相和一干 阁辽大臣一片死寂 在看完通天国 刚刚举行的 军方新闻发布会后 会议室内 一阵雅静 暴风雨终于来临 回想着东阳国 这几十年对华之行的 制衡政策 回想到不久前的武力行动 他们此时在自问 如今东阳国面临的局面 该如何善啊 此前的赌博 是对还是错 远想着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讹诈 如今会给东阳国带来什么 不过 凭着东阳国自身的技术和国力 再加上美利亚国 这个同盟国的帮助 只有通天国 不对东阳的使用核武 即使是和通天国全面开战 东阳国也不怕 问题是 战争导致的资源消耗 和人员损失 却是东阳国难以承受的 换句话说 战争 特别是和通天国之间的全面战争 根本就不符合东阳国的利益 只是 现在说什么已经晚了 一切都难以挽回 除非如通天国所愿 乖乖让出琉球群岛 但这显然正是 东阳国这个岛屿国家的底线 既然是无法解开的死结 那么就只能是一战 于是 东阳国各地一片繁忙 做出战争最后的准备 地球的另一端 白宫 此时的白宫同样是严肃一场 作为东阳国的军事同盟 太平洋西岸的战争 美利亚国难以处身事外 战火同样烧到山姆大叔身上 不久 美利亚国太平洋舰队倾巢而出 十个航母编队驶向西太平洋 和原先在那里的四个航母舰队回合 十几个航母战斗群 相当于是M国海军的全部家底的三分之二 几乎全部的精华 而美利亚国还得面对欧洲亚利安帝国的威胁 八个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大西洋 防患于未然 曾经傲视全球的美利亚国 如今也感受到两面受敌的危机 东欧S国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S国政府气氛沉重 虽然此次的战争 好似没有危及到自己国家 但凭着北极雄的直觉 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 在远东地区 斯拉夫国加强了军事力量 不是为了提防东洋国 而是提防通天国的威胁 在西线 数百万大军 部署在西部边界整个一带 相比之下 通天国的盟友气氛就轻松热烈的多 欧洲亚利安首都柏林 总理府 亚利安新任总理 因施凯特举杯道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我大日耳曼民族 再次问鼎欧洲的契机 东方的要朋友动手了 大日耳曼民族也该做点什么了 以支援东方的朋友 为胜利干杯 亚利安帝国 各地武装部队 立即进入了一级战备 只等待亚洲传来的那第一声枪响 印度人民微笑着看着电视里 通天国天赐将军的战争宣言 朋友终于动手了 欧国和毕国只是做好 通天国西部边境的安定 是也 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大军 沿着通天国西部边境 一字排开 当然 这不是表示印度和巴基斯坦 要侵犯通天国 而是担负起了保卫通天国 西部安宁的举措 此次 通天国政府请求两国政府的 正是这个 这样 通天国才能全力应对 东方的战争 当然 日国和毕国要做的不仅仅是这个 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全球规则的重新洗牌 日国和毕国还是要抓住机会 进入牌局 做一些对本国有利的事情 2024年年12月底日下午 一时三时三十分钟 东海 茫茫大洋之中 严整密集的庞大舰队 铺天盖地 在千米高空中 看向烟波飘满的海面上 严整紧密地排列着 规模巨大的舰艇编队 正浩浩荡荡的 以每小时三十五节的速度 向东开去 这些舰队 正是以通天国海军 以三个海面战斗群为中坚力量 服以数百艘装甲运输舰 以及各式后勤支援舰 数百万海军陆战队就随行其中 通天国海军特遣联合机动舰队 旗舰小型号航母指挥室内 海军上将天磁将军 神态沉稳 表情坚定地盯着电子屏幕上 数字的跳动 而身边各级海军将领 则同样死死盯着电子屏幕 指挥室内 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他们即将亲手开启 和见证这划时代的时刻 而在众多将军中 最激动的莫过于海军上将 东海舰队司令李强 李强于不久前 刚刚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通天国三大舰队中 首位上将级别的舰队司令 虽然在三十年前 通天国开创了先发制人的先河 但昔日的外国无论在哪一方面 都和今日的东阳国不可同日而语 虽然东阳国很早就丢掉了 世界经济第二的地位 但其几百年发达的工业文明 所成就的国家底蕴 远远不是外国之流能比的 即使是如今强势如此的通天国 也不能相比 东阳国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 都是通天国最难对付的对手 何况 在东阳国和美利亚军事同盟和安保条约下 通天国还得面对美利亚国政府的战争 这次战争 通天国等同于同时跟曾经的 第一和第二经济体作战 尽管将军们神情高度紧张 但通天国的这些将军们 意志是相当的坚定和自信 对于通天国如今拥有的 无可匹敌的科技优势 使他们更有信心 打败所有妄图阻拦祖国复兴的脚步 通天国虽然只有六个航母战斗群 看似在装备的数量上处于劣势 但正是凭借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 一定会将敌国武装力量彻底埋葬 终于当电子屏幕上鲜艳的数字 跳到14时整时 天赐将军淡然地拿起麦克 低沉地发出了攻击命令 开始随着无限信号飞向四方 通天国动了 东海舰队三艘航母上 数百架重型舰载几乎笑着腾空而起 数百艘各式战舰上 数以千计的巡航导弹 拖着长长的火龙扑向东方 数十艘战略核潜艇 随着倒到火龙破水而出 数以百计的弹道导弹直直苍穹 与此同时通天国东北地区 各大导弹基地 无数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扑向东方 数百架战略轰炸机 满载各式导弹和制导炸弹 轰鸣着腾空而起 扑向东方 在电光火石之间 通天国对扶桑国发起了全天候 多层次的空中打击 至此 在地球走过了相对比较安定和平的 百余年后 规模空前的战争爆发 扶桑国多年以来 处星几率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终于如愿打开 潘多拉魔盒既然已经打开 就不说扶桑国能左右的了 为此 扶桑国将付出相应的代价 战争就此爆发 通天国动作相对于的是 在遥远的欧洲大陆 亚历安柏林 国防部战争指挥中心 日尔曼走总理 亲手按下了攻击的电钮 顿时 早已严阵以待的 亚历安帝国三军部队 向实现拟定好的目标 开始了突击 至此 在欧洲大陆 战争爆发 这一国突然受到 亚历安大规模的空中打击 为此 通天国和亚历安国 双双向就的国际秩序 和规则发起了冲击 这样的后果就是 这个西方世界 无一幸免地 全部被拖进这场战争 在自上个世纪 四十年代 那次世界大战后 地球在平静了近百年时间后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第七十二章 琉球海空战 冲绳 美利亚和东阳联军指挥部 将军们紧紧盯着电子显示屏 在美利亚国空间情报部送来的情报显示 通天国在东海 集结了庞大的舰艇编队 而且 刚刚的卫星图片显示 通天国无数导弹和战机 同时对扶桑国本土和琉球群岛 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问题是 美利亚军和东阳国那些高端先进的雷电 到现在也没有发现目标 联军司令部司令 美利亚军太平洋舰队 第七舰队司令 海军中将 将威廉感觉到事态非常的严重 地面雷电没有发现目标 刚刚从航母上派出去的舰载机 也没有发现目标 东海上空 一千多架 美利亚和扶桑国舰载机 还在无尽虚空间四下张望和搜寻 忽然 临头的战斗机飞行员一声惊呼 导弹 随之 声音便消失在联军飞行员的耳机里面 联军飞行员忙向西方看去 无数道火龙直奔而来 来不及做任何反应 即使是做出反应 但美利亚和东阳国那些 当今最先进的战机 始终无法摆脱通天国空空导弹的绝杀 东海天空 上演了一出璀璨的烟火表演 仅仅是在弹指间 千余家联军最高端的隐身型战斗机 化作烟尘和无数碎片 飘飘洒洒掉进东海之中 这一切是那样的突兀 是那样的不可思议 信息化技术武装到牙齿的 美利亚国和扶桑联军战机 连通天国战机影子都没有看见 就化作养分 为了东海的鱼 就连无比尖端的预警机也没能幸免 冲绳海军基地 企业号航母上 联军司令威廉中将摊坐在椅子上 千余架舰载机机体失去信息 就代表着千余架战机已经全军覆没 而且是无声无息的全军覆没 太可怕了 这是美军自建军以来 遭受的最惨痛的失败 不得已 威廉又发出一道命令 从冲绳各大机场上 数千架空军战斗机腾空而起 飞向西方 然而美利亚国和东阳国战斗机刚刚来得及飞到天上 便见条条火龙飞来 东海上空再次举行规模更大的烟花表演 在电光火石之间 在众多飞行员来不及反应之际 数千架战斗机已经掉入汪洋大海 只剩下一千余架战斗机物资在空中颤抖 不过 这次 在空中乱窜的联军战斗机不用雷达 终于发现了通天国战斗机 因为 他们无需雷达 已经用肉眼看见了远处天际 密密麻麻的战斗机向东方而来 美利亚国和东阳国战斗机飞行员 总算是派来了面对面的厮杀 不过 他们随即就泄气了 看着那些通天国战斗机漂亮的翻滚和超强的机动性 这些自诩为精英的飞行员们大受打击 随着最后一架 联军战斗机被击落后 通天国战斗机继续东进 此意 通天国第一次有了伤亡 在经过惨烈的空中格斗后 通天国胖胖熊系列和语焰系列的战斗机 有四十多架战机被击落 除了跳伞逃生的外 通天国海军飞行员二十多人牺牲 这二十多位民族优秀的儿女 为自己的祖国复兴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载入史册 他们的英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民族的心中 冲绳 企业号航母 联军司令部乱作一团 加上那一千余架海军舰载机 美利亚国和东阳国联军 在刚刚开战就损失惨重 散失了联军在冲绳的绝大部分空中力量 不过 他们没有时间自责 没有时间想其他什么 因为 随着警报声 联军上下看见天边无数火龙扑灭而来 顿时 此起彼伏飞爆炸声响彻冲绳弯 响彻整个海军基地 不光是海军基地 整个冲绳以及周围大大小小的岛屿上 所有的军事目标都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威廉海军中将将 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火龙落在自己所在的企业号航母 太平洋舰队旗舰之上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企业号航母 12万吨级的福特级航母快速下沉 曾经被誉为全世界最强大 最先进的核动力航母 在坐在救生皮艇上 威廉将军的见证下 沉入海底 一枚导弹就击上了12万吨的钢铁巨物霸 是什么样的导弹威力如此可怕 好在 通天国这次的突袭 重点照顾的对象显然是东洋国海空军 东洋国四艘航母全部被击沉 相关所有舰艇无一倖免 冲绳各处东洋国基地 同样都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东洋国在冲绳的军事力量 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相比东洋国被特别照顾 美利亚军所受到的待遇 就显得冷淡许多 除了企业号航母 其余十几艘航母 只是被象征性照顾 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 各舰都还保留着相应的战力 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不过 美利亚海空军所属的海空战斗机 却是没有多少幸存下来 这是通天国军方对美利亚国政府的警告 希望他们能明白 早日撤出这是非之地 败了 彻底地败了 数千架当今世界最先进的F22系列 F35系列和新神系列的隐身型战斗机 全军覆没 美利亚国国内一阵涮滑 美利亚国上下都没想到 自己国家如此先进的装备 刚刚碰头就遭受如此挫折 大大超出了美利亚国政府和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反战游行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 纷纷要求政府脱离与东阳国的军事安保同盟 改善与通天国的关系 结束与通天国的战争状态 东海海空战后 2025年初 遭受到沉重打击的美利亚国政府对外宣布 正式退出与东阳国的军事和安保同盟 改善和通天国的关系 寻求外交对话 使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美利亚国政府终于用血的代价 明白了通天国如今是怎样的可怕 明白了自己国家和通天国是怎样的差距 两国的差距在这次美利亚国军方 雷电和反导系统全面失明 和方方面面技术上的差距 为此 美利亚国政府 撤走了驻扎在冲绳的那些 只剩下空空而已甲板的航母 以及相关的数百艘舰艇 为数不多的残余战机 灰溜溜地离开冲绳 离开琉球群岛 经关岛稍作修整之后 返回太平洋老巢 夏威夷走的是那样的云淡风轻 是那样的潇洒 挥一挥 手 不带走一片云彩 随着美利亚的颓然撤离冲绳 太平洋乃至在全世界的权力游戏 发生了质的改变 美利亚国 已经不可挽救地显现出了颓势 通天国在此战之际 终于露出了望着的争宁 仅仅几天时间 曾经在技术上和人员素质 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美利亚军和东洋国军队 被通天国的武力突袭打得稀里哗啦 遭受沉重打击的骂 义军狼狈不堪地丢下 避护了百年的小弟弟 撤回了夏威夷珍珠港 交恨了百余年的M军 终于在通天国的强大武力下 垂下了高昂的头颅 M国政府 以巨大的代价认识到 原来自己国家 早就不是什么最顶尖的国家了 曾经的一抄独霸 已是昨日黄花 永远都不可能再展示昔日的荣光了 琉球海空战 就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已经改变 如今的世界 将进入新大的纪元 美利亚国政府和人们 现在才明白 通天国的强势崛起 已经是大势所趋 难以逆转 问题是 美利亚国政府将以何种心态 面对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洗牌 冲上海空战 通天国一站定乾坤 以无可比拟的武力 迫使美利亚国政府 放弃他在东亚的利益 而回到太平洋东部 这也是通天国达到预期效果 接下来就是岛屿争夺之战了 琉球群岛 以及相关的外围岛屿 都列进了通天国攻击的名单 为此 东海海域 通天国航母战斗群 在击溃了美利亚军 和东阳国海空军后 继续东进 向琉球逼近 琉球战役开始 在通天国强悍的武力面前 东阳国在琉球群岛 所有军事设施 均遭到通天国海空力量的 毁灭性打击 那些自诩为 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爱国者五系列 对于通天国遮天盖地的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乃至战斗机视而不见 完全就是瞎子和摆设 都在同一时间 伴随着雷达和无数战机 成为了昂贵的废铁 而随着美利亚国政府的退出 对于实力单薄的东阳国 在琉球群岛的军队 更是雪上加霜 对于东阳国本土 是否派来增援 琉球群岛的东阳军队 不敢奢望 因为 东阳国本土四岛 各大城市和军事设施 均在同一时间 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而且更有情报显示 通天国另一个规模 同样浩大的舰队 正在通天国山东沿海集结 东阳国本土四岛 受到通天国海空军的威胁 是也 东阳国将全部兵力 沿着九州岛和本州岛 一字排开 以防通天国的登陆 东阳国对于琉球群岛的危机 只能视爱莫能助 自求多福 200万琉球群岛的 岛国陆海空三军部队 只能靠现有的力量和装备 抵抗通天国军队 对琉球的登陆作战 问题是 他们能坚持对少时间 欧洲 日耳曼再次展现 昔日的闪电战的经典重现 在一个礼拜之内 以摧枯拉朽之势 迅速占领J国全境 并向S国挺进 同时 强大的日耳曼现代化装甲部队 沿着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网 兵分几路 同时出击 向AO国 BO国和2国 BOS DM国同时攻击 DM国同时